皇上,佩宪百姓苦啊,茅草屋被大风吹破,一半的百姓露宿街头,衣不避体,食不果腹,每天只能喝一碗面糊胡冲击,每当微臣看到百姓的凄苦,便心如刀脚,痛得晚上睡不着觉。 佩宪县宪颖,正在给大明皇帝朱元彰写奏折。 田地的贫瘠令人无法想象,农户辛苦劳作一整年,收获的粮食竟然还没有剥下的种子多。 威臣不得不开仓放粮,可县衙的粮仓里也空荡荡的一颗骨子都没有。 在一旁的师爷揉揉眼睛,县令大人简直睁着眼说瞎话。 大人,佩县可是连续五年大丰收,今年的产量又创新高。 粮食对不下,必须要去隔壁几个县剿匪,多抓些贼人回来捡粮仓。 哦。 宋颖将毛笔沾沾墨水,继续写道。 县里盗贼横行,县衙关满了囚犯,仍旧不断地有山贼,略解百姓,屡抓不止,随即抬起头问道。 师爷,县衙大牢里,现在还有多少犯人? 回大人,从您上任半年后,百姓丰衣足时,生活富足,佩县再也没出现过贼人。 狱卒嫌年年白拿俸禄,惭愧地想要辞职了。 附近的百姓,拖家带口,恳求落户在本县,登记的人每天在衙门口排起长队。 光,是上半年就增加了一万户。 好,争取下半年再来一万户。 宋盈大喜,继续写道。 县里官道年久失修,道路齐居不平,税负严苛,人口逃亡严重。 自从穿越到了大明初年,宋盈每个月都要给朝廷写一封奏折,报告情况。 他本来高中毕业,在常理打螺丝,因为加班过度,眼睛一闭就变成了一个平凡无奇的古代县令。 现在的皇帝是沙官不眨眼的朱元璋。 做官男,每个月写的奏折,能不能顺利送到朱元璋手里? 宋盈不关心,只要朝廷别有事末世加税,皇上别怀疑自己贪钱就成。 所以要哭穷啊,咱沛县都穷成这样了,就算想贪,也扣不出一文钱。 宋盈在奏折中,从各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沛县的贫穷,这事儿他已经干了五年,驾轻就熟。 大人,您将沛县治理的繁荣昌盛,却不宣扬出去,朝廷如何会知道,您自己又如何升官发财呢? 事业为宋盈不平,升官有什么用,身头就是一刀。 宋盈依赴看傻子的神情,他把沛县搞得跟世外桃源一般,不就是为了躲避明朝初年的战火,不卷入靖南之意。 安安稳稳地躲在偏僻的小地方当霸王,多爽。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睁开眼看到十几个美娇娘。 有钱在哪都潇洒,懂吗? 大人高见,师爷似懂非懂得点点头,反正不正私都莫咱大人贪得银子多。 亮干墨迹,封好奏折。 送去驿馆。 宋盈打了的哈欠,奏折血累了,要出去放松放松。 再通知一红愿,今晚我过去,花魁头牌都给我留着。 大人,您每日左拥右抱,喝酒听取,实在有损生欲,师爷苦口婆心。 送引拍而起,本大人辛辛苦苦搞建设,为沛县繁荣操碎了心,还不能享受一下。 此时,通往沛县的关道上,一辆普通的马车,缓缓前行。 上面不是别人,正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有皇后马秀英。 跟随在身旁的,还有长子朱镖和次子朱爽。 护卫和车夫,则是神机营乔装改办的。 老爷,离沛县不到两里地了。 要是没记错,这次应该能找到真正的祖地。 马秀英语气中带着对祖先的崇敬。 因为微服初巡,所有人都改换了称呼。 朱元璋被称为老爷,马秀英自然而然是夫人。 嗯,我小时候听见说过,就是沛县。 朱元璋点点头,祖地,还有祖坟,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兴衰。 对于新生的大明王,丑,甚至可以说是龙气所在。 这次朱元璋回凤阳祭祖,然后悄悄带着一家四口。 寻找他们老朱家真正的祖地。 朱元璋的确是在凤阳出生,但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从别的地方逃荒到凤阳的。 好在朱元璋隐约记的父亲曾经提起过沛县。 沛县是个好地方呀。 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在沛县起兵建立了大汉王朝。 咱确定祖地后,好好修缮一番,定能护佑大明王朝。 大汉,一直是历史上强盛王朝的代名词,为人向往。 从现在华下的百姓都自称汉人,就能明白汉朝的影响力。 朱元璋露出一丝笑容,他驱逐达鲁,一生致力于恢复华夏,自然希望大明能像汉朝一般成为华夏医官的代名词。 爹,您快来看,这路和咱们走得不一样。 两个儿子朱镖和朱爽,忽然惊呼出声。 朱元璋不悦,四子杂杂呼呼就算了,太子朱镖向来稳重,也跟着一起毛躁了。 什么路不一样,官道有好有坏,大惊小怪,他的话音戛然而止。 眼前是沛县的借杯,美丽沛县欢迎你。 两丈高的借杯上,是寄个苍境有力的大字。 借杯这边,破烂的官道,崎岖不堪,两辆马车交错都费劲。 借杯那边,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两旁一颗颗耸立的轻松,路面上并排走八辆马车,不成问题。 比黄城的路还宽敞,还整洁。 朱元璋惊了,马车行驶在上面,平稳的,没有墨一点震动,舒服至极。 微风吹来,两旁的稻田泛起金黄色的波浪,稻箱阵阵,每一株稻碎都饱满的下垂。 收割稻谷的农户,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坐在一架奇怪的农具上,脚踩着踏板,一边前进,一边收骨子。 这是什么路,那又是什么农具? 朱元璋一家四口都伸出了脑袋,惊奇地看着一切。 第一次来佩县,旁边,一个赶着毛驴拉车的老汉小道。 这路是县令设计建造的,名叫马路。 佩县一共有四栋四横,共八条这种大马路,其他小马路不计其数。 龙具叫做人力收割机,四个人一天能收割十亩稻田。 县令还说了,以后造出机械收割机,一个人一天就能收一百亩。 朱元璋倒吸一口凉气,一天收一百亩,那怕是仙家的法宝吧。 现在这个人力收割机,四个人一天收十亩骨子,也是闻所未闻的奇迹。 还有马路,看老汉脸上自豪和幸福地笑,不会骗人。 朱元璋也跟着露出笑容。 你们的县令,是个好官? 那当然,咱佩县县令是这个。 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收割庄稼的农人,马路上的行人都竖起大拇指。 你们不是咱佩县本地人吧? 对,我们商队出来乍道,想在佩县碰碰运气做生意。 那你们可算是来对地方了。 自从宋颖大人来佩县当县令以后,佩县一天比一天好。 用县令大人的话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商人的生意才好做。 百姓们七嘴八舌,不停夸赞。 朱元璋屡语胡须,对县令宋颖的印象十分不错。 进程。 马车继续向前,让朱元璋惊喜的事物,一件连着一件。 这马路不是普通的关道,有特殊的规则。 两边画的有白线,行人只能在白线外行走,中间专攻车辆和马匹奔驰。 所有车辆和马匹必须靠右,马路中间还有一条黄色虚线。 正常情况下,不能越过黄线去对象车道。 行人也不能随意横穿马路,每隔一段距离,画得有一横一横飞白线。 专攻行人穿越马路,如此这般大大提高了行车的速度。 因为,到了配线县城后,马路上行驶的马车实在太多了。 拉货的,载人的,笔黄,城里还繁华。 更让朱元璋惊讶的是,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股充满希望的尽头。 和朱元璋以前出巡时,线道的情形完全不同。 要知道中原大帝在一族手中,已经被蹂躏百年。 汉人被荡座下等人,经历了太多屈辱和苦难。 为了胆走盟员,其后又经历了好几十年的战火,饱受折磨。 明朝建立初始,朱元璋立即颁布了休养生息的国策。 但百姓的日子,仅仅是比以前好了一点点,还是经常有吃不饱饿死的情况。 而配线现在繁荣的场面,比之强堂附送,丝毫不逊。 前面那是运粮的车队吧? 马修英指着,有几十辆运粮车组成的庞大车队。 每一辆车都有四匹剑撞的骏马拉。 爹,这是什么? 汇动的铁箱子。 还有,还有,爹,你看,路上这些是什么人,穿上奇怪的衣服,手拿住铁棍。 爹,快看,铁箱子打开了,有人从铁箱子出来。 这些人叫特种兵,箱子叫坦克车,可以发射火炮。 朱元璋再一次怀疑人生。 这,这,这,这个县令是要造反吗? 小小一个县城兵力,这兵力,可将我经成。 朱元璋不敢再想下去。 可怕,马秀英,这个县令是如何打造出这座县城,此人不简单。 朱元璋示意跟上去看看,发现目的地竟然是县衙的粮仓。 而粮仓里早已堆满麻袋,新运送来的骨子根本没地方放。 只能靠放在粮仓的外墙上堆起来,收获粮食都要上交给县衙。 朱元璋惊道,那百姓怎么办? 多到粮仓都装不下了,可见县衙到底收了多少骨子啊? 多年的经验,让朱元璋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 正想上前问问清楚,前面地接到一群人涌出,喧哗不已。 打死人了。 朱元璋放眼望去,现是一个大大的赌方。 七八个凶神扼杀的大汉,踢着一个干兽的男人丢在了地上,一阵拳打脚踢。 干兽的男人如同小鸡仔,毫无反抗之力,在赌方的打手们打够了回去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围观的百姓,有几个大胆地上前摸了摸,已经凉透了。 没气了。 快,快报官。 死人了。 百姓们吓得后退几步,赌方离县衙之相隔半条街,捕快十分迅速地就来到了现场。 封锁赌方,赌方内所有人等不得离开。 按次序,单独审问。 赌方主要负责人,带回县衙。 捕快们的办事效率之高,看得朱元璋连连点头。 好呀。 若所有捕快都能像沛县这般,那天下就太平了。 这赌方恶有恶报,总算完了。 错。 旁边围观的一位卖糖葫芦的小贩,正好听到了朱元璋的话。 玩不了。 什么叫玩不了? 朱元璋皱眉。 我看衙门的捕快没有要包庇罪犯的意思。 包庇坏人,自然不会。 小贩笑道。 您是外地来的? 大概不知道赌方是咱们宋大人入股的。 赌方肯定不会玩,您等着看好戏。 哈哈哈哈,看戏了。 周围的百姓听小贩吆喝了这么一嗓子,哄笑着几项县衙的方向。 岂有此脸? 朱元璋脸色阴沉。 进入沛县后,他第一印象还不错,认为宋颖是个好官。 莫非宋颖道的败坏,只会敛财。 大明的官员,竟然入股开涉赌方。 鱼肉百姓,当街打死人。 这种事搁在朝堂,已经够临迟处死。 荒唐。 咚咚咚。 县衙前的鸣骨被敲响, 宋颖送你。按大明律,凡有人敲响明冤骨, 县令必须立即受理案件,不得延误。 朱元璋等了一会儿,怒道。 宋颖人呢? 这位老丈,您别急。 咱们县令肯定是去依宏院照顾生意了, 一时半会儿不能完事,多等等。 敲骨也不是要明冤, 只是通知宋大人快回县衙。 一起来围观审案的百姓们, 脸上都露出了一种很奇怪的笑。 朱元璋问,依宏院又是什么地方? 嘿嘿,老丈您还莫去过的话, 您哭,保管,一进去就忘了回家。 不过今晚老丈肯定不能进行, 依宏院的花魁和八大头牌, 都被宋大人提前预定,不再接客。 朱元璋立即明白了, 这大白天的县令跑去逛窑子, 还一次性包下了所有红牌姑娘。 夫人,你先带孩儿们去找各客站住下来, 咱今天要好好和这县令算账。 冷哼一声,朱元璋的脸比锅底还黑。 马秀英对这个叫宋颖的县令也大失所望, 刚才还以为终于陷到了一位为百姓办事的父母官, 没想到却是这负责性。 老爷,您也别太气, 天下总还是有好官呐。 马秀英安未到, 留下两个护卫给朱元璋, 带着儿子去找客栈。 朱元璋又等了半个多时辰, 脚都站麻了。 县衙的大门终于打开。 这时来观看审案的百姓们越来越多, 几乎是推着朱元璋进了衙门。 朱元璋的怒气已惊积攒到爆发的边缘。 好你个佩县县令, 竟敢在朕的祖地胡搞。 朕倒要看看, 你想怎么包庇赌方打死人。 朕微服出巡多次, 从未暴露过身份, 这回也忍不住了。 但凡出一点错, 朕马上把你包皮冲草, 挂成墙上以井笑游。 等了半赏, 宋大人来了, 百姓中爆发出一阵骚动。 朱元璋想总算升堂审案了, 朕要好好瞧瞧。 佩县县令到底是个为百姓办事的好官, 还是个鱼肉箱里的贪官。 朱元璋失望了。 只见县衙前, 宽敞的街道上, 拥挤的百姓自动分开。 六匹纯白的骏马, 拉着一辆奢华无比的马车。 马车足足有两丈宽, 五丈长, 雕梁画洞, 巧夺天宫。 黑楠木的车身上镶嵌着无数金丝, 还有光辉夺目的宝石, 把朱元璋的眼睛都快要闪瞎了。 百姓等了半天, 县令从花柳巷迟来。 是公务如儿戏。 一个小小的县令, 胆敢乘坐如此奢华的马车, 比朕的天子鸾架还要豪华。 他的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朱元璋怒气上涌。 就戒约这点, 他在心里又一次给宋敏判了死刑。 马车驶入县衙, 在公堂前停下。 两个车夫在马车边放下一条板凳, 车厢李几生巧笑嫣然, 走下两名碧月羞花的女子。 随后, 身着官服的宋敏, 抓着美女的大半个身子, 踩着小板凳下了马车。 宋敏金堂木一拍, 堂下何人? 状告何事? 公堂内刚刚被打死的人盖着一块白布, 他的母亲杨氏跪在地上愣愣地一言不发。 大人, 赌方外发生斗殴, 刁民王小六不幸身亡, 捕快迅速地将案情说明一遍。 杨氏, 捕快所说案情是否属实, 可有错误。 宋敏高声问道, 句句属实, 杨氏似乎吓了一跳, 赶忙打道。 朱元璋目中寒光一闪, 好一个斗殴, 好一句刁民。 捕快严谨一概, 真实地描绘了刚才赌方打手打死王小六的事实, 看似莫问题。 但几个关键性词句一换, 却让案件性质大大不同。 大名律, 致人身亡, 主犯当斩, 从犯绞刑, 参与谋划者杖刑一百, 流放三千里。 赌方动手打死王小六的, 应当处斩。 在一旁帮忙助威的打手, 吊死。 赌方的老板, 要打一百棍, 然后流放。 如果换成斗殴, 后果远远没有如此严重。 案件还未审判, 先给王小六定性呈刁名。 分明是捕快和县令狼狈为奸, 欺负百, 性不懂律力, 不懂刑名用词。 果然, 王小六在赌方挑衅滋事, 与赌方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斗殴身亡。 判决赌方停业整顿三天, 王小六之前所欠赌债一笔勾销, 再赔偿白银八百两给杨氏。 赌方工作人员李二狗, 失手打死王小六, 账则一百, 另外赔偿杨氏二百两银子。 本县令判决完毕, 双方如有异议, 现在当场提出。 若不提出, 是为接受判决, 此案了见。 高座堂上的县令宋颖, 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判法。 我的天! 八百两, 再加二百两, 王小六的老娘, 发大财了, 宋大人判得好。 宫堂外的百姓, 议论纷纷, 草民没有异议。 杨氏看了看盖着白布的儿子,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两下, 低头小声说话。 赌方老板和打手李二狗, 连连点头。 我等接受惩罚, 白银立马赔偿。 一千两白银, 当堂点青。 零捕头, 你派两名捕快, 护送杨氏把银两存到钱庄。 本安了见。 退堂! 前前后后, 连一刻钟都不倒。 宋颖宣判完毕, 急不可耐地, 又上了等候在公堂之外的豪华马车。 驾! 随着车夫一甩鞭子, 六匹骏马发出私鸣, 踢踏踢踏向远处的街道驶去。 给我, 停下。 朱元璋似乎都能听到马车里男人女人的嬉笑, 他气得脸都白了, 大声怒吼。 一条人命, 白银一千两, 派钱捕快, 把银两存在钱庄。 钱庄是不是也有送银的股份? 朱元璋随便向身边一个百姓问道, 那人嫌弃地瞥了朱元璋一眼, 外地来的吧? 钱庄这种大买卖, 没有县令大人入股, 你敢把银子存进去? 哼! 不出所料, 赔偿给杨氏的银子, 又回到了送银手上。 朱元璋太清楚这些狗官, 欺压百姓的手段。 杀! 县令不在衙门办公, 贪恋女色, 流连风月场所。 杀! 朱元璋从一个要饭的, 打下整片江山。 最痛恨的, 便是鱼肉箱里的贪官污吏。 每年斩杀的贪官, 数以万件。 可惜, 看热闹的百姓, 实早已见怪不怪。 面对如此荒谬不公的判案, 非但没有抱怨, 甚至在鼓掌叫好。 见县令急着和青楼女子私混, 百姓们吹口哨的吹口哨, 哄哮的哄哟。 巨大的喧闹, 淹没了朱元璋的怒吼。 朱元璋只能挤在人潮中, 身不由己地出了县衙。 直到宋颖的豪华马车消失在大街拐角处, 看热闹的百姓才逐渐散去。 气死朕了。 朱元璋怒气冲天, 周围的人都奇怪地看着这个面色铁青的小老头。 老爷, 生疼了吗? 这时, 找好客栈的马秀英, 带着两个儿子回来县衙门口。 您的脸色很不好。 你们要是看到那狗官是怎么深暗的, 也和我一样, 脸色不好。 朱元璋咬牙切齿, 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那狗官刚从青楼回来, 叛赌方一共赔了一千两银子, 打死人的凶手, 杖刑一百, 这么快就结案了, 赔了一千两。 马秀英惊讶, 他算是明白丈夫为何如此大怒了。 这可是国泰民安的大名, 县令草菅人命, 和几十年前野蛮的达子, 有何区别? 彪, 你拿着朕的令牌, 去附近的卫所调, 金兵三千。 朕今天要为名除害。 朱元璋恨恨恨道, 他直接从卫所调兵, 全部清算。 老爷, 我看有些古怪。 马秀英知道丈夫是个暴躁脾气, 路上一开始的所见所闻, 宋颖似乎是个很好的县令, 和他后面的表现实在对不上。 不如去找杨氏问问, 他有没有冤情? 我亲眼所见, 还能有误会。 狗官欺上瞒下, 蒙蔽盛听, 不是一天两天了。 朱元璋怒气不减, 知识到底能听进去劫发妻子的几句劝。 好, 就依夫人的, 亲自去问问。 只要查明真相, 马上砍头, 挂成门上。 小哥, 你知道杨氏家里怎么走? 朱镖向街道边, 一个百拉面摊的小范问道, 王小六的老娘? 对, 是他。 哦, 顺着这条街向前, 第四个路口左拐, 再往前第三个路口右拐, 茅草搭的破屋子, 就是王小六的家。 小范对沛县很熟悉, 也很热情。 朱镖听晕了, 绕来绕去的, 他记得住, 也怕走错呀。 老爷子正上火呢, 等会儿走错了路, 可不得抽他。 小哥, 给你一两银子, 你带我过去行吗? 朱镖掏出银子递过去, 小范只看了一眼, 看不起人。 我这拉面五十文一碗, 马上就到牙医吃饭的时辰了, 少说能卖个四五十万。 为你一两银子, 一去一回半个来时辰, 错过饭点, 我损失的更多。 什么拉面, 竟要五十文钱一碗? 朱镖吃惊, 他跟着朱元张走南闯北, 像这样加了几片肉的面, 最多不过十几文钱, 那我给你五两银子。 为了赶紧去杨世家, 朱镖也舍得下本钱。 好嘞。 小范咧嘴笑道, 冲哥必买吹饼的人喊道, 老王, 等会儿你帮我煮几十碗面, 搬头他们爱吃, 赚得钱分你一半。 吹饼老板高兴地连连点头, 朱元张却黑了脸,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线衙门头的小范, 县力一样黑心, 快走吧。 马秀英怕丈夫再次动怒, 催促道, 在拉面小哥的带领下, 一行人七拐八拐, 终于到了城区的边缘, 破破烂烂的茅草屋, 门口守着两名强壮的捕快。 各位老爷, 末事儿我先回去了。 小范拱拱手, 转身原路返回。 站住。 朱元张力声喝道, 帝王独有的威严爆发出来。 我问你, 一碗十几文的拉面, 你为何敢卖到五十文钱? 这位老丈, 我们的价格每个月都要通过县衙的审查, 买卖自由, 童所无欺。 小范被朱元张的眼神吓了一跳, 一碗面五十文钱在别的地方贵, 在县衙门口不贵。 县衙门口, 多金贵的地方呀, 每个月光给县衙交的摊位费, 都要三十两。 本来朱元张听说价格每个月都要审查, 还觉得挺新鲜, 是个好办法。 再一听后面要交三十两银子的摊位费, 他的怒气直马上蹭蹭往上涨。 问题的源头, 是县令送你。 你给县令交银子, 衙门岂能不给你通过? 官商勾结, 贪官奸商, 都该死。 宋宁的死罪, 多加一条。 马秀英一看要坏, 皇上很生气, 他敢盲冲小范摇摇手, 快去吧, 莫你的事。 小范也被朱元张身上的气势吓得不轻, 这老, 仗恐怕不好惹, 赶紧脚顶抹油溜了。 临走时, 还嘟囔了一句, 咱县令宋大人是个贪官不假, 可也是好官。 朱元张暴跳如雷, 不是马皇后拉着, 他都要追上去打人了。 你听听, 都是什么话? 佩县乃老朱家的祖地, 民风全被那叫宋颖的狗官带坏了。 朕不能忍, 朕要宰了他, 用他的血祭祖。 马秀英虽然对宋颖的印象急转直下, 但他总还惦记着刚到佩县境内时, 路上的农户那一张张发自内心的笑脸。 来都来了, 咱们进去问问杨氏。 你看门上守着的两个官差, 能让咱们进门? 朱元张冷笑, 马皇后抱着一丝侥幸, 彪, 你走前面带路。 随行的几个锦衣卫, 收拾两个捕快不在话下, 可要真动其手, 只怕要杀成千上万, 血流成河。 朱彪也是个宅心人后的太子, 当即走向杨氏的茅草屋。 出乎意料的, 两个官差之是看了他们几眼, 并未有什么动作。 茅草屋里, 家徒四壁, 顶棚漏光。 杨氏正在给两个三四岁的孩童喂水喝, 脸上墨什么悲伤的表情。 你儿子死了, 不难过吗? 朱元张问道, 杨氏用破碗给朱元张也倒了水, 不难过, 我还有孙子和孙女, 渴望小六被赌方活活打死, 县令, 也包庇奸人, 他该死。 还没等朱元张说完, 杨氏的表情变得比朱元张还可怕。 那个孽畜把他跌打得瘫痪卧床, 拿满药的钱去赌, 气死了他点, 又天天揍得他媳妇浑身是伤, 可怜我那儿媳, 受不了跳河死了。 你看我身上, 还有前天他打出来的伤, 他卖田卖房去赌, 最后把主意打到了一对儿女身上, 要不是县令大人在路口设了关卡, 他早把我的孙儿卖到外县去了。 死得好, 杨氏带着恨意的话, 这时让朱元张惊了。 天下父母, 都是最疼爱子女的, 这一点朱元张体会尤为深刻。 一个母亲, 咒骂亲生儿子到这种地步, 可以想象王小六做过的事, 有多么忤逆不孝, 天怒人怨。 事情的真相, 原来如此, 朱元张不满意,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王小六不孝, 应该要官府, 要惩罚他, 而不是任由赌方打死。 他总感觉哪里不对? 宋隐身为县令, 知法犯法, 实乃恶人。 恶人当然要有恶人魔。 杨氏他献朱元张机人都衣着不凡, 有些害怕了, 怯生生说道, 我一个乡村老妇, 不懂什么大道理, 宋大人或许是你说的恶人, 但他是好官, 又是好官。 朱元张齐了怪, 一个说贪官, 一个说恶人, 最后都还能是好官。 宋隐在沛县, 到底当了什么县令? 老姐姐, 赔偿给你的一千两银子呢, 是不是被狗官又抢回去了? 门口守得两个不快,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朱元张献杨氏害怕, 收敛了一点怒气。 你别怕, 我在京城认识大官, 我替你做主。 不, 没有。 杨氏连连摇头, 一千两银子, 我一个老婆婆, 怎么拿得动? 两个不快小个, 帮我抬去钱庄去存了九百两, 另外一百两, 拿去买了大宅子, 正在等房契送来。 杨婆婆, 恭喜恭喜。 正说着, 外面进来一个满面春风的胖掌柜, 拿着一张房契, 二环内的花园小区三室两厅, 一出两位, 赠送小花园和露台, 下个月价钱可就要翻倍了。 杨婆婆, 房契我们检查过, 没问题, 两个不快陪同进来, 你花鸭就成, 立即入座。 谢谢, 谢谢。 杨氏的脸上露出笑容, 掏了几个铜钱给捕快。 我不识字, 多亏有你们。 两个不快坚决不收, 倒是每人像胖掌柜要了半两银子。 哼, 看不上铜钱, 要银子。 这叫上行下笑, 蛇鼠一窝。 一点小伎俩, 也想骗真。 朱元璋冷笑, 凑上去仔细看了房契, 却惊讶地发现, 一点问题没有。 这是朱元璋见过的最清晰的房契文书, 条款清晰, 责任明确。 只需要买房人画鸭按手印, 即刻生效。 后面甚至附录有几幅印刷十分精美的图画。 不仅表明了宅子的地址位置, 还有宅子内外的环境, 房间的结构, 家具的布置, 即便不识字的, 也一眼能看明白。 小区, 原来是环境优美, 配有专门护卫巡查的住宅聚集区。 三室两厅, 一厨两位, 只三个卧室, 客厅和饭厅, 一个厨房, 再加两个茅厕。 外送幽静的小花园和露台, 精巧的全套家具。 不知用了什么建筑材料, 既整洁又漂亮, 看得朱元璋都心动了。 一百两银子真不贵。 杨氏莫杀东西, 送走捕快和胖掌柜, 卷起小包袱, 带着孙女和孙子搬去新家。 茅草屋外, 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 难道朕真的看错了? 朱元璋恨不得立刻把宋银绑起来, 大行伺候, 逼他说出在沛县为官五年, 做的一切事情。 但一次次前后矛盾的事实, 已经打了朱元璋好几次脸。 去县衙, 找宋银。 朱元璋必须马上解开心中的疑惑, 否则今晚睡不着觉。 他拦下路边一辆马车, 带着马皇后和两个儿子, 浩浩荡荡, 奔向沛县衙门。 县衙大门紧闭, 找我家大人。 守门的衙衣打亮了朱元璋等人急眼, 有拜天吗? 没有, 没有请回。 衙衣毫不客气道, 眼观鼻, 鼻观心, 手上却比了一个收钱的动作。 好大的架子, 见先另一面, 还想要银子。 朱元璋当即要拿起鼓锤, 敲响衙门口的鸣骨。 太子朱镖连忙拦下, 爹, 引来一群百姓看热闹, 咱们啥事都办不成。 可不, 几条街上人来人往, 已经有不少人观望着这边靠近过来。 之前给他们带路的拉面小贩, 买瓜子花生的推车, 卖出去不少的地瓜摊, 小板凳, 靠背椅, 似乎随时都能准备好。 朱镖擦了擦额头的汗, 配信的百姓都不用赚钱呢? 怎么一个个的都爱看热闹? 悄悄色给牙衣食两银子, 劳驾, 通报一声, 应天成来的富商朱老爷, 拜见宋大人。 这么点? 十两银子, 打发叫花子呢? 在县衙门口摆个碗, 蹲后面讨口子, 半个上午都不止这点钱。 还想向我们县令? 牙衣嗤之以鼻, 朱镖一愣, 饶是心性再好, 也生出积分怒气。 那你说要多少银子? 看你们从京城来的, 按惯例一百两。 什么? 见你们宋大人一面, 就要一百两。 朱元璋听到牙衣如此贪钱, 火冒三丈。 对, 见面一百两, 要办事在家, 几千几万两都不打底, 您自个儿看着给。 牙衣声音洪亮, 一点都不觉得理亏。 能不能办成事, 做好生意, 要看腰包里的银子足不足? 好一个配线线令。 朱元璋气急返校, 贪钱如命, 就没想过有一天, 会有人真的来要他的命。 你可别无限宋大人。 谁不知道宋大人是个大贪官, 来者不倔, 那就也知道, 大人只和有钱人打交道。 特别有钱的, 要的银子特别多, 一般有钱的, 要的银子一般多。 你们从京城来, 算作特别有钱那一类, 明码标价, 见面先付白银一百两。 有银子拿银子, 墨银子别废话, 快滚蛋。 牙衣的一番话, 气得朱元璋差点当场暴走。 马皇后赶紧给朱标使了个眼色, 朱标无奈又拿出一百两银子, 给了牙衣。 好说, 鸡尾老爷请稍等。 守门牙衣立马换上笑脸, 速度之快, 几乎让朱元璋击人, 以为自己刚才看花了眼。 不多时, 牙衣又回来了。 对不住, 鸡尾老爷, 我们大人外出办公, 还没回府, 不在牙门里。 还在一红月末回来。 朱元璋虎目圆瞪, 勃然大怒。 明明不在, 为何不早说? 我也没说宋大人在府里啊。 牙衣理直气壮, 咱就是个看门跑腿的, 只管通报。 哪管的了, 县令大人在不在府牙? 我看你就是想贪咱的银两。 朱元璋想骂人, 连一直劝解丈夫的马皇后都傻了眼。 人倒是, 宰相门前欺品官。 你这小小县令, 一个看门的牙滩前, 都瘫到咱大明皇帝的头上来了。 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好, 我等着他。 朱元璋与其阴森, 从县衙门口的小滩上扯了张小板凳, 杀气腾腾地坐下。 直到太阳息落, 大街上终于出现了宋敏的豪华马车。 好俊的白马, 好奢华的马车。 朱镖和朱爽两个年轻人惊叹万分。 朱元璋冷笑, 那是县令宋敏的坐驾。 两个年轻人顿兮一口凉气, 闭口不敢再言。 父皇现在要宰了宋敏, 都不再需要其他理由, 这辆马车就够了。 殊不知, 朱元璋心里的小本本, 已经不知道记下了多少宋敏的死罪。 更令人愤怒的是, 马车竟然无视朱元璋的上前, 直接驶入了县衙的后院。 没有宋大人的命令, 你们不能进入。 守门衙役, 无情地把朱元璋拦拦在外面。 我们给了你一百两银子。 温和的马皇后, 都已经出在了发火的边缘。 各位稍安勿躁。 守门衙役自从收了银子后, 一直都是那副没脸没皮的笑。 宋大人刚回府, 需要沐浴更衣。 如果不用餐的话, 最多再等半个时辰, 各位就能面见宋大人。 咔咔! 朱元璋坐的小板凳, 被圣怒之下的一角, 拆成了两半。 老爷! 息怒! 都等了大半天, 不拆这一块。 这事上, 唯有马皇后能劝得了暴怒状态下的朱元璋。 而这, 也是马皇后耐着性子的最后一次。 佩宪百姓明明看上去安居乐业, 县衙却处处透露出铜秀, 以县令宋颖为首, 上上下下全都钻进了前沿子。 待会儿, 若莫个合理的解释, 你这宋颖, 被皇上临迟三千遍都不解气。 大概又过了半个时辰, 守门衙役终于带着朱元璋走向后院。 狗官送爷! 朱元璋心中不知已经咒骂了多少遍。 然而, 刚踏入后院的拱门, 朱元璋再次惊呆了。 庭院里的假山, 石桥亭阁, 花草树木相互映衬。 中间是一个水池, 一股股水柱自上喷涌, 然后重新落下去。 这些小水柱形成一个环形, 而且每一股水流大小都相同, 十分美观。 这是什么? 朱元璋看着眼前的兴起玩意, 满脸不可思议。 太子朱镖和朱爽也四处打量起来。 爹, 你快过来看。 朱元璋连忙走过去, 走了几步就被朱镖拦住。 爹, 你前面有一块透明水晶, 小心撞上去。 朱元璋伸手摸去, 果然摸到了一块光滑的物体, 不仔细看, 还以为空无一物。 朱元璋一惊, 竟然把水晶打磨得如此薄。 他诧异的时候, 又听到朱镖的呼声。 转头一看, 就陷到一个个琉璃打造的花瓶, 里面插满鲜花。 朱元璋眼睛都直了。 琉璃荡花瓶? 太败家了。 爹, 你看门上的字画, 每一件最少价值百两黄金。 朱镖又指了指。 朱元璋一看, 果然如此。 字画虽然不是名家作品, 但上面点缀了亮闪闪的宝石。 太奢侈了。 朱元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得花多少银子? 哪怕他是大明皇帝, 也觉得肉疼。 何况, 朱元璋一向节俭。 朱元璋咬牙切齿地道, 朕一定要抄了这狗官的家。 听到朱元璋要抄宋颖的家, 马皇后从震撼中回神。 老爷, 不可。 咱们还没调查清楚真相不可武断。 朱元璋一脸怒涩, 指着庭院里可种珍贵物品。 还用调查? 琉璃插花? 宝石点缀字画? 一看这宋颖就没少贪。 朱镖和朱爽也劝道, 爹, 我们还是见到了宋颖再说不迟。 来都来了, 朱元璋只好先压下怒火。 可是衣柱香过去, 宋颖连影子都不现。 朱元璋的脸色非常难看, 贵为大明天子, 从莫人敢让他等。 还是这么久, 催促又催促, 终于, 外面走来一道身影。 朱元璋眯了眯眼睛, 总算等到这狗官了。 宋颖走进来, 就看到朱元璋几个人 大眼瞪小眼地打量着自己。 他眉头一皱, 喝道, 大胆, 陷到本县令, 竟然不行礼。 朱元璋只咬牙, 若不是看到马皇后的眼神, 他就要忍不住动手了。 宋颖哪知道朱元璋怎么想的? 见他们不说话, 眉头再次一皱。 怎么? 难不成还要本官教你们如何行礼? 懂不懂规矩? 宋颖弹了弹衣服, 大摇大摆地道, 以前樊来县本官的人 不是拍马屁八戒, 就是有礼物送上。 怎么今天来了几个没眼力架的? 又是一阵磨牙声, 朱元璋气得脑袋都要冒烟了。 有众, 真有众, 这宋颖当真狗胆包天, 竟然敢让自己这个大明皇帝 给他行礼。 反了天了, 朱镖和朱爽一阵担忧, 能让父皇气成这样, 还是多年前那激起大案。 哐荡, 朱元璋再也忍不住了, 一拍桌子, 茶杯碎了一地, 宋颖猝不及防被吓了一跳, 冷声道, 你还想打本县令不成? 见朱元璋一旧眼神不善, 他冷哼一声, 别以为你们是京城来的, 就敢放肆, 这是沛县, 本官收拾你们几个刁民, 易如反掌, 不等朱元璋发作, 宋颖咽来咽口水, 算了, 本官跟你们一般见识做什么? 你, 去给我端一杯冰镇果汁来, 我渴了。 他指了指旁边一个侍女。 是, 老爷。 侍女屈身回应, 宋颖敲起二郎腿等着, 甚至都不问朱元璋等人因何事而来。 这个时候, 天大的问题都比不上他口可重要。 纵然朱元璋开口, 他也知会当坐耳旁风。 很快, 是女端着果汁来了。 宋颖猛喝一口, 笑容别提有多满足。 虽说这是古代, 但明朝已经知道制作果汁了。 只需要他吩咐下去, 就有人替自己准备好冰镇的果汁。 朱元璋就在他对面, 眼睁睁看着他喝果汁。 见宋颖没有要招呼他们的意思。 朱双忍无可忍地开口, 有你这样待客的吗? 朱元璋脸色也难看到了几点。 尤其是朱元璋心头正冒气, 若是能喝上一口冰镇果汁。 解渴的同时, 多少还能吸减一下心头的怒火。 朱元璋脸色都黑了。 该死的宋颖, 竟然半杯都不给朕。 可恨。 等朕拿到罪证之后, 第一时间就抄了宋颖的家。 宋颖正在喝着爽口的果汁, 听到质疑声。 他这才打着宝格停了下来, 撇嘴道不过是一群墨剑式的家伙。 让你们喝本官的果汁, 岂不是浪费吗? 卧槽! 你贪污了那么多银两, 家里比皇宫还涉密浪费。 竟然连一小杯果汁都不愿意招待他们。 别说是朱元璋。 朱镖和朱爽都快压不住自己的怒火。 岂有此脸! 朱元璋一拍桌子, 咱忍不了了。 马皇后确先他一, 部队宋颖笑道。 县令大人, 此话不对, 你或许还不知道我们的来头。 宋颖笑了, 那你说说看你们是什么来练。 马皇后私存片刻, 笑道, 不瞒你说我们是皇商, 还是马皇后的族人。 来配现想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 宋颖闻言当场愣住, 马皇后的人要跟自己做生意。 第一反应不是觉得对方来头有多大, 而是他可以狠狠地载一刀。 宋颖笑竹言开, 刹那间就像是世民如子的清官, 刚才他傲慢态度仿佛知是错觉。 原来是马皇后的亲戚。 本官多有冲撞, 怠慢之处, 请多海涵。 宋颖拱手说道, 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嘴脸, 又一次震撼到朱元璋等人。 马皇后笑了, 刚才老爷之所以态度不好, 是因为今日大人所判的案件有失公道。 宋颖问道, 如何有失公道了? 马皇后提出了人命不该支支千两的看法。 宋颖闻言, 望着朱元璋的目光里充满着崇敬, 他一把抓住朱元璋的手摇晃道, 原来老丈如此优待百姓, 实属难的。 知识刁民的命也算是事吗? 赔些赢两不就得了, 非要上纲上线不成。 朱元璋勃然大怒, 当即毫不留情骂道, 无耻! 你作为本地县令, 百姓的父母官, 你就如此随意判百姓的案子。 皇上若是知道了, 必让你人头落地, 看他怒气冲冲的样子, 宋颖连忙打断。 老爷子, 你们贵为皇亲国妻, 何苦为难我一个小县令呢? 是本官看走眼, 我错了还不行? 宋颖用力地握着朱元璋的手, 这出乎意料的时候, 朱元璋愣住了, 刚刚宋颖还仗着自己是县令, 看不起他们。 一听说是马皇后的亲戚, 就上赶着八戒, 如果知道自己是大明的皇帝, 这小子还不下破胆, 他脑海里出现宋颖跪在自己面前 大喊饶命的画面了。 想到这里, 朱元璋继续质问, 身为县令, 你打算以后断案也如同今日这般? 宋颖反问, 那该如何? 朱元璋昂着头, 与其中带着一丝丝骄傲, 当今圣上日夜操劳, 为国为民, 大小事都不敢有丝毫的出措。 你一个小小的县令, 就不能学学圣上的爱名儒子, 这样才不辜负头上的这顶乌纱帽。 文言, 并不知道朱元璋身份的宋颖顿实无语, 显然又是崇拜朱元璋的脑残。 他讥讽一笑, 我却不正模认为, 在我看来, 皇上就是轻重道治, 只管小事, 抄家的念头, 他强忍下怒气, 一派胡言, 皇上哪有你说的大事不管, 就拿开国以来颁布的修养生息国策, 以及重农一伤, 还有严惩贪污。 朱元璋说到严惩贪污时, 还恶狠狠看了宋颖一眼, 这小子就是大贪官。 只是, 朱元璋忽然愣了, 因为宋颖的神色有些凝重, 他忍不住猜测, 这小子莫不是听到严惩贪官, 害怕了。 然而, 下一秒, 宋颖嘴里标出来一句, 你知道个屁啊, 朱元璋气炸了, 宋颖无视朱元璋难看的脸色, 自顾自得道, 国策是不错, 可惜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 朱元璋听到自己制定的国策被否定, 气得横眉瞪眼, 胡说八道, 咱这一路上, 明明看到很多老百姓都在开荒, 宋颖瞥了他一眼, 讥讽地冷笑, 那你看到老百姓都能吃上饱饭吗? 这, 朱元璋语色, 宋颖双手一倍, 铿锵有力地道, 在我看来, 皇上颁布的修生养息国策, 管得根本不是大事而是小事。 朱元璋一正, 不由问道, 这话怎么说? 宋颖呵呵一笑, 本官认为, 真正的唯明着想, 绝不是官府去, 给百姓寻找丢了的鸡鸭这等小事。 朱元璋眉头一皱那你觉得该怎么样? 自然应该思考成千上万, 甚至更多人的温饱问题。 宋颖瞥嘴, 可是皇上呢? 百姓的温饱问题不解决, 就知道盯着这些芝麻大的小事。 朱元璋愣住了, 再来说说重农一伤。 宋颖嘲讽道, 在本官看来, 这道国策问题也颇多。 朱元璋心里瞬间堵得慌, 不禁提高生意。 哼, 商人厚利, 钱都让他们挣去了, 老百姓哪里还有好日子过? 恶极了, 还有可能造反。 当年若是没有苏这一代的富豪之缘, 跟张世成一战, 也不会消耗那么长的时间。 况且, 朱元璋一直觉得商人一旦有钱了, 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 那么老百姓只能沦为奴隶, 永远不可能做自己的主人。 这个道理他从小就知道, 这才会大力打压商贩。 宋颖点了点头, 你说的有点道理。 这想法倒是跟皇上如出一辙。 宋颖的眼神有些奇怪, 朱元璋忍不住轻咳了一声, 他不会是察觉到了什么吧? 好在, 宋颖也没有多问, 继续道, 重农一伤不应该是商贩从农民手里买东西, 百姓吃亏了就要告官。 李英让百姓跟商人的交易中富裕起来, 这才是重农一伤的真谛。 朱元璋大愣, 心里无比的震撼, 一个小小的县令想得竟然如此深远, 他就没想到还能这样。 真正的重农一伤, 应该是让百姓从商人手里有钱赚。 仔细一想, 宋颖的解答, 他无法反驳, 朱元璋的目光渐渐的凝重起来。 未曾想, 宋颖还有话要说, 可惜了, 皇上并不知道这些道理, 皇上若是真的想要替百姓谋福利, 就应该放手小事, 抓大事。 朱元璋脸色红一阵, 白一阵, 好胆, 竟敢编排咱。 若不是看在这些话有理, 咱马上就斩了宋颖的脑袋,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根本无法体会皇上的谋略。 想要保住江山, 唯有将权力牢牢地握在手里。 朱元璋说的质地有声, 让老朱家的江山千秋万代, 这才是他的理想。 宋颖怜悯地看着他, 泽泽, 你又跟皇上想到一块去了, 但是, 你想过吗? 皇上他就一个人, 大事小事全顾着, 他有分身术吗? 一不小心, 错过大事, 这后果谁负? 宋颖摇头叹气, 皇上归根结底, 还是太贪心了。 有众! 你一个大贪官, 朕还没斩了你, 倒说朕贪心。 朱元璋虽说不爽, 却没有理由反驳宋颖。 朱元, 张愣住了, 宋颖的话好像说得有道, 却又觉得哪里有问题。 朱元璋推敲着宋颖话里的含义, 心中感慨万千, 他日夜都在替天下百姓谋福利, 更是颁布了几个让他引以为荣的国策, 却被宋颖批得无意可取, 虽说宋颖对国策产生的弊端聚聚在里, 可终归咱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宋颖对国策的评论就没有一句肯定的话。 朱元璋面露蕴色, 宋颖也看到了朱元璋难看的脸色, 心想, 难不成这人是朱元璋的脑残粉, 听不得别人说朱元璋的不是。 算了, 咱不和他一般见识, 免得被喷。 宋颖一摆手道, 算了, 国家大事也不是我们能掺和的。 本官一个小小县令, 就算对皇上颁布的国策有想法, 皇上也不知道。 别浪费时间了。 宋颖笑道, 聊下我们的事吧。 说了这么多, 宋颖可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 好不容易碰到皇亲国妻, 不载白不载。 却在这时, 一名牙役走进后牙, 对着宋颖禀报道, 大人, 绸缎负伤徐庆求见。 宋颖说道, 让徐老板进来。 说完, 宋颖看着朱元璋道, 抱歉, 本官有朋友来访, 不介意一起见面吧。 马皇后点了点头, 正好观察宋颖与朋友相处, 侧面了解他的为人。 片刻之后, 一位打扮得如同傅家公子的人走了进来, 热情地对宋颖拱手见领。 数日不限, 宋大人仍然是气宇轩昂。 哈哈, 徐公子亦然。 徐庆留意到朱元璋等人, 献其气宇不凡, 猜测也是宋颖的贵客。 不知宋大人有贵客到访, 那我们宋颖无所谓摆手, 无妨。 闻言, 徐庆也就直奔来意。 那宋大人, 凭献献令之事, 可否有眉目了? 宋颖恍然道, 徐公子前来是为了这事啊。 徐庆点头道, 正是, 这事就拜托大人您了。 朱元璋等人文言全愣住了。 朱元璋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 凭献献令? 为神魔要拜托宋颖。 宋颖压根没有想要回避朱元璋, 对徐庆笑道, 放心, 本官已经打点过, 没问题了。 说好的东西带来了吗? 徐庆连忙递过一个盒子, 履历和四万两银票都在这了。 宋颖轻点四万两银票无误, 这才笑道, 这就没问题了。 宋颖满意地拍了拍徐庆肩膀, 回去等我消息。 徐庆不放心地想要确认, 把心放回肚子里, 平线县令一直未知非你莫属。 徐庆这才放下, 新来, 谢过宋大人, 告辞。 随即满意地离开, 朱元璋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随后是滚滚怒火, 旋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非常抱歉, 让各位等久了。 宋颖以为朱元璋发火, 是因为自己冷落了他们。 老爷子, 来, 我们继续。 宋颖想要拉朱元璋, 却被他甩开。 你别拉攒, 老头脾气还挺大, 也不怕肝火旺盛, 气出毛病。 宋颖不明就里地问, 怎么了? 这是? 朱元璋献他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刚刚, 是不是卖官了? 宋颖大方地承认, 是啊, 你, 宋颖气得憋慢。 有众? 在自己面前, 他还真敢认。 朱镖和朱爽也是直摇头。 这下完了, 宋颖赶在父皇面前卖官。 别说是乌纱帽, 连命都不保。 见朱元璋动目。 马皇后抢先一步开口, 宋大人, 你一个县令, 如何能任命他县的县令? 马皇后点醒了朱元璋。 刚才气晕了, 忽略了问题所在。 没错, 宋颖哪来的资格, 任命他县县令? 朱元璋探究地打量着宋颖。 那, 徐公子的银两, 不会是被这小子讹了吧? 宋颖见朱元璋打量自己, 不以为意地笑道, 还是你夫人有眼力。 老爷子, 你这暴脾气, 小心身体吃不消啊。 朱元璋脸色一沉, 你敢诅咒我。 宋颖摇了摇手, 本官这是好意提醒你, 朱元璋气的胡子都在颤摇。 该死宋颖, 绝对是故意的。 马皇后岔开话题, 宋大人, 你还没解释呢? 宋颖惬意地翘起二郎腿, 行, 本官承诺徐公子平线宪令一事不假, 那是因为我上头有门路。 宋颖用手指往上方指了指, 随即拿起那些银票, 只要有钱有人卖, 就没有难事。 这么说, 你们清楚了吧? 宋颖对着朱元璋等人笑着说道, 看着朱元璋等人呆若木鸡的样子, 他摇摇头, 至于吗? 哐荡, 朱元璋气地踹翻了凳子, 脸色阴沉恐怖, 马皇后知道, 朱元璋这是真的想斩了宋颖。 宋颖若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的小命也到头了。 宋颖吓了一跳, 疼得站了起来, 神色疑惑地看着朱元璋。 老爷子, 你这犯哪门子火呀? 朱元璋指着他的手指都在, 颤忧。 你考虑过后果吗? 当今皇上最恨贪官, 你还敢卖官? 连带着你上头的人都得落地。 你真不怕皇上砍你脑袋吗? 朱元璋一脸的杀气, 差点威慑住宋颖。 他很快回过神来, 恢复了淡定的样子。 耸了耸肩, 干脆利落地道, 谁不怕砍头啊? 只不过, 本官所做这事并没有违纪。 气到要抱走的朱元璋愣住了, 未曾想宋颖会信口开河。 不由好奇地问, 此话怎么说? 宋颖收起银票, 并将徐庆的履历递给朱元璋。 你自己看, 朱镖和朱爽也凑了过来。 个人履历名徐庆, 年龄二十一, 籍贯配线。 在绸段庄做过三年的管事, 管理经验丰富, 任职评线宪令期间, 以名为本, 拉升评线经济。 力争将评线打成为第二个配线, 这个履历表让朱元璋等人看得直了。 朱元璋看得认真, 心想这份履历的内容挺标新立异的。 短小精悍地写明了自己的优势以及想法, 比那些长篇大论的奏折更加的一目了然。 朱元璋想到, 以后一定要让奏折也如此这般险。 这么一来, 自己批阅, 起来定会事半功倍。 朱元璋脸上采扬起笑容, 却在看到宋颖时, 心里又一阵不爽。 凭着徐庆资历, 确实有资格出任平线宪令。 只是, 宋颖受贿了四万两银票, 兴致就完全变位了。 宋颖从举贤有功, 沦为了贪污受贿。 只是此刻的朱元璋对宋颖的看法有了些改观。 冷静了许多。 朱元璋放下履历表, 疑惑地问, 你又怎么知道这份履历上写的都是真的? 你又敢肯定, 这人不会是贪官。 更何况他还有官商勾结的便利。 宋颖闻言直摇头, 徐庆懂得分寸。 他买官时, 本官已经警告过他了。 宋颖一副不必担心的样子。 本官没有时间日夜盯着他。 他若敢犯事, 会有人收拾他。 宋颖弹了弹手中的四万两银票, 得意地笑了。 做生意向来都是钱货两清。 我收了徐庆的钱, 替他买了官。 接下来, 他能不能如他承诺的那般做个好官? 已经跟本官没有关系了。 拜托本官替他们办事的人多如红毛。 本官如果都负责上后, 早把本官累死了。 朱元璋档急愣住了。 他对宋颖的看法, 又多了一个。 奸华。 还好宋颖这个奸诈之徒, 倒也做了些造福百姓的事情。 不然沛县一定是水深火热。 但是, 朱元璋始终对贪官耿耿于怀。 你倒是把你自己撇得一个干净。 若是你举荐的人不替百姓着想, 还是贪官, 岂不害了当地百姓? 宋颖有些不耐烦了。 这老头管得可真宽, 自己解释了那么多已经很够意思了。 没完没了是吧? 宋颖不耐烦得到, 口口声声都是贪官。 那你说得清楚, 大明开朝以来, 清官多少? 贪官多少吗? 朱元璋被问住了。 大明开国一来, 斩杀贪官的数量, 连他都数不过来。 宋颖又问, 就算一杀再杀, 那贪官是不是依旧前仆后继? 朱元璋默认, 虽然他当了皇帝, 重点整治贪官。 可即便如此, 贪官根本就杀不完。 为此他还颁布了各种酷刑, 希望以此来阵社官员的贪念。 这时, 宋颖又叙道, 历朝历代的皇帝, 用贪官做事, 不也用得顺手。 要我说, 当今的皇上, 就是格局小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也不懂。 宋颖遗憾摇了摇头, 朱元璋当场愣住, 可不吗? 历代皇帝几乎都在重用贪官。 为什么? 还不是握有贪官的把柄。 立一交, 换之下, 贪官要钱要权。 皇帝得到贪官的忠诚, 清官就不一样了。 他们只会忠于职守, 皇上就是做错了, 也敢直言。 清官打着逆耳良言的旗帜, 皇帝心里气恼, 也不能动手。 不然就失了民心。 清官一多, 皇帝心情多数就不怎么爽了。 可贪官用起来就没有这些顾虑。 但凡敢无视皇帝命令的人, 直接斩了。 宋颖的话, 震聋发聩。 朱元璋再三思量, 认为宋颖的话也不全对。 古往今来, 祸国殃民的源头就是贪官。 与其重用贪官, 不如直接杀了。 朱镖和朱爽也陷入了思考, 一时间寂静无声。 宋颖的论调, 在众人心中回荡, 莫名让人感到有些沉重。 众人沉默时, 宋颖又说出一番让人料想不到的话。 本官看得出来, 你们都讨厌贪官, 但是却不知道贪官是怎么出现的。 绝大多数的官员, 也不是一开始荡官就是贪官的。 朱元璋皱眉, 反正, 他就是厌恶贪官。 宋颖有些无语, 这老头还挺固执的。 他微叹一声, 许多人在考取功名时, 也想做个名垂轻使的好官。 但是官职加深以后, 才知道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 这时, 宋颖反问朱元璋, 他们是如何变成贪官的呢? 不等朱元璋开口。 继续说道,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朝廷的俸禄低, 温饱都成问题, 不贪就会连饭都吃不饱。 宋颖插点脱口说出, 历朝历代就蜀明代的俸禄最低。 朱元璋打小就憎恨贪官腐败。 李索当然认为当官的制药有饭吃就行, 给的俸禄刚刚够用。 却不知道哪有不用上下打点的官场? 连结的后果就是家徒四壁, 日子反而比老百姓还要差。 这些话宋颖没说出口, 毕竟这老头是朱元璋的粉丝, 听了又要几眼。 值得举其他例子。 老爷子, 你应该听过西汉时期宽恒的事迹吧? 因为家贫而刻苦读书。 白天干活, 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看书。 家里又没有油灯, 于是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 借着透射过来的光读书。 后来宽恒进入官场, 一路高升做到了乐安侯。 就这样的有志气的人, 仍然未能守住初心, 成为大贪官。 在他官职上帝的时候, 也曾立誓以学治国吧。 最后不也是没有善终? 宋颖惋惜地叹道。 接着, 他继续举例。 唐朝的李申也都认识吧? 此人也是因为穷苦而去庙里, 进京赶考的盘缠还是方丈资助的。 李申, 一举高中, 做了官。 他是农民出身, 知道农民的苦, 写下了《闽农》。 除荷日荡午, 旱低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样的李申, 还不是变成了大贪官。 初入官场的李申, 初心也是想造福百姓。 可是自己越是清正连结, 同僚就越是疏远他。 他知道, 自己不同流合乌的话, 乌纱帽必定不保。 已经过上了温饱日子的他, 不想过穷苦日子了。 所以他也开始随波逐流, 从此李申越走越远, 再也无法回头。 宋颖举了这么多的例子, 然后问朱元璋, 这些人你都知道吧? 短暂的沉默后, 朱元璋点头, 他们都是贪官。 宋颖汉手, 对啊, 可是皇帝不也照样重用他们? 朱元璋有些不悦, 即便如此, 也不见得所有的贪官 都会被皇帝重用。 咱大明的皇帝 就不会重用贪官。 朱元璋强调了自己的立场。 宋颖说的再多, 他始终越不过 自己心里的那一道坎。 这也是他的原则。 宋颖看出来这投资 是个顽固派, 而是看他都做了什么。 贪官却能让一方百姓 都过上好日子。 清官, 看着百姓吃步, 上饭却无能为力。 这样的贪官和清官, 你们会选哪个? 话落。 朱元璋沉默不语, 一时间, 他竟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宋颖觉得自己 已惊动摇了老头的观念。 他举着徐庆的履历, 好比这个徐庆, 先不说他能不能一上任 就能造福百姓。 但他会把绸缎庄的生意 也带过去, 由此带动平县的经济发展, 难道不是利民吗? 平县那个贫困的小地方 得到的小利, 还不如他继承家业来得多。 继承家业挣得钱更多, 还不用四处求人买官。 说到这里, 宋颖脸上露出了一丝向往。 他家里是真有钱啊, 本官就喜欢跟富豪做朋友, 这四万两银票 还是有情价了。 朱元璋嘴角抽了抽, 感情这小子 还觉得自己贪少了是吧? 宋颖眯了眯眼笑道, 当然, 老爷子你们这些皇亲国妻, 本官也是极其愿意 跟你们做朋友的。 这话说的, 朱镖和朱爽 忍俊不禁地笑了。 宋颖拍了拍朱元璋的手, 老爷子, 本官说得口干舌燥。 你应该也明白, 贪官也是分类的。 这贪官也分能做事 还是不能做事, 对吧? 宋颖神色严肃起来, 若是你仍旧觉得 贪官都该杀, 那就真是浪费本官时间了。 宋颖的话, 让朱元璋慢慢冷静下来。 登记以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贪官的利弊。 他也由此对贪官 有了新层面的认知。 纵然依旧痛恨贪官, 可这段时间 在佩县的所见所闻, 朱元璋脑海里出现最多的 还是挂满了笑容的百姓。 佩县在宋颖的治理下, 真的很好。 甚至他还想, 当年, 他如果生活在佩县这样的地方, 根本不可能起义。 毕竟他想法很简单, 有饱饭吃, 能娶上媳妇, 如父亲一样当一辈子农民。 只要能不饿肚子, 谁又会去造反呢? 朱元璋心想, 那他也会如此时 配陷百姓拥护宋颖一样吧? 不但不会造反, 甚至还会保家卫国。 熟知朱元璋的马皇后, 一眼就猜到他此刻在想什么, 当即踏前一步 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 好了, 不说这些国家大事了, 就是皇上知道了, 也需要点时间消化。 我们商人在意的, 还是如何赚钱? 马皇后若有所指的, 看了朱元璋一眼, 玄机笑了笑。 宋大人, 我们还是聊聊生意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 终于将话题回到生意上了。 宋颖点头, 他早就奇怪, 明明生意人, 却聊了那么多国事。 宋颖忍不住吐槽, 你们若不是马皇后族人, 就老爷子这态度, 本县令早就把你们打出去了。 不过, 我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们计较。 朱元璋文言, 脸色又难看了。 你一个小小的县令, 也敢在咱面前显摆官威? 你们来得很巧。 本县令手中恰好有一门生意, 正在寻找合作方。 聊到生意, 宋颖笑容都热情了一些。 毕竟, 他可以狠狠地宰这些大冤重一刀。 这门生意正适合皇商, 我保证发财。 宋颖眯了眯眼笑道, 朱元璋来了兴趣, 什么生意? 这次出来修建祖坟, 他带了五十万两银子。 当本钱足够了, 宋颖看出朱元璋心动, 伸手一指, 面前一件晶莹剔透的器具。 造型如游笼, 往里倒入液体, 顿时闪闪发光, 犹如成的是穷将欲入。 你们有兴趣做代兽吗? 朱元璋等人眼睛早看直了。 这是琉璃。 鸡人惊呼, 宋颖黑黑笑了笑, 一拍手道, 把宝贝抬上来。 鸡个下人立刻抬上几样物件。 一件是表面光滑, 折射出五彩光芒的镜子。 另一种是观赏艺术品, 做工精致, 形状多样, 有锐瘦, 还有小饰品。 清澈见底, 无色透明的装饰品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看着这些闪闪发亮的东西, 朱元璋等人眼睛都直了。 竟然是上等的琉璃? 朱元璋一边摸, 一边感叹, 流光溢彩, 足够媲美任何欲气。 马皇后赞同地点头, 常见的装饰物, 重量不轻。 宋颖拿出来的这些琉璃饰品, 却可以随意拿在手里把玩。 不但轻巧, 而且看着贵重。 宋颖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 轻咳了一声。 市面上那些装饰品, 在本县令看来, 就是不值钱的残词品, 没有售卖的价值。 摆放在你们眼前的这些, 才是真品。 怎么样? 有兴趣吗? 马皇后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真容, 无比惊叹, 想不到如此清楚。 比清澈见底的倒影还要清楚, 普通的铜镜完全没法比。 马皇后已经看上了这面镜子。 那些晶莹剔透的工艺品, 朱镖和朱爽也是爱不释手。 看得出来, 这些工艺品, 他们很有兴趣。 朱元璋丝毫没有掩饰的赞道, 这批货很不错, 咱相信一定能大卖。 此话一出, 宋颖就笑道, 只要交十五万两押金, 你们就可以带走这十件成品。 销路若是不错, 再来可以多给你们一些。 宋颖眯着眼笑着坐等数钱, 啥? 十五万两押金? 朱元璋立刻拉长脸, 马皇后也感到惊讶, 宋大人, 为何要押十五万两才能拿货? 如此珍贵的宝物, 不值十五万两吗? 宋颖理所当然地道, 他质疑地看着朱元璋, 区区十五万两都拿不出, 本县令很怀疑, 你们是不是皇亲国妻? 朱元璋无语, 何况, 如果连十五万两都拿不出来, 还做什么生意? 宋颖摇摇头, 一脸都不屑, 看他们都不说话, 宋颖又道, 再说了, 本县令之负责收押金, 至于这些或定价如。 和, 但凭你们自己做主, 这十件成品, 只是考验一下你们的实力, 假如连这些卖不出去, 也就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 朱元璋却觉得宋颖把自己当肥羊, 现在他也算是了解了宋颖的为人, 不放过任何贪钱的机会, 宋颖瞄了一眼黑着脸的朱元璋, 不如本县令给你们指个名录, 你们不是有马皇后这层关系吗? 回去搞个皇家特供的商标, 售货渠道不就出来了? 京城里的达官贵族买上一件, 你们就稳赚, 销路好的话, 下次进货本县令再给你们打个打折, 宋颖使进花大饼, 反正他支付则供货, 收钱, 最终销路如何, 那就看他们的能力了, 朱元璋拿货, 也就相当于自己的代理, 代理随时都可以更换, 他们若真有马皇后这层关系, 也不至于脱不了手, 朱元璋牙都要咬碎了, 十五万两, 还没赚到钱, 倒先贴出十五万两, 宋颖简直过分, 可气的是, 他还不能拒绝, 这么绝美的琉璃, 除了宋颖再无进货渠道, 鸡不可施, 石不再来, 要是拒绝跟宋颖合作, 后面有其他人来了, 自己就再没机会了, 一咬牙, 朱元璋取出了十五万两银票, 宋颖不客气接过银票, 眉开眼笑地道, 老爷子, 合作愉快, 朱元璋不禁摇头, 看着宋颖线前掩开的样子, 可气又无奈, 随后, 朱元璋带着这批货离开配县, 前往老朱家的祖地, 路上, 朱元璋脑子里不时回放着在配县的经历, 过了这么久, 他也基本上消化了宋颖说的那些话, 宋颖辩证地看待贪官, 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治国理念, 朱元璋细细想来, 竟然也觉得贪官不足为虑, 要是用得好, 也能成为一柄戾气, 朱元璋又想到宋颖, 这么一看, 宋颖跟他处决的那些贪官, 还真不一样, 虽说宋颖爱财, 可是他贪的钱, 远远低于他在配县的政绩, 比如说徐庆花五万两向宋颖买平县县令一职, 徐庆若是上任后造福百姓, 是个好官, 那就是花十万两, 朱元璋也愿意给平县送上一个这样的好官, 玄机, 朱元璋又想到了当朝的局势, 等他回京, 就要封胡为雍为相, 如此一来, 胡为雍手中的权势会更大, 朝中就需要有人能够与之抗衡, 这人却不能是怀惜派系和这东派系的人, 要不要直接找一个能办事的贪官? 贪官? 等等, 朱元璋愣住了, 他怎么跟宋颖想到一块去, 启用贪官? 思虑间, 目的地朱家庄到了, 偏僻的朱家庄像急了世外桃源, 朱元璋等人下车不行, 也不觉得疲惫, 以后这里就封名为朱王庄如何, 马皇后也同意, 长达十年的心愿一朝完成, 朱元璋龙颜大悦, 他们在朱家庄随意走访, 朱元璋想看看老朱家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更想看看现在有什么变化, 不过他还是下意识觉得不会太大, 朱家先祖也是因为在这里无法温饱, 才选择搬离, 魏仓想, 很快就被事实打脸, 视线所及没有想象中的一片片荒地, 农田里全是涨饰喜人的农作物, 一块空地都没有, 朱元璋惊讶之余, 心中倍感欣慰, 多年过去, 现今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了, 走过农田, 视线里出现了房屋, 原以为这是百姓住所, 可走近才发现, 门扁上竟挂着布方, 酒厂, 干果加工厂等作坊名称, 朱元璋大吃一惊, 这些作坊的规模, 竟然不属于繁华城市里的规模, 由此可见, 朱家庄百姓的生活欣欣向荣, 朱元璋别提有多高兴, 同时也好奇, 朱家庄发展得太超前了吧, 朝廷并没有对朱家庄进行过扶持, 为何朱家庄却如此的繁荣昌盛, 远超其他的地方, 心里疑惑, 朱元璋来到了百姓们的住所, 百姓们看到他们这些外人, 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之色, 只当朱元璋即个是生意人, 朱元璋来到了村长家, 了解得知, 村长一家还是老朱家先祖远亲, 朱元璋祖父离开朱家庄避难, 村长朱药祖被给予过帮助, 踏进后院, 他们看到了七十来岁, 精神抖擞的村长朱, 药, 宋药热情地迎上来, 听说你们是来寻亲的, 朱元璋点头, 是啊, 因为隔了好鸡蛋, 寻到这里也是破花时间, 宋药笑道, 那还是真不容易, 朱元璋点了点头, 我们每年都花钱找人帮我们, 确实是花了不少时间和银子, 宋药闻言, 觉得朱元璋等人相当重亲情, 当即端来热茶和水果等小吃请他们品尝, 朱元璋闻着茶香喝了口茶, 心知这茶不是普通人喝得起的, 朱老伯, 你这日子过得舒服啊, 而孙也都孝顺吧, 聊到儿孙, 宋药自豪地笑了, 你们一路过来, 看到各式量的作坊了吧, 其中许多都是咱孩子们开的, 虽然受朝廷重农义商国策的影响, 不过也赚了不少钱, 朱元璋心里微沉, 他还以为会听到重农义商国策不好的论调, 宋药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 他们每月都会给我送来各种生活用品, 不用再费心去购买, 现在我连田地都不管了, 朱老伯, 神仙般的日子也不过如此了, 村里羡慕你的人怕是不少吧, 谁料, 朱药却摇了, 摇头, 村子的老人也都不愁温饱, 在儿孙伺候下已养天年呢, 朱元璋不禁兴奋起来, 这么说来村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呀, 宋药笑了, 是的, 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还得感激佩仙县令宋大人啊, 朱元璋无比惊讶, 这好日子跟宋荧有什么关系, 朱老伯, 这话怎么说, 宋药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笑道, 你们跟我来, 朱元璋疑惑地跟了上去, 宋药带着他们来到作坊区, 他对朱元璋介绍作坊的情况, 我们村的作坊涵盖了个行个夜, 吃的糖, 果干, 肉铺穿得有布装, 鞋厂, 皮革厂, 你看, 水泥厂就是我家的产业, 朱元璋一边观察, 一边思考, 朱老伯, 这么大的规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吧, 你们当初是哪里来的多少钱投入呢? 宋药感激道, 当然是宋大人啊, 三年前, 宋大人入股了这些作坊, 做出的东西, 宋大人就派人来收购, 统一送到配线售卖, 朱元璋不禁给宋颖的, 才能加了一份, 村民有了可观收入, 老人得以一养天年, 这舒服日, 胜过许多贫困地区的百姓, 村里每户一年下来的收益也不错吧, 宋药点头, 重庄家跟做生意的收入, 每家都不低于五十两, 朱元璋高兴地点头, 农户能有这么高的收入, 相当不错了, 外出打工的店小二, 不过二两的月钱, 两年都赚不到五十两, 留在家里种田的农户, 收成更少, 朱元璋替他们高兴的同时, 纳闷地问, 刚才听你提到入股, 这是什么意思? 宋药开心解释, 当初我们没有钱, 灵性的作坊, 支构自产自足, 宋大人以银子入股, 扩大作坊的规模, 然后作坊赚的钱, 宋大人每年都按投钱比例分红, 朱元璋明白了入股的意思, 知识很快察觉到不对, 宋药只投入一次银子, 却每年都取走一部分作坊的收入, 朱元璋觉得, 宋药占尽了便宜, 果然, 接下来宋药的话, 让他差点吐血, 宋药点头, 宋县令每年大概从作坊收成中, 分得二万两白银, 什么? 二万两白银? 朱元璋费都快气炸了, 这个挨千刀的宋荧, 如此偏僻的村庄, 每年都要贪末二万两白银, 简直是天理不容, 朱元璋现在明白了, 怪不得当地百姓都说宋颖是大贪官, 果然不假, 小钱都入不了宋颖的眼, 一贪就是上万两起步, 朱元璋脸色难看到几点, 亏他先前竟觉得宋颖还不错, 想想也是, 宋颖卖官的事都做得出来, 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呢? 朱元璋忍着怒火道, 一年给宋颖上缴二万两白银, 你们不心疼吗? 宋颖却摇头笑了, 怎么会呢? 朱元璋那闷急了, 为啥? 宋颖道, 我们出了干活, 后续所有事都不用操心, 这些成品如何售卖, 销往哪里? 县里都有专人负责, 在这之前, 来村里收购物品的商人, 使劲的压价, 最后东西是卖出去了, 除去本钱根本赚不了多少, 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宋颖脸上净是感激, 宋大人定下规矩, 到我们村里来收购的价格, 必须要高出其他地方的两成, 拿货时就要付首款, 付尾款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 多亏了宋大人, 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 朱元璋沉默了, 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宋颖每年贪两万两, 好像也不过分, 朱元璋无奈地叹了口气, 玄, 是忍不住又问, 宋颖这魔瘫, 就不怕事情捅到皇上那里, 砍了他的头, 宋要想都不想地摇头, 宋大人不该杀, 宋大人虽然贪, 但他是好官, 而且, 他也花钱入股了呀, 真要有那么一天, 皇上为此要砍了宋大人, 我们村子五百来号人, 一定会写血书, 上京去撞到天子, 这么值得有声的话, 如此强硬的态度, 当场经呆了朱元璋机人, 如果不是亲眼所现, 都不敢相信, 有史以来就没有哪个贪官像宋颖这样, 不但贪, 还要贪大的, 还让人觉得他贪得理所应当, 若是事情败露, 被他刮走银子的人, 还尚赶着替他求情, 如此大的号召力, 这是民心所向啊, 这些天的所见所闻, 朱元璋明白, 送引在当地百姓的心中, 无人可待, 朱王庄的风鸣定下, 朱元璋了一桩心事, 半月后, 回到了京城, 奉天殿, 吾皇万岁万万岁, 朱元璋一脸威严地坐在笼椅上, 扫过下面的官员, 也就是朝廷中的两大派系, 浙东派系和淮西派系, 分别由刘伯温和李善长两人把控, 朱元璋默许他们内耗, 想要见, 他们的手除去对太子珠标有威胁的老臣, 稳固老朱家的江山, 两大派系内耗多年, 浙东派系也随着刘伯温病死而没落, 如今是淮西派系一支独大, 好在当初李善长为了对付刘伯温, 培养了胡威庸领导淮西派系, 此举打消了朱元璋的猜忌, 朝堂上, 胡威庸和他的党羽多方关心朱元璋出访的结果, 呈现出臣子替君分忧的和谐, 朱元璋威严道, 朕即将宣布一件大事, 若是往常, 朱元璋很乐意看着众臣内斗, 甚至还会不经意间透露出双方的一些把柄, 加深他们的矛盾, 今天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无心理会他们, 朕将朱家一脉的先祖之地, 封名为朱王庄, 所有官员当即跪拜, 陛下圣名, 让众人平身后, 朱元璋继续道, 朕在民间寻的宝物, 献跟众爱卿分享, 所有的官员都好奇地看了过去, 这还是第一次皇帝要跟臣子一起分享好物, 来人, 把宝物发给众爱卿, 朱元璋一声令下, 太监将折好的纸分发给众大臣, 打开一看, 人人露出惊讶之色, 李立表里面内容不多, 严简易, 该的提出无数个问题, 还标注了须附上查证资料, 大臣们觉得挺新鲜, 也挺实用, 这时朱元璋说道, 朕决定从即刻起朝廷官员的任命, 虚实是求是的填写一份这样的履历表, 朕会根据履历表中的内容, 安排职位, 这一提议得到了朝中大臣称赞, 填写履历确实是节省了不少人力, 想不到陛下发现了这等好东西, 其他事情也参照这样的格式来处理, 倒是便于查阅, 朱元璋很满意众人对履历表的认可, 退朝后, 朱元璋前往书房批阅奏折, 坐下后却想到了宋颖, 觉得对宋颖的了解还不全面, 决定派人对宋颖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传拱卫司陈顿, 此时的拱卫司就是锦衣卫的前身, 负责皇帝的安全, 陈顿很快就到位, 你亲自带人前往沛县, 陈顿心中疑惑, 陛下不是才刚从沛县回来, 难不成沛县发生了大事, 你去沛县密查县令送你, 朕要知道送你所有事情, 事无巨细都不可放过, 重点给朕查一查送你的身家, 陈顿更加的疑惑, 没想到朱元璋劳势动众, 确实是为了一个小小县令, 是, 陛下, 陈顿压下心头的异样退下, 朱元璋这才有心情批阅奏折, 却发现许多大臣都上折提到 胡维雍封相的事情, 三年前, 经理擅长举荐, 胡维雍官拜又丞相, 怀惜派系的实力得以壮大, 朝中多数人都向他们靠拢, 这次更是联手上书, 请求封胡维雍为左丞相, 此事若成, 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 朱元璋冷哼一声, 既然那么想坐上这个位置, 朕给你就是, 一个月后, 从沛县传回了消息, 陛下, 这是送你的资料, 陈顿跪着乘上他的收获, 平身给朕说说宋颖的情况, 朱元璋充满着期待, 陈顿站了起来, 开始汇报他查的内容, 经多方调查, 佩县县令宋颖, 于洪武元年前, 还是个平庸无奇的人, 直到五年前的某一天, 宋颖像是扶植心灵般的, 发生巨变, 他从一个卖菜的穷苦小子, 凭着过人的学识和新奇的见闻, 一跃成为当时县令的主部, 朱元璋心中震撼, 想不到宋颖有此一段充满神奇的过往, 从草根百姓逆袭为宪令家主部, 简直像是在听故事, 陈顿小心地继续, 到了洪武五年, 原沛县县令王雄高升徐州之府, 王雄举荐宋颖成为了沛县的县令, 这么说来, 朱元璋隐约还记得是有这么回事, 当时他也是献王雄为人正直, 是个清官, 没有对宋颖进行调查就同意了, 不禁自语道, 在沛县就听宋颖说过, 自己卖官上头有人顶着, 难不成, 这上头的人就是王雄, 此话一出, 沉顿下的冷汗直流, 心想宋颖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卖官, 陛下最是厌恶贪官, 可是, 为神魔宋颖的脑袋还没有搬家, 陛下怎么没有当时就斩了宋颖, 还没有等他想明白, 就听到朱元璋问道, 沛县的经济如何, 沛县每年上缴给朝廷的银子, 跟其他县比起来又如何, 朱元璋对沛县的税收抱有很大的期望, 沛县那么繁华, 说是大明最富有的县也不为过, 朱元璋想, 这么繁荣昌盛的副县, 每年上缴国库的银子, 怎么都得比别的县高出鸡背才对, 我一曾想, 陈顿接下来的话, 惊得他目瞪口呆, 陛下, 沛县每年上缴的银子, 也就比他县多了几两银子, 不过沛县每年上缴的银子却在递增, 宋颖上任第一年, 比平线多了三两银子, 第二年多了八两, 去年则是多了十两, 朱元璋整个人都不好了, 脸色极其的难看, 如此富裕的沛县, 怎么可能只有这点税银, 多出来的税银都去哪了, 朱元璋气得火冒三丈, 不过这次, 他没有着急下决定, 继续问道, 还查到了什么, 陈顿摇摇头, 回陛下, 就查到这些, 朱元璋惊恶地看向陈顿, 不敢置信问, 就这些, 派出去那么多人, 耗时一个月, 就直查到这点信息, 陈顿见识不对, 吓得当场跪下, 陛下恕罪, 陈顿无能, 朱元璋怎么可能不气, 自己在沛县的听闻, 都比拱卫斯一对一查回来的还要多, 朱元璋气得发抖, 一群废物, 陈顿抖着身体, 陛下息怒啊, 息怒息怒, 除了这句, 你还会什么, 朱元璋大怒, 抓起奏折甩到陈顿的头上, 朕要你们有何用, 沛县的农田种满了庄稼, 百姓安居乐业, 随处可见的作坊, 就连殿小二的月钱有多少, 朕都知道, 看看你们, 都给朕查了什么, 陈顿吓得直颗头, 担心向上人头不保, 陛下饶命啊, 朱元璋气得一脚, 将陈顿踹倒在地, 滚, 陈顿逃野式地爬了出去, 许久, 朱元璋气消了些, 让他们去当探子, 无疑是收效甚微, 这让他意识到, 拱卫司的人已经无法达到他的要求, 看来, 有必要组建一个全新的机构, 主打探查和探听消息, 这次是送影, 日后需要探查的事情, 知多不少, 私损片刻, 朱元璋写下锦衣卫三个大字, 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个月, 朱元璋下朝回到书房, 就听到太监通报, 陛下, 皇后娘娘求见, 朱元璋放下奏折, 宣, 看到马皇后身影, 朱元璋好奇地问, 怎么这时过来, 若非大事, 马皇后不会在他批阅奏折的时间过来, 马皇后脸上带笑, 重罢, 你还记得我们带回来的那批琉璃吗? 朱元璋点头, 自然是记得, 这时朕还说了由皇后全权负责, 如何? 是有进展了吗? 马皇后递给他一张名单, 无比得意, 收益竟然超出我的预期, 那十件琉璃都是葛中燕会上售出去的, 才卖出两件, 就造成红抢, 打开名单, 朱元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十件琉璃竟然卖出三百万两的高价, 相当于一件三十万两, 当初交十五万两押金时, 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高的收益, 笑容还在脸上挂着, 看到买家的名单时, 朱元璋的脸色由震惊变为愤怒, 震倒是小看了这些臣子, 郑义品的官员月讽才一千代, 九品官员连百代都不到, 更别提小丽小官了, 三十万的琉璃竟然出现了红抢的情况, 问题已经不言自明, 朱元璋的脸色无比难看, 震一点都不了解震的臣子, 成立帮她打探消息新机构的念头, 此时越发地迫切起来, 朱元璋暗自思量了一番, 一抬头却看到马皇后竟然没有目役, 不由好奇地问道, 皇后难道对此事没有看法吗? 马皇后微微一笑, 自然是有的, 这让我想到宋颖, 我们在配线时, 不是常听到百姓说宋颖是个大贪官, 可她看不上普通人家的小钱, 谈的是大户人家的大钱, 朱元璋听了后若有所思, 马皇后继续道, 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宋颖没错, 富人的钱就是比普通人的钱好挣, 在富人眼里, 只要值得, 不怕价格高, 多高的价格都有人买。 朱元璋若有所误又看了一眼交易完的名单, 神色复杂, 是啊, 短短几个月, 仅十个臣子就拿出了三百万两, 全国各地的富商不少, 若是手中有货, 收益还不知道翻高多少倍。 朱元璋不得不承认, 自己得知宋颖是贪官时, 是想斩了他的。 可是现在, 尝到了跟宋颖合作的甜头, 却有众合作愉快的感觉, 甚至已经想到了继续合作。 马皇后继续跟朱元璋分析, 重八, 若是让大臣们捐钱, 满打满算都拿不出一百万来。 朱元璋叹了一口气, 皇后所言极是啊, 她看着名单上的姓名, 谋底寒光一闪, 这笔账, 朕先替他们记着, 到时再跟他们算总账。 等她查明了谁的钱来路不明。 抄家, 流放, 绝不姑息, 她罪恨贪官, 对待贪官从来就没有手软过。 倒是现在出现了宋颖这个例外, 看来这就是宋颖说的, 将有用的贪官和无用的贪官分开处理。 朱元璋已经见识到琉璃赚钱威力, 想要大臣为这些宝物买单, 暂时就先不处置了。 朱元璋看着马皇后笑了, 朕觉得你说得有理, 富人的钱我们不赚, 照样有人赚。 马皇后点头, 为了尽快充赢国库。 不如就按宋颖说的, 给他皇家特供的商标, 我们也好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这么便宜宋颖这小子了。 朱元璋心里极度不舒服。 皇家特供, 这四个字的分量无法估量。 只要打出这个名号, 不管卖什么, 都有人哄抢。 因为, 这可是皇家御用同款, 买到就是赚到。 不过朱元璋也只是嘴上说说, 已经进了口袋的三百万两银子, 他可不会再拿出来。 况且, 只要答应宋颖, 这生意还会源源不断。 朱元璋尝到了甜头, 怎么可能就此收手, 自断财路。 行吧, 咱就把皇家特供封号给他。 马皇后文言开心地笑了, 按照约定, 咱们现在可以找宋颖进第二批货了。 朱元璋却有些犹豫起来, 难不成, 咱们还得再去配线。 马皇后喜欢配线的景象和鸣风, 倒是乐意去。 他极力游说朱元璋, 这十件琉璃已经掀起收藏琉璃热潮, 在一股作气推出新品, 富商们必定会闻风而来。 这么说, 朱元璋也没有驳斥的理由。 行, 咱就再去配线渐渐送饮。 此事就这魔定下了。 准备了两天, 朱元璋跟马皇后就出发了。 走在马路上, 两旁的稻田已经全部成熟了。 朱元璋无比感叹, 时间过得真快都已是收割的季节。 马皇后也点头笑道, 这么茂盛的庄稼, 农民肯定又是大丰收, 真替, 嗨嗨。 马皇后突然咳嗽起来, 她捂着胸口皱起了眉头。 朱元璋吓了一跳, 急切地问, 还好吧? 不行, 先去医馆看看。 马皇后摇头, 我没事, 别误了正事, 可是你的脸色很不好。 看着脸色煞白的马皇后, 朱元璋有些担心。 马皇后摆了摆手, 或许是马车坐久了, 歇一歇就好了。 她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上回来住在客栈里的床, 就特别舒服。 听她这么说, 朱元璋马上道, 行, 咱这回还去那家客栈投诉。 再次来到县衙。 看到他们, 宋颖笑道, 朱老爷子, 看来那批货已经脱手了。 朱元璋点头, 对, 而且, 咱还给你带来了宝贝。 听说有宝贝, 宋颖眼睛一亮。 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朱元璋把皇家特供的批文递给了宋颖。 你自己看, 宋颖接过来一看, 立刻惊呼道, 皇家特供批准文书。 她仔细地翻看了一下, 上面还有玉玺大印, 这是真的。 宋颖看朱元璋的目光变了, 语气也轻热起来。 朱老爷子行啊, 居然真的搞到了皇家特供的批文。 本县令还一度怀疑, 你们是假冒的皇亲国妻呢? 朱元璋当即不悦了。 你, 说啥, 咱会骗你。 宋颖探了一口气解释, 之前我花了很多银子, 想打通这层关系, 都行不通。 老爷子, 你们真不愧皇亲国妻, 说话就是好使。 然后, 宋颖不要脸地问, 朱老爷子, 你们还缺亲戚吗? 你觉得我咋样? 朱元璋脸都黑了, 把宋颖的手拨开。 说正事吧, 你的条件我已经做到了, 上回说的代理, 没问题。 宋颖拍着胸口一口答应, 我提高你们的代理权限, 这次给你们六十件流离。 朱元璋和马皇后相视一笑, 六十件? 这卖上千万两都不止了, 赚大发了? 一言为定, 朱元璋满意地点头, 收下皇家特供的批文, 宋颖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这时, 有牙役进来禀告, 报告大人, 即将开始农收, 请大人去主持收税。 宋颖心情愉悦地点头, 知道了, 我马上就来。 朱元璋和马皇后皆是露出好奇之色, 咱也许久没有看到农收景色了, 能否一起去看看? 宋颖一挥手, 自然是莫问题。 一行人同坐宋颖的马车到了一处农场, 下了马车, 就看到很多农民在收割着庄稼, 刀起刀落间, 响起此起彼伏的笑声和歌声, 看着农民干活也是欢乐的情景。 朱元璋发自内心地笑了, 幸福也是会传染的。 自从来到沛县, 他和马皇后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朱元璋感慨地道, 多好的丰收之景, 粮食收割后就开始交税了。 大明初年实行的是两税制, 季春季税和秋季税。 根据登记户口人员的黄册, 以及登记土地数量的榆林图册, 上交税收。 现在收的是秋季税。 牙役正在维护秩序。 大家排好队, 按顺序交税。 今年又是大丰收。 农民们都是积极主动笑着交税。 不像别的地方那样, 愁眉苦脸。 朱元璋和马皇后看得很是满意。 见过那么多次交税, 配现得百姓最积极。 却在心情大好时, 看到第一个交税的农民只交了一点税。 朱元璋脸色变了变, 还以为是这户人家收成不好。 可紧接着, 第二户, 第三户, 眼见着已经有一半的农户交完税了。 收上来的税却和普通县的差不多。 朱元璋傻眼了, 他亲眼所见稻田里的庄稼大丰收。 怎么才收上来这么点税? 大头的税哪去了? 眼看税都要收完了, 结果也没有改变。 朱元璋心里的怒火嗖嗖往上升。 他看着马皇后, 这些百姓交的税太少了。 丰收之年, 交的却是普通收成的税。 马皇后也察觉到不对劲, 县朱元璋动怒, 这次却没劝。 龙明交的税, 就是国家黄粮。 是国本? 不能有任何问题。 这样的结果, 他也是万分失望。 朱元璋冷眼看着宋颖, 越看越火大。 拱卫司调查的结果, 沛县的税收比普通县也就高出几两。 现在亲眼所见, 想来定是大贪官宋颖, 黄粮都敢贪。 宋颖贪才还事出有因。 但是贪莫黄粮, 不可饶恕。 尽管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可在没有拿到罪证前, 还不能定宋颖的罪。 还有, 可能不止宋颖一人贪莫黄粮。 真是这样, 朱元璋就更加失望了。 越响火越大, 朱元璋一甩一袖, 陌生就走了。 自然不是气得离开, 而是去搬兵, 彻查此事。 宋颖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喊住他, 朱老爷子, 你急匆匆要去哪里啊? 朱元璋脚下一顿, 接着头也不回地离去。 宋颖一阵纳闷, 摇头道, 这老头真是古怪, 明明是他自己要来的, 却不打招呼就走。 看来完全不把, 我这个县令放在眼里啊。 宋颖发着牢骚, 看在皇家特供的批文上。 算了, 想到朱元璋还没有把货提走, 那就还会再回来。 这样想着, 宋颖也就没有当一回事。 宋颖不停地督促百姓加快速度, 大家都麻利点。 你们这群刁民可别浪费本县令的时间。 百姓们被宋颖骂着也不以为意, 早些以为长了。 朱元璋走出一段距离, 立刻冷喝。 火速赶往最近的卫所。 侍卫一看, 朱元璋动目, 不敢多问, 连忙向最近的徐州卫所赶去。 这回, 朱元璋是真的动了杀性。 佩仙的税收一直到夜色暗沉才结束。 宋颖累得冒汗, 一旁的牙翼看着直心疼。 别看宋颖对百姓一口一个凋鸣的喊, 可在收税时, 就算是大丰收也不会增加税收。 在宋颖看来, 要贪就贪大的, 老百姓这点税还入不了他的眼。 正准备打到回府时, 宋颖察觉到地面在震动。 百姓们害怕地尖叫, 不好, 地牛翻身了。 不对, 不像是地牛翻身啊。 那是怎么回事? 好像动静是从北边传来的。 人们正在议论, 一队军队赫然耸现在眼前。 官兵来的是军队, 怎么会有军队来配线了? 众人正疑获实, 大批的官兵冲了过来。 有人高举着长枪大吼, 一个也不能放走。 一时间, 几百号人将在场的人团团, 围住。 百姓们吓得不轻, 军爷, 可是这里有人犯事了? 一名牙役装着胆子问了一声, 马背上的官兵冲他一瞪眼。 手里鞭子趴地打在地上, 溅起一阵尘土。 没让你开口, 老实站好了。 宋颖此时已惊察觉到不对劲。 挺身而出问道, 你们是奉谁的命令, 到这里来闹事? 见宋颖摆出关架子, 马上那人一声冷哼。 高举着马便问道, 你就是沛县县令宋颖。 宋颖点头, 对方脸色猙獰。 来人, 给我把他绑起来。 宋颖脸色巨变, 看来这伙人是冲着自己来的。 原本吓得直发抖的百姓, 一听要绑了宋颖, 都不干了。 军爷, 敢问宋大人犯了何事? 要绑他? 就是, 没有理由不能绑人。 这时, 沛县的牙翼也全都挡在了宋颖的前面, 气势上完全不属于军人。 争争, 牙翼的腰刀同时出窍。 有我们在, 休想洞宋大人。 马背上的军人被这样的气势精的脸色一僵, 他们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 竟然被牙翼威胁了。 为首之人冷哼着一声, 皇上有纸, 捉拿宋颖。 难不成你们想抗旨吗? 这, 所有人, 全傻眼了。 无人再敢阻拦, 把人带走。 宋颖于沉默中被带走, 心想, 这是出了什么事? 朱元璋让人捉拿宋颖后, 直接回京。 马皇后问, 咱这就回去了吗? 朱元璋默好气地说, 不回去还想干什么? 朕会派人彻查沛县。 沛县的收成, 交了多少税? 朕都会彻查。 很快, 户部的人进入沛县, 调查沛县的税收, 财政状况。 不仅如此, 朱元璋则令监察御史重点彻查徐州和沛县的大小官员。 我也曾想, 不但沛县的税收有问题, 就连徐州的税收都有问题。 按照收成来算, 应该上交八十万时, 实际上支交了三十万时。 这下问题大了。 收到报告, 朱元璋龙颜大怒。 好一个徐州知府王兄。 朱元璋死死地盯着手里的调查报告。 快气炸了。 这么多年, 他一直蒙在鼓里。 若不是他在沛县亲眼所见, 还不知道要被骗到何时。 好一个清官, 好一个造福百姓的送影。 朱元璋眼神一冷, 谋底闪现杀器。 当即下令, 徐州所有的官员全部打入死牢。 这是要大开杀箭。 消息一出, 别说是徐州。 就, 连整个京城都人心惶惶。 谁都知道皇上最狠贪官。 这么大的事, 不知道会把多少人牵扯进来。 甚至会波及到京官。 一时间, 人人自危, 怨声载道。 今日上朝路上, 许多人面不愁容, 担心自己会被徐州贪污一案波及的大有人在。 唉, 天子震怒,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跟着倒霉了。 徐州知府向来风平不错, 怎么会做下如此糊涂事? 人心难测呀。 议论声中, 胡维雍也到了。 丞相大人, 徐州知府一案听说了吧? 胡维雍皮笑若不笑, 本相跟王雄有过机面之缘, 能力还是不错的呀。 可惜了, 胡维雍心里却是一阵冷笑。 他之前想要拉拢王雄归他所用, 却被拒绝了。 一副清官的样子。 我也曾想, 王雄连黄粮都敢贪。 听到消息, 他是被惊到, 一年就贪了几十多万石的黄粮。 这还是查出来的。 没有查出来的, 不知道还有多少。 徐州知府出事, 于他来说, 却是好事。 以他对朱元璋的了解, 徐州上下官员都会清算。 徐州是大明境内最为繁华的水路运输要塞。 这块肥缺马上就要大换血。 胡维雍心情想不好都难。 很快到了上朝时间。 今日朝堂上的话题, 围绕着徐州一案展开。 不知是胡维雍, 许多人都盯着徐州的肥缺。 都想趁着徐州大换血, 奋一杯羹。 朱元璋脸色阴沉, 文武百官都感觉气氛非常压抑。 大臣们大气不敢喘得低着头。 朱元璋冷峻的声音响起, 想必诸位爱聊都听闻了徐州一案。 徐州上下官员齐心合力贪污, 真是给了朕一个极大的震撼。 朱元璋盛怒之下, 无人敢开口。 唯有胡维雍站了出来, 陛下, 陈窦胆请求将徐州知府王雄提到朝堂上, 当众审问。 当众满朝文武百官的面, 说说自己是如何犯下这等天怒人怨的重罪。 胡维雍提议, 当场获得许多人负义。 请陛下, 清审徐州知府王雄, 他的罪恶必须要昭告天下。 这话说到朱元璋心坎里, 当即点头同意。 徐州知府王雄戴上糖石, 披头散发, 浑身泛住酸臭味, 他颤抖住身体跪下。 醉臣拜见陛下, 朱元璋神情冰冷, 极力压下心中的怒意。 王雄, 朕问你, 徐州近年来少交四十万石碎营一事, 是否属实? 王雄扶在地上不敢抬头。 回陛下, 情况属实。 王雄认罪。 朱元璋不但没有消气, 脸色反而更加难看起来。 王雄, 你太让朕失望了。 窥镇一直以来都以为你是清官, 我已曾想你竟然贪赃王法。 朱元璋盛怒之余还很失望, 不知道朝廷里的这些官员, 还有谁是可信的。 王雄低垂住头, 没有辩解。 朱元璋见状更怒, 你给朕说清楚, 其他的税粮都哪去了? 他要搞清楚, 王雄是如何摊下这磨一笔巨资? 是一人所谓, 还是多人所谓? 王雄胆战心惊地回到, 回陛下, 其余的粮食都存在徐州粮仓里。 什么? 朱元璋无比震惊, 一旦不少的全存在粮仓里。 王雄投点地, 正是, 朱元璋得知是这样的结果, 怒意稍微退了一点。 旁听的文武百官, 也莫料到,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只是, 王雄仍然是贪污犯, 得知粮食还在, 朱元璋的心情才略有好转。 这些都是黄粮, 为何不上脚? 而是存入当地的粮仓? 其中会不会是王雄为了脱罪, 撒得谎, 替自己争取活命的时间? 王雄战战兢兢地解释, 回陛下, 国策税收只是规定了, 百姓交的税是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一, 并无规定多收成就要多交税。 丰收多得的粮食百姓有支配权。 徐州正是按照收成十分之一的规定足够上交, 并无欺瞒。 这样的解释, 所有人都愣住了。 朱元璋很快就回过神来, 无论是朕亲眼所现, 还是调查的结果。 徐州粮食都是大丰收。 丰收之年交税的数量, 你还觉得没有错吗? 大臣们纷纷点头, 先不说贪官污吏的可恨。 只要王雄倒了, 他们就有机会分得徐州的肥缺, 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胡维雍借题发挥, 王雄, 你还要狡辩吗? 丰收之年上交的税收不跟着增加, 欺瞒天子, 罪不可怒。 说完, 他对朱元璋跪下, 陛下, 现今事情已经清楚, 请陛下致王雄贪污之罪。 胡维雍的党羽见状, 跪了一地, 请陛下致王雄贪污之罪。 朱元璋谋底寒光一现, 冰冷的目光盯住胡维雍, 胡维雍此刻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犯下大错。 不等朱元璋开口, 他就已经做主下了结论。 胡维雍担任宰相后, 大权在手, 时常替他这个皇上做决定。 凌驾权力之上的野心, 昭然若揭, 已惊触到了朱元璋的底线。 朱元璋一直强调, 大明的权力必须要我在皇上的手里。 不然, 也不会杀了那魔多的开国功臣。 胡维雍和他党羽的这番举动, 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朱元璋不怒返笑, 既然那魔多的粮食存在粮仓里, 自然是要看到了粮食, 才能定罪。 话落, 文武百官感觉到空气里透住冷意, 甚至有些大臣冒出冷汗, 心想自己刚才是不是过于着急战队胡维雍, 明显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王雄却在此时开口, 陛下, 臣还有话要说, 他人贵住, 却挺直了胸膛。 陛下, 徐州已经连住四年都是丰收年, 现在囤在粮仓里的粮食足够徐州三年的粮食用量。 朱元璋倒吸了一口粮气, 震惊之下, 差点站了起来。 整个徐州三年的粮食存量, 这得有多少? 心中大怒地问道, 为何存起来? 王雄叹了口气, 臣不敢上交, 更不敢让百姓自行处理。 因而, 臣就将每年多出来的粮食存入粮仓。 粮仓若是装满了, 就统一售卖。 文武大臣不敢相信, 徐州竟然储备有三年之多的粮食。 那魔多的存粮, 朱元璋心里高兴, 为食魔不让百姓自行处理, 还瞒下此事。 大臣们同食数齐了耳朵, 都想知道答案。 王雄如果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算是存粮有功, 也免不了会受到朱元璋严厉的责罚。 王雄无奈地说了一句, 粮件伤农。 市面上的粮食多出了供给, 价格自然下跌, 农民的收入也就大打折扣。 百姓若是自行处理粮食, 吃不完又没有粮仓存粮, 从而导致粮食发霉坏掉, 就是浪费。 官府以高出市价的价格, 从百姓手里收购粮食, 囤在粮仓里, 必要时再运到缺粮的地方出售。 竟是这样的结果。 朱元璋被震惊到, 伴上说不出话来。 丰收之年, 徐州不但不会因为粮件而伤农, 还能帮其他省渡过难关。 朱元璋大悦, 徐州的做法, 才是真正的关心百姓利益。 王雄的决策, 朱元璋非常满意。 许多文五百官笑不出来, 他们早就判住徐州官员大换血, 他们可以有机可乘。 可是现在, 朱元璋不会再惩治王雄, 还会觉得徐州官员立下大功。 朱元璋此刻, 终于明白了王雄的良苦用心, 怒火得以平息。 王雄的煞费苦心, 从预防粮食跌渐伤农, 到粮食储备, 再到粮食调剂到贫困地方。 看似简单, 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由此可见, 王雄的能力实在是高, 只是他错在没有上报。 但是能够让徐州年年丰收, 墨点本事可不行。 不然别的官员怎么做不到? 事情清楚了, 朱元璋却陷入了尴尬。 刚才他还各众怒斥王雄罪行, 现在得知王雄不是贪官, 还是为民着想的好官。 事实证明是他错了。 朱元璋老脸有些挂不住了。 快给王雄松吧! 胡维雍脸色却难看起来, 他心有不甘。 陛下, 您不能听信他的片面之词, 朱元璋不等他说完, 打断了他的话, 是不是片面之词, 朕自然会查清楚。 若是狡辩, 朕自然会致他一个欺君之罪。 谢陛下! 大殿上响起王雄洪亮的声音, 看到王雄满脸的喜气, 看来他并不担心皇上会派人去徐州调查。 也就是说, 他没有说谎。 王雄的心情有多好, 判处瓜分徐州肥缺的人就有多气。 这些人暗自叹气, 脸色难看, 似乎被定罪的人是他们。 朱元璋内心清澈如镜, 朕宣布, 王雄无罪。 徐州所有被抓官员荡庭释放, 互不尽快调查粮仓一事。 徐州官员贪污一案被改写, 轰动全国。 前往徐州调查的人回来之前, 王雄留在京城等结果。 直到调查的人回来, 看到调查结果, 朱元璋不放心地问, 徐州其他的官员确定都没问题吗? 回陛下, 都没有问题。 而且徐州大小官员对于疑点, 都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清白。 他们也深知贪污朝廷皇粮后果的严重性, 无人敢犯。 朱元璋内心震撼, 想不到徐州上下官员都是清官, 郑险些斩了这些清官。 朱元璋无比地自责, 倘若各地官员也像徐州这般, 朕就省心了。 一旁的官员此刻欲言又止, 朱元璋却没有察觉到他的意样。 这时, 太监来报。 陛下, 皇后娘娘求见。 朱元璋莫打算瞒下这件事情。 点了点头, 宣皇后进殿。 马皇后进来就问, 重疤, 徐州一案可是有结果了。 朱元璋点头, 把调查结果说给马皇后。 马皇后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的连火辣辣的也挂不住了。 朱元璋下令抓人时, 他就在现场, 却并没有劝阻。 毕竟税收是国之根本, 容不得出现一丝差错。 比起丢面子。 马皇后更在意, 整个徐州大小官员都没有贪官。 这是怎么做到的? 朱元璋却笑了, 这不是很好吗? 徐州又给了朕一个惊喜。 除去瞒报私自屯粮一事, 朕最大的收获就是没有插到贪官。 马皇后心情也大好, 徐州百姓在这些能力极强的清官管辖下, 会越来越好。 徐州日后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会赶上京城。 朱元璋和马皇后正憧憬美好未来时, 一旁的官员有些尴尬开口。 陛下, 属下在徐州还有新发现。 朱元璋立刻来了兴趣。 快说, 有何发现? 回陛下, 我们在徐州所有官员的第一宗旨是以名为之。 朱元璋听了指点头, 可是, 汇报的官员神色却极其古怪。 感觉到有问题, 朱元璋问道, 然后呢? 汇报的官员咬牙道, 徐州官员的第二宗旨是, 有了以名为之才能贪得大钱。 瞬间, 朱元璋和马皇后笑容将在脸上, 他们感觉自己被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猛夸徐州官员使清官的话犹如在耳, 却冒出了打脸的第二宗旨, 反转来得太快, 反应不过来了。 朱元璋倒抽了一口凉气, 真是这么说的, 官员摇头, 起初并不是这样的。 朱元璋不解了, 快说, 起初是哪样的? 据说, 这样的, 论调, 是从沛县县令宋宁嘴里说出来。 随着王雄上任徐州之府, 然后徐州也跟着流行起来。 这话, 不亚于滚滚天雷轰顶。 对, 咱遗漏了宋宁那个大贪官, 才患上的好心情瞬间消失。 朱元璋一巴掌拍在书桌上, 仿佛拍的是宋宁的脑袋, 一个败累毁了整个徐州的官方。 这个宋宁, 朕非杀不可。 马皇后被朱元璋脸上的杀气惊住, 连忙阻止, 杀不打。 徐州屯良一案, 好不容易坏事便好事。 此事也牵扯上了宋宁, 杀了宋宁, 只怕会让徐州官员心生猜忌, 影响极坏。 马皇后的分析, 让朱元璋冷静下来。 好在刚才憋在胸口的怒意, 已经发泄出来。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己何尝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徐州屯良一案, 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磨大的反转。 朱元璋及文武百官, 都以为这次徐州官员, 至少得杀了多半, 才能了劫贪污一事。 没想到王雄的辩解, 给了她和天下人一个惊喜。 现在, 徐州的事情早已经转变各地。 徐州以名为本的政绩, 人人夸赞。 这时若是杀人, 将是大计。 这不同于杀了那些贪官, 明心所向。 但若是敢杀徐州官员, 百姓们都不会同意。 朱元璋还是明白, 水能在州亦能复州的道理。 更何况徐州一事, 本就是朝廷错在先。 朱元璋板起了脸, 巩卫斯办事不力, 朕要重罚。 巩卫斯行事草率, 导致他这个皇上跟着丢脸。 虽说并没有听到贬低他的言辞, 朱元璋自己都过不去这个坎。 没错, 朕要嘉奖徐州官员。 听到朱元璋的决定, 马皇后放下心来。 朱元璋示意所有官员退下, 这才跟马皇后聊起宋宁。 朕还真是小瞧他在徐州的影响力。 这小子早晚有一天会把徐州的亲官带成贪官。 朱元璋有些无奈, 百官若是跟着宋宁有样学样, 明面什么都查不出来, 奸华的还抓不到把柄。 他总不能把徐州每一个角落都走一遍吧。 越想朱元璋就越头疼。 他咬牙切齿, 朕必须把宋宁调走。 宋宁的一些点子用在百姓身上确实是能造福一方。 但是, 徐州政绩不错, 所有官员还齐心。 如此一来, 哪怕贵位天子, 在徐州一把火都烧不起来。 朱元璋按下决心, 必须将宋宁和徐州官员拆开。 这个决定得到了马皇后的赞同。 没错, 宋宁谈的吴燕却是至世之才, 不如让他到更加贫困的地方上任。 如此, 一来, 既能施展他的才华, 又隔绝了他在徐州的关系网。 或许他到了新地方, 头疼的是如何站稳脚跟。 自然就顾不上贪了。 朱元璋连连点头, 皇后所言, 即是。 让朕想想, 什么地方最适合宋宁。 死损片刻, 朱元璋眼睛一亮, 朕觉得福州就很好。 福建之战刚结束, 陈友定也伏法, 急需重建。 马皇后赞同, 福州正合适。 大明建国以来, 朱元璋就颁布了进海令。 一来防止倭寇涌入大陆。 二来因为重农一伤, 内地的商人都被打压, 更别提更赚钱的海商贸易。 朱元璋绝不容许, 沿海商人十分富有, 尤其是资助张世成的那伙人。 朱元璋的这个国策, 就是对付这些人。 一直以来, 朱元璋都想让大明成为自己自足, 用不着跟外邦有联系的强国。 纳摩就必须重视农业。 起初, 这些沿海区域官员纷纷反对, 可反对无效。 渐渐地, 沿海地区也从富裕变得贫困。 尤其是福州, 从原本的富饶之地变向成了被扁官员的去处。 这样的地方, 一定会让宋颖头疼。 朱元璋开心地笑了。 退一步来说, 宋颖若是能让福州百姓富裕起来, 也是好事。 无论如何, 咱都不亏。 朱元璋和马皇后一番商量后, 往徐州发了一道圣旨。 徐州大小官员除了知府王雄和个别县令职位没有变动, 几乎所有人都升职。 只是令人纳闷的是, 升职的官员全部调往异地上任。 表面看来,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 毕竟升职官员太多, 徐州的官职不够用了。 一时间, 徐州各地许多官员们大摆宴席, 然后欢天喜地的夫人。 同一时间, 宋颖也接到了前往福州府上任的调令。 朱元璋甚至还派了人盯住他立刻夫人。 府邸, 宋颖正指挥住下人收拾东西。 仔细点, 这些宝贝路上可经不起磕碰。 所有装有宝贝的箱子都得写上一碎一坏物品, 虚轻拿轻放的字样。 宋颖正说话时, 一片哭声从府底外传来。 哭声越来越大, 吵得他心烦。 一拍桌子大喊, 来人! 黄明听到声音, 连忙往这边过来。 他是管家的儿子, 典型的欺软趴硬。 走过路过, 看到下人就是一顿呵斥。 来到宋颖面前时, 立刻换了一张笑脸。 大人有何吩咐? 宋颖不耐烦地问, 外面是怎么回事? 哭哭啼啼, 吵得本官心烦。 黄明呵呵笑了, 大人, 咱们沛县的百姓舍不得, 您调走, 都来送您呢。 得知原因, 宋颖没有感动, 反而一阵火大。 送就送, 哭毛线啊。 珠宝太多, 箱子装不下。 本就心烦, 门外的哭声更是让他火冒三丈。 他喵的, 你还愣在这做什么? 还不快想想怎么运走本官的这些宝贝。 这磨脊锤本官赶紧走, 这不是诚心让本官不好过吗? 宋颖冷哼, 黄明慌了神, 大人息怒, 小人这就想办法。 宋颖只是嘴上说说, 也不会真拿下人出气。 私存了片刻, 他挥了挥手。 算了, 本官自有主意。 你派人去御龙商会, 让他们负责把本官的宝贝运往福州。 御龙商会, 配线商会的龙头, 里面的人非富即贵。 宋颖跟他们合作多年, 关系极好。 听闻宋颖调任福州, 他们早动了跟宋颖去福州发展的念头。 现在宋颖主动提出合作, 于是欣然接受。 他们早见识过宋颖的本事, 一个县令都能让身家翻了好倍。 升职去了福州, 前途更是不可估量。 小脚配线, 走了去求。 存住巴结宋颖的心思, 御龙商会的人打起十二万分精神, 生怕把宋颖的宝贝磕坏了。 这时, 宋颖带住路上的一些必备用品, 满, 脸开心地走出府邸。 可刚开门, 就看到百姓排成了长龙, 一个个呜呜哭住。 他们手里拿住鸡蛋, 水果等物品。 看到宋颖那一刻, 哭得更伤心了。 呜呜, 宋大人, 咱们舍不得你走, 只是, 哭声也留不住宋颖。 宋颖甚至都没有搭理他们, 就上了马车。 马车里的宋颖, 心里也不好受。 郁闷之外还吵得慌。 他撩起帘子, 看出几乎来了多半的沛县百姓。 怪不得马车已经走出很远, 耳边都还回荡住哭声。 一路走好啊大人。 宋颖脸都黑了, 忍无可忍冲着百姓骂了起来。 你们这些刁民, 哭个屁。 本官是高声, 又不是去死。 一个个哭丧住脸, 还一路走好。 你们怎么不住本官上西天呢? 可是, 百姓对宋颖的爱戴, 胜过他的毒舌。 沛县要是没了大人, 我们可怎么办啊? 宋颖气笑了。 哭哭啼啼田里的庄稼就能长出来了? 铺子哭住就赚钱了? 哭住就有饭吃了, 都堵住马路做什么? 快给本官让道, 本官急着上任。 骂声却让百姓们更加感动。 大人是真舍不得我们啊, 临走都还想住我们? 大人就是咱们配现百姓的福建。 宋颖, 你妈, 本官对你们是挺福气的。 日月如梭, 红武十一年, 朱元璋正在查阅徐州官员上任后的政绩。 看出这些官员都将新的地方治理得不错后, 他想到了宋颖。 来人, 宣拱卫斯头领陈顿。 臣, 参见陛下。 陈顿很快就到位。 朕让你们把宋颖到福州的过程都详细记录下来, 都做了吧。 陈顿连忙点头, 回陛下, 拱卫斯不敢有误。 朱元璋满一地点头, 从宋颖离开配线开始, 给朕说说。 是, 陈顿连忙点头。 宋颖离开配线时, 配线前来乡送的百姓一眼望不到头。 朱元璋惊讶地感叹, 宋颖还是得了铭心啊。 百姓舍不得他, 一定倍感风光了。 陈顿一脸古怪。 宋颖不但没有感激前来乡送的百姓, 甚至对百姓破口大骂。 还嫌百姓哭声难听, 吵得他心烦, 让百姓让路, 别挡住他离开。 朱元璋嘴角瞅了瞅, 还有些难受。 如此看来, 宋颖比自己还受百姓的欢迎。 偏偏, 宋颖还不以为意, 这让他更加的郁闷。 不过, 以福州的情况, 朱元璋觉得, 得宋颖过去后肯定会处处碰壁, 有可能现在也躲在家里, 碍声叹气。 这么一想, 朱元璋笑了。 对陈顿汉手, 你接着说说徐州的情况。 徐州的情况跟之前没有多大出入, 在知府王雄的管理下, 现今都还好。 朱元璋扬眉, 在福州的宋颖呢? 陈顿却是半赏都没有吱声。 朱元璋正纳闷。 宋颖到了福州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福州最繁华地段, 开了一家极其豪华的青楼。 朱元璋荡场实话, 做梦都莫想到, 宋颖会开青楼。 他全开青楼? 朱元璋鼻子都快气歪了。 哪个官员上任, 第一时间不是想助让百姓怎么过上好日子。 再不借, 也是先调研, 再做计划。 从未有一个官员向宋颖这么乖张, 一上任就先开了一个青楼。 还是最豪华的, 这是想干什么? 朱元璋龙大怒。 陈顿见状心里惶恐, 生怕自己受牵连。 正思虑要不要开口时。 朱元璋瞪住他, 语气严厉道, 继续, 朕要知道这宋颖还钱了什么事。 陈顿硬住头皮继续, 福州青楼一开, 当地官员立刻流连忘返。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宋颖那座青楼就获利三十多万两白银。 朱元璋瞪口呆, 半赏才缓过神来。 什么? 三十多万两白银? 确定莫搞错吗? 陈顿连忙摇头, 绝对没有错, 拱卫司还查到了那些官员在青楼里的消费记录。 朱元璋无比好奇, 要怎么样的消费, 才能让新开的青楼, 一个月内就获利三十万两白银。 还是福州那样贫困的地方, 经不住脑海里就冒出了宋颖不择手段的可能性。 以他对宋颖的了解, 还真是为了钱,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快, 接着说, 陈顿继续道, 青楼里最高的消费不是吃喝, 而是, 说到这里, 他小心地瞄了一眼朱元璋的脸色。 朱元璋立鹤, 接着说, 陈顿有些窘促地继续道, 青楼女子陪喝酒吃饭, 一晚上只需要二十两银子。 想看女子的才艺表演, 比如唱唱小曲, 来段无曲等, 一晚上需要一百五十两银子。 若是带青楼女子出去的话, 一晚上六百两银子。 朱元璋傻眼, 这样的青楼完全颠覆了他的认识。 青楼女子还可以被客人走大, 留在青楼里, 消费不是更低吗? 此举竟然还能吸引那么多人, 想来定有独特之处。 朱元璋惊怒焦急, 半赏才缓过神来。 很快想, 到青楼虽然独特, 但不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福州是贫困的区, 官员日子一直都不好过。 为何宋颖才上任? 一个个的就都有钱了? 朱元璋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 宋颖的鬼点子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他思前想后, 也想不到宋颖是如何做到的。 朱元璋叹口气, 继续问, 短短一个月, 怎么花费得了这么多的白银? 况且, 福州官员愤怒也不高。 陈顿答道, 回陛下, 这些都与宋颖有关系。 朱元璋愣了, 这又关宋颖神默事? 他已经快要习惯宋颖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 所以福州官员耗费巨资榴莲青楼跟宋颖有关, 第一反应不是动怒, 而是好奇。 陈顿继续道, 宋颖到福州上任后, 就对当地官员进行走访。 说他们十分困难, 还拿出白银补贴官员。 朱元璋不怒返校, 别的官员上任, 都是先体察民情。 唯有宋颖, 默示百姓拒补贴官员。 朱元璋冷哼一声, 朕也没见福州官员替百姓做过什么。 能有多困难? 跟沛县比起来, 福州百姓的日子简直天差的别。 宋颖对福州百姓无动于衷, 反而补贴官员。 这让朱元璋觉得, 宋颖根本没把百姓放在眼里。 随即一想, 又觉得不对。 宋颖这魔瘫, 从来只想住把别人的钱揽入自己兜里。 怎么会好心给人送钱? 这里面一定有隐情。 然后呢? 宋颖对那些官员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总不可能白白送钱就完事了吧。 陈顿点头, 回陛下, 宋颖给官员送钱时, 也聊了公事。 宋颖毕竟出道福州, 什么都不清楚。 朱元璋咪了咪, 重点来了。 他就知道, 宋颖给官员送钱, 没安好心。 你们打听到什么? 宋颖跟官员都聊了什么? 陈顿支支呜呜答不上来, 回陛下, 陈也只知道皮毛, 具体聊了什么陈也不知道。 朱元璋脸色立马难看起来, 咱要听的是这个吗? 没用的东西, 振留你们何用? 看到朱元璋动目, 陈顿扑通跪下, 陛下恕罪啊。 看到陈顿只知道求饶, 朱元璋心头越发得火大, 他一脚踹向陈顿, 滚。 陈顿连滚带爬地离开, 朱元璋气得说不出话, 半赏才平复下来, 看来不能再等了。 一日早朝, 朱元璋一脸严肃, 徐州囤粮一案, 让朕知道, 朝廷的消息若是准确, 朕也不会无故冤枉那魔多人。 为此朕决定, 文武百官都将耳朵竖了起来, 心里纳闷, 朱元璋想要做什么? 脑子转得快的官员, 感觉朱元璋或许, 只是以徐州一案为借口。 朱元璋继续道, 朕要设立一个负责收集情报的机构, 锦衣卫。 锦衣卫直接听令于朕, 官职跟都察院, 大理寺, 市评级关系。 朱元璋话音未落, 文武百官惊讶地愣住了, 只是一个情报机构就有这魔高的品级, 竟然跟大理寺等机构评级。 李善, 徐达等心中纳闷, 不知道朱元璋想做什么? 官员中胡卫庸最是惊讶, 这魔重要的决定, 朱元璋却没有知会他这个丞相一声, 而且锦衣卫的领头人跟他还是平级, 无需给他行礼。 虽然锦衣卫的权力就只是打探情报, 胡卫庸心里也不舒服, 大臣们心里都有颇多想法, 但朱元璋的决定又岂容他人反对。 朱元璋威严的声音再次响彻了整个大殿。 当即, 锦衣卫的诏书跟着颁布, 并任命巩卫司二号人物胡雄仁锦衣卫负责人。 事情已经满上钉钉。 退朝后, 朱元璋宣胡雄觐贱。 朝中的大臣只以为锦衣卫是拱卫司分离出来的新机构, 却不知锦衣卫所用之人比任何机构都严格。 两个月前, 朱元璋就让胡雄前往各地, 密,密选拔能用之人。 朱元璋看住胡雄, 锦衣卫则任重大, 容不得大意。 胡雄心里一沉, 朱元璋这是在提醒他, 锦衣卫不能再像拱卫司那样无能。 如果达不到朱元璋的预期, 第一个问罪的人就是他。 陈定荡竭尽所能替陛下办事。 朱元璋点了点头, 听好了, 朕要你去办一件事情。 你派人前往福州监视宋颖。 重点调查宋颖贪污王法的罪证。 朱元璋冷冷地强调, 朕不希望再收到一问三不知的报告。 陈遵旨? 陈若是查不到令陛下满意的情报, 提头来见。 朱元璋满意地点头, 下去吧。 锦衣卫刚成立, 就先拿宋颖开刀好了。 只要查明宋颖的秘密, 自然少不了他贪污的罪证。 日后再查别的大臣, 也有经验了。 胡雄心想自己一定要好好表现, 好让朱元张龙大悦。 锦衣卫直接受令皇上。 皇上满意了, 前途自然也就光明了。 胡雄回到锦衣卫, 立刻开始驯话。 陛下有令, 找到宋颖的罪证。 只要我们把事情办漂亮了, 才能获得陛下的信任。 所以, 我们到了福州以后, 对宋颖进行全天候监视。 务必一定要把宋颖所有的罪证找出来。 福州的官道上, 胡雄等人在茶棚出些脚。 刚坐下来, 就有属下问胡雄。 大人, 皇上卫士模让咱们来福州查宋颖。 福州这种穷乡僻壤, 在贪还能贪到几个钱。 这话说到了其他人的心坎里。 胡雄也是这摩想的, 但他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暗中观察。 面有菜色的百姓, 光秃秃的农田, 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穷。 这时, 官道传来动静, 大伙加快速度, 还有好几里路就到了。 胡雄等人闻讯看了过去, 一看雀精呆了。 前面过来一队长长的商队, 前行的方向正是福州。 很快胡雄就打消了顾虑。 福州或许一年到头, 也就有几次这样规模的商队。 不足为奇, 他们继续喝茶休息, 却没想到, 一盏茶的时间, 官道上的商队就没有中断过。 很快, 茶棚里休息的人多了起来, 胡雄等人起身离开, 可通往福州路上, 随处可见都是商队。 哪有原以为的萧条景象, 反而净显繁华之色。 胡雄等人都傻眼了。 大人, 您不是说过福州很穷? 这也不像穷地方呀。 胡雄神色尴尬, 有些不悦, 去看看什么情况。 众人还没到城门口, 远远地看到许多人排队, 等住进城。 竟然有序地排成了四个纵队。 每个纵队的最前面都有人坐住, 正在登记住什么。 胡雄等人走到前面去查看, 官爷, 我祖先出过状元郎, 曾经在福州也是大户人家, 只是现在落魄, 沦为寒门。 这人说住, 一旁的人进行登记。 有何证明? 那人立马拿出他们家族是寒门的证明材料, 登记完后放行。 下一个, 胡雄没看明白这是干什么? 这时又听到一旁的人说道, 官爷, 我们是木匠, 上一任知府家里的家具都是我爷爷做的。 胡雄似乎明白了, 寒门那人排的是市农工商里的市。 木匠这一队应该就是工。 其他两队过去一打听, 果然正是农和商。 胡雄看到登记的百姓脸上都带笑, 三五成群离开。 他好奇地拦住一人问, 为师摩要对镜城的百姓进行登记。 那人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你不是本地人吗? 看看墙上告示, 上面是新上任知府的命令。 胡雄追问, 这样做不嫌麻烦吗? 那人一听, 笑道, 知府大人会给登记在侧的人安排工作, 自然没有人会嫌麻烦了。 胡雄惊讶极了, 不可思议地问, 安排工作? 这, 可能吗? 同乡的其他人也觉得太不可思议。 真稀奇, 官府竟然会给百姓派活? 难道官府说什么? 你们都信吗? 那人肯定地回答, 怎么不信, 官府都贴出告示了, 怎么会是假的? 胡雄哼了一声,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个新上任的知府是个大贪官, 他不从你们挂点钱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还给你们安排工作? 这话说的, 那人脸都黑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 一来就说知府的坏话。 一旁百姓文言也附和, 没错, 我们也听说知府大人是贪官, 但他却是信守承诺的人。 对, 我们都知道知府大人的为人, 胡雄更加奇怪, 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好人? 有人说到, 半个月前, 一群人斗殴, 把一家馄饨铺子都给砸了, 混沌全都给糟蹋了, 结果闹事者全跑了。 店家曝光后, 知府大人让所有参与斗殴的人, 每人赔十五两银子给店家, 这钱相当于店家半年的收入, 店家高兴坏了。 由此来看, 知府大人是以名为本的好官, 胡雄等人听到这样的事情, 当场愣住, 又有百姓继续道, 知府大人看不上我们百姓的小钱, 他要贪就贪腐人, 的钱。 这话让胡雄想到了, 自己来福州的职责。 百姓都说, 宋颖是大贪官, 那就不会错了。 这次的任务, 肯定能圆满完成。 胡雄向百姓打听消息, 官府给你们派活, 也用不了那么多人吧? 可疑, 非常的可疑。 福州好几万人口, 宋颖能给那魔多人派活吗? 百姓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知府大人说了, 福州这穷地方, 得下猛要大力治理才行, 小智没有用的。 知府大人说要搞大击剑, 胡雄越听越糊涂。 什么是大击剑? 百姓们纷纷摇头, 听住就像是要改变福州面貌, 肯定是好事就对了。 没错, 知府大人没必要骗我们, 听令行事就对了。 总之不会亏了, 我们老百姓就是。 知府大人可真是好官, 一来就要改变整个福州的面貌。 百姓信任宋颖, 却对宋颖想做的事情一无所知。 胡雄无语极了, 你们真是天真。 难道就不怕被宋颖骗了? 胡雄郁闷地问道, 你们连宋颖想干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么相信他。 对, 我们就是相信宋大人。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知府大人大人不会害我们的。 知府大人还说了, 差, 先让这群刁民变成有钱人。 百姓全笑了, 听听, 让我们尝尝有钱人的滋味, 多么的霸气。 这还不是好官吗? 福州的百姓那魔穷, 若是变成有钱人, 知府大人就是我们的恩人。 可不是吗? 我们家就有十个劳动力, 田里的活一年下来也没几个钱。 知府大人给我们派活, 这不就有赚钱的机会了吗? 百姓们脸上全是憧憬的笑容。 看得出来, 他们对宋颖的承诺充满住期待和信任。 胡雄等人却是更加的迷惑。 听了半天, 他们还是没明白宋颖说的大鸡剑是什么意思。 胡雄等人进城以后, 来到一处豪华府邸门前。 麻烦通道一下你们家老爷, 就说胡雄来拜访。 看门人见胡雄锦衣绸缎, 连忙点头, 胡爷您稍等。 很快, 看门人返回。 热情招呼, 胡爷, 我们老爷里面有请。 胡雄点头往里走。 他要拜访的人叫黄红, 福州富商, 名下有好基建铺子。 以前因为拱卫斯的一些案子认识。 这次到福州办事, 胡雄第一时间就想到黄红。 黄红矮矮矮胖胖, 见到胡雄立刻满脸堆笑。 胡大人, 好久不见。 这次前来打算在福州待上多长时间。 也好让我惊下地主之意。 胡雄没有迟疑, 把在福州的所见所闻, 事无巨细汇报给朱元璋。 朱元璋倒吸了一口凉气。 六千万两白银? 你确定没有搞错? 朱元璋急切地问道。 胡雄点头。 陛下, 情况完全属实。 这个消息是福州当地的富商亲口述说。 这件事再商对, 也不是什么秘密。 陈柱急赶回来, 是担心这魔多的银子给宋颖霍霍了, 将会动摇国之根本。 朱元璋此刻紧锁眉头。 第一反应不是这些前出事会动摇国之根本。 而是想, 宋颖会从中滩走多少银两? 毕竟宋颖在朱元璋心里, 早已经被定位成大贪官。 宋颖时常挂在嘴边的名言。 贪就要往大里贪。 这小子是时刻都记得自己人生格言啊。 这不一年时间不到, 目标就从万两上升到千万两。 深吸气, 朱元璋渐渐贫富心绪。 他问徐强, 真的有那魔多商队愿意为宋颖出钱吗? 胡雄点头, 回陛下, 宋颖在配现时的能力, 当地以及周边的商人全看在眼里。 这次是宋颖主动发出邀请, 效果就更大了。 朱元璋汗手, 在配现时, 他也是亲眼目睹过宋颖做生意的能力。 自然明白, 他好照例不晓。 朱元璋在问, 宋颖璋罗着魔多银子想干什么? 胡雄答道, 这个属下还没有打听出来。 宋颖跟那些富商也还在酝酿之中。 但是听闻福州要有大动作, 朱元璋顿时来了兴趣。 这魔说来, 他是准备大力改造福州了? 胡雄却摇头。 并不是, 宋颖现今只是把福州个人的能力, 进行分类造册。 再根据个人所偿给, 他们派活。 听说福州要搞大击剑。 朱元璋满脸疑惑, 何谓大击剑? 胡雄再次摇头。 陛下恕罪, 臣也不知。 不过臣带回了宋颖的原话。 差, 先让这群刁民常常有钱的滋味。 陛下放心, 臣虽然不知道何谓大击剑, 可已经留下人继续彻查。 臣觉得宋颖搞的事情太过重大, 所以先回来向陛下禀报。 胡雄原本还担心朱元璋会降罪, 未曾想朱元璋反而对他一阵猛夸。 好, 不亏朕对你寄予厚望, 基本上该查的都查出来了。 胡雄受到夸奖, 暗中松了口气, 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朱元璋不停地思考胡雄调查的 事情。 他原本以为 送颖到了福州那个穷地方, 会寻规蹈矩的 按照配线模式将福州发展起来。 未曾想送颖一到福州 就要劳民伤财地搞大击剑。 关键是, 这小子竟然自己就找了一批有钱商人, 莫向朝廷伸手要一分钱。 要不是派人盯住, 这次自己又要被蒙了。 想到这里, 朱元璋非常不痛快, 他一脸凝重。 正要斩了, 见朱元璋脸色难看, 胡雄连忙垂下头, 皇上一怒, 肯定有人要倒霉。 心里暗自庆幸, 还好他及时上报。 免得朱元璋认为他办事不利, 拿他开刀。 看来, 一日, 朱镖和朱爽带上各自的随从侍卫, 装成商队前往福州。 福州在他们的想象中, 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存在, 出发时也没有抱住太多的想法。 直到他们踏进福州的地界, 朱镖和朱爽都被眼前的景象谎花了眼。 福州城门就已经热闹非凡, 随处都可以听到百姓们的讨论声, 入眼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色。 大哥, 福州在发展今年, 恐怕比得上配线。 朱镖文言点了点头。 没错, 想来宋颖是有点本事的, 所以父皇母后才让我们过来历练。 在他们的印象中, 宋颖只是有座生意的天赋。 现在看来, 治理一方也很有一套。 如此年轻有位, 朱镖和朱爽对他有了些敬意。 回想进入城门时, 守城士兵跟他们的对话。 二位的录影上写著, 你们是生意人。 朱镖点头印道, 没错, 没问题吧。 士兵笑道, 没问题,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宋大人举办的土地拍卖会已经开始了。 不过, 拍卖会有持续一个月的招标时间, 招满极致。 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城西看看。 土地拍卖会? 两人对视一眼,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朱镖道, 我们是笨猪入股大基建项目来的。 知道了他的意思。 士兵又热心地建议, 两位公子, 你们不明白。 其实土地拍卖会跟大基建生意是有关联的。 朱镖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多谢提醒。 士兵也笑了, 不必客气, 祝两位公子此番有所收获。 为此, 朱镖和朱爽决定去看看土地拍卖会的情况。 告别了士兵, 两人直奔承袭而去。 朱镖和朱爽两人见到了一处富丽堂皇的楼宇。 门口人来人往, 近处的人络绎不绝。 看穿着打扮, 非富即贵。 口中说住买哪块地之类的。 看来就是这里。 一踏进大门, 立刻有人过来招呼二人。 欢迎二位来宾, 饮品和高点请自行拿取。 朱镖和朱爽点点头, 走了进去。 宽敞的大堂内, 摆放住一个用石墓制作的福州府模型。 一眼看去, 就知道和真实的福州府完全一样。 唯妙唯笑, 让人很直观地看到整个福州府的所有建筑。 就连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也能一眼就找到。 大哥, 这做得也太逼真了吧。 朱爽惊讶地凑上前, 近距离地打量。 朱镖观察了一耳, 给他看出了些许的不同之处。 这个模型, 一眼看上去的却跟现在的福州府没有什么差别。 但这里有许多建筑并不是现有的, 看住导向是跟配线里看到的那些奇特建筑相似。 朱镖指住模型上的一处说道, 比如住宅区也像配线一样分成了极大区域。 但现在, 即便福州府依据模型上来划分, 但实际情况不同啊。 朱镖很好奇, 他还观察到模型旁边贴有告示。 朱爽也凑了过来。 福州每个区域的投资范围各有不同, 投资意向者一步相应展厅做进一步的了解。 朱镖这才看明白。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里的模型看出就不一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区域划分是未来福州要建设的地方, 也是吸引商人投资, 大基建的项目。 朱爽却还没有反应过来, 大哥, 我怎么还是不明白? 朱镖耐心解释道, 模型上的情况是未来的福州面貌, 目前没有的区域都是要出钱新建。 模型上标注新建的内容, 好吸引富商投钱。 这下朱爽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如此, 就是说, 哪个富商看中了哪块区域, 就往哪个区域投钱。 官府再找人去修建, 这就是大基建的意思。 朱镖点头, 朱爽也不笨, 转了一圈继续说道, 等全部都修好时, 掏钱的还是老百姓, 等于让他们又把钱花出去。 而现在出钱的富商就赚钱了。 朱镖点头, 二弟, 你理解的没错。 朱爽豁然开朗, 拉住朱镖就去对应的展厅。 大哥咱们赶紧现在就去投钱, 然后等住赚钱。 告示上也说了, 所有项目官府都入股, 咱们要是去晚了, 怕是抢不到入股的机会。 发现商机的朱镖和朱爽 拔腿就跑。 一路上, 他们看到许多 跟他们有相同想法的人, 也快速地朝展厅奔去。 这时, 他们看到有人 因为要投资哪一个区域 而炒了起来。 东区住宅区好, 到时候会有许多人抢住买房, 肯定有钱赚。 另一个人不同意, 如今的房子不值钱, 最贵的也就上百两, 寻常几十两就不错了。 我认为南边的有玩区 才是赚钱的地方。 知府大人的青楼就开在, 那里, 不到一个多月 就赚了好几十万两。 对方连连冷笑。 你懂个屁, 青楼是随便开的吗? 没有特色, 根本别想赚钱。 可你敢学知府大人 那套模式吗? 就算你有胆, 里面的窍门都学得来吗? 所以听我的, 还是投资住宅区更保险。 不行, 有玩区的人消费都不低, 不开青楼就开别的也行。 这些都是你的设想, 我反对, 我还是决定投资有玩区。 不行, 要投就投住宅区。 两人越吵越凶, 竟然打了起来。 朱镖和朱爽看住不禁摇头, 只见一人负气说道, 既然如此, 干脆什么都不投了。 这钱就找个好地段, 开两间铺子, 一人一间。 另一方却不同意, 你少胡说八道。 你想错过这个机会, 别拉我下水。 也就知府大人才刚上任。 现今他在福州, 没有可以为以重任, 值得幸运的人。 否则, 像我们拿不出多少钱的普通商人, 哪有资格入股。 你却不懂得珍惜,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 换做是以前, 咱们跟官府合作的资格都没有。 那人顿时沉默不语。 这人继续道, 现在生意多难做。 好不容易有这个大基建项目, 还有官府充当保护伞, 知府大人做主, 肯定能赚钱。 这都放弃投资。 你脑某某病啊。 这人说完之后, 另外一人赶忙道歉, 我错了还不行, 咱们先把每个区都看一遍, 这行,那快去吧, 别错过了好项目。 珠彪和珠爽两人听了这些话, 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人人都积极投钱, 原来有官府充当保护伞。 两人对视一眼, 我们也赶紧过去看看。 大哥, 咱们先看哪个展厅? 此刻, 在他们的面前是四个展厅的入口。 珠彪指住娱乐招商展厅说, 我们先看这个厅, 进去就看到娱乐区域具体模型摆放在正中间。 这大厅里的模型看得更加的清楚, 更明白规划的内容。 模型上具体到小吃一条街, 听取唱戏, 自由行业等等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让投资人看了就一目了然知道, 这块区域自己要不要投资。 珠彪和珠爽两人看愣了。 珠爽惊喜道, 娱乐招商区域的投资项目真不少。 我已经想象到建好后这里热闹的场面了。 珠彪点头, 是啊, 这些规划还都是百姓的需求。 快看, 这里还有如何投资的教程。 两人立刻对着告示看起来。 原来不同的街道, 每个项目都有投资的底价, 每个产业也都标注了价钱。 珠彪和珠爽立刻感觉学会了不少, 不仅是做生意的窍门。 这些具体的规划和计划, 用在其他领域也是可以的。 他们两人都是灵活的人, 想的也不差。 这些项目, 投资的底价都不同, 也标注了如何投资。 投资成功后, 官府会抽走两成股份, 剩下的权规投资人所有。 珠爽兴奋地直搓手, 两眼冒光。 大哥有看中哪个产业吗? 咱们这次带来的钱, 就是用来投资的。 珠彪其实早就心动, 点头说道, 先看看各个底价。 他就近翻开两个标价牌, 一看却愣住了。 这, 价格这魔高? 随意看看, 最便宜底价都有600两, 稍微热闹一点项目, 至少上千两。 这魔高的价格, 他们都傻眼了。 珠彪看住身边不断做出投资决定的人, 心里无比无语。 这魔高的底价, 还有这魔多人入股, 大明朝啥时候这么富裕了? 他觉得这趟出行, 真是开了眼界。 这跟在朝堂上的事情, 体会完全不同。 珠爽看到他感兴趣的产业, 趁珠彪没有留意。 他走了过去, 翻开了底价表。 这时耳边有声音传来, 这位公子, 有没有兴趣合伙做生意啊? 一个面带微笑的中年人, 看住他说道, 身边还有两个人, 看他们穿着打扮, 应该是富商。 珠爽不明白合伙是什么意思? 对方继续道, 别担心, 我们不是骗子, 我们是沛县的富商, 还有在沛县开青楼的经验。 见是有经验的富商, 珠爽来了兴趣。 你们想怎么合作? 见他感兴趣, 对方道, 实不相瞒, 咱们已经摸清了在福州开青楼的门路。 公子, 要是有意跟我们合伙开青楼, 我会告诉你, 这人一副神秘的样子。 珠爽文言点头, 那你说说看, 要是能赚钱, 我就跟你们合伙。 反正他也不缺银子, 到时候觉得不合适, 他不合伙就是了。 对方也相信他, 他们刚才一直观察他和珠彪, 像是出门历练的富家公子。 肯定不会缺银子, 不像小商人, 顶多拿得出几百银子。 这人道, 知府大人规定, 娱乐区里的青楼不能超过六家。 现在已经有四家被定下了, 分别是知府大人和本地富商的投资。 现在, 只剩下两个名了。 所以, 我们想找人合伙一起开青楼产业。 这样经营起来也不会吃亏。 朱爽当即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这样看来, 想不合伙都不行。 他一人的钱就算可以超过底价, 也比不上积人合伙的资金。 他有些犹豫, 青楼一定能赚钱吗? 对方一听他这话, 知道他已经动心。 左右看了看, 凑到朱爽耳边道。 肯定赚钱, 我们有内部消息。 知府大人做过市场调查, 再开六家青楼都是能大赚的。 朱爽听愣了, 不由赞道, 你们的门路真多。 对方得意地笑了。 谢公子夸奖, 我们远道而来, 不可能一点准备也没有。 没错, 现在入股也还不迟, 有兴趣跟我们合伙吗? 对方低声道, 青楼的月收入不会少于十五万两。 朱爽差点惊掉下巴, 惊呼道, 什么? 十五万两? 话落, 才注意到自己声音太大, 一把捂住嘴。 继续道, 真有此事。 贵位皇子, 一个月都领不了这么多钱。 想不惊, 亚都难。 朱爽连忙去查看青楼项目的介绍。 朱彪这里, 也在向身边人打听其他产业的情况。 两兄弟各自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产业。 这时, 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他们闻声看了过去, 原来是福州的一些官员过来了。 宋颖也在其中,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走在最前面。 他身后随行的官员, 一进来就散开去视察拍卖会的情况。 宋颖没有搞大击见钱, 这些官员一个个都在混日子的无所事事, 得知宋颖要带着他们一起发财。 一个比一个积极, 一有时间就来拍卖会了解情况。 宋颖一现身, 立刻有许多富商过来跟他打招呼。 宋颖几乎都是爱达不理的样子。 除了几个顶级富豪, 其他人只能目视宋颖随意地逛了一逛。 似乎对这里的情况并不怎么感兴趣, 直到看到人群中的熟面孔。 宋颖才眼睛一亮, 微笑着走了过来。 你们两兄弟, 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通知本官一声。 宋颖来到朱镖和朱爽跟前。 顺时,所有的视线都看过来。 这魔多人盯住, 朱镖和朱爽都心头一紧。 宋颖身后的一名官员态度恭敬地问道, 宋大人,这二位是。 宋颖文言, 他们就是本官之前提到的贵人。 还记得本官在配线时, 跟人合作的琉璃生意吗? 正是他们替本官搞到皇家特供的批文。 文言, 众人看朱镖两兄弟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原来宋大人皇家特供的批文是你们搞来的。 难怪我一看到二位公子, 就感觉贵妻不凡。 原来是皇亲国妻, 真是失敬。 弄到皇家特供的批文也就算了。 更加难得的是, 你们跟宋大人合作。 说住, 官员们各众奉承宋颖。 皇家特供的名号给了他人, 可不一定能保证赚钱。 给了宋大人就不一样了。 跟宋大人做生意, 你们永远都不会后悔。 官员不停地吹捧。 宋颖听得不耐烦。 好了, 你们去别处看看。 本官和两位公子商量点事。 众人时趣地散开。 宋颖这才笑道, 怎么没有见你们父母。 朱镖答道, 爹娘近期有事脱不开身。 朱爽也道, 马皇后召见他们, 所以来不了。 宋颖心想, 有可能这家人要把生意做到宫里去。 这魔一想, 心中更加确定跟他们一家合作的好处。 宋颖笑得更加明媚。 官妾地问, 你们到了福州, 怎么不来找本官? 而是来了这里。 朱镖和朱爽实话实说。 实不相瞒, 宋大人, 爹娘让我们二人到福州来学生意。 一到福州就听说, 这里有土地拍卖会, 我们也想买一块地。 原来如此。 宋颖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原来就这点小事。 放心。 一会儿本官忙完, 就批一块地段不错的的给你们。 朱镖和朱爽顿时一喜。 谢谢宋大人。 宋颖摆了摆手, 小事一桩, 何况我们还是长期合作的关系。 顿时许多羡慕的目光看了过来。 这还是头一回, 献宋颖这么客气的跟商人说话。 而且, 两人竟然如此容易, 就拿到了一块地。 哪像他们又是拍卖, 又是个重复杂的手续。 所有人心里酸溜溜的, 看朱镖和朱爽的目光里, 充满朱羡慕和嫉妒, 突然明白抱大腿的好处。 不过, 人家也给宋颖搞到了皇家特供的批文。 他们再怎么羡慕, 也只有干瞪眼的份。 宋颖对朱镖他们道, 本官先去忙了, 你们随意逛逛。 朱镖点头, 宋大人你去忙吧。 宋颖一离开, 周围的人急不可待地涌了上来。 二位公子, 可否赏脸到酒楼一树, 说不定咱们还能合伙做生意。 不行, 二位公子是宋大人的朋友, 怎么好再跟王大人做生意呢? 我看不如咱们聊聊其他生意。 二位公子想做什么生意? 我们先有个了解。 因为宋颖的缘故, 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热情, 把朱镖和朱爽二人夸上了天, 两人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热情地对待过。 最后, 还是宋颖替他们解的围。 不然, 他们被堵在拍卖会现场, 想走也走不了。 宋颖把他们两人带到了自己在福州的新府邸。 进去之后, 朱镖觉得福州的府邸, 比起沛县的府邸, 差了许多。 想来是宋颖才刚上任, 还没有布置好。 宋颖手里拿来的模型, 对他们说道, 二位公子看看, 本官亲自己你们挑一块好地。 朱镖两人一阵欢喜。 多谢宋大人, 不用客气, 本官觉得这块的不错, 你们看看喜欢吗? 朱镖二人对宋颖充满住信任。 宋大人都说好, 必定是好的, 宋大人说了算。 宋颖哈哈一笑, 痛快, 跟你们做生意, 就是轻松。 宋颖在纸上写了一个批条, 递给朱镖。 你们到官府交了钱, 这块的就归你们了。 朱镖他们看了一眼批条上面的内容, 六十万两。 一想这钱比之前流离生意赚到的钱,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于是欣然地接下了批条。 宋颖却正色道, 二位公子, 本官现在有一桩大生意, 不知你们是否有兴趣。 两人一听是大生意, 心中无比的好奇。 朱镖问道, 宋大人, 是什么大生意? 宋颖眯住眼笑道, 你们也听说了吧, 本官要搞六千万的大基建。 这大基建的生意, 跟那些百万两生意比起来, 文言。 朱镖和朱爽两眼发光, 没想到大生意会有这摩打。 两人同时点头, 大人请明说, 宋颖道, 这个大生意便是出海经商。 哄, 朱镖二人顿时五雷轰顶。 啥? 出海? 两人同时开口。 你疯了? 近海可是大明的国策, 其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商人, 不允许他们在海上经商。 可宋颖反其道而行。 朱镖连忙劝告, 宋大人, 这是要掉脑袋的呀。 千万不能万来, 朱爽也急了, 咱们虽然是马皇后一族的人, 也不能仗着是皇亲国妻 就敢违反朝廷的命令啊。 这不是去送死吗? 两兄弟眼神交汇, 都觉得宋颖胆子太大了。 如果父皇在场听到这话, 说不定当即就要砍了宋颖的脑袋。 看他们一脸紧张的模样。 宋颖道, 正是因为朝廷近海, 所以这门生意由你们来做才更适合。 朱镖和朱爽文言, 眉毛都皱成了穿字。 宋大人, 你可别害我们。 要是让朱元璋知道他们答应了宋颖的提议, 那还得了。 宋颖眯住眼笑道, 你们拿到了皇家特供的批文, 不把这个机会利用起来, 岂不是怪可惜的。 朱镖和朱爽这才明白宋颖打的是什么算盘。 朱镖一正言辞地拒绝, 不行, 这事情我们不能做, 要是被查到, 是会掉脑袋的。 朱爽虽说有些动心, 但想到朱元璋若是知道此事, 少不了会惩罚他们。 这是不能掺和。 他点头道, 宋大人, 那魔都赚钱的生意。 要不然换一种法子, 就是钱少正点也行啊。 看两人害怕的样子, 宋颖无语。 瞧这怂样, 没出现。 宋颖谢氏道, 你们不用担心, 本官的意思不是出海经商, 而是清理倭寇。 这话顿时让两人安静下来, 同时也纳闷, 什么意思啊? 怎么说到清理倭寇了? 宋颖知道, 他们没有胆子违反国策, 想要说服他们, 不能直接说出海经商。 得换一种说法。 宋颖思存了片刻, 叹了口气, 摇头道, 实不相瞒, 本官压力大啊。 朱镖和朱爽有点猛, 大人这是怎么了? 两人有些惊疑不定, 心想, 宋颖这是演的哪一出? 宋颖苦住脸, 你们听我说, 这次从到了福州后, 我身上的压力是一天比一天大, 可是又不能说, 直到今天碰到你们二位, 才有机会开口。 宋颖满腹心酸的样子, 朱镖看了都觉得他怪可怜的。 问道, 宋大人, 到底怎么了? 两位有所不知, 宋颖平缓了一下心情, 这才道, 现在的福州在人们看来, 是一副惺惺惺的好地方。 本官也有信心, 福州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但是顶多两年, 两年后必定会出事。 见宋颖说的斩钉截铁, 朱镖和朱爽全愣住了, 皆是感到纳闷。 朱镖问道, 宋大人何出此言, 又会出什么大事? 宋颖叹了口气, 福州的百姓一旦富裕起来了, 那么福州的储备物资便不够用了。 百姓有钱安逸下来以后, 谁还肯去干农活? 到时候, 屯粮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 宋颖语气严肃, 朱镖和朱爽两人神情也跟着凝重起来。 朱镖问道, 大人既然已经预测到了这种可能性, 那就需早做处理。 宋大人想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宋颖点头凡事都会有解决的办法。 眼下最迫切的问题, 是倾脚倭寇, 拿回农田, 然后再让百姓种植庄稼, 粮食的问题就解决了。 朱镖点头赞同, 这个办法可行。 宋颖继续道, 是可行, 可是粮食收获也是需要时间的。 本官就想, 清脚倭寇后, 设立防守点, 百姓可以进海捕鱼。 如果寻找到一些其他的物资, 还可以高价卖给有钱人, 这样也能提升福州的经济水平。 主标茅塞顿开, 这样一来, 不用等粮食收割, 百姓都有吃的。 宋颖真是一个制式奇才, 他不禁深深的佩服。 宋颖欣喜地点头, 公子, 言之有礼。 他继续道, 不但如此, 本官还想过成立商队, 随着军队出海, 换取景区的白银, 以及其他的物资。 说到这里, 宋颖意味深长地看了, 朱彪他们一眼。 出海做生意, 可是稳赚不赔。 尤其你们不仅是皇商, 还是皇亲国妻。 这磨好的机会, 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朱彪私存了片刻, 出海一事, 风险还是太大了。 宋颖苦口婆心, 担心什么? 你们身份特殊, 也没有违反国策。 皇上也不能砍了你们吧。 说到这, 朱彪和朱爽自然看到了宋颖的决心, 心里也有些跃跃欲试。 宋颖提到的好处确实是挺诱人的, 只是他们身为皇子, 还有背后的朱元璋。 思量了片刻, 朱彪道, 宋大人, 这些问题我们都明白, 不过这磨大的事情, 我们做不了主。 请给我们一些时间, 回去禀报父亲后再做决定。 回去跟朱元璋商量, 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让步, 他们自己肯定不会答应此事。 宋颖心想也是这个礼, 点头的硬道。 行, 那本官等你们的好消息。 朱彪也不知道朱元璋会如何看待这事, 只能回, 去赌一把。 随后, 他们到官府交了钱, 拿了地契就回京。 目送住两人离开, 宋颖嘴搅勾起一抹笑容。 朱彪和朱爽一回京, 直奔皇宫而去。 此刻, 朱元璋正在书房, 听说两人回来了, 立刻传他们进来。 儿臣参见父皇, 朱元璋开口就问, 你们在福州有什么收获? 朱彪流露出钦佩之色, 儿臣觉得宋颖真是智世的人才。 朱元璋听了, 心情大好, 看来朕把他调任福州, 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朱爽也跟着点头, 儿臣的能力, 确实是比不上宋颖。 朱元璋满意地笑了, 两个儿子认可宋颖的才华, 想来他在福州的成就一定不小。 朱元璋感兴趣地问你们给朕说说, 宋颖都签了什么? 朱爽开口, 父皇, 我看出来了, 这大基建就是官府想办法给百姓银子, 然后改造建筑, 最后再卖给商人去做生意。 三方都得力。 朱元璋恍然地道, 原来如此, 倒也不算多出彩。 朱彪却说道, 回父皇, 想要将福州打造成第二个配线可不是一事。 宋颖把所有项目都在展厅里展示出来, 还配上投资说明, 哪个区域是干什么的? 投资的低价是多少? 这些都明码标价。 朱元璋说道, 这魔说来, 商机挺大的。 朱爽也道, 是啊, 父皇, 这里面的远不止这些。 宋颖还说有大生意, 想让我们入伙。 朱元璋眼睛一亮, 什么生意? 这时, 两兄弟却沉默了下来。 朱元璋眉头一皱, 怎么, 不敢说, 该不会是什么祸害百姓的生意吧? 朱彪和朱爽忙摇头, 不是, 就是这笔大生意, 宋颖说是要出海, 这违反了荡潮近海的国策。 什么? 朱元璋一正, 随即愤怒地看住两人。 宋颖当真要出海? 朱彪和朱爽心虚地点头。 朱元璋气地吹鼻子瞪眼。 他这是想反了天吗? 当真以为正不敢砍了他。 朱元璋气的脸色发青, 他感觉宋颖每次做事, 都是在触碰自己的逆铃。 这次他是真的动了杀念。 朱彪见状连忙求情, 父皇息怒啊。 朱爽也连忙替宋颖求情, 父皇,宋颖说他现在的压力很大, 他也是有苦衷的。 朱元璋瞪大眼睛, 不明就理。 他能有什么压力? 朱彪赶紧把宋颖的顾虑付输给朱元璋。 四处横行的倭寇霸占农田, 百姓有前后的物资危机, 朱元璋耐住性子听完, 脸色却难看起来。 朱爽补充道, 父皇, 宋颖说了, 他这魔做事为了让百姓填饱肚子, 不然等到整个福州的人都没有粮食。 别说是百姓, 连他都会饿死。 他想到出海, 也是迫不得已啊。 宋颖当时一副痛心疾首地说, 他不想饿死。 他还说, 打住皇家特供的旗后, 出海做琉璃生意, 挣个上千万绝末问题。 朱元璋抽了抽嘴角, 他怎么觉得宋颖的苦衷更像在演戏。 在配线时的人命官司, 宋颖就演得一首好戏。 估计宋颖在两个儿子面前, 同样也是在演戏, 也就咱两个儿子老实。 这才被宋颖骗得团团转, 还着急地替他求情, 一番私存。 朱元璋恍然大悟。 宋颖这是看他们搞到皇家特供的批文, 借出海做生意来衡量皇家的底线。 以宋颖的聪明, 一点风声他就能判断出能不能出海。 不准再替宋颖求情, 见朱元璋还在气头上。 主标继续道, 父皇拍卖会上富商都在抢购福州上好地段的土地。 宋颖亲自给我们批了一块好地。 由此来看, 宋颖不会坑我们。 他所说的那些压力, 解释得也让人信服。 父皇派人一查便知真假。 朱元璋蛮住脸不吭声, 稍作思考, 他也知道宋颖莫有说谎。 只是, 宋颖这小子一次又一次地触碰他的逆琳, 却每回都让他抓不到把柄, 他也要面子的好吗? 想到这里, 朱元璋看到两个儿子紧张地看住他, 等他做决定。 忍不住叹了口气, 让锦衣卫派人常驻福州。 在福州设一个大本营, 你们以皇亲国戚的身份, 一边做生意, 一边监视宋颖。 若有大事发生, 必须立刻上报给朕。 至于出海, 在意。 此话一出, 朱镖和朱爽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欢喜。 他们知道, 朱元璋莫立刻拒绝, 这是变相的让步。 朱元璋此刻却眉头紧锁, 他没有拒绝, 还是因为百姓。 身为天子, 他无法坐视二年后, 福州因为物资溃乏而出事, 决定先观察, 再做决定。 朱元璋传令让出胡雄带一队锦衣卫人马, 前往福州。 两个皇子从福州获得的地皮归锦衣卫使用。 他们利用这块的建一个锦衣卫的大本营, 用于存放情报和锦衣卫在福州的住所。 胡雄和锦衣卫分开潜入福州, 化整卫灵地监视整个福州的动向。 重点监控宋颖的一举一动, 这些都是朱元璋的安排, 他要知道宋颖的所有消息。 这一天,胡雄和两名锦衣卫在街上打探消息, 人群里突然传出一阵喧哗声, 连忙过去打听。 听说了吗? 官府开始根据登记的名册进行招工了。 真的吗? 什么时候开始的? 怎么没有看到招工告示? 对啊, 没有看到哪里招工啊? 许多人都一脸猛逼。 这事可不是瞎说, 我家里有人在官府任职, 消息是从官府里传出来的。 那还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那人道, 你们知道这次给的工钱有多高吗? 这人话说一半, 一副找打的样子吊住众人胃口。 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能有多高? 在福州这个地方, 月银能有一两, 就比下地重装价奖了。 怎么可能有一两银子, 做做梦还行? 官府怎么可能会拿出那么多银子给百姓? 也不好说。 宋大人可是说过, 要让百姓狠狠赚上一笔。 这魔说似乎也有道理。 人们葛仲义, 嗯, 继续问那人, 你倒是说啊, 你家亲戚打听到官府给百姓开多少工钱? 别卖官子了。 一群人大声嚷嚷, 那人黑黑一笑, 你们做梦都想不到, 这次官府给的工钱高得出奇, 到底是多少啊? 众人急得快要冒火了。 那人猜到, 官府给普通工人的月银是三两银子, 不过钱的是重活, 还是在城外, 而且每天需要工作六个时辰。 众人一听, 当即眼前一亮, 嚷得更大声。 不能吧, 每天六个时辰, 月银就有三两银, 这待遇也太好了吧。 六个时辰, 也就半天时间, 百姓每天起早贪黑就默写过。 若是早点开工, 六个时辰放工, 天刚擦黑就能回到家了。 这可强太多了, 自己干活, 前辈正还得起早贪黑。 官府招工的消息, 对于百姓来说,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你们听我说, 三两银子只是普通工人的待遇, 像木工、 瓦匠、 石匠、 铁匠这些技术活, 工资更高。 具体多少不清楚, 但是绝对比普通工人高, 至少有五六两银子。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所有人喜出望外。 普通百姓也能拿到四五两的月银, 这是祖坟茂青烟都, 找不到的好事。 有人激动道, 若是真有此事, 知府大人真是好人啊。 是啊, 咱们老百姓终于看到钱了。 希望是真的, 毕竟还没有看到告示。 老百姓半信半疑, 这话那人不爱听。 什么但愿是真的? 都说了, 这是我家亲七从官府里的来的消息。 接下来, 福州还要建家工厂, 水泥厂等各种厂房。 许多百姓都没有听说过这场那场的。 问道, 这也是你家亲戚听来的? 那人一脸骄傲。 没见过世面吧? 咱们宋大人在配线时, 就建了很多工厂。 许多配线的富商都跟着宋大人一起过来, 大基建不会有假。 众人开心之余, 又有些发愁。 普通工人月银三两, 技术工至少四五两。 咱们那摩多百姓, 得要多少银子啊? 就是, 这能给得过来吗? 可别把牛皮吹破了, 却给不起钱了。 那人连连冷哼, 一群井底之蛙。 你们这些刁民, 有什么好让知府大人骗的? 不幸的, 可以去西街看看。 那边已经开始招工了。 这会儿, 估计有的工厂开始开钱了。 这话仍然让人半信半。 但没一会儿, 人群里就传来劲爆的消息。 有人真的去西边查看。 得到的消息, 跟这人说的一样。 最低就是三两工钱。 这下不是小道消息, 而是真实的情况。 很快, 承熙再次有消息传来。 那边已经开始建厂。 紧接着, 厂房招工人的要求也贴出来了。 工作内容很简单, 就是搬砖搬娃等体力活。 也就是普通工人。 此刻, 福州百姓终于相信自己也能赚到钱了。 激动地赶紧回家, 喊上家里可以干活的人前往工厂那边去报名。 整个福州府火热朝天, 百姓都不愿意留在家里。 福州随处都能够挣到钱, 错过了后悔一辈子。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 狐熊带着锦衣卫的人混在人群中去了招工的工厂。 却见工厂门口人山人海, 挤都挤不进去。 许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前, 哭声喊地。 求求大人给我一个名额吧。 我们家六口人, 一个工人名额都莫抢到, 太不公平了。 我们家四个儿子都撞成牛, 一人能顶三。 好歹给一个名额吧。 此情此景。 锦衣卫相信纳摩高的月银是真的。 可是, 百姓们哭声喊的也未能让官府开门。 许久才见几个官员走出来, 看着乱哄哄的人群就开骂。 你们这群刁民哭什么哭? 现在招工名额已满, 有需要时再通知。 又不是没有了, 有什么好闹的? 快散了。 文言, 百姓依然嚷嚷。 大人, 就算有招工消息, 咱们这魔多人也抢不到啊。 就是, 有人甚至半夜就去排队报名了。 听住这些抱怨声, 官府的人皱起了眉头, 官府不招人, 但是那些商队在福州也投资了不少产业。 他们也在招工, 你们可以去看看。 而且, 他们的工钱跟官府的都差不多。 谢谢大人。 没有抢到工的百姓连忙去附近的商队查看。 于是乎, 福州的大鸡箭动了起来。 红武十一年, 大半年过去了。 福州府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这一天, 王二狗从砖厂里出来, 准备回家。 经过半年多的建设, 原先荒阳的郊外, 已经多了一排排高低不一的低级。 王二狗并不知道, 他的身后跟着尾巴。 锦衣卫为了拿到第一手消息, 每天都会随机混入百姓中, 考察各地的情况。 来到城门不远, 锦衣卫看住统一规划的住宅区, 脸上神色复杂。 经过住宅区的时候, 看到有人眉飞色舞地说道, 等完工以后, 这些房子就能卖上大价钱, 也不枉咱。 闷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王二狗路过住宅区时, 脸色尽是向往之色。 他早听说了, 这些小区是按主题修建的。 像花园主题小区里, 会种植各种花卉植物, 美得像皇宫一样。 海洋主题小区, 足不出户就可以观赏到海洋生物和植物。 还有很多主题更是闻所未闻。 王二狗不管什么主题, 他对有单独的茅厕, 完事后还能单独冲洗的小区尤为向往。 看住眼前的高楼大厦, 王二狗想到他那漏水的茅草屋。 一下雨, 水漏下来, 家里七寻老母亲就别想睡个好觉。 他要是能住进这样的好房子, 该多好啊。 不像他家里低爱的茅草屋。 参天大树挡住了阳光, 屋里常年都是潮湿的。 王二狗梦想努力搬砖能挣到一套房子前, 此生也就足矣。 念头一出, 他又连连叹气。 他这几个月才赚了差不多二十两, 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不光是他, 他的工友们也跟他一样, 做出这种美梦。 毕竟原本的福州就很穷, 没有几个百姓有好日子过的。 现在有了钱, 大家第一个念头就是改善生活条件。 如此, 他们才会卖命地工作, 希望早日看到繁华的福州。 可是, 现在想买房还早, 哪怕买房的话题天天都挂在嘴上, 但买得起这种小区的人, 也只能是那些有钱的富商。 百姓怎么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世人说梦罢了, 王二狗摇住头, 又朝小区看了又看, 这才朝家的方向走去。 混在百姓中的锦衣卫, 也憧憬地看了好一会这些房子。 他们当中许多人也生出了买房的念头, 要不是有任务在身。 看住福州的发展, 他都觉得在这里安定下来是不错的选择。 一想起自己的任务, 他立马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王二狗快到家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朝他大喊, 二狗快回家, 官府来人了。 官府怎么来人了? 王二狗无比纳闷, 看到邻居脸上的笑容, 心想, 不会有好事吧? 王沈, 官府来人做什么? 王沈一脸的喜色。 官府说, 要把我们这一块进行拆迁, 召集大伙开会呢? 王二狗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是要拆了我们的房子吗? 王沈却不着急, 不用担心, 官府不会白白拆了我们房子的, 一定会给我们好处。 王二狗挠头, 他还不知道情况, 只能先看看。 王二狗小跑住回到家里, 刚到家门口, 就听到邻居们在议论。 还有官, 员们拿注告试往墙上贴。 贴完后就对大伙说, 大家都看看, 官府要把这一块的区进行拆迁。 许多人都问, 什么是拆迁? 官府的人答道, 拆迁就是把这一片的房子全推到, 一味平地。 这话所有人都变色。 什么? 那我们住哪里? 看到吓住了百姓。 官员连忙说道, 拆了你们的房子, 是要给你们好处的。 听到有好处, 百姓们安静了下来。 官府的人继续道, 官府会按照每户房屋的大小, 按一倍进行赔偿。 一听这话, 百姓们都放下心来, 有银子赔偿就好, 就怕官府把这块地皮收走了, 百姓一分钱也捞不到。 官府的人继续道, 你们拿了钱后都要签字划压, 然后这地皮就是官府的了。 百姓们都点头, 那行, 我们莫问题。 官府的人又道, 你们若是多数人不想走, 想继续住在这里也行, 只要人数够多, 官府可以不拆迁。 一听不拆, 许多人却不干了。 别啊, 大人, 我们都愿意拆了房子换银子。 就是啊, 我们家的房子刮风漏雨, 这破房子还不如换成银子呢。 没错, 谁要是不同意拆, 就把他的腿打断。 看到百姓那模配合, 官府的人愣住了。 百姓配合的原因, 一来是他们的房子又破又旧, 二来房价很便宜, 普通的区三四两就能买到四五十平米的房子。 何况, 官府赔偿的银子还翻了一倍。 普通人家的住房也就六十来平米, 顶多到百来平米。 这么算来, 到手的赔偿款就接近二十两银子。 看着也不多, 但是对于贫穷的百姓来说已经知足了。 拿着这些银子上哪买套新房子都行, 没必要跟官府作对。 反对拆迁也捞不到好处。 这下好了, 我还跟媳妇说我打工多赚点银子, 然后把房子翻新了。 现在官府给出一辈的银子, 说不定还能买套主题房了。 主题房就算了吧。 那么好的房, 不知多少富商都盯着呢。 就是, 有钱也轮不到咱们。 也是, 咱们老百姓哪能住上那么豪华的房子。 这样想, 也只能再等今年。 等福州都盖上了这种豪华房子, 就有机会了。 拿着银子做点生意也挺好。 许多人都不敢想能住上新建的主题房。 王二狗心里一直对主题房念念不忘。 众人都说主题房于他们来说是痴心幻想。 他还是咬咬牙, 鼓起勇气到官员面前。 敢问官爷, 咱们新建的那些主题房, 需要多少银子能买啊? 他想买这种房子。 想了很久了, 原想着自己搬了几个月的砖。 攒下来的十几两银子肯定买不上。 但是现在, 加上这些拆迁款, 说不定就能买了呢。 王二狗这么一问, 邻居们纷纷围了过来, 嘴上都说买不起小区房, 可是谁又不向往呢? 所以大伙都想知道答案。 下一秒, 全愣住了。 官府的人道, 你们不用问价格, 按照房子面积大小, 赔偿款可以用来抵款, 大概能有十几二十两的补贴。 王二狗的眼睛都直了, 激动的直喊。 官爷, 这是真的吗? 邻居们全轰动了。 天哪, 这不是做梦吧? 这么说来, 住进小区房不再是梦了。 所有人激动坏了, 做梦都不敢想, 他们这破房子还能换一套新建的主题房。 简直天上吊馅饼啊。 惊讶过后, 全都合不拢嘴, 甚至有人激动地哭了。 真是太好了, 我做梦都想能住上小区房。 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 官爷, 我也要换一套小区房, 不要赔偿款可以吗? 我家也是。 都怕晚了莫名额争先抢后地说道。 官府的人道, 你们都有换房的资格, 具体时间等通知。 尽管如此, 大家心里还是高兴坏了。 好好, 我们等通知。 王二狗和邻居们都高兴地蹦了起来。 有人想换小区房, 有人知想要赔偿款。 这是过后, 官府四处普及拆迁, 情况都大同小异。 百姓们都很配合拆迁工作, 甚至有的地方, 主动要求把他们的房子给拆了。 福州府如火如荼地进行拆迁工作。 眨眼间, 半个月过去了。 基本上官府要拆迁的地方, 都很顺利地进行。 拆迁活动举办得如火如荼, 一晃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了。 基本上整个福州府官府下令说要拆迁的地方, 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百姓们欢天喜地。 他们拿着丰厚的赔偿款, 看着自己的破旧房子被夷为平地。 都说宋尹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随时都能听到。 宋尹是好官, 没有比他更好的官。 甚至, 有些百姓夸张到在家里供奉宋尹的画像或者泥像, 每天都烧香拜上一拜。 更离谱的是, 许多年轻女子都想着给宋尹为奴为婢, 报答宋尹的恩情。 当然, 更多的女子梦想着宋尹能看上自己, 哪怕是为妾也好。 福州的百姓把宋尹当作了神灵一般的存在。 甚至有人觉得宋尹的做的事比当今皇帝还要好。 百姓其实很简单, 谁能带领他们脱离苦日子? 谁就是好官? 福州渐渐安定繁荣了下来。 锦衣尹心知他们的使命也该告一段落了。 也是时候回京将福州发生的情况上报给皇上。 唉, 胡雄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跟所有的锦衣尹一样望着欣欣向荣的福州景色, 心情很复杂。 谁也没有想到, 短短几个月, 他们竟然会留恋起福州的一切。 头儿, 我们这就回去吗? 不再多观察一段时间吗? 说不定会有什么新情况, 每一个人都舍不得离开。 胡雄怒了, 你好大的胆子, 别忘了, 我们身负黄面。 福州再好, 也不是咱们能留下来的。 胡雄虽然斥责他们, 其实心里何尝不是这么想的。 沉默了片刻, 胡雄恢复如初, 走, 回京城。 胡雄一入宫便得到了朱元璋的召见。 臣参见陛下, 快平身给朕说说你们在福州查到的情况。 回陛下, 短短多半年时间, 福州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朱元璋问道, 想来福州发展的跟配线差不多吧? 胡雄道, 回陛下, 臣觉得福州动作之大, 日后的成就必定会成为大明数一数二的繁华城市。 朱元璋龙颜大悦。 这么说来, 福州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 送颖功劳不小。 说到百姓, 胡雄眼睛里多了向往之色。 臣觉得福州的百姓是整个大明最幸福的百姓。 闻言, 朱元璋脸上竟是疑惑之色。 心想, 福州就算有了大变化, 百姓也不至于都过得很幸福吧。 看到胡雄脸上流露出的羡慕之色, 他有些无语。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觉得他派出的锦衣卫反而舍不得回来了? 朱元璋有些恼火。 福州再怎么好也是才刚刚动工, 还能比天子脚下的京城繁荣吗? 哼, 朱元璋冷哼一声。 那你给朕说说看, 福州的百姓有多幸福。 他心理想的是, 福州不过就是盖了一些房子, 建了一些吃喝玩乐的场所。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等国库银两充足了, 他把宋颖那一套搬过来。 到时候, 京城肯定比佩县繁华百倍千倍。 可是, 没想到胡雄给的答案, 和他心理想的不一样。 朱元璋想, 百姓不过就是生活好一点, 居住环境变得新奇一些。 胡雄却说, 陛下, 老百姓都发财了, 人人都存有银子。 什么? 朱元璋一脸困惑, 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百姓怎么就变成有钱人了? 难道是因为福州的大基建? 所以, 连百姓都赚到钱了。 朱元璋问出这话, 马上自己就摇头。 就算如此, 也不至于福州百姓人人都赚到钱呀。 怎么可能? 果然。 徐兄道, 陛下, 福州百姓在大基建里赚不了什么钱, 不过每个人最少也有几十两银子。 朱元璋惊呆了, 每个人都有几十两银子。 整个福州加起来该是多么庞大的数目。 连忙问, 这是怎么回事? 徐兄道, 宋颖在福州进行大量的拆迁工作, 家家户户获得的拆迁款少说都有二十两。 朱元璋更加的纳闷, 为何要拆迁? 他觉得, 每次锦衣卫回来的报告都能听到新鲜的词。 真不知宋颖的脑袋瓜里还有多少新鲜的事情。 徐兄解释道, 拆迁就是官府将老旧房子推倒, 获得土地的所有权。 百姓获得拆迁补偿款, 或者是以房抵款获得补助。 朱元璋听得一愣一愣的, 第一次听说房子还能以旧换新的。 这手笔也太大了吧。 但是朱元璋更在意的是, 人人手里的几十两银子。 这才是重点。 同时也纳闷, 送赢给百姓的钱是哪来的? 朱元璋的问题当场把胡雄给问哑巴了。 答不出来, 在福州时也莫到要查得那么深啊。 只是重点查了宋颖是怎么把福州治理的焕然一新。 担心朱元璋动目。 他忐忑不安道, 或许宋颖自己就有很多钱。 朱元璋摇头, 说的什么话? 他由县令升为知府才多久? 还是一个穷知府? 能有多少钱? 胡雄吓得连忙赔罪, 陛下教训的是, 突然眼前一亮, 怎么忘了大几件这事? 连忙对朱元璋道, 回陛下, 想来这笔银子是跟着宋颖一起去了福州那些富商投资的钱财。 这样的解释应该是说得通的, 不然宋颖也变不出来那么多钱。 朱元璋觉得只有这个解释。 只是, 朱元璋心算了片刻,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么一算, 发现福州所有百姓的银子加起来, 竟然比国库还要多很多。 朱元, 张不爽了。 他制定了那么多房纸官商勾结, 打压商人赚钱的国策。 现在却被福州的现状啪啪地打脸。 朱元璋心里窝火, 啪, 将奏折扫落了一地。 朱元璋怒道, 朕要斩了宋颖。 福州经济越来越发达, 宋颖的规划布局也越大。 回过头一想, 自己从宋颖做生意赚到的几百万两银子, 又算得了什么? 朱元璋突然有了想法, 如果把宋颖杀了, 那他的钱不是也跟着到手了。 国库短缺, 大明更是百费戴心, 军事开销, 改善民生, 哪里都需要用钱。 大明建国后战事不断, 将宋颖的钱充实国库, 大明一定会更好。 他现在头疼的那些问题, 全都能解决。 简直是一劳永逸。 朱元璋越想眼睛越亮, 胡雄看得心惊肉跳, 仿佛也想到了什么。 只是, 朱元璋念头才起, 就泻了气。 胡雄见他的杀意消去, 才敢开口, 陛下阴和叹气。 锦衣未愿意替陛下分忧。 锦衣未归朱元璋一人统领, 朱元璋就算是要杀了宋颖, 他也会立马就执行命令。 但是, 朱元璋却摇了摇头, 胡雄或许是也猜到了自己的心事, 知道, 他寄于宋颖手里的那笔银子。 想归想, 又怎么可能这么做? 不行啊。 朱元璋叹了口气, 可惜了这些银子都是各地富商自愿投资的。 正贵为天子, 即便可以增加新的国策, 让富商的银子都上脚国库。 这个命令却不能下。 胡雄安静地听着, 心里也清楚朱元璋一图。 他赞道, 陛下睿智, 宋颖如今在福州的名声如日中天。 没有愿由就下令重新派人去接管福州的大基建项目, 或许会引起民怨。 福州百姓也才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 若是有人想要破坏这份幸福, 无论这人是天子还是百姓, 第一反应都会是愤怒和抵触情绪。 若是演变成官逼民反, 那时候麻烦就大了。 朱元璋又想到大明如今百废待兴, 不能再为了一个福州而大动干戈。 朱元璋对胡雄道, 朕先静观其变, 看看宋颖能把福州治理成什么样子。 如果福州在宋颖的治理下越来越差, 那时镇就有了出兵的理由。 作为天子, 凡是和国事有关的事, 朱元璋向来都是冷血的。 那时, 别说派兵接管福州府, 就是把提出大基建, 得宋颖这个罪魁祸首斩了,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问题是, 宋颖会给自己斩他的机会吗? 朱元璋不清楚, 甚至觉得宋颖不会给他机会。 宋颖任沛县宪令, 已经让沛县大换血。 福州的规模和动静, 不过是比沛县更大了一点。 朱元璋心里五味杂陈, 想宋颖出事, 自己有借口把宋颖的钱都占为己有。 同时心里也期待, 宋颖能够让福州繁荣兴旺。 思前想后, 朱元璋觉得自己, 还是舍弃不了那么一大笔钱。 毕竟那是一笔可以让国库充赢数十倍不止的银子。 用福州的未来, 换大名更加的繁荣富强。 身为天子, 自然是更想看到后者。 朱元璋脑脑海里不停地运转, 眼见上朝的时间也到了。 朝堂上, 朱元璋等待着文武百官拜见, 站在最显眼地方的, 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怀惜权贵。 自从他把胡维雍推到前方后, 现在整个淮西家族的权力, 都集中在了胡维雍手上。 胡维雍身为宰相后, 身边党羽更多了。 连李善长都担心胡维雍嚣张过头, 迟早会出事, 想要跟他划清界限。 没想到自己的弟弟, 却暗中跟胡维雍结盟。 他想抽身都不可能了。 胡维雍之所以, 越发明目张胆地结党隐私。 源于朱元璋对他的所作所为事不见, 不理不睬。 胡维雍为此十分害怕, 想要让更多的人跟自己结盟。 心想必朱元璋若是对自己起了杀心, 总不能那么多的大臣都杀了吧。 淮西家族除了李善长和胡维雍两人, 跟着朱元璋征战的徐达、 汤和、冯胜以及常玉春这些人, 开国之后都分为公爵。 可这东家族为首的刘伯温, 也只是封了一个伯爵。 排除朱元璋也是淮西人这个原因, 便是刘伯温做了一些让他忌惮的事情。 担心刘伯温权力过大, 危险性也越大。 现在已经没有刘伯温这个祸害了, 淮西家族反而一家独大起来。 另外还有, 开国名将蓝玉等军中派系, 在朱元璋并没有大肆杀戮功臣之前, 朝中官员还是比较兴旺的。 早朝开始, 就有官员陆续上报各地的消息, 朱元璋敏锐地察觉到胡维雍一直沉默, 却又像是在酝酿什么。 果然, 大臣没有什么事情要上奏时, 胡维雍突然站了出来, 朱元璋点头, 丞相奏何事? 胡维雍表情沉重, 陈谈和福州之府宋颖不但贪污受贿, 还抢占百姓的土地。 这话一出, 许多人都很惊讶, 众臣都没有想到胡维雍要弹劾宋颖, 别说是跟他敌对的大臣, 就连同属淮西家族的众臣成员也都瞠目结舌, 不明白胡维雍想干什么。 胡维雍当今的权力之高,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宋颖区区一个穷地方的福州之府, 面见胡维雍资格都没有, 这二人怎么会结仇? 还是胡维雍主动针对宋颖? 这就有意思了, 许多大臣坐等看好戏, 朱元璋同样无比惊讶, 这是头一回有大臣对宋颖发起弹劾, 他也想看戏, 表面上却没有显露出来, 朱元璋一副不知道宋颖犯了什么事的疑惑, 问胡维雍, 丞相为何要弹劾宋颖? 区区一个福州之府, 怎么跟你就结上仇了? 听到询问, 胡维雍脸上一副正气凛然样子, 陛下, 臣跟宋颖没有私怨, 而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弹劾他, 朱元璋皱眉, 怎么宋颖还跟江山社稷扯上关系? 神色一冷, 丞相,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胡维雍神色不变, 臣知道, 陛下, 臣早就留意到宋颖这人有问题了, 徐州私自屯粮正是源于他, 虽说是打着大明的借口, 可到底有莫有私? 心, 谁又知道呢? 文言, 朱元璋心里一沉, 有些明白胡维雍弹劾宋颖的理由了, 想必是之前徐州屯粮一案, 胡维雍肯定是通过手中权力, 仔细查过这事, 从而留意上宋颖, 宋颖所作所为, 当初可是连他这天子都震惊, 胡维雍肯定是越查越心惊, 身为大明丞相, 连他都被蒙在鼓里, 不然先下守卫墙, 把政绩抢在手里, 岂不是更荣光? 所以, 从那时起, 胡维雍就暗中派人盯上了宋颖, 听到朱元璋夸宋颖如何积累财富, 很有一手, 心里顿时就不平衡了, 朱元璋看到宋颖被胡维雍针对, 也来了兴趣, 你倒说说看, 宋颖犯了何事? 竟然惹怒成相大人, 要在朝堂上弹劾他, 朱元璋给胡维雍弹劾宋颖的机会, 只要有证据, 他正好借机惩治宋颖, 胡维雍唇边勾一抹冷笑, 回陛下, 臣看到宋颖身为福州之府, 却强强百姓房子, 贪污枉法, 如此令人发指的是, 臣得到消息时, 心里都在痛, 恨不得立刻就把宋颖压到陛下面前, 胡维雍义愤填膺斥骂宋颖的行径, 仿佛他非常痛恨宋颖, 朱元璋确为这样的罪证表现出疑惑, 他已经从锦衣卫那里, 得知了宋颖搞拆迁事情, 而且得到消息, 百姓们都很满意拆旧房子, 拿补偿款或者置换新房举措, 胡维雍却是另外一种说辞, 朱元璋脸上一诉, 丞相, 你可知诬告的后果, 胡维雍连声喊冤枉, 陛下, 臣绝非虚言, 臣哪里赶在朝堂上大放厥词, 胡维雍谋底一闪而过冷意, 他还以为朱元璋是因为看重宋引有才华, 才会对他多加质问, 于是继续道, 陛下, 臣已经任真调查过情况, 并带回了仁正, 任正院一面圣, 向陛下禀明福州真实情况, 此话一出, 大臣们好奇心勾了上来, 看来胡维雍弹劾宋引, 是有备而来, 连任正带来了, 难不成创下傲人政绩的宋引珍犯下大事了, 就连朱元璋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莫非锦衣未调查还有一漏的地方, 传任正, 胡维雍狂喜, 是, 陛下, 听到传令, 等候在大殿外三名百姓走了进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进攻, 一路上进来腿肚子都在打仗, 三人扑通一声, 在朱元璋面前跪下, 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万岁, 这几人连声音里都有颤音, 朱元璋倒也没有责怪这些人不懂礼数, 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 对农民多了许多包容, 朱元璋让他们平身, 开始发问, 丞相说你们房子都被官府强行拆了, 可有此事, 那几人连忙点头, 回陛下, 却有此事, 一人还挽起了自己袖子, 露出被鞭打过痕迹的胳膊, 看着触目惊心, 他张口喊冤, 陛下, 我们住了鸡带人的房子, 官府来人说拆就拆, 我们不同意就打人, 强迫我们出让地气, 所有不同意者, 都遭到官人毒打, 身边两人也不停点头, 各自亮出自己身上伤痕, 给朱元璋过目, 闻五百官见状, 顿时怒了, 福州强民卖房, 实在恶劣, 对百姓动手, 更是可恶, 相较于愤怒官员, 也有官员心存疑虑, 三五成群窃窃私语, 这事有点古怪, 若福州官员如此暴力, 又岂能让这些百姓离开福州, 更多官员也纷纷议论, 如果本官是宋颖, 会将这些人灭口, 不可能让他们把这事捅出去了, 更多大臣觉得奇怪, 因为这三人身上, 除了有鞭打痕迹, 就没有其他伤痕了, 由此看来, 他们从福州到京城, 一路上都没有受到阻拦, 宋颖若真是心狠手辣, 又怎么会对他们手软, 朱元璋听着葛众议论, 冷哼一声, 心里自有计较, 官员能想到, 他何尝想不到, 不过, 他还想听听这些证人解释, 他摆出动怒的样子, 福州官府竟然敢欺压百姓, 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你们有什么冤屈, 只管说出来, 对违法犯罪行为, 朕一定严惩不待, 朱元璋霸气沉默, 许多官员当即闭嘴, 胡维雍心中窃喜, 他知道朱元璋最痛恨欺压百姓的贪官, 只要给宋颖套上欺压百姓罪名, 想灭了, 他还不是信手拈来, 胡维雍得意冷笑, 坐等人证, 说出宋颖罪证, 一人张口就来, 小人举报福州官府在拆迁上欺骗我们, 官府事先承诺, 每户人家可以给到十五两拆迁款, 层层盘剥下来, 每户到手仅有八两银子, 仅由此事, 朱元璋脸色都黑了, 这些内容跟刚才他们所说出入很大, 刚才不是说官府强制拆迁吗, 怎么又变成客扣拆迁款, 这时, 百官神色也有了变化, 朱元璋并没有打断, 让那人继续说, 那人满脸冤屈, 我们所在地百姓同意拆迁, 他们倒是拿到了十五两银子, 但是我们鸡人确实拿到八两, 我们不同意, 找官府讨要, 说法, 官府人却说, 我们反对无效, 就只能给我们八两, 这不是明摆针对小人吗, 我们自然是不同意, 可我们邻居也纷纷要求我们同意拆迁, 还说我们房子又小又偏僻, 拿到八两银子就不错了, 这人说话时, 一脸刻薄像, 他冷哼一声, 怒道, 这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八两银子能跟十五两银子比吗, 我们打死都不同意, 官府还没出面, 这些人就对我们脸打呆骂, 这人支顾说, 并没有留意到文五百官脸色都变了, 他见朱元璋没有出声, 还以为朱元璋很支持他, 继续可怜诉苦, 陛下, 你也看到了, 他们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 可恶的是, 官员也不阻拦, 任由我们被欺凌, 一群狗官, 陛下, 我们约啊, 那群狗官根本就是跟百姓勾结, 针对我们三户人家, 听到这里, 朱元璋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怒意, 其他官员也看明白了, 简直就是一场乌龙状, 这状告的跟宋隐贪污完全搭不上边, 众人纷纷向胡维庸看去, 他带来这些人证, 简直就是天大笑话, 朱元璋仍然沉默, 他关注的是银子问, 提, 每户得到拆迁款至少是八两银子, 居然有那么多钱, 就算是在皇城脚下, 普通百姓房子也不过六七两银子, 福州那么偏远而又贫困地方, 房价竟然远远高于皇城, 一瞬间, 朱元璋心都在滴血, 仿佛花的这些钱, 全是从他手上抢走的银子, 见那人还在喋喋不休, 说官府勾结百姓, 连胡维庸都听不下去了, 尴尬的脸色青红一片, 连他都莫想到, 自己被这鸡人坑了一把, 看朱元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气得他冲那人怒吼, 闭嘴, 声音之大, 吓了那些人一跳, 说得正在信头上的那人巴鸡嘴, 还不高兴了, 是您让我们上堂作证, 我还有很多话没说, 不把冤屈全吐出来, 官府哪能赔钱, 而且, 现在见到了皇上, 指不定皇上体恤他们, 会赔给他们更多银子, 朱元璋看着这些人, 摇摇头, 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 宋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刁民的事算个屁, 这不自己现在, 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几个刁民愣是耽误了自己早朝, 朱元璋谋抵意了, 质问胡维庸, 这就是你般的好事, 如此刁民, 都敢当作人正待入朝堂, 你说如何处置此事, 胡维庸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朱元璋呵斥, 文武百官慌忙垂下头, 生怕连累到自己, 胡维庸脸色一变, 没想到朱元璋会如此严厉斥责, 想他当上丞相后, 日子一天比一天风光, 从没有人敢给他甩脸, 朱元璋对他做之事,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何况今天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当着几个刁民的面, 不给他脸, 这可不像朱元璋形式风格, 不过, 胡维庸就算心有怨气, 也只能认错, 陛下恕罪, 请恕臣断章取义, 就将这几个刁民带入朝堂, 让殿下受惊了, 臣罪该万死, 胡维庸当场跪下, 低头认罪, 以他的地位,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只要他放低姿态, 朱元璋难不成还要降罪他吗? 肯定不会, 但是今天这面子, 却是丢出去了, 不过天子威严更不可冒犯, 这点道理他还是明白, 至少明面上他不能跟皇上叫板, 见他惶恐求饶, 朱元璋冷冷地哼了一声, 朕一直对你心愿有加, 你既然莫查清楚, 就让几个刁民来朝堂上闹事, 你当朝堂是什么地方, 什么人都能来这里撒野吗? 说完, 朱元璋瞪了这三人一眼, 三人见状, 噗, 同一声全跪下了, 朱元璋目光冰冷可怕, 鸡人当场下得冷汗直流, 问题是, 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 朱元璋明明说要给他们做主, 怎么就动怒了呢? 天子不是一言九鼎吗? 鸡人都在心里咒骂朱元璋, 嘴上却大声求饶, 我们不敢了, 求陛下恕罪, 他们哪里像是知罪样子, 不过是为了活命而求饶, 这鸡人求饶声, 胡为庸听的心烦, 一脚踹过去, 大胆刁民, 若非你们信口开河, 让本官信了你们鬼话, 岂会让你们在陛下面前出仇, 连累了本官, 还敢求饶, 简直罪该万死, 说完一脚踹飞一人, 这人摔得蹊跷流血, 差点吓尿, 丞相大人饶命啊, 饶小人一命啊, 我上有老下有小, 朱元璋谋底闪过一抹利色, 好个胡为庸, 还真看得起自己, 竟然敢当着朕的面, 对百姓动手, 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 朱元璋怒急差点抱走, 却忽然想到什么, 只能强压下心头怒火, 住手, 既然丞相也是被蒙蔽的, 今日就算了, 不过, 若再犯, 朕定不会轻饶, 胡为庸暗中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 朱元璋之势警告, 没有治他的罪, 胡为庸暗自得意, 朱元璋肯定也忌惮他, 这才不敢对他做什么, 胡为庸一副惶恐不安样子, 谢陛下, 朱元璋挥了挥手, 把这几个刁民拖下去, 诽谤朝廷命官, 交由大理寺处置, 胡为庸以及那些党羽, 更加觉得朱元璋是怕了他们, 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人小动作收入眼里, 姑且让他们多嚣张几天, 朱元璋退朝后, 让人将马皇后请来, 马皇后进来问道, 朝上什么事把你弃成这样, 多年默契, 马皇后一眼看出来朱元璋有心事, 朱元璋叹了一口气, 有人荡朝弹劾送迎, 可所谓证人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朱元璋没有提到胡为庸, 马皇后笑道, 那你怎么还觉得失落, 朱元璋笑了笑, 还是皇后观察仔细, 马皇后默好气笑了, 我要莫猜错, 皇上前一时里还很乐意看到, 宋颖被人弹劾, 你不是也承认过, 他是造福百姓的好官吗? 马皇后纳闷了, 朱元璋迟疑了一下, 把福州现况全盘告诉马皇后, 马皇后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阵子没见, 想不到宋颖又搞出这么多事来, 终于明白朱元璋要针对宋颖的原因, 他也觉得把宋颖的财富充功, 对大明利大于弊, 看来皇后也明白, 正要针对宋颖的原因了, 马皇后点头, 重疤, 福州真实情况如何, 不如我们亲自去看一看, 闻言, 朱元璋也动心了, 到福州微服私访, 这主意不错, 说走就走, 安排了一下朝堂上的事, 朱元璋和马皇后再次微服私访, 小半个月后, 两人到达福州, 刚来到福州城门, 就有士兵热情指引他们到高消费区, 站在这里, 已经能听到城墙内热闹声音, 还能看到统一规划的小区, 很是气派, 不过更多的还是刚刚打好的地基, 各种类型工厂也随处可见, 一股股黑烟直冲天际, 眼前景色让朱元璋知道, 福州已经被宋宁打造成了第二个配线, 深入福州城后, 朱元璋才知道自己低估了福州的发展, 随处可见的商队, 入眼处, 很多铺子前都写着某某项目招商会, 大街上都是聊着生意的商人, 朱元璋无比震惊, 锦衣卫会报过福州有很多商队, 可亲眼所见, 才知道商人数量比大明任何城市都多, 惊讶过后, 朱元璋便适应了这样的繁荣, 他让侍卫打听锦衣卫, 锁在地, 百姓一听他们要去福州最繁华地段, 看他们的目光充满了羡慕, 这让朱元璋想起, 锦衣卫锁在地, 还是宋颖把福州最好路段, 批给了他们, 这么看来, 宋颖还是可靠的, 从商业街穿过, 路过大片厂房, 然后到达居民区, 这里十分热闹, 街边全都是卖吃喝玩乐的商饭, 刚出炉的烧饼又香又脆, 有商贩热情吆喝, 看到烧饼, 朱元璋想起了过往的往事, 朱小时候跟一起的放羊娃说过, 等朱当上皇帝, 每天赏他们吃不完的烧饼, 朱元璋唏嘘不已, 那时朱想当了皇帝, 肯定有吃不完的烧饼, 哎呀, 被你这么一说, 我都嘴馋了, 马皇后笑道, 朱元璋闻言, 下令停车, 他和马皇后下了车, 准备买两个烧饼, 看到他们走来, 卖烧饼商贩远远就吆喝, 吃烧饼嘞, 又香又脆的烧饼, 朱元璋点头, 烧饼怎么卖, 二十五钱一个, 朱元璋脚步顿了一下, 脸色立马变了, 一个烧饼二十五钱, 你是奸商吧, 天子脚下的烧饼也才十文钱, 朱元璋怒了, 商贩淡然地看了他一眼, 看客观是外地人吧, 朱元璋冷哼, 难不成你们装坑外地人, 商贩无语地笑了, 我们的烧饼可不一样, 放了很多肉, 顶平常家里吃的一顿肉都不值, 说着他当场掰开一个烧饼, 朱元璋惊讶地看到, 果真放了很多肉, 商贩并没有说谎, 一个烧饼的肉量, 却时远超于有些的去普通人家一顿吃的肉量, 朱元璋却纳闷了, 烧饼里放那么多肉, 你不怕亏了吗? 商贩笑了, 如今, 福州百姓日子都好过了, 烧饼不多放点肉都默认买了, 朱元璋无比震惊, 福州百姓日子都这么好过了吗? 对方满足地笑了, 你们四处逛逛, 心里就有数了, 朱元璋点点头, 和马皇后没有目标地随意逛着, 这时, 耳边传来一个男中音, 店家, 把你们所有水果都给我称一惊, 朱元璋闻声看过去, 店家手脚麻利地打包水果, 一共五百钱, 谢谢, 男人笑秘密付了钱, 店家热情地说, 如果需要送货, 只需要三十文运费, 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 花五百文钱买水果, 这是普通家庭能做到的, 他忍不住问, 这么多水果, 怎么吃得完啊? 做成水果拼盘, 榨成果汁, 家里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这点钱不算多, 男人骄傲地说, 果汁他是知道的, 可什么是水果拼盘? 那是什么吃法? 朱元璋继续往前逛, 随处都可以看到花钱流水的人, 朱元璋这才相信, 福州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一阵唏嘘间, 朱元璋和皇后来到锦衣卫住所门前, 红黄相见的琉璃屋檐, 巍峨大气的石狮子, 若不是看到朱福两个烫金大字, 朱元璋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建筑正是锦衣卫在福州的住所, 行至前院, 朱元璋有种熟悉的感觉, 各种造型奇特的琉璃装饰着院子, 随处可见价值连城的名画, 金银剔透的玉石等名贵古董, 朱元璋心里不爽, 三品官员都住不上这么奢侈的宅子, 可是, 锦衣卫在福州落脚也就大半年时间, 他们是来荡叉, 还是来享乐的, 这时, 胡雄闻讯快步走来, 陈参见陛下, 朱元璋冷淡地说了声平声, 陛下怎么没有派侍卫通知臣, 也好让臣迎接, 胡雄远想表表忠心, 话落进朱元璋耳朵里, 却觉得非常刺耳, 朱元璋一脸不爽地看着胡雄, 朕派你们来福州盯住这里的一切, 你们倒好, 比朕过得还奢侈, 知道朕要来, 也是派人去迎朕, 你的架子倒是挺大的, 朱元璋深吸一口气, 朕是不是要提前问问你, 有没有时间陷阵, 这话, 胡雄下的扑通就跪下, 陛下恕罪, 事实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但朱元璋不高兴, 显然是自己做错了, 慌乱下他第一念头就是认错, 免得更加触怒朱元璋, 朱元璋怒气哼哼地坐下, 下一秒, 他感觉坐到了云朵上的舒服, 一看, 原来是椅子上垫了一块软垫子, 心里更加不痛快了, 这里布置得比皇宫还舒服, 你还有心思替朕办事吗? 胡雄这下终于明白问题所在, 连忙解释, 陛下冤枉沉了, 这里所有一切都是送银给装饰的, 沉在自己家里都做不了主, 听到解释, 朱元璋一进院子就板起的脸, 终于有所缓和, 不怪他动目, 一路过来看到福州百姓生活安逸, 想当然地认为锦衣卫随遇而安, 无心差事, 未曾想是送银给安顿的, 朱元璋冷着脸, 送银倒还有点心思, 平身吧, 胡雄见朱元璋脸色缓乎了许多, 这才敢站起来, 心里却还紧张地砰砰狂跳, 朱元璋也莫继续追究, 问他, 朕一路过来领略到了福州百姓的幸福, 朕听说百姓日子提到了好几个档次, 可有此事? 胡雄点头, 大基建动工以后, 搞活了经济, 百姓手里都有余钱, 也敢花钱了, 胡雄停顿了一下, 继续补充, 商队项目多, 工程也不停上涨, 百姓挣得多, 自然就有钱了, 朱元璋焊手, 福州看来是真变了, 可是胡雄接下来的话, 让他心里又不爽起来, 胡雄接着向朱元璋汇报, 锦衣卫在福州赚钱的方法, 虽然这块地皮花了六十万两白银, 可每月能挣上八点九千两白银, 还能跃入万两白银, 不出几年, 投入就能回本, 这还多亏送银给的好地段, 生意才能兴隆, 胡雄越说越高兴, 完全没留意到朱元璋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朱元璋嘴角直抽, 怎么陷到手下开心赚钱, 他反而不痛快了, 他此刻心情仿佛是锦衣卫赚钱, 比他亏钱还不舒服, 他派锦衣卫到福州, 是替他打探福州的情况, 可不过半年时间, 这些锦衣卫的身价比普通商人还高, 朱元璋越想心里越不平衡, 莫好气得道, 还来你们生活还挺滋润的, 那就直接辞官做生意去吧, 胡雄叫躯, 回陛下, 陈等人一日都不敢怠慢地收集情报, 陈的钱是用业余时间挣的, 这样的解释, 朱元璋差点狂吐一口老血, 瞧瞧, 月挣上万两白银, 还是业余时间赚的, 这若是专职做生意, 挣得岂不是更多? 朱元璋板起脸, 这半年来, 你们挣来的银子上交四成, 从下月开始, 每月同样上交四成, 陈遵旨, 胡雄不怒, 反而大喜, 朱元璋没收了四成, 剩下的六成, 他们这辈子也花不完, 这时, 马皇后纳闷地问, 本宫在福州, 怎么随处都能看到妇人, 大明明风不开放, 女子吉少抛头露面, 可是福州这里在外露面的女人, 比京城多上许多, 马皇后为此很不解, 胡雄进而解释, 回皇后娘娘, 那些妇人几乎都是打工人, 什么? 女人也能工作领工钱? 马皇后惊呆了, 还真是新奇, 胡雄点头, 这也是知府大人贴出了告示, 知府大人说了, 女人也能扛得起一个架, 无论男女, 在福州城里人人平等, 女人同样可以通过劳力换钱, 马皇后无比震撼, 随即心里涌出喜悦, 这话说到了她的心坎里, 马皇后很欣慰能见到这种情况, 有这种理念的人, 不难看出人品必定不错, 福州百姓能遇到这样的知府, 真幸福, 胡雄赞成的点头, 都是宋颖给福州做的贡献, 顺应马皇后的观点, 胡雄觉得自己这马屁是拍对了, 长久没有开口的朱元璋, 突然开口, 皇后不觉得此事有些反常吗? 福州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 确实是好事, 不过,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文言, 马皇后笑容僵在了脸上, 她心里也清楚, 宋颖确实造福了百姓, 可百姓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锦衣卫可打探到福州里暗藏的危险, 福州表面上的繁华, 朱元璋却始终觉得不安心, 感觉在福州欣欣向荣的表象下, 将危机掩盖下来, 想到有这种可能性, 朱元璋心生恐惧, 犀利的目光直向狐熊逼去, 狐熊吓得直哆嗦, 惊慌摇头, 旋即又点了点头, 朱元璋不由皱眉, 你这是何意? 把话给咱说明白了, 狐熊连忙解释, 回陛下, 福州蒸蒸日上的发展, 比别的地方都要好, 这是好事, 可确实是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显眼的异象, 朱元璋立刻追问, 什么异象? 快快说来, 狐熊有些不确定, 福州经济迅速发展, 百姓有钱了, 相应也提高了物价, 现在福州物价翻了好几番, 狐熊不知道物价翻倍, 算不算危机, 只是现在并没有发生, 因为物价飞涨, 百姓不幸福的情况, 他这才没有上报物价的事情, 朱元璋立刻想到了福州烧饼的价格, 京城最好的烧饼也不过十二钱, 福州的烧饼价格几乎贵了两倍, 狐熊汇报得没说错, 还有没有其他的异象? 朱元璋有些不死心, 狐熊摇头? 真没有别的了, 朱元璋板着脸私存, 他就是觉得不对劲, 必须要把证据找出来, 叔弟, 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朱镖和朱爽之前提到过, 宋颖说出海经商一事, 大明国策严禁出海经商, 宋颖却为了生存需要出海经商, 理由是百姓保暖生淫欲, 不想干活出现物质短缺, 百姓有钱却缺乏物质, 再多的钱有何用? 想到这里, 朱元璋愣住了, 福州目前的形势正朝着宋颖担忧的方向发展, 想必宋颖现在应该很头疼出海一事了吧, 朱元璋很想要知道宋颖下一步的打算, 旋即又响, 出海这么大的事情, 不是宋颖一人干得了的, 连忙问狐熊, 近期福州官员可有异动, 狐熊想了想后摇头, 没有什么异常, 朱元璋不幸地问, 怎么没有异常? 狐熊以为朱元璋没有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接着道, 回陛下, 福州官员一如既往地泡在青楼里, 福州官员也有钱了, 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操心的, 没事就去青楼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朱元璋脸色大变, 什么? 福州官员竟然在青楼里的夜声歌? 成何体统? 朱元璋疼地站了起来, 想要活泼了狐熊, 狐熊头皮发麻地跪下, 陛下, 臣把所有官员去青楼次数以及花费, 全记下来了, 朱元璋脸色更加难看, 锦衣卫都有了物证, 看来真有歧视了, 朱元璋话里都冒着寒气, 给朕看看, 狐熊连忙双手奉上名册, 朱元璋看得仔细, 一看, 福州大小官员竟然有九成都在名册里, 朱元璋胸口沉闷, 怒火直往上冒, 福州官员令他失望透顶, 在青楼的花费还如此巨大, 最低也都有上千两银子, 朱元璋越看火越大, 想知道是哪个官员花在青楼的银子最多, 一看却愣住了, 竟然是林方栋, 朱元璋惊呼, 怎么会是林方栋, 马皇后同样愣住, 怎么是他, 朱元璋脸色铁青, 他对林方栋印象深刻, 林方栋是前朝官员, 朱元璋登基后, 欣赏他的廉政, 让他在督察院留用, 官职不高, 负责徐州一带的事, 后来不知何故跟胡卫庸结仇, 被胡卫庸贬到贫困的福州, 等于变相流放, 没想到在宋婴手下, 日子反而过得越发滋润, 是好官, 怎么反而是逛青楼官员里, 花费最高的, 青楼开张以来, 花费直逼十万两白银, 这么高的数目, 惊得朱元璋目瞪口呆, 白花花十万两银子啊, 朱元璋暴跳如雷, 胡雄身体也抖得跪不稳, 他心里明白, 事情还没有结束, 果不其然, 朱元璋被林方栋气地发抖, 看到更多官员名字, 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这是要反了天吗? 朱元璋狂吼, 名册上部, 但有福州官员, 周边军队统领也在其中, 卫兵更不用说了, 几乎全是青楼常客, 成为统领王文, 赫然排在第二名, 底下几十号卫兵都逛过青楼, 太不像话, 第三名竟然还不是福州官员, 而是驻守在福州城外的福建卫所, 刚结束福建之战, 受地方军队管辖, 朱元璋气得蹊跷生烟, 手上名册被他大力揉成一团, 甩在地上, 这是要逼朕将福州大小官员全斩了吗? 朱元璋满脸杀气, 吓得浮在地上不敢动弹, 害怕朱元璋第一个拿自己开刀, 这次朱元璋动怒, 还是因为官员行径太过恶劣, 那么多官员都是青楼里的熟客, 连军人都逛青楼, 他们还知道自己是军人吗? 朱元璋怒吼, 心里无比失望, 这些官员就知道, 贪河逛青楼留着有何用? 这些人不但贪, 而且还不办事, 正要他们有何用? 朱元璋怒不可遏, 狐熊感觉接下来, 这些官员, 朱元璋动怒时, 也只有马皇后敢对他谏言, 皇上息怒, 这事或许另有隐情, 相较马皇后的沉着, 朱元璋显然被怒火烧昏了头脑, 怒吼, 道, 还能有什么隐情? 官员集体逛青楼, 难道他们的差事是在青楼里吗? 马皇后摇头, 皇上别忘了徐州屯粮一事, 当时也差点斩了徐州所有官员, 最后事实的真相, 却并非皇上想的那样, 这次徐州官员逛青楼一事, 不妨再细查, 马皇后举的例子, 也是朱元璋把好官当贪官抓了, 差点造成冤假错案, 这次, 徐州官员集体逛青楼一事, 听着很荒唐, 可有了徐州屯粮一案的警示, 朱元璋渐渐地平负了怒气, 撕存了片刻才开口, 朕就给宋颖一个解释的机会, 马皇后松了口气, 皇上所言即逝, 直到这时, 胡雄才敢喘气, 好在皇上消气了, 不然今天他就要交代在这里, 朱元璋吩咐他去备马车, 他连滚带爬地去准备, 朱元璋没想到自己到了宋颖府底前, 会被拦下, 找宋大人做生意, 一千五百两银子, 办事二千五百两银子, 交了钱才能献宋大人, 朱元璋和马皇后两人对视一眼, 一阵无语, 见宋颖的价格, 竟然也跟着官职上涨而增加, 再配现见宋颖, 也不过百来两银子, 现金翻了机, 十倍, 不过, 宋颖的规矩之能宰员大头, 还宰不到朱元璋头上, 你禀告宋大人, 就说是朱老爷到了, 他自会见我们, 守门不耐烦了, 每日等着见宋大人的老爷多了去了, 不管你是什么老爷, 不交钱就别想进门, 守门人觉得朱元璋不懂规矩, 不然就是拿不出这笔钱, 马皇后继续道, 你只管去通报, 宋大人若是不来, 我们自会奉上银子, 但若是你耽误了我们跟宋大人的大事, 小心治你罪, 守门人见马皇后气势非凡, 有些打错, 好, 你们等着, 很快, 就看到宋颖一脸笑容的出来, 守门人此时一脸惶恐, 真没想到宋颖听的朱老爷来访, 就急不可带迎出来, 他心里无比忐忑, 自己差点就得罪了大人物, 宋颖热情打招呼, 朱老爷, 你和夫人可是有阵子没来了, 本官还以为你们发了财, 就打算不干呢, 朱元璋默好气地瞪眼, 琉璃生意跟宋大人的生意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屋献大屋, 宋颖哈哈笑了, 朱老爷, 你这话说得好, 来, 咱们无理聊, 入座不久, 宋颖又重提出海经商一事, 宋颖问朱元璋, 当日两位公子说, 要回去向二老请示, 不知道, 你们想清楚了吗? 不瞒你们说, 这里润比琉璃高出, 可不止几十倍, 朱元璋眼都热了, 说不心动是假的, 借军队剿匪机会出海, 真能赚上一大笔, 朱元璋的表情落进了宋颖眼里, 知道朱元璋动心了, 不如你们听听本官的计划, 朱元璋下意识点头, 你说说看, 宋颖继续, 咱们首先得先搞到能出海的船, 有了船才能将货运走, 海岛上有许多小国, 咱们这些稀缺好货, 一定能卖个高价, 就琉璃这种工艺品, 卖给国外皇室, 至少比你卖的价格还要高上机呗, 朱元璋听了更动心了, 只是, 朱元璋想到朱镖带回的话, 宋颖不知要赚钱, 还说到了倭寇霸占百姓良田, 驱除倭寇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朱元璋神情严肃, 你的计划不错, 但有一事不好办, 看他表情严峻, 宋颖心生好奇, 什么事? 商队出海一旦开辟航线, 会更加方便倭寇横行霸道, 到时沿海百姓会更加遭殃, 商队如果被倭寇盯上, 不等交易, 或就已经被抢了, 宋颖点点头, 你是担心这事啊? 好说, 这是本官已经想好了对策, 朱元璋惊讶, 好奇地问, 你有什么对策? 宋颖神秘一笑, 本官有一套特殊的练兵方法, 那时, 福州军力智慧更加强大, 本官会派军队替商队护航, 不怕倭寇来抢货, 说完, 宋颖却叹气起来, 现在麻烦的是, 没有皇室身份遮掩, 无法造传, 皇家身份? 这对朱元璋来说, 就不算事实, 他在意的是, 宋颖居然懂练兵, 突然, 朱元璋想到了配线那些挥洒自如的捕快, 你怎么会懂练兵? 宋颖扬眉, 那是本官独创, 朱元璋直抽嘴角, 你应该没有当过兵, 怎么会懂练兵? 宋颖脸上别有神意, 朱老爷, 话这么说没错, 却不是没当过兵, 就不懂练兵, 本官这独特的练兵法, 不比现金军营的办法差, 听宋颖这么说, 朱元璋沉默了下来, 宋颖根本就是胡闹, 他这个贪官, 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贪钱, 哪有心思去研究练兵, 让他去练兵,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朱, 元璋根本就不相信宋颖说的话, 朱元璋直接拒绝, 不行, 这险冒不断, 商队出海引来倭寇, 沿海官府无法阻止倭寇横行, 说不定还会殃及刚刚才结束的福建之战, 不能为了赚钱, 不顾百姓安危, 这话说的连宋颖都变了脸色, 他点头称赞, 朱老爷忧国忧民, 跟那些知有利益的商人不同, 朱老爷关心百姓疾苦, 真是个好人, 朱元璋白了他一眼, 表情平淡, 有什么话就说用不着巴结咱, 宋颖神情严肃, 朱老爷, 本官不是在说废话, 既然你也关心百姓疾苦, 本官想问, 有机会种出母产高达上百十的粮食, 你种不种, 朱元璋直接被这话惊道, 什么种子这么好, 能产出上百十粮食来, 他不敢置信地看向宋颖, 你该不会再吹牛吧, 宋颖摇头, 本官是吹牛的人吗, 本官也是忧国忧民的好官, 不会为了出海骗你, 宋颖说的煞有介事, 没有丝毫心虚, 魏元璋不信, 此话当真, 宋颖点头, 本官没有骗你的必要, 因为本官亲眼见过, 母产百淡的粮食, 朱元璋心动了, 那是什么样的粮食, 宋颖摸了摸下巴, 那是马铃薯不规则的椭圆状, 别看马铃薯其貌不扬, 母产真能达到百八十斤都没问题, 如果能把马铃薯种子引到大明, 能解决多少百姓的后顾之忧, 宋颖拍了拍朱元璋胳膊, 意义深远, 朱老爷, 你体恤百姓, 自然不忍看到百姓饿肚子吧, 朱元璋还沉浸在震惊中, 宋颖心不死地继续, 本官也知道, 出海跟进海国侧乡违背, 可是朱老爷, 等皇上陷到了母产高达上百十的马铃薯, 高兴都来不及, 皇上又极其注重亲情, 更不可能斩了你, 这话还真说到了朱元璋心坎里, 他杀了那么多开国重臣, 对亲人却是很好, 朱元璋暗自私存, 如果真的带回马铃薯种子, 那可是比他赚了上千万, 还要有意义, 宋颖终于说服了朱元璋, 好, 海外真要有这种母产净百单的种子, 咱志在必得, 宋颖当即鼓掌, 本官就知道你终于, 那就这么说定了, 听到夸奖, 朱元璋心情大好, 这时, 有下人进来禀报, 大人, 官员们都, 到了, 等你过去, 宋颖点了点头, 本官知道了, 你让他们先准备好银子, 本官稍后就过去, 下人离开后, 朱元璋十分好奇, 宋阶见官员, 却为何还要官员准备银子, 他好奇地问, 咱能跟你去见见福州官员吗, 宋颖以为, 朱元璋有心结交官员, 为座生意铺路, 当然没问题, 本官带你去会会他们, 宋颖痛快地应承下来, 前院, 下人把宋颖的话带倒, 各位大人稍等, 宋大人这就过来, 所有人都是去学校了, 没事, 我们等着就是, 年纪较大的官员围在了一起喝茶聊天, 林方栋也平起香茶, 若不是被贬, 也算是朝廷元老及重臣, 他笑了笑, 对身边的人说宋大人迟迟未到, 想来定是在谈大生意, 身边人负荷, 正是宋大人心善, 理所当然挣钱, 对此, 林方栋点头同意, 托宋大人的福, 咱们所有官员都过上了好日子, 在这之前, 宋颖上任福州知府时, 他还不服气, 心想, 这小子年纪轻轻地, 官职还在自己之上, 他可是朝中重臣, 未曾想, 没多久, 他就改变了对宋颖的想法, 宋颖来了以后, 不单单是福州建设万象更新, 他们这些官员的日子, 也过得舒服, 还能在青楼里谈生意, 日子过得不比一样天年的大尘差, 问题是, 宋颖还定期给他们发银子, 这让他们想不喜欢都难, 林方栋自私地想, 宋颖最好是一辈子都在福州上任, 自己跟着想清福, 就在林方栋畅想未来美好日子时, 吓人声音传来, 宋大人道, 大小官员都站了起来, 对宋颖笑脸相迎, 宋大人您来了, 宋大人若是忙, 我等可以改日再来, 不敢担个宋大人, 众人对宋颖都充满了尊敬之情, 宋颖笑着白手, 无妨, 今日是你们领取报销款项的日子, 本官不能不来, 说话间, 宋颖走到了众人面前, 这时, 众人也看到了, 宋颖身边跟着打扮像是商贩的人, 不由多看了朱元璋两眼, 心想能跟着宋颖一起过来的人, 身份自然不一般, 众人还发现, 朱元璋看到他们脸色不变, 跟平日里见的那些商人不一样, 许多人看了看也就收回了视线, 唯有林方栋惊骇地用猛逼眼神, 看着朱元璋, 差点窒息, 朱元璋察觉到了, 也朝他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林方栋彻底地肯定, 此人正是朱元璋, 大明的天子, 世上长得再相似的两人, 也绝无朱元璋这么犀利的目光, 黄, 黄, 林方栋瞠目结舌, 差点脱口而出, 这时, 朱元璋对他别有深意笑了笑向他走来, 态度亲热地道, 林大人, 别来无恙啊, 想不到竟然在此相遇, 咱俩真有缘啊, 朱元璋玩味地看着林方栋, 脸上始终扬着笑, 看着突然就到了眼前的朱元璋, 林方栋恐慌万壮, 瞬间明白朱元璋身意, 这是暗示他不能暴露朱元璋的天子身份, 只是, 皇上怎么就来了福州, 朝廷上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 林方栋强堆上笑容, 缘分不浅, 朱老板也是来福州谋生吗? 等朱老板空闲, 咱们拒一拒, 朱元璋淡淡地笑着, 正该如此, 届时咱俩不醉不归, 好好聊聊, 林大人可不能爽约啊, 说完, 朱元璋一把握紧林方栋双手, 就像是好友重逢的喜悦, 林方栋看着朱元璋, 怎么都想不明白, 皇上怎么就来了福州, 他绝对不可能为生意而来, 想到这里, 恐恐,不安, 皇上哪一次微服私访不是出了大事, 这次悄无声息地来了福州, 一定不简单, 林方栋脸上笑着, 心里却在急速私存, 宋颖见两人相识, 哈哈一笑, 看来两位都是栋梁之才啊, 我还真不知道林大人的过往, 居然如此绚烈, 不愧是福州的元老, 宋颖拍了拍林方栋肩膀一阵猛夸, 林方栋不停摆手, 过去的是不值一提, 现如今这福州城, 全靠宋大人, 在宋大人大刀阔斧改革下, 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身为两朝官员, 林方栋当然是八面玲珑, 几句话就把自己摘了出来, 顺手还把宋颖推了出去, 可惜的是, 哪有那么容易脱身, 看两人相互吹捧, 一定是习以为常, 朱元璋冷冷一笑,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让福州大小官员都到了, 难不成是有大生意, 我能旁听吗? 文言, 林方栋当极心一抖, 脸色煞白, 这才想起, 今天是宋颖发银子的日子, 要坏事, 而此时, 宋颖却是双手一拍, 光顾着看你们续旧, 差点忘了正事, 咱们先办正事, 随后你们再接着续旧, 说完, 宋, 颖招了招手, 当即上来一名牙医, 手里捧着一个铁盒, 宋颖打开铁盒, 谎花眼的银票, 立刻展示在众人眼前, 他更是呵呵一笑, 各位也别站着, 把上月的开销都报了吧, 此话一出, 大小官员眼睛发光, 一个个难掩兴奋的情绪, 朱元璋看到银票那一刻, 脸色都变了, 银票最低就是一百两, 那一落不会少于十万两, 在宋颖的府邸, 福州官员全到场, 他们想干什么? 下一秒, 一位官员的做法, 替朱元璋解了货, 只见他们配合默契猎对战好, 人手一张条子, 依次走到宋颖面前, 当先官员递上条子, 宋大人, 上个月不多, 六百两, 宋颖看了眼条子上的数量, 恨铁不成钢, 你可要再加把劲啊, 才抱着磨点小钱, 说不过去啊, 说完, 递了六百两, 银票交给官员手中, 官员谄媚笑道, 宋大人教训的是, 我力争下个月, 至少报一千两, 朱元璋谋中直冒寒光, 死死盯着拿着银票的官员, 如果眼光可以杀人, 恐怕这人早死上几次了, 忍着, 朱元璋看出宋颖这是在分赃, 还是共同分赃, 一定要忍到最后, 看看福州, 大小官员, 分赃的银子是多少, 官员将银票贴身收好, 浑然没有看到, 朱元璋充满杀气的目光, 继续, 宋颖扬着银票笑道, 我报四千两, 一名官员高调举着自己的报销单, 一脸炫耀, 顿时换来各种恭喜声, 宋颖脸上笑开花, 将银票递给官员, 眼里满是赞赏, 不错呀, 这个月创了上个月记录, 多报了一千两啊, 争取下个月还创新高, 九千两, 下一秒, 一名官员霸气的将报销单拍在银票上, 神色高傲自大的不屑一顾, 全场随处都是倒吸气的声音, 宋颖笑得更加灿烂, 直接把九千两递给着官员, 还让他下月保持记录, 官员依次上前, 银票一张张送出去, 大小官员一边报销, 一边大言不惭说着花银子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朱元璋听着大小官员聊的都是如何花钱, 心里早就怒气冲天, 拿得最少的官员都有六百两, 多得高达上万两银子,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月的开销, 还是开支有点低, 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月, 无法想象这段时间积累下来的银子, 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目, 这群贪官, 硕鼠, 该杀, 朱元璋火冒三丈, 脸色倒月发冷峻, 平生第一次, 有人当着他这个皇帝的面, 明正言顺分赃, 朱元璋早知道宋颖是大贪官, 现在却觉得他比贪官可怕一百倍, 说是贪官领军人物也不为过, 不但自己贪, 还带着集体一起贪, 福州大小官员早已经是蛇鼠一窝, 这一刻, 朱元璋毫不犹豫起了杀念, 朕一定要把你们吊在城门上, 杀意敬白, 林方栋一直暗中留意朱元璋的神情, 他满脸杀意被林方栋看了个阵阵, 眼看着朱元璋谋底杀气越来越浓,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林方栋直冒冷汗, 糟了, 这下死定了, 朱元璋跟当年一样, 彻底动了杀念, 早知如此, 今日就该找借口不来好了, 宋颖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林方栋在恐惧, 给一众大小官员发完银票, 抢过林方栋的报销单, 林大人, 该你了, 这时, 宋颖也看到了上面的金额, 闪过惊讶表情, 林大人不错呀, 又破了上月记录, 一万五千两啊, 你们多跟林大人讨教, 林大人最初才花了两百两, 现金都破万了, 林大人看到你们楷模呀, 说着, 玄让一众官员传越林方栋的报销单, 众人看后, 佩服得五体投地, 尤其是报了九千两, 就不屑一顾的官员, 一脸羞愧, 直探, 井底之蛙呀我, 林大人才是我等佼佼者, 秘诀是什么啊, 林大人露点底, 教教我呗, 大小官员, 纷纷向林方栋请教, 这时, 宋颖将一万五千两银票, 呵呵笑着递给林方栋, 林大人收好银票, 此刻这银票对林方栋来说, 完全就是烫手山芋, 根本拿不得, 皇上正虎视单单看着, 可不收, 如何解释, 难不成喊出来, 皇上正看着呢, 朱元璋冷冰冰的目光, 令他如梗在喉, 还有官员们羡慕眼神, 林方栋深深叹气, 这下真要完了, 福州官场上下, 怕也是莫救了, 可若是揭穿朱元璋身份, 这绝对彼死还要可怕, 林方栋像是想通了什么, 咬紧牙关硬撑着收下这些银票, 多谢宋大人, 宋颖心满一族白白手, 林大人再接再厉, 怪不得你的过往这么灿烂, 朱老爷你说是吧, 说完, 宋颖向朱元璋看了过去, 朱元璋听到这话, 连起了眸底杀气, 脸色平静, 自律的林方栋, 现今竟然跟宋颖狼被围奸, 他面露讥笑, 没错, 林大人可是高人, 说完, 朱元璋甩袖, 冷哼着离开, 台步时, 冷淡撇了一众官员, 将所有人相貌都牢记在脑海里, 如此唐突地离开, 众人不明所以, 而林方栋看着朱元璋决绝背影, 顿时心如死灰, 完了, 死到临头了, 等砍头吧, 整个福州官员的头都得掉, 那目光, 那谋底的杀气, 朱元璋杀伐果断的气场, 一丁点都没有变, 朱老爷怎么说走就走了, 不会是出事了吧, 真要有事, 宋大人吩咐一声, 下官一定办妥, 有官员看到朱元璋骤然离开, 荡计表态, 宋颖摆摆手, 这老朱肯定是正义的老毛病诱犯了, 不用理会, 这人倒是不错, 就是太正直, 估计是被今天的场面刺激到, 有些难受罢了, 这老朱再配现实, 对本官也是张口闭口, 就是贪官的喊, 说完, 问林方栋, 老朱向来都这样不通人情事故, 看到贪官就深恶痛绝, 听到问话, 林方更加深无可恋, 皇帝对贪官不极恶如仇才怪, 诸位同僚都离死不远了, 林方栋原本想提个性, 最终把花咽了回去, 随意说了一句, 他那人就这样, 一向很有原则和底线, 年纪大了也还一样, 各位同僚见谅, 宋颖无所谓地笑了笑, 由他去, 本官有办法让他再求上门来, 他就是古板, 清官未必就是好官, 古往今来, 谁见过清官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 他就是手上有点钱, 不知道百姓的苦, 林方栋听着宋颖一毒狂扁, 眼皮直跳, 宋大人牛, 敢喷皇帝, 明天估计是第一个掉脑袋的, 见众人也无事, 宋颖倾壳一声, 行了, 钱也发完了, 诸位同僚力争在让业绩上一个台阶, 福州百姓的好日子, 全仰仗各位了, 话音落下, 下官一定不辜负大人期望, 下月本官以清楼为家, 宋大人放心, 一位官员之差, 把新拨出来明智, 见大小官员都开窍, 宋颖点头, 末世就先散了吧, 众人相互告辞离开, 离开时还三五成群, 直言现在就直奔清楼, 林方栋望着个同僚离开的背影, 动了动嘴皮, 想要说点什么, 最后还是摇摇头离开, 不知道死神已至,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权当今晚, 是死前的狂欢好了, 以林方栋对朱元璋的了解, 福州明日必定会血雨腥风, 满地都是人头, 不血洗福州, 此事不可能善了, 最终能有几个福州官员活着, 全靠各家的福气, 揣着恐惧心情, 林方栋六神无主回到府里, 看着正在忙碌的下人, 随即把管家喊了过来, 把府里的人都遣散走吧, 管家惊得愣住, 老爷, 发生何事了, 是不是出大事了, 要不老爷跟咱们一起逃吧, 咱现在就去把银子全提出来, 林方栋心如死灰摆摆手, 你也马上离开, 莫再问缘由, 听到这话, 管家心中大害, 不敢多问点头离开, 下一秒, 府里仆役全动了起来, 逃命般地收拾各自物品离去, 不出片刻, 府里已是空无一人, 望着瞬间失去人气, 寂静全无生气的府邸, 林方栋沉默不语, 实则心里早已是惊涛骇浪般翻滚, 此时每过一秒, 一分对他来说都是临时般的痛苦, 还能不能保住这磕脑袋, 接下来就看自己的表现了, 林方栋肯定皇帝很快就会找上自己, 乌沙帽能否保住他已惊不再想, 能见到明天的太阳或许都是奢侈, 星月交灰, 月色将林方栋的影子拉得老长, 这时, 府外传来极大的动静, 随后, 鱼贯而入的锦衣卫将林方栋团团围住, 林方栋站立着身体跪下, 臣, 林方栋, 拜见皇上, 吾皇万岁, 万万岁, 鸦雀无声的陆府, 乌泱泱的锦衣卫高举着火把, 做拔刀之事盯着林方栋, 圣人的气势犹如乌云轰顶, 整个陆府空气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林方栋浮在地上, 他心里明白, 一字不慎, 他不会再有退路, 这, 也是他将众人遣散的缘由, 若是侥幸逃过一劫, 还能让遣散之人都回来, 万亿无路可退, 至少不会拉上全家人陪葬, 这时, 穿着便装, 却遮掩不住帝王之气的身影, 向他走来, 朱元璋到了, 他打量着空无一人的陆府, 冷哼一声, 你倒是聪明, 知道朕要来, 打着好算盘, 将人遣走, 但你觉得, 遣散了人就跑得了吗? 文言, 林方栋身形颤忧, 哆嗦开口, 臣不敢逃, 也不敢让家人逃, 遣散他们, 只是不敢暴露了皇上的身份, 哼一声, 你倒是会狡辩, 但今晚末, 有一个令朕饶恕你的理由, 明早太阳升起, 也就是, 你人头落地时间, 朱元璋自顾自坐下, 安静地盯着林方栋, 林方栋头点地, 臣一定有问必答, 朱元璋缓缓地问, 林方栋, 你是前朝官员, 朕念你连结勤政, 将你留用至今, 与胡为庸结怨后他, 将你贬至福州, 但朕一直都信你是好官, 可是看看现在的你, 林方栋面色煞白, 心中恍然, 臣不敢瞒骗皇上, 臣也认为资格是好官, 到福州四载, 亲眼看现福州从贫穷到大兴土木, 百姓不愁温饱, 臣在其中的贡献, 虽不及宋大人万分之一, 却也一旁协助十一不缺, 臣一日不敢忘记替陛下分忧, 尽心尽力为百姓谋福利, 死而后已, 不敢有虚言, 也敢以死明治, 说完, 林方栋三颗头, 冷汗直冒, 风吹过全身湿冷, 谁知, 这话却令朱元璋脸色越发愤怒冰冷, 死而后已, 以死明治, 怕是你更愿意死在女人怀里吧, 咱现在就让你心死, 胡雄, 拿出来, 正看他还要如何狡辩, 朱元璋愤怒挥手, 锦衣为统领胡雄拿出一本册子, 林大人, 看看你在青楼里的花费, 每日美人在怀, 佳肴美酒玄灰金如土, 上月十五, 花好月圆, 大人点了六名美人做陪, 佳肴美酒, 小费就给了一千两白银, 本月初时, 这次花了两千两, 点了五名女子, 开了两桌, 余下多得也说不完, 你看看, 可有冤枉你, 胡雄将侧子甩到林方洞脚下, 瞬间, 陆府空气里都一出杀气, 锦衣为更是妖刀出鞘, 盯着林方洞的一举一动, 他稍有一动, 便会动手, 于死网破的情形陷得多了, 为了逃命, 什么都敢干, 狗急跳墙时, 连皇帝都敢杀, 不似往常, 可能会以前埋灭, 林方洞看着册子上, 记录着自己的每一笔花费, 一颗心如坠深渊, 朱元璋最恨贪官, 光凭这些花出去的银子, 足够他人投落地, 即便事出有因, 朱元璋也已断定他, 就是贪官, 而且, 花了银子这一点, 他也承认, 倒不如主动认罪, 或许还能不牵连家人, 林方洞苦涩摇头, 投刻在地上, 臣, 知罪, 请陛下降罪, 恳求陛下看到, 成为大名鞠躬尽瘁这么多年, 饶过陈家人一命吧, 这时, 林方洞生无可恋之求一死, 唯有死, 或许还能让朱元璋消气, 见林方洞一心求死, 朱元璋连连冷笑, 想死, 容易, 林方洞, 你探了多少银子, 还不交代, 若是坦白, 朕可以给你一个全尸, 话落, 吭枪声还在回荡, 心中杀气正蒙, 也忍着要个明白, 朱元璋想要搞清楚, 是什么将连结勤政的林方洞, 堕落成贪官, 十多万两啊, 做什么不行, 旧灾民, 治水患, 剿匪, 哪一件离得开银子, 但林方洞, 却将十多万白银, 全花在青楼里, 此时林方洞纳闷地抬头, 表示不服, 陛下, 这些钱是陈花的没错, 但陈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贪啊, 陈在前朝为官时, 都没有贪腐过, 现今得到陛下器重, 更不可能做出贪末之事, 陈若是贪财, 早在前朝就开始贪了, 不可能等到贫困的福州, 才开始贪, 林方洞解释的话, 朱元璋心里, 也觉得哪里不对劲, 乱世时最容易账目, 林方洞都没贪, 已然证明了他的连结, 不然, 也不可能留任, 仔细想想, 林方洞的确不会干这种傻事, 可钱都花在了青楼, 这假不了, 真敢当真瞎眼了吗? 想到这里, 朱元璋腾地站了起来, 一脚将林方洞踢倒, 对他怒目横眉, 你连朕都敢骗, 贪来的银子都花在了青楼, 还敢说自己莫贪? 难道说, 钱是大风刮来的? 证据确凿, 再不速速招来, 信不信朕立刻驻你九族? 朱元璋说着, 又一脚踹了过去, 可林方洞不惧返校, 忍着痛爬起来重新跪好, 跪下几颗头, 头破血流也坚决摇头, 陛下明察, 陈氏去青楼花了银子, 但这些银子, 每一文钱都是宋大人给福州官员的治理经费, 所以, 这些银子都出自福州府的公费支出, 陈鼎多从中喝点小酒, 但绝没有贪过一文钱, 林方洞一口气说完,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下来, 从生无可恋, 变成绝地求生, 这才搞清楚, 朱元璋以为福州官员出入青楼的银子都是贪银, 事实上, 这些都是公费支出, 回去都可要报销的, 其中的性质大不相同, 个人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但面前的人是皇上, 林方洞不敢喊冤, 只能澄清事实, 无他, 人头落地, 实在恐惧, 何况连累久足, 只要一个不慎, 激怒皇上, 全家皇权路上泪汪汪, 而此时, 不但是朱元璋, 就连一旁的锦衣卫, 全都是一脸茫然, 这是什么情况, 官府给报销的银子, 一两枚摊, 朱元璋大脑一片空白, 不再信了, 古往今来, 没见过哪个官员逛清楼后, 敢报销的, 不行, 必须要搞清楚, 朱元璋头疼地问道, 你等拿逛清楼的花费, 找官府给你们报销, 你解释一下, 这摊的还有理了, 林方洞磕了两个头才解释, 宋大人上任以来, 专门批准了一项名为公关费的款项, 用于官员公示应酬, 宋大人还说了, 这要是合理的公示花费, 都可以报销, 比如说, 这笔两千两的开销, 乃是陈宇筹断商王老板商谈采买, 及他在福州开筹断分店一世时的花销, 林方洞越解释, 越觉得小命保住了, 朱元璋却听得直皱眉头, 他大致明白了这些花费, 是官员与父商谈生意的开销, 谈生意需要花上千两银子, 还叫姑娘做赔的吗? 朕谈的还是国事, 都没有这么奢侈, 朱元璋冷着脸呵斥, 林方洞却摇头直言, 陛下您就不知道了, 这是为了活络气氛, 青楼礼谈生意, 容易松懈下来, 提高成功率, 毕竟人家不可能白给你投钱, 喝酒吃饭, 一来二去成了朋友, 有了信任, 生意就来了, 宋大人还说了, 这叫招商引资, 花小钱引来巨资, 促进福州发展, 陈虽点了姑娘做赔, 也就是听取看舞, 连姑娘小手都没有摸过, 是花了银子, 这承认, 但银子, 陈一文也莫他啊, 说到这, 林方洞挺直了胸膛, 底气也硬了起来, 不就花了十来万吗? 可老子几乎把各地财神都引了来啊, 还促进了就业, 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 没见钱生钱, 财源茂盛, 林方洞觉得自己就是即刻死了, 也不怕了, 这是因公尽瘁, 死得其所, 要说有错, 就是花销过大, 可知福也莫说不对, 还让自己再创新高, 如今, 朱元璋却因为这是猪他九族, 做鬼都不服啊, 朱元璋愣了会神, 旋即向狐熊看去, 狐熊心里咯噔着捡起册子翻看, 从前面翻到结束, 狐熊眼皮跳了跳, 回陛下, 还真没有带姑娘过夜的记录, 朱元璋怒意才消散, 可以想到十万多两银子, 怒火又直冒, 这理由不行, 在青楼花了十多万两的理由, 说不通, 旋即, 朱元璋冷冷, 瞪着林方洞, 花了十多万两, 就这点理由说得过去吗? 我看, 不过是你假公祭司罢了, 真以为正看不出来, 你们这是打着公事中保私囊吗? 林方洞点头, 陈也觉得银子是多了点, 但为了福州发展和百姓生计, 这银子不得不花, 因为, 商人怎么招工, 产业如何运作, 陈等还会调控, 许多事都是需要拿银子开路的。 文言, 朱元璋皱眉不语, 冷冷瞥向林方洞, 似乎不是很理解, 林方洞见朱元璋脸色有所缓和, 继续道, 陛下, 陈也想不花银子就能办事, 但这不现实, 商股都是人精, 空手套白狼让, 他们投资, 行不通的。 拿钱生钱, 是最快的路子。 开始时, 陈也不解, 为此还质疑宋大人的做法。 听到重点, 朱元璋好奇的扬眉, 此刻他也想知道宋宁的想法。 见朱元璋目光直勾勾望来, 林方洞哪敢保留, 全倒了出来。 宋大人说, 朝廷格局是天下, 地方看的是一方区域, 不同市运作花费自然不同。 宋大人为了方便我们谈生意, 公关费专款专用。 这时, 林方洞一闪而过哀怨之色。 宋大人还说, 不能让我们官员自己贴钱办公室。 真要找朝廷批钱, 乌纱帽都有可能不保。 所以, 小事我们就自己解决。 只要不偏离朝廷国策, 就不怕。 结果百姓能安居乐业, 我等也有政绩。 说完, 林方洞磕头伏地, 请陛下明察, 臣所言句句皆是实话。 若有一句不识, 臣愿以死谢罪。 朱元璋无言以对。 他知道, 林方洞所言不假。 如果事事都要朝廷挨批, 还要地方官员做什么? 这钱若全花在公式上, 就不算贪了。 要责备也知, 能说是花销过高。 可政绩也高啊。 显然, 福州官员没错。 贫困的福州, 在他们治理下, 欣欣向荣。 钱花了, 却花得值。 朱元璋这时惊觉, 自己似乎又错了。 可下一秒, 朝廷和地方, 脑海里林光乍现。 关于宋颖贪官的看法, 好像有了新的看法。 当时在配县结识了宋颖。 宋颖给赌方当保护伞, 当着他的面脉官, 府里极其奢华。 甚至一个小村庄, 每年给宋颖上交的白银高达两万两。 一直是贪官如鬼蛇的自己, 怎么莫展了宋颖? 他的贪在治理配, 宪政纪面前不值一提, 莫展他。 现今想来, 斩他的证据也不足。 除了见他一面要交钱, 别的贪都是为了配线发展。 后来徐州屯粮案也莫杀他。 那可是高达一个州的秋水。 因为粮食大丰收, 杜绝粮建商农作的调控。 现今福州一众官员在青楼的巨额花费。 朕为何还不杀? 因为这是招商引资的, 是公共经费。 而且, 已经看到成效。 宋颖每一众贪, 都与地方经济发展有关。 这一刻, 朱元璋终于知道, 宋颖贪污的原因。 他是利用手中职权去贪。 只要找准方向, 一定找到宋颖贪污罪证。 朕绝对可以杀了他。 想到这, 朱元璋激动地来回踱步。 已经很久, 没有深挖官员的罪证让他, 如此兴奋了。 宋颖好像是为了挑衅他而来。 这么个守法高明的贪官, 宰了一定大快人心。 乌泱泱的锦衣未占的笔直, 等待朱元璋下令。 林芳栋身体微颤, 朱元璋一念之间就能断他生死。 可这时, 朱元璋突然皱起眉头。 不行, 真要出手, 岂不是变成地方和朝廷在抗衡? 这种情况很好解决。 如果地方上, 民怨沸腾, 只要砍掉一批脑袋, 就会获得百姓的支持。 可宋颖, 在朱王庄时, 咱说砍他脑袋。 村长就说会带上万人血疏死剑。 现在在这福州, 咱要是杀了宋颖, 估计福州百姓的唾液就能淹死自己。 断人财路, 此仇不共戴天。 百姓不是傻子, 眼里明镜着。 真要杀了宋颖, 自己也坐实了这昏君的名头。 这就丢人了。 朱元璋突然见回过神来, 就因为宋颖治理有功, 所以不能杀。 换作是他朝皇帝, 或许可以忍受宋颖贪。 但他朱元璋不能忍。 不过时机不对, 证据不足, 现在还不能杀。 想要罪证? 直接查福州账目就行了。 所谓公关费, 不信经的起查。 想到这, 福州的账本在哪里? 朕要查账。 朱元璋末下令斩他, 林方栋心中大定。 回陛下, 福州账本由布正司徐江在管。 但宋大人也常去查账, 有时还会给出建议。 徐江无比崇拜宋大人, 势如施掌。 朱元璋略一思索, 心中感慨。 宋颖本事真不小, 布正司同管几个州府, 比知府还关大一级。 可宋颖愣是让大小官员团结一心, 轻易动不了他。 难怪罪证无影无踪。 这么看来, 想来福州的账本也不会有问题。 宋颖插手不可能轻易查出有问题, 但还是要严查。 朱元璋当即下令, 传令户不给朕严查福州账目。 朕还就不信邪, 查不出端倪。 朱元璋主意已定, 就算查不到罪证也要敲山正虎。 只要听说查账, 福州大小官员就会警惕。 如此, 破绽就出来了。 这样, 宋颖抹不干净的罪证就冒头了。 想到此事可行, 朱元璋觉得林方栋也不碍眼了, 心情疏快了许多, 当即淡淡挥手, 平身吧。 林方栋差点泪流, 心知向上人投赞时不用掉了。 今晚的鬼门关, 算是迈过去了。 谢陛下, 林方栋谢恩后才恭敬站了起来。 林方栋, 在你眼里, 宋颖是好官还是贪官? 老似随口疑问。 林方栋拱了拱手, 微臣跟宋颖不算相熟, 但现今福州百姓日子越过越好事事时。 听不到想要答案, 朱元璋冷哼一声, 这没瞎, 这个不用你说。 要不是百姓生活提高, 不愁温饱。 你等上算称职, 不然今晚福州官员人头都得落地, 青楼都能花上十多万白银。 哼, 你不会不知道这十万两白银能做多少事的吧? 一想到十万两银子就这魔花在享受上。 朱元璋恨不得活泼了林方, 动。 朱元璋等气顺了些, 才冷哼, 真是愚蠢至极。 黄河泛滥成灾, 这些银子用于治理黄河, 又或是用来安置灾民, 能救多少人? 即便是用在军须上, 也能抢我大明军队。 你们这些蠢货, 除了享乐, 还懂什么? 算了, 说了也是对牛弹琴。 关于宋颖, 还有什么要说的, 全说了吧。 逗大的冷汉, 模糊了林方栋双眼, 却不敢擦拭。 他私存片刻, 尝试性地说, 不光是百姓过得好, 就连我们这些官员的日子, 也越发滋润。 当官纳会, 想过全家温饱问题, 想过哪里有闹灾, 什么时候, 福州才没有饿死鬼, 视察地方实惠不会, 命丧强盗手里。 现在, 这些问题全都不存在了。 宋大人不仅大力剿匪, 还资助物资, 完全解决了尘等后顾之忧。 现在福州一众官员, 没有了繁星事, 都干净冲天, 重点关注一个事。 说到这里, 林方栋难掩激动, 当着朱元璋面, 也毫不避讳, 就是不停地提高政绩。 政府绩效高了, 百姓就有好日子, 我们这些父母官, 日子才会更好过。 用宋大人的话来说, 百姓过得不好, 当官的日子也不可能好。 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 下场都很惨。 但是百姓日子过好了, 当官过得奢明些, 也是可以的。 林方栋谨慎地瞄了眼朱元璋, 宋大人还说了, 看到百姓无后顾之忧, 皇上可能都乐意, 我们这么做。 官员不用插手百姓的想法, 让百姓休养生息。 林方栋见朱元璋没有过急反应, 大着胆子继续。 宋大人还说, 等国太明安时, 陛下你或许就该愁大明国土, 是不是该扩张了? 宋大人还说, 人口迅速增长, 陛下就该头疼土地不够用的问题。 还说陛下不管, 百姓都能扩领疆土, 这些震撼人心的话。 朱元璋相信林方栋是发自肺腑之言, 也是宋颖的由衷之言, 同时也是他想要的结果。 真能那样, 官员就是再奢侈一些也值得, 毕竟这些都是官员干出来的。 他纵然贵为皇帝, 也不好再质疑什么。 至于土地不够用, 朱元璋只当宋颖是启人忧天, 人口再增加, 咱大明也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朕还愁人口太少。 倘若真的如此, 好像出击个贪官, 咱也是可以忍受的。 呸! 不对, 朕对贪官是凌容忍。 宋颖简直是迷魂药, 眼间再问不出有用的消息, 当即哼了一声, 别让我抓到你们的把柄。 否则, 哼! 朱元璋卖腿就走, 林方栋连忙跪下, 成功送皇上。 接着, 锦衣未尽数撤离, 林方栋当即贪软在地, 不断擦拭满脸的冷汗, 眼里却是不敢置信的喜色, 他竟然没死, 不用掉脑袋了, 简直是奇迹, 出去说都莫人感性的, 老子在青楼一至十万两, 皇帝知道了, 也莫杀了, 这还是视贪官如厉鬼, 拿贪官祭刀的朱元璋吗? 他林方栋, 乌纱帽还在, 向上人头还在, 还什么是没有, 简直就是奇妙, 随即一想, 不是自己好运, 也不是朱元璋发善心, 而是宋颖的做法, 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可。 林方栋激动地手舞足蹈, 日后, 宋颖这大腿一定得报警了, 地心难测又何惧? 有宋颖在, 万事大吉。 朱元璋回到住所, 看着马皇后忍不住道, 宋颖当真好手段, 朕愣是什么也没有查到, 想到白走一趟, 朱元璋气不打出出, 一拳头砸在桌面上。 福州府还巧射明目, 官员在青楼的消费都能报销, 打着招商引资, 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必须的开销, 朕愣是找不到治罪的理由。 马皇后笑着安慰, 咱们可以慢慢查, 是狐狸总会有尾巴的。 再说, 现在百姓日子都好过, 查不到也无妨。 真是贪官, 把柄自然会越多, 到石秋后算账也不迟。 朱元璋点头, 妹子, 咱心中有数。 宋颖现今在福州名声大阵, 不能草率处理, 听说许多百姓 都把他当神仙供奉起来了。 这时, 狐熊进来禀报, 皇上, 宋大人请咱们明日一同巡视府军。 还说有笔大圣亦可谈, 朱元璋危惊, 可是有贼人来犯。 狐熊连忙摆手, 没有, 而是正常的巡视。 朱元璋略一思寸, 你先去准备。 狐熊应了声, 退出去做准备。 一日, 天才透亮, 福州衙门已经热闹非凡。 一众大小官员正在热烈地讨论 随宋颖巡视驻军一事。 有的官员说跟商队接洽到关键时刻, 有的说今日定有要事。 言下之意就是, 再大的事都不能缺席。 他们的好日子都是宋颖给的。 这些话受到大小官员的肯定。 福州欣欣向荣, 官员能过上好日子, 都是因为有宋颖。 甚至都不需要操心政绩, 只要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好事, 就不用担心, 别人抢去功劳。 宋大人手段就是高。 朱元璋也早早来到府衙, 等宋颖一期等人到齐, 还没有到出发时间。 有些官员昨晚谈事, 勤来迟也正常。 宋颖理解。 朱元璋昨天也搞清楚了, 所以也理解。 怎么想到去巡视府军? 朱元璋好奇地问。 他昨晚想了一夜, 已经对宋颖有了处置方法。 宋颖喝了茶水润嗓子, 这才开口巡视府军跟生意有关。 朱老爷, 这是我治理府州关键的一步。 朱元璋好奇心更重了, 还是第一次听宋颖说起他治理地方的手段。 虽说宋颖葛重贪, 但朱元璋还是很佩服他的治理方法。 见状, 朱元璋也不多问。 一切疑问, 到了府军驻地, 就清楚了。 宋颖见官员都到齐了, 拍拍手, 诸位, 咱们现在启程。 早点过去, 也好早点谈生意。 官员们都莫意见,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宋颖都会安排好。 知不是过去府军驻地, 自然不会拒绝。 近二十辆的马车, 声势好大出发了。 出了福州, 朱元璋惊讶看到, 出城的路居然也是马路。 坐在马车上, 一点也感觉不到颠簸。 尽管在沛县早见识过这种马路, 朱元璋此刻还是无比惊叹。 不得不说, 宋颖治理方面很有一手。 这马路东西走向, 看来是去东海的。 其他官员看到这种马路, 同样感叹。 林方栋看着就无比震撼。 他历经两朝,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平整的马路, 战马奔腾速跑会更快, 大幅度缩短军队通行时间。 整个福州周边的马路改造完, 将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知道宋大人是什么时候安排人见的。 马车行过如履平地, 完全感觉不到颠簸。 再多的银子都值啊。 林大人, 回头跟宋大人建议, 把福州的土路全换上这种马路, 哪怕多花点银子都值得。 赞叹声和议论声迎绕耳盼。 之前支顾着炮青楼谈生意, 都不知道马路已经大变。 今日一见, 更觉得宋颖对福州的尽心尽力。 许多官员对宋颖更加敬佩。 快两个时辰时, 他们到了。 宋颖率先下了马车。 朱元璋随后下来, 看到平整的马路之修到了这里, 觉得可惜。 是墨银子了? 还是别的原因? 朱元璋旁观宋颖跟众人打招呼, 没有询问。 等着看宋颖让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这时, 有人大不留心从住地走来。 朱元, 张之一眼, 就知道来人是谁。 正是青楼花费第二名的成卫统领王文。 整个福州府的府兵和成卫都归他管。 王文热情跟众官员打招呼, 欢迎各位大人利临指导。 五千战兵经过半年的强训, 福州周边安全包在我身上, 不用担心。 如今五千战兵已经完成训练, 欢迎诸位检阅。 若是还满意, 就让他们出营, 保家卫国。 话音未落, 响起个众喧哗声。 官员相互对视,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惊愕。 宋颖也太厉害了吧。 半年时间就训练出五千战兵。 想来定是提前布置, 有五千战兵出营, 福州将不再担心贼乱。 各位, 随我去看看。 宋颖说着, 率先迈步走向辅军驻地。 朱元璋井一眼, 立刻发现这里跟他常见的辅军驻地不同。 最显眼的是整洁和干净。 营地里看不到一点杂物, 所有物品都整齐摆放。 地面上用石灰化线, 感觉每个营地都是独立的。 营杖由石木所建, 地基极深, 用战马都不能轻易拉出来。 一旁是中规中矩的梅花镇, 这点没什么经验, 主兵正该如此稳妥。 倒是所有地方都很干净, 这点实属罕线。 用力跺脚, 都跺不出浮尘。 虽然没有用上剑马路的办法, 但地面警示还搭配排水渠。 大雨天下上几日, 地面轻易不会形成泥坑。 朱元璋满意地点头,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驻地。 不由好奇, 是谁下令修建的? 宋颖? 区区文官有这本事? 王文? 好似也不可能。 朱卫大人, 随我来。 这时, 王文走上江台。 朱元璋揣着好奇, 快步跟上。 烈日下, 一排站姿整齐的士兵进入眼帘。 他们犹如木头人, 一动不动。 朱元璋看到, 哪怕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这些士兵都一动不动。 精兵。 朱元璋脑脑海里, 闪过精兵这个念头。 旋即又摇头, 不对, 还差一点什么, 却一时间想不出差了什么。 这时, 王文挥了挥手, 朱卫大人, 五千府兵全到位。 下一秒, 响起了如雷罐的声音。 福州府兵, 见过大人, 声音如红。 大小官员看着这些府兵, 知觉地震撼人心。 王文在挥手, 五千府坚定地又一吼, 声音洪亮整齐如一, 仿佛只是一人在吼。 声音直冲九霄, 一些官员脸色苍白, 更有人腿脚发软, 若不是一旁同僚相助, 怕是已经贪软, 在地。 都是文官, 何时现过这样的阵容? 就连临方洞历经两朝, 像这般整齐如一的军队, 都是头一回现道。 看到这么震撼人心的场面, 临方洞心情澎湃的, 也响吼一声。 最终碍于身份, 压抑着激动看着。 知事紧握成全的双手, 暴露了他的情绪。 其他官员就没有临方洞沉着, 一个个热血沸腾的手舞足蹈, 口里吱嚷, 有此神兵, 何忧有贼。 朱元璋却是神色凝重, 此刻心中再无怀疑, 这就是精兵。 只差一点就是精锐之师, 这一点就是上战场剑血, 差的就是剑血的戾气。 五千府兵全上战场, 能活下来的都是精英, 第二次还能活下来的, 就是精英中的精锐。 而此刻这些新兵的纪律性和自律, 经过战场的洗礼, 将会比经验丰富的老兵还要厉害。 他自己麾下, 不乏精力百战的精兵, 却缺了眼前这般的统一配合和严明纪律。 而战场, 从来不是成个人英雄的地方。 再将的高手在大军面前, 根本无用武之地。 只有严明纪律再协调配合, 统一行动才是战场精锐。 除此之外, 不过就是化蛇添足的锦上添花。 两军对阵。 朱元璋自问连他都没有必胜的, 信心, 就算是胜了, 也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而这些辅兵仿佛有了军魂的根基, 他们一定有相同的信念, 才能如此同心。 自己根本带不出这众军人。 这训兵法实在是恐怖。 难不成宋颖真会训兵? 这时, 王文在挥手, 枪! 顿时, 手拿长枪的士兵整齐如一地出炼。 此刻, 铿枪有力声中, 仿佛地面都在颤抖, 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心头, 朕的大小官员脸色煞白。 王文挥手吼叫, 顿! 手持盾牌的士兵出炼, 每踏出一步就吼一声。 将台上, 许多官员已惊心惊胆战, 若不是还存着一丝理智, 怕是早就暴头套了。 是! 标四, 高五。 王文在吼, 手持强弩的士兵上前四步, 满弓弹射。 离弦的剑没有一支射偏, 准确无误地射中目标。 许多官员却是被天女散花般的剑语吓到, 有官员已经贪软在地。 朱元章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看士兵抬手的角度就知道射不到他们。 真要射他们, 只需平射即可, 不用如此麻烦搞花样。 展示射箭, 在王文指挥下, 列队走出穿着精短皮甲, 手握长刀的士兵。 王文开口介绍, 这些是水军负责海上作战。 别看他们装备简单, 雀个个都是浪里如鱼得水的潜水高手。 话落, 响起了如雷般掌声, 福州的安危全系王大人身上了。 有这样的军队, 福州安全如铜墙铁壁。 相较于官员的机动, 朱元章如常的平静, 只是神色却更加凝重。 这时, 方阵内最后一对士兵出列。 相较之前的惊天动地, 这一族显得就太安静了。 但他们身上散发出灵力的气息, 精良的装备, 远胜前面的士兵。 王文指着一队士兵傲然而笑, 诸位可千万别小看了他们, 此乃暗杀小队。 夺骑暗杀, 无孔不入, 万里追踪, 同样难不到他们。 这是由宋大人给出训练法, 百人挑一选出的高手, 精英中的高手。 宋大人给这支队伍, 冠名为特种部队, 而他们则是特种兵。 朱元璋紧紧促额, 别有深意, 瞄了宋颖一眼。 训练这样惊悍的军队, 适合居心, 官员内心都无比激动。 刚才下软在地的官员, 也兴奋地爬了起来, 惊叹看着这些府兵。 脸色煞白者, 也有了血色。 看着这些府兵, 像是在看救命恩人。 有这样府兵, 安全, 敢油然而生。 林方洞激动难耐, 哪怕是朱元璋就在人群里, 也忍不住手舞足蹈。 宋颖这时站了出来, 想必诸位对这些府兵都了解了。 我宣布,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 就是扫荡倭寇, 轻搅贼人。 好, 人人喊好, 没有了贼人和倭寇, 他们才更安全。 大明才建国十一年, 他们都经历过乱世, 自然知道安稳的重要。 宋颖继续道, 倭寇和贼人横向霸道, 侵占土地, 导致耕地变荒地。 常言道, 靠海吃海, 靠山吃山, 脚下的土地和东海, 就是我们的家。 自己的家, 能让他人见他吗? 官员们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地喊, 不能。 他们之前没有选择的余地, 现在不同了。 有了这些府兵, 倭寇还敢横行吗? 热血沸腾中, 也有官员理智清醒。 有些官员张了张嘴, 最终又咽了回去。 朱元璋却在此时开口, 宋大人不觉得自己, 有些想当然了吗? 倭寇厉害, 是因为他们角图三窟的到处流窜, 极难倾脚干净。 不然, 朝廷也不会拿他们莫办法。 抛开这些不算, 这些新兵能跟倭寇正面作战吗? 对于质疑, 宋, 尹自信点头, 朱老爷说得对, 倭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剿灭的。 这只是我初步的计划, 先把收复耕地。 至于新兵的战斗力, 可以来一场军事演练, 事事就知道了。 谁打过仗的? 这点, 朱元璋倒是大感兴趣。 当即兴奋举手, 咱也是从战场上出来的, 我来。 宋颖见状, 吃了一惊, 同时也很开心。 朱老爷真人不露相, 行啊。 宋颖稍作思考, 继续道, 军演就要有规则, 咱就以三天为期, 进行葛众军事, 技能比试。 朱元璋充满着自信, 他可是打下江山的人, 小小宋颖必败无疑。 见朱元璋没有异议, 宋颖点头, 五千辅兵给你四千。 我留下包括特种兵在内的一千辅兵。 朱元璋不以为一笑了, 没问题, 说了你不要找借口说兵多就行。 他想不通, 宋颖赶给他四千辅兵。 特点兵再厉害, 也是新兵。 战场上兵力势均力敌, 就要看领军的实力。 宋颖一个文官跟自己比, 朱元璋想笑, 这个江山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见朱元璋自信满满, 宋颖神秘地笑了。 看把你厉害的, 军演开始, 你就知道特种兵有多厉害。 宋颖继续说着军演的规定, 除了营地, 可以随意选择作战的位置 以及兵力的调遣。 但双方必须以和为剑。 匕首, 箭头等兵器做特殊处理, 机中部位会留下红点。 这样就算是死亡, 必须主动退出, 不能再战。 说完规矩, 宋颖看向林方栋, 由林大人担任裁判。 林方栋想哭, 怎么哪哪都有他, 昨晚才从皇上手里逃过一劫啊。 他偷偷瞄向朱元璋, 就以阵亡士兵数量来定输赢如何? 多得算输。 朱元璋豪气一笑, 莫问题。 就此定好了军演规矩。 虽然这些都是新兵, 莫上过战场献过血。 但胜在素质强, 可以用。 至少比当年拉起的起义兵好太多。 朱元璋正思存时, 宋颖再次提议。 朱老爷, 你身边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军演。 省得说, 我不给你机会。 宋颖说的是伪装成侍卫的锦衣卫。 朱元璋荡即冷哼, 还敢让他们参与。 那好, 看谁笑到最后。 宋颖带着他的府兵过河, 各自布置战术。 烈日渐渐蜥移, 夕阳穿透枝条投射在朱元璋身上。 刚一脸上充满着所向无敌的自信, 对士兵发出一系列的命令。 赤后在外围警戒, 丁点的风吹草动都须来报。 朱元璋立刻进入军中统帅角色。 锦衣卫化身赤后, 进入戒备状态。 山道由长枪不负责, 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来。 射手部一分为二, 在河边警戒。 敌军若赶过河, 半倒十击杀。 一道道部署到位, 整个营区如同蜘蛛网般严密。 此时天色微亮, 朱元璋步步为营地层层推进。 战力远胜于敌方数倍, 朱元璋力求稳扎稳打, 绝不会铤而走险。 随着队伍推进, 宋颖一方行踪暴露, 立刻让前投兵迎上去。 宋颖早有准备, 确知留下十名士兵抵挡。 朱元璋如灵大敌地扑过去, 敌军确知有这点兵力, 心情顿时不爽。 宋颖的兵出入战场, 却这磨狡猾, 竟然知道疑兵之计。 朱元璋正揣测宋颖藏身之地时, 宋颖带着八百名士兵主动出击, 正面迎战朱元璋。 看到宋颖现身, 朱元璋大喜, 投降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宋颖平淡如水, 打过才能定分晓。 话音未落, 朱元璋已然动手。 他留下百人警戒, 防止宋颖使诈, 其余人员正面扑去。 以身诱敌的宋颖, 以守势为令, 指挥士兵剑走偏锋。 五千人的对战, 瞬间拉开帷幕。 除了数量悬殊, 竟不分上下。 双方人马完全搅在一起, 场面娇着。 夜色已深, 还未奋出高下。 朱元璋率先击鼓收兵, 一日再决胜负。 不过朱元璋不敢松懈, 可等到夜深, 也没有看到宋颖夜袭。 若是真的战场, 宋颖这种做法, 到底是缺乏实战经验。 宋颖这方, 他正对特众小队下令, 擒王行动, 出发。 以宋颖为首的特众兵, 瞬间引入夜色中。 到了河边, 对岸士兵高举火把, 正在巡逻。 宋颖抬手握拳, 身边特众兵立刻止步, 对岸士兵身形交错沙那间。 夜色正浓, 无人察觉有人潜入水里。 直到摸进山腹, 察觉此处安静的诡异。 宋颖低声下令, 拔掉暗哨。 特众兵身形散开, 瞬间顿入夜色中。 宋颖原地止步, 静候消息。 夜色里突然传来细小的不鼓鸟叫。 宋颖脸上溢出笑意。 报告, 以摸清全部暗哨位置。 知识敌军营仗火珠通明, 无法再前进。 特众兵队长低声道。 宋颖平静下令, 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各自藏身, 等天亮。 宋颖令下, 所有人瞬间顿入夜色里。 宋颖则是爬到树关, 盯着对方迎仗。 此刻朱元璋以为宋颖除了会练兵, 硬碰硬外, 根本不懂战术。 来人, 狐熊立刻现身。 朱元璋在下军令, 全军即刻出发, 天亮前, 全力剿灭敌军。 狐熊接令, 是, 旋即。 响起嘹亮的号角声, 全军听令, 进攻。 大队人马小跑而出, 奔往河道。 朱元璋和宋颖正面碰上时, 讥笑起来, 还敢硬碰硬对决吗? 怎么不逃? 你想多了。 宋颖背手而笑, 你已经没有转环的余地, 别再嘴硬。 朱老爷, 愿赌服输吧。 当我的手下败将, 不丢人。 朱元璋直抽嘴角, 大吼下令, 一起上, 生擒送你。 此话一出, 朱元璋的士兵, 嗷嗷叫着, 杀向宋颖。 双方兵力悬殊极大, 可碍于山地复杂, 一时艰难叫输赢。 朱元璋稳若泰山, 活捉宋颖, 赏赢二百两。 眼见双方右胶着, 朱元璋荡即将赏赢加倍。 聚赏之下, 士气大增。 宋颖身处对阵中纹丝不动, 反而期待地看向朱元璋。 就在朱元璋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突生一样。 身边传来惨叫声。 一个个特重兵特有服饰的士兵, 仿佛从天而降, 地底钻出。 每一招都直击致命要害。 朱元璋身边士兵接连倒下。 朱元璋身边阵容大乱时, 不知哪冒出来击到身影, 鬼魅般立在朱元璋身后。 他们手中刀弓交错, 也有些未见过的兵器。 众人瞩目下, 人形如魅影, 一匕首画过朱元璋喉咙。 同时, 剑使画过朱元璋胸口衣服处 多了一道耀眼红色。 瞬间, 朱元璋全身要害, 皆是象征死亡的红点。 这刻, 若是实战, 朱元璋命已决。 朱方将临已毙命, 临方洞裁决升起。 瞬时, 整个山谷寂静无声。 朱元璋这方士兵, 呆若目击地看着朱元璋 和他身边的特种兵, 不敢置信。 这是怎么做到的? 特种兵队长淡定地看向朱元璋, 主将阵亡。 你输了。 朱元璋既迷惑又愤怒。 本来以为斩下宋颖头颅, 已是板上钉钉, 未曾想尽然被刺客所杀。 最重要的是, 新兵和锦衣卫, 连特种兵的汉毛都莫碰到, 就全被杀了。 狐熊目瞪口呆盯着朱元璋身体上的红点, 脑海中天旋地转。 惨了, 彻底没救了。 锦衣卫曾曾护卫下, 天子竟然被杀了。 这下锦衣卫彻底完了。 狐熊此刻的心情, 跟昨日的临方洞不相上下。 作为获胜方的宋颖, 走到朱元璋面前, 缓缓出声。 朱老爷, 军演结束。 你说了? 这一刻, 朱元璋怀疑自己做梦。 怎么就输了? 怎么那么快就死了? 不是部署了如蛛丝般的防线吗? 朱元璋许久才相信自己真的输了。 神色渐渐地凝重起来, 他没看宋颖, 而是看向身边的特种兵。 朱元璋没有替自己找理由。 说了已是事实, 哪怕知识军演, 也要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输的。 现在看来是输在特种兵上, 这只兵放倒了所有暗哨, 愣是莫被发现。 更是如鬼魅般就杀到自己身边。 自己身上所有要害几乎都是红点。 证明不是一人如神兵, 而是人人都是如此。 锦衣卫的层层保护, 如同花架子, 根本没用。 就这就所谓的特种兵的实力吗? 万里追踪, 取将领手机。 潜入军营, 不经一丝波澜。 虽然知识军演, 若真是实战。 朱元璋心里清楚, 特种兵的手段会更加变化多端。 因为那是关乎生死之战, 甚至连影子都可能藏了起来。 不像刚才, 明目张胆的现身。 想到这, 朱元璋看向胡雄, 若是锦衣卫, 也这样的实力。 锦衣卫何止是监听, 探查天下这般单一。 可惜, 锦衣卫才刚刚成立。 按照老一套, 不外乎就是严格训练。 现今还没有颠覆传统的实力。 胡雄在朱元璋的注视下, 如坠冰窖, 身体打战就想跪下求饶。 可马上咬紧牙关墙站着。 他接收到朱元璋灵力的警告目光, 绝不能做出暴露身份的举动。 可胡雄脑僵成团, 护驾不劣, 这是死罪啊。 特种兵是当着所有人, 啪啪打他脸。 宋颖很满意这样的结果, 他朝朱元璋耸了耸肩, 朱老爷, 我的特种兵如何啊? 朱元璋表情凝重望着宋颖, 你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能不能仔细跟咱说说? 见朱元璋想要训练方法, 宋颖微微一笑。 这老爷子, 还是第一次这么有求之欲。 宋颖有些得意的笑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练出特种兵这等身手的。 挑人时, 就有极其严格的程序。 朱元璋心里发沉, 脸上倒没有多少失望之色, 平淡地说道, 我知道, 精锐之兵, 严格选拔再正常不过。 宋颖赞同点头, 那是当然, 初挑人时, 体重身高, 身世特长, 都有专门的要求。 而且, 还得从接受过训练的新兵里, 选拔。 这样, 才能杜绝各种不良习气。 朱元璋默默地听着, 细细品着宋颖话里的含义。 选好人员, 便是高强度的体能强训。 从十公里山地越野开始, 直至六十公里腹中越野。 中途水体力不支, 心智不坚定者, 立马出局淘汰。 特种兵心智, 必须要无比坚强以及天赋差的人。 具体来说, 就是体能。 体能不行, 万事不行。 朱元璋深吸一口气, 腹中六十公里, 每日还不得间断。 难怪千里挑一。 这等强训, 若非体能强健, 且心智够强, 根本坚持不下来。 见到朱元璋兴趣正浓, 宋颖也不在野着。 他继续道, 完成了六十里腹中越野, 顶多休息一个时辰, 便立刻进行新的训练。 而潜水, 这是避讳之计, 不会游泳者, 就学到会。 但聚水者, 直接出局。 战术, 对抗等训练, 徒手和兵器都需要强, 且要能随手拿到什么物品, 都能化为杀器。 还有野外生存训练, 适时打石拉近荒倒强训一个月, 活着出来者留用, 死了得知当点备。 诸如此类, 数不胜数, 且万般变化。 宋颖有意看向特重兵, 队长, 让朱元璋留心观察。 才接着说, 还有淘汰率最高, 也是最危险的一项, 就是严刑拷打后幽病。 很多士兵挺不过这关, 而一旦进入训练, 就不能停, 即便全盘通关, 也需日日强训。 这样的训练, 开销极大。 还需要无限量工上补品, 以保证体能消耗。 为了更直接地, 让朱元璋了解开销的数额。 宋颖指着战死的士兵, 百名士兵的开销, 都抵不过一名特重兵的开销。 营养跟不上, 消耗的体能无法恢复, 不等通关就练死了。 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如营养师、 医师、 厨师、 技师等一起合作, 才能培养出这等强兵。 朱元璋此刻才明白, 训练出这样的特重兵。 选人耀眼, 银子还得跟上。 每一名特重兵, 不亚于长着人形的吞金怪。 朱元璋虚心地请教, 那要如何建立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送银耸肩, 拿银子砸了。 银子到位, 什么样的人都找得到。 朱元璋眼睛瞇了瞇, 确实是最简单, 也是最适合送颖的胃口。 军演结束, 进入驻地休整。 朱元璋思考了半天, 时间到了军营用餐时间。 大碗精米饭, 两大勺筋肉丸子和一勺胡萝卜, 就是士兵的伙食标准。 朱元璋和气地询问士兵, 你们每餐都这般吃, 还是吃这一餐? 你说实话, 莫人敢说你。 士兵纳闷地瞄了一眼朱元璋, 荤素搭配,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进军营吃的每一餐, 还能吃到牛肉羊肉。 朱元璋微微点头, 你们今日训练一次, 士兵更奇怪了, 六天一休, 每日必练。 怎么了? 朱元璋无比震惊, 日日都要操练, 即便是皇城进军, 也才三日一训。 这些知识府兵, 却要日日训练, 而且看他们样子, 早已经司空见惯。 而皇城进卫军的战斗力, 远低于他们。 宋颖用这支强兵来轻脚贼子, 是不是杀鸡用上牛刀? 朱元璋左问右问, 不知是谁训练的士兵? 是宋大人训练你们的吗? 士兵献他不是当官的, 放松地说, 宋大人之事开始实训练我们, 等王大人到任后, 宋大人几乎就没有来过了。 朱元璋点头, 挑个式, 起个头, 而后就当起甩手掌柜。 这确实是宋颖的风格, 宋颖之负责开头, 不负责跟进。 说他懒吧, 也很勤快, 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不过制定好了训练方法, 过程由谁执行, 也不重要了。 而且宋颖的才华不限于此, 局限于军营内完全大财小用。 你们军想待遇好吗? 朱元璋继续笑眠地打探消息, 士兵嚼了一大口红烧肉, 惬意地呼出一口气, 才缓缓开口, 肯定不错呀。 就是严令禁止喝酒, 这点不怎么好? 朱元璋心想, 看来这条禁令执行得不错。 那军想呢? 朱元璋追问, 士兵嘿嘿一笑, 月银六两, 宋大人还说, 若是战死沙场, 还有大笔抚恤金, 毕竟男子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据说, 残了有一百五十两抚恤金, 为国捐躯三百两。 朱元璋大吃一惊, 这抚恤金高得泽舌, 他的麾下, 只有老兵对他完全忠诚, 但不可能给这么高的抚恤金, 死了三百两, 残了一百五十两, 买命前也不过如此, 根本就是用银子堆出这么出色的兵。 不过看了看大摇大摆坐在旁边的宋颖, 朱元璋暗叹, 宋大贪官又如何缺银子? 你怎么相信自己战死, 家人真能拿到银子? 朱元璋越问越苛刻, 士兵大大落落地指着宋颖, 根本不用担心, 宋大人的脸就是证明, 宋大人之贪大钱, 怎么会看上这点小钱? 况且, 训练我们的开销, 何止这点银子? 没理由来贪这点卖命前, 看着士兵对宋颖的信任, 朱元璋点了点头, 没有再问, 就这士兵的觉悟, 朱元璋知道, 这些兵堪当大任, 清脚倭寇不敢保证没有意外, 让倭寇彻底消失, 还差了点, 但这, 护住福州周边安全, 足矣, 宋颖还真是神通广大, 经商有一套, 治军能力还极老道, 还有什么难得住他? 官员们见军演宋颖获得军演的胜利, 对接下来的计划也是信心百倍, 有着五千府兵在, 怕啥倭寇? 倭寇赶来, 献一个杀一个, 灭绝为止, 况且, 第一批士兵, 后续还会继续招募, 倭寇将在无力深之处, 看着这些士兵, 朱元璋心中有颇多感叹, 已经预见到, 倭寇彻底消灭, 指日可待, 他老早就想灭了倭寇, 却一直没有灭掉倭寇的实力, 倭寇反倒越发猖狂, 每一次大军围剿, 倭寇竟比泥丘还滑, 溜得无影无踪, 上了船就顿入汪洋大海, 影子都不现, 大军又不能长, 欺住扎外地, 顶多抓捕数百名倭寇, 就得返回, 朱元璋为此也挺无奈, 可现在, 福州周边倭寇, 早晚会被这些府兵剿灭, 还不需增加额外支出, 夜深, 散尽, 朱元璋有了单独跟宋颖相处时间, 宋颖一见朱元璋, 就开门见山, 朱老爷, 你搞得到船吗? 是能够在海上披风展浪的海船, 这, 非常重要, 文言, 朱元璋脸色凝重, 盯着宋颖没有开口, 心里却快速撕存, 宋颖为什么突然要海船, 真要出海吗? 宋颖也太折腾了, 不行, 绝对不能应成, 绝对不能放开进海令, 旋即, 朱元璋面色冷淡看着宋颖, 宋大人难道忘了大明的进海令? 宋颖无奈点头, 怎么会忘? 正因为没有忘, 这才找上你啊, 朱老爷, 无论如何, 你都要帮我这一次, 朱元璋摇头, 你死了这条心, 我搞不到海船, 也不会帮你, 皇上若是知道, 咱违反禁令, 是要掉脑袋的, 你难道不怕杀头吗? 宋颖脸上都是无奈, 怎么不怕死, 怕死就不出海了吗? 朱老爷, 大争之事在争先, 慢一步步步慢, 宋颖见朱元璋言由不尽样子, 也是挺无奈的, 他也不能直接说, 现在是在世界圈地的大好机会, 大明舰对所向批命, 谁敢说个不字? 宋颖深吸一口气, 尽量劝说, 是不迟疑啊, 片刻都耽误不得, 海上岛国物产丰富, 出海一趟赚个上千担不在话下, 除了马铃薯, 还有玉米, 土豆等物都能亩产上百十, 朱元璋当即想到宋颖说过亩产上百十的马铃薯, 难不成真的有? 此时? 宋颖忽然道, 朱老爷, 既然搞不到班, 能否搞一个皇家造船批文? 朱元璋一正, 批文? 你还懂造船? 我不会, 可以找会的人啊, 宋颖笑道, 而且, 我要的海船是铁船, 不是木船, 木船在大风大浪海上有解体的危险, 铁船船体牢固, 不用担心被风浪摧毁, 宋颖说完, 微笑望着朱元璋, 铁能驻造船? 这宋颖该不会是胡我, 想到这, 朱元璋脸都黑了, 呵斥起来, 造船不是耳系, 况且还是用铁造, 你知道如何造船吗? 你知道楼船在江河上都有可能沉没吗? 朱元璋细数航海的危险, 这些宋颖自然清楚, 不然也不会想到用铁造船, 只有铁船才经得起大风大浪, 宋大人, 做人不能好高无远, 咱们必须谨慎, 宋颖早料到朱元璋会质疑, 信心满满抽出图纸, 在朱元璋面前展开, 映入朱元璋眼里的是逼真的设计图纸, 上面标注着船体相应尺寸的构造图, 繁杂中透着简单, 朱元璋瞳孔微眯, 心脏紧缩, 无比震撼, 宋颖自信一笑, 我到福州后, 第一时间就开始设计铁船, 此船体总长180米, 宽60米, 用钢铁铸造龙骨, 当然, 虽然是叫铁船, 可碍于技术, 还做不到全船都用上钢铁, 船身用铁板包裹上石木, 得以让船更加牢固, 万事俱备, 现在就差手续, 拿着霸气外露的造船图纸, 宋颖一脸自信地介绍着, 许久, 朱元璋大致清楚, 这是第一代铁板的图纸, 用钢铁包裹上石木, 并用铁板固定船身, 炮火和风浪皆不必害怕, 大风大浪未必有影响, 若是在近海航行, 根本不用担心沉船, 对上母船, 它就是海上霸主, 这还是受到技术制约, 日后改良换代, 甚至能装上火炮等武器, 这船若是能建成, 火炮的威力加上坚固船身, 横行海上完全不是梦, 万炮齐发之下, 谁敢争风, 宋颖美好的描绘, 使朱元璋明白, 真要造出铁船, 海战格局立变, 却又觉得异想天开, 钢铁铸造的船, 在海上能浮得起来吗? 只怕一入海就沉了, 一想到损耗大量人力物力, 造出的船会沉没, 朱元璋就摇头, 宋颖, 这不是尔系, 造铁船, 我看还是算了吧, 木船质量不过关都能沉, 况且是铁船, 见朱元璋不相信, 宋颖急了, 朱老爷是属牛的吗? 如此钻牛脚尖, 他拉上朱元璋就走, 身旁锦衣未神色大变, 便要出手, 朱元璋以眼神示意, 这才假装无视般紧随身后, 宋颖将朱元璋带到池塘边, 对下人说, 把模型拿来给朱老爷开开眼, 下人取出铁船模式, 一艘造型逼针, 约有半人高的小铁船, 映入眼帘, 朱元璋一眼看出, 这是图纸上的成品, 只不过是缩小版, 朱老爷请看, 这艘船全部用钢铁铸造, 船体小, 可以整体胶筑而成, 大船这胶筑技术还不行, 这才采取用钢铁来包裹石墓来修造, 日后若是技术成熟, 可以整船都用钢铁胶筑, 朱老爷觉得, 这小船入水会沉吗? 其实不用实验, 你就想铜盆入水为何不, 沉就清楚了, 说完, 宋颖示意朱元璋亲手实验, 朱元璋拿起铁船, 重量上是全铁没错, 看出小铁船没有用其他材料, 心里不由疑惑, 难不成, 这小铁船遇水真能不沉, 知识这么重的铁船, 怎么可能浮得起来? 刚才宋颖还说, 铜盆也能浮起来, 不会沉默, 宋颖看出朱元璋疑虑, 档吉说, 试试不就知道了? 朱元璋也不犹豫, 档吉将小铁船放入水里, 小铁船还真是稳稳浮在水面上, 并没有下沉, 朱元璋惊愕失色, 宋颖所说, 竟然全对, 朱元璋也不蠢, 小铁船能扶着, 宋颖造的大铁船, 也定能在海里航行, 知识两者体积悬殊较大, 真的莫问题吗? 这时, 朱元璋又有了新疑虑, 当即问宋颖, 铁船看来能在海上航行, 就是整体不用钢铁铸造, 仅用钢铁包裹船体, 也不是小数目, 你上哪搞来那么多的铁? 宋颖自信摆手, 这不用担心, 明日我介绍艺人与你认识, 有他, 多少的钢铁都搞得到, 你只要帮我, 搞到批文就行, 朱元璋献宋颖一点自信, 下意识点了头, 宋颖志在必得, 就等造船批文, 但造船的铁哪来? 谁不, 知, 钢铁都归铁之所管着, 宋颖有什么办法, 搞到大量钢铁, 一日, 朱元璋等人返回福州城, 原来是不同, 反城时, 人人都信心大增, 斗志昂扬, 说话办事都自信满满, 朱元璋看得出来, 大小官员此刻已经凝聚成绳, 做事的效率也大增, 官员虽然仍然流连轻楼, 朱元璋知道, 很快福州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 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巡视府兵后得来的信心, 修整过后, 受宋颖邀请, 朱元璋来见宋颖所说之人, 心想谁有这么的本事, 竟然让宋颖不用担心钢铁来源, 就算之是用钢铁包裹外层, 所需钢铁也是天文树木, 何况还有长达180长的龙骨, 这可不是铸造兵器的180斤用料, 而是少说十万斤, 甚至百万斤的铁料, 他贵为天子, 要如此多的铁, 都得跟铁制所商量, 况且, 这还只是一艘船, 宋颖又怎会满足之舰一艘船呢? 后续用铁, 数量不敢估量, 朱元璋撕寸时, 进来一个锦袍男子, 一现身便对宋颖大喊, 宋大人, 好久不见, 大人有事只管吩咐, 我吕良绝无二话, 宋颖摆摆手, 点头示意他坐下, 上了查后, 这才道, 今日是想让你认识一人, 这是马皇后的亲戚朱老爷, 正是他帮我搞来的皇家特供批文, 造船已提上一程, 就等他搞来造船批文, 文言, 吕良立刻看向朱元璋, 朱老板姓慧, 小的是铁商会的东家吕良, 我吕良从原庭出建立时就做铁器生意, 只要是关铁,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朱元璋微愣, 一律顿生, 好家伙, 从原朝起就做铁器生意, 规模的有多大, 知识朕怎么从未听说过这号人物, 宋颖似乎知道朱元璋在疑虑什么, 对他解释, 吕良祖上祖已是军械长统领, 吕良占天下, 铁器份额进半, 吕良文言, 神色略有暗淡, 因为战乱, 家族若破了, 好在的宋大人看中, 才有我吕家雄起的机会, 若不是宋大人搞大基建用铁, 都给了铸铁商会, 我吕良还不知道, 在哪嘎拉里挖铁呢, 朱元璋明白了吕良的实力, 历经两朝的底蕴, 需要再多的铁, 铸铁商会真的能搞定, 宋颖这小子行啊, 手握天下过半铁量的势力, 都能归他所用, 而且看着吕良, 视宋颖为恩人般的敬重, 不过, 知识瞬间, 朱元璋神色微宁, 不对, 宋颖不对劲, 此时, 朱元璋心里惊天骇浪, 突然想到, 自己对宋颖的认知, 是有正绩, 得民心的贪官, 可再多的正绩, 只靠一人如何办得成, 大小琐事, 宋颖紧动嘴, 就能办好了, 神仙都做不到, 只能说, 宋颖身边有一批人, 比如在配线时的作坊加工, 再如福州的六千万大基建, 想到这, 朱元璋按惊, 自己还是把宋颖想简单了, 只因要造船, 才浮出吕良这大恶, 其他行业背后呢? 朱老爷, 想啥那么入迷? 宋颖不满地打断了朱元璋思考, 现在时机不对, 回过头来一定要彻查宋颖, 我在想, 怎么搞屁文? 朱元璋搪塞了一句, 宋颖听得眼睛一亮, 朱老爷果然有实力, 万事俱备, 知欠你这东风, 吕良负责铁器, 我负责招人, 等屁文下来, 造好船石斧兵也炼成, 咱们就可以坐等发财, 吕良眼睛也亮了, 发大财, 宋颖瞪了他一眼, 怎么, 你也要掺和出海赚钱, 老实挖你的铁, 单就造船的铁量, 都够吃到兔, 老实守好大本营好了, 再有好事, 我让人找你, 吕良尴尬地摸了摸脑袋, 宋大叔教训得对, 我这就回去做准备, 宋颖点头, 马上去申请地建制铁厂, 丢亡死石制铁, 朱元璋现状为之皱眉, 如此棘手的事情, 宋颖三言两语言就搞定了, 现今就等自己搞到批文了, 宋颖一定是极想出海, 不然不可能卖力推动, 朱元璋不解地问, 宋大人为何一定要出海, 还如此直着, 着急, 宋颖文言陷入了思考, 两久, 他仿佛决心已定, 全盘说出他所想, 朱老爷可留意过大明之外的疆土, 可知道有些地方, 已经是翻天覆地大变样, 见宋颖表情临重, 朱元璋顿时沉默, 大明外的疆土, 这时, 宋颖又说, 说那些有点远, 我先以福州为原点, 搞个复国三策, 若是能成福州上交的税收, 可高达大宋年间四成赴税, 出海便是这计划最重要一环, 朱元璋回京几日, 还是常能想起宋颖那日之话, 也是那日, 宋颖第一次剖析新生, 朱元璋莫全懂, 但也知道的大概, 首先, 逐大明外的疆土, 正发生极大变化, 其次, 宋颖这摊, 官也有梦, 正在实施复国三策, 日后上交的税收, 高达大宋赴税四成, 大宋每年, 可是一七千万两白银的赴税啊, 四成, 近乎七千万, 一个福州, 怎么做到, 朱元璋摇头否定, 心里却充满期待和信任, 见过沛县的好日子, 也见过福州欣欣向荣的大基建, 想到宋颖的豪言壮志, 还想到对宋颖的猜忌, 朱元璋陷入深思, 我土谢你, 朱元璋清楚, 有那些银子加持, 大明的发展想都不敢想, 治理黄河, 扩建军队, 之前不敢想的事情, 都敢做了, 他是用讨饭碗开局打下江山的皇帝, 却无法像强唐附送那样随心, 是什么制约了他, 自然是银子, 也罢, 先由得你折腾, 朕会一直看着你, 你真有能力, 朕给你留位, 朱元璋愣神看着奏折上胡为拥三个字, 锦衣卫统领胡雄敬献陛下, 太监低声通报, 朱元璋看着奏折正皱眉, 头也不抬, 让他等着, 太监叩拜退出, 走向胡雄, 皇上让你等着, 胡雄心里咯噔, 点头跪下不敢动, 手边放着福州账本, 烈日当空, 胡雄不敢有丝毫动, 谈, 甚至, 冷汗沉沉, 此刻他心如死灰, 这次是彻底完完了, 身为锦衣卫, 竟然还让皇帝给杀了, 即便那是演习, 也是重罪, 罪不容诛, 胡雄倍感委屈, 对宋颖也是心生怨恨, 你宋颖一个文官, 训练特重兵干吗? 难不成要造反, 潜伏一夜, 十来号人就将朱元璋给击毙了, 北出草原对付北鲁不行吗? 出海去清脚海扣啊, 激翻感叹, 自己还是差太远, 宋颖, 简直就是专为客他锦衣卫而生, 之前的拱卫司也是如此, 赚钱比不过, 现金连藏身的本事 也比不过, 他宋颖做什么贪官, 就该去做开拓疆土的将军, 实在不行, 锦衣卫统领让给他也行啊, 胡雄快要热晕了, 也不敢动, 就期盼罪不至连累家人, 明月高挂, 朱元璋批完奏折, 淡淡道, 传他进来, 胡雄亮呛着起来, 进殿后立刻跪下, 罪臣胡雄, 请皇上治罪, 朱元璋淡然问, 你有何罪? 一句话, 竟显帝皇气势, 胡雄僵了僵, 臣护驾不立, 臣有罪, 朱元璋摇头, 送赢炼军有一套, 你敌不过特重兵, 事出有因不怪你, 可你为时摩连福州公关费一事, 也未, 能查出, 而且还是明面上的事情, 朱元璋杀气腾腾, 犀利目光盯着胡雄, 朕还敢将重任交付于你吗? 你当真让朕失望, 胡雄身行战力, 扶在地上, 臣知罪, 求陛下给臣补过的机会, 臣定不会再犯这等低级错误, 胡雄心知, 皇帝对福州公关费一事, 极其失望, 让皇帝耿耿于怀, 还是演习一事, 纵然是演习, 也容不得皇帝被杀, 绝对不容许, 朱元璋沉默不语, 却思续万千, 锦衣卫不是特重兵对手, 也就算了, 可特重兵就潜伏在他身边, 竟然也毫无察觉, 实在是失望透顶, 虽然说锦衣卫刚成立, 不是特重兵的对手, 也算事出有因, 但这不能成为推卸的理由, 更和旷连明面上的事情也查不到, 如何查得出隐藏在深处的东西, 锦衣卫是时候该整顿了, 再如此, 难当大任担不起监察百官的重担, 胡雄脸色煞白, 不敢抬头, 面临死亡, 想不惊恐都难, 也罢, 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朱元璋谢恩起身, 万幸自己还活着, 即刻起整顿锦衣卫, 若是连潜伏, 监管百官都做不好, 朕不介意坏人, 骂完, 朱元璋财, 问, 锁报何事, 胡雄连忙举起账本, 户部已查完福州账目, 朱元璋翻开一看, 福州财务总账, 福州支出, 收入明细, 福州建设资金支出明细, 福州投资资金收入明细, 府兵训练支出明细, 这些账目一目了然, 朱元璋眼睛一眯, 先查看总账, 上面记载了宋颖上任以来, 福州账总收入及支出都认真做好记录, 系到美文前支出, 官员俸禄, 建设用款等都有记录, 看着账本, 朱元璋知道, 账目上没有做手脚, 账本是真的, 朱元璋神色微变, 比较护部的记账方式, 再看看宋颖的账本, 他气不打一处出, 身为朝廷前代子的护部, 做账手法都不如福州, 甚至都不是一个层面上, 乃回查看护部账本, 不看个头昏脑账, 才能略知一二, 而看福州府账本, 却一目了然, 不比不知道, 朱元璋觉得, 护部官员全是酒囊饭桶, 连账本都记不好, 留他们何用, 这让朱元璋生出护部, 也要整顿的想法, 那些常如果脚步的账本, 也敢给他看, 明摆着想糊弄, 护部, 必须要整治, 账本上也列出了公关费的开销, 朱元璋正想仔细查阅, 马皇后到了, 妹子, 你来得正好, 与朱看看福州公关费在不在账本上, 咱不信, 花了银子敢不报账, 马皇后坐了下来, 翻看了一下账本, 最后指着数额巨大的建筑账目, 重吧, 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有公关费, 朱元璋点头, 皇后与咱想到一块去了, 这里支出较大, 公关费并入一起根本不起眼, 马皇后又指着士兵强训粮草开支, 这其中可能也含有公关费, 还有马路建设这项或许也有, 这时, 马皇后惊讶地发现, 皇上, 宋颖上任才几个月, 赋税就高出几倍, 宋颖倒是能耐, 还有这账本, 比户部之前做的墙太多了, 是户部出了什么能人吗? 朱元璋听着心里不舒服, 面有韵色, 是户部都查不出福州账目有没有问题, 才让胡雄带给朕自己看, 这么好的记账方式, 户部竟然连抄都不会抄, 是怕朕知道他们的账目有问题吗? 否则, 朕怎么可能一目了然就知道了福州的账目, 每个月的开销, 通过账本是查不出福州的问题, 恐怕很难再往下查了, 朱元璋郁闷地叹气, 不管怎么处置宋颖, 这福州的账目一定得查, 除非朝廷进驻福州细查, 否则很难查出问题, 朝廷介入, 又失出无名, 宋颖毕竟是真的在福州做了好些立国立民的事, 朝无缘无故地去查他, 他会怎么想, 哎, 怎么才能抓到他的把柄, 见朱元璋叹气, 马皇后没有去安慰返校了, 笑声在大殿里回荡, 好一会儿才停下来, 众八, 咱很久没见你如此在意一个人了, 这个宋颖, 真是让你费心了, 想到这段时间自己不停地揣测, 绞尽脑汁都想找到宋颖贪污罪证, 朱元璋愣住了, 是啊, 宋颖还真难缠, 不仅让自己几次犹豫不决, 又不停揣测, 不停查, 愣是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滑溜得像泥丘一样, 当然, 朱元璋自然不会在马皇后面前承认, 挥手霸气笑道, 杀宋颖, 还不是小事一件, 只要你说话, 咱现在就下令杀了他, 马皇后大惊, 皇上不可, 宋颖虽然贪, 却功过于贪, 再说他身得民心, 皇上可不能冲动, 马皇后握紧朱元璋的手, 就怕他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再说宋颖本事不小, 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贪点也没事, 等宋颖哪天惹的民愤, 那实在动手都行, 听到这话, 朱元璋沉默不语, 现今连妹子都觉得, 可以放过宋颖了吗? 政绩就当真能高过罪行, 朱元璋突然闪过这个念头, 可想到世民如子, 朱元璋无奈摇头, 现在处置宋颖, 已经不是皇帝与官员, 朝廷与地方的问题, 而是世民如子, 不然, 朱元璋也不会至今还犹豫不决, 否则, 杀个贪官, 要什么证据? 贪官向来是有一个杀一个, 可父母官加上贪官, 不好下手啊, 被百姓称为父母官, 可是要记入地方制, 名垂千使的, 咱当柜子手, 史书上会如何记? 红武十二年, 福州父母官宋颖被朱元璋所杀, 这事不好办, 杀是行不通了, 可把柄也抓不住, 就连政绩都不好展开调查, 福州官员正热火朝天大干, 咱突然派人去查宋颖, 让百姓怎么想, 官员怎么想, 想着宋颖的言行, 朱元璋只能叹息, 抛开他贪银子不论, 宋颖还真是好官, 宋颖让沛县繁荣, 让福州昌盛, 福州之前还需要朝廷资助, 现金都能上脚赴税了, 正因为如此, 才让朕犹豫不决, 见朱元璋换得换尸, 马皇后笑了, 宋颖的治理水平, 能与李善长媲美了, 宋颖说, 女子顶半边天这话, 说到马皇后心坎里, 马皇后一脸正色, 皇上, 宋颖哪天真犯事了, 能包容就包容一下, 咱们恨贪官, 是因为贪官不顾百姓死活, 宋颖也贪, 却是为百姓做实事, 朱元璋不禁沉默, 连皇后都对宋颖变得宽容, 这小子哪来的魔力, 再说李善长, 虽说是治理有方, 可地方尚却, 看不到百姓发自内心, 得笑容, 况且, 李善长就不贪吗? 不见得, 知识没有抓到, 把饼罢了, 毕竟一起打得天下, 不好仔细去详查, 有李善长又想到胡为庸, 或许贪得更多, 天下就没有几个官员是不贪的, 朱元璋清楚也明白, 不然, 为时摩名垂青史的人都是清官, 还不是携手, 才有如此, 真论其清理水平, 宋颖绝对是力拔头筹, 不花朝廷一文钱, 还能替朝廷创收, 还有存粮, 咱收复了汉人的河山, 但李善长和胡为庸, 可想过让大明江山永固, 宋颖不但想了, 甚至已经在实施复国三策, 这样的贪官, 多包容有何不可, 杀他还真不值, 把他往死里使唤, 才对, 平复下情绪, 朱元璋开口, 论治理水平, 李善长还输宋颖一筹, 李善长治理的地方, 百姓也没见开心笑过, 宋颖就大不同, 治理过的地方, 百姓都笑开了花, 这其中必定有大智慧, 朱元璋谋中, 全是赞赏, 还有无奈, 宋颖, 咱有一百种不杀他的理由, 杀他只有一个字, 贪, 可若真杀了, 百姓会把咱说成什么? 昏绝? 武断, 朱元璋知道, 没有罪证, 宋颖绝对不能杀, 马皇后想的却是宋颖那么有本事, 不如让皇儿去学习如何, 朱元璋大愣, 自己总不能动不动就微服私访, 又还不能放任宋颖不管, 让皇儿却还真行, 彪和耍儿, 静气都忙啥, 马皇后笑了, 他们自福州回来, 迷上了大基建和宋颖的治理手段, 耍儿还说了, 回封地时, 也倒大基建, 朱元璋欣未点头, 多学本事有利于耍儿治理封地, 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朱元璋对长子的喜爱, 恨不得现在就传位, 彪不适合学习治理地方, 而是要统侠朝廷, 余下的有朝臣, 咱给彪打好基础, 日后彪登基, 治理天下不能如这般糟糕, 聊到朱彪, 朱元璋就开心, 现今收集好宋颖罪证, 再把宋颖交给彪, 好方便使唤, 朱元璋想了想, 让朱刚和朱棣去历练一下, 他俩就要成年, 不能再混日子了, 马皇后也赞同, 就这磨定, 说吧, 他对太监吩咐去传朱棣过来, 很快, 一个锦衣华服的少年来到大殿, 正是朱棣, 年仅十六岁的朱棣, 神色恭敬里透着些不耐烦, 参见父皇, 母后, 父皇招臣是有什么事吩咐臣吗? 朱元璋瞪了他一眼, 末世不能找你吗? 听闻近期你挺欢托啊, 上课睡觉, 天天骑马乱逛, 朱棣也不装乖巧了, 撇嘴道, 夫子的课没意思, 臣要习武, 要封狼居须, 踏平乌齐, 他昂着头, 充满着少年的叛逆, 朱元璋怒而起身, 一脚踹向朱棣, 你反了天了, 不读书, 还敢狂言封狼居须, 你小子写得出这几个字吗? 朱元璋肺都快气炸了, 被踹得朱棣面色不拒, 父皇在动手, 而臣就去参军, 不踏平乌齐是不归, 马皇后沉着脸, 吐出一个字, 揍, 重巴使劲的教训, 朱元璋哪还等马皇后开口, 此刻, 两脚就将朱棣踹飞出去, 幸亏朱棣一直习武, 身体也硬朗, 被猛踢脊脚, 愣是莫是, 只不过瞳孔里, 多了一抹巨色, 眼见朱元璋神色猙獰, 向他走来, 连忙大喊, 学, 我学, 父皇我学就是了, 别再打了, 朱元璋没有犹豫, 拿起藤条, 就是一顿揍, 咱让你不踏平乌骑士不归, 咱让你疯狼居虚, 一顿拳打脚踢, 朱棣嗷嗷叫唤, 边躲边, 喊, 别打了, 我服了, 狐兄低垂头, 只当自己是聋哑人, 这一幕, 他早就司空见惯, 朱棣好动贪玩, 没少挨打, 每回说改, 从来之事说说, 心里并不服, 唉, 朱元璋只打得朱棣掉泪, 这才挺手插腰, 你和老三去福州, 跟着送颖学习如何治理地方, 三天内就给咱出发, 被打服的朱棣连连点头, 突然眼睛一亮, 出宫, 美啊, 见朱棣莫之声, 朱元璋才挥手, 小兔崽子, 滚吧, 等朱棣一走, 马皇后笑着道, 打得好, 这小兔崽子, 也不看看自己才多大, 啥都敢想, 狐兄身体颤抖, 也想走人, 毕竟是皇家私事, 不是他该听的, 朱元璋没有多想, 摇摇头, 老四爷许还真有踏平乌齐的本事, 这小子身体壮如牛, 是练武的好胚子, 回头乍然看到狐兄, 立马挥手, 滚, 狐兄如死里逃生, 连滚带爬离开, 马皇后皱眉, 重疤, 身为天子, 还是要注意严刑, 让臣子误会可不好, 朱元璋傲然笑了, 谁敢管咱, 马皇后疼得起身, 走到朱元璋身边, 伸手就扭他耳朵, 莫人管吗, 哎呦, 妹子, 你松手, 朱元璋歪着脖子, 被马皇后扯着走, 嘴里只喊疼, 作为大明第一任皇帝和皇后, 权势和实力皆是罪将, 手握生杀大权, 权力归一, 众人臣服, 可朱元璋和马皇后之间, 向来不知道规矩, 仪容仪态什么的统统不存在, 两人犹如寻常百姓般说笑, 打闹, 丞相府, 坐在大堂上的胡维雍眼中一片阴霾, 下人正在禀报, 皇上昨日回京, 今天把四皇子朱棣叫过去打了一毒, 皇上查了福州账目, 对护部颇有微词, 皇上这次又去了哪, 胡维雍淡淡道, 去了福州私访, 具体还做了什么, 不得而知, 胡维雍脸色殷勤不定, 自己前不久, 才因为福州刁民上访一时丢脸, 怎么皇上又微服去福州献送饮, 送饮凭什么值得皇上这么做, 胡维雍私寸间突然一愣, 神色凝重地自语, 难不成是想扶持第二个刘伯温与我抗衡, 不行, 得去趟福州, 作为丞相的胡维雍, 想去福州, 自然不是难事, 说走就走, 一路车马劳顿, 到了福州胡维雍立刻就下马, 查看朱元璋为什么如此重视福州, 是因为福州, 还是因为宋颖这人, 这里面一定有秘密, 可当他看到福州后, 胡维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视线之内, 人山人海, 大量的劳工在劳作, 商贩的吆喝随处可见, 出入城门的人络绎不绝, 福州城内随处可见残垣断壁, 但还有大量的奇特建筑在兴建, 路面上, 大量侵蚀被掀开, 重新打磨重铺, 随处可见的带刀捕快正在巡逻, 胡维雍只有一个念头, 调动这么多人, 得消耗多少粮草, 福州竟然这么阔绰, 简直跟朝廷的治水工程不相上下, 胡维雍脸色古怪地进入了福州城内, 看到两旁的店铺里堆满货物, 从店铺出来的人, 也都背着大包小包, 脸上全都是喜色, 看不出一点心疼, 不远处, 有家九四镇在受卖名为碧玉烧的酒, 一两银子一壶, 可眨眼间就有百事人来买, 胡维雍看得猛逼了, 福州百姓, 银子都不当银子吗? 一两银子的酒也如此舍得, 况且这些人肌肤粗糙, 一看就不是有钱人, 竟能喝得起这价格的酒, 便是京城百姓都舍不得这么喝, 是不是跑错了地方, 这里不是福州? 胡维雍喃喃自语, 哪怕眼见为时都不敢相信, 刚刚结束战乱的福州这么繁荣, 根本不像是受过战火荼毒, 特别是百姓似乎都没有烦恼, 这时走过来一个手握铁锹的男子, 胡维雍实在忍不住了, 拦住男子客气地问, 老哥, 你这是要干什么? 男人养了养铁锹, 去上宫, 胡维雍追问, 上宫? 不是去摇曳的吗? 看你很高兴啊? 男人哈哈笑了, 你是外地人吧? 宋大人早取消了摇曳, 咱福, 周没有摇曳一说, 官府让我们干事, 都得付银子, 胡维雍追问, 给钱? 多少钱? 男人面上得意, 别的人我不知道, 我砸陆基, 砸墙一天至少五百文钱, 胡维雍头有点晕, 一天五百文, 一个月下来, 这得多少银子? 而且还不是摇曳, 官府得花银子故宫, 谁给宋银胆子敢这么做? 没有摇曳, 黄河泛滥时找谁赌? 大军征战时, 谁来运粮草? 这宋银好大的胆子, 敢废除朝廷国策? 不多说, 咱去开工了, 大人若是想做买卖, 可去土地司, 在咱们福州做生意, 保你知赚不亏, 说完, 男人匆忙离开, 土地司是什么? 竟能赚钱? 胡维雍脑子不够用, 怎么一个劳工, 也懂经商, 必须要去瞧瞧, 胡维雍一番打听, 终于来到土地司门前, 这里人来人往, 皆是川金带银的商人, 胡维雍刚踏进大厅, 当即被眼前奢华金的木凳口呆, 地面用汗白玉铺旧, 十八根笔直的金丝红木当作立柱, 椅子都是紫檀木, 桌子上数十个琉璃尊, 随意地摆放着, 胡维雍记得, 京城卖过一批琉璃, 就只好几百万, 这样的一座阁楼, 得花多少银子? 福州府扩戳到这种地步, 本相怎么一点风声也不知, 福州府上下官员, 是我这个丞相为吾吾吗? 这时, 二楼传来喧哗声, 胡维雍抬头一看, 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上百名商人, 人手一大把银票, 使劲挥舞, 这是干什么? 当胡维雍看到拍卖台后, 懂了, 假自205号地开拍, 起拍价四千两银子, 加价不得少于六百两, 拍卖师的话音刚落, 一寿高个商股立刻举牌六千两银子, 这一块的我志在必得, 最好别跟我抢, 然而, 没人理会他, 九千两, 说话的是一个大富贤贤的男子, 身边还围着两个美女, 一个喂水果, 一个揉奸, 胡维雍茫然地看着这一切, 好半天都理不出头绪, 银子不是钱了吗? 得多大的地值九千两? 一万两? 这么高的罕价, 引起议论一片, 假自205号值这个价吗? 不知道了吧, 这快递位置的规划, 是可以开庆楼的, 眼瞎呀, 开什么庆楼? 这可是未来的西城商圈中心, 别说一万, 五万两都值,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可以捡漏呢, 这么贵, 真心拍不起, 想多了吧, 在场之人, 哪个不是人精, 捡漏能闻得到你? 不过咱也别泄气, 大击剑才刚开始, 后续还有第二, 三七, 不怕墨钱赚, 胡维雍今额听着一万两, 五万两, 以及大击, 剑等说辞, 他唯一肯定的是, 这些人疯了, 什么地能值五万两, 地底下买有黄金吗? 还有大击剑, 不过是劳民伤财的借口, 却怎么人人觉得能赚钱? 听说三楼还有模型, 胡维雍决定上楼看看, 正准备起身, 突然传来一声尘吼, 三万两白银, 胡维雍一个踉呛, 什么? 三万两? 没等胡维雍反应过来, 再次响起了竞价声, 胡维雍最后被三楼展厅里的模型, 分散了注意力, 整个展厅只有一个模型, 一看却是福州日后规划的样子, 上面悬标出了区域规划的详情, 楼下正拍卖的地块, 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块, 这么一小块地, 竟然买一万两, 三万两, 那要是把整个福州府全卖了, 得多少银子? 至少不得上千万银子, 死, 大明一年才收多少税? 满打满算才千万两而已, 而福州一块地, 就抵大明五年税收, 随即, 胡维雍神色一变, 福州绝对不是今日才卖地, 那之前卖地的钱, 哪去了? 如此巨额银子, 朝廷一点风声都没有, 这银子归谁了? 贵为丞相的他, 愣是一文钱的孝敬都没有, 恍惚间, 胡维雍心中一动, 想到自己因何而来, 陛下几次三番, 又是为谁来福州? 知府宋颖? 不用想, 卖地, 钱, 定是落入宋颖的手里, 胡维雍望着模型, 忽然有些期盼, 宋颖竟然比丞相都坦, 这么庞大的银子, 给户部的账本上, 可是一文钱都没有标注, 宋颖真是好胆子, 还有福州上下大小官员, 胆子也不小, 这么多的银子, 都不分出来一点, 全部独吞, 不想活了, 这是, 想到宋颖和福州官员, 把至少千万的银子都吞了, 胡维雍就无比眼热, 该死, 全都该死, 胆胆当自己这个当朝丞相不存在, 胡维雍目光瞬间冰冷, 冷哼一声下了楼, 出了门对着手下, 护卫吩咐, 去, 先找个客栈住下, 找路人打听了下, 他们来到当前福州最奢华的客栈, 天上居, 不过, 当得知住一晚需要三十两银子的时候, 胡维雍立刻嘴角抽搐, 身为丞相, 怎么可能缺银子, 他是生气这客栈的赚多少钱, 自己竟然没有收到一个字, 叔叔可以忍, 神神也忍不了, 走进客栈, 胡维雍恍惚来到了皇宫, 不过是一个客栈, 窗户竟然是流离的, 还有屋子里的座榻, 柔软得很是舒服, 手下看着胡维雍享受的表情, 小声地问, 皇上来这到底做什么, 福州的情况, 皇上知道吗? 胡维雍目光一冷, 怒斥道, 特妈的皇上能不知道吗? 要不知道, 至于总是微服私访, 还不去别地, 屡次都是福州, 就奔着宋阴所在地, 说到这, 胡维雍瞬间顿住, 眸底皆是冷光, 望着正破土动弓的福州, 胡维雍眼中一闪而过杀意, 同时, 脑海里快速私存, 朱元璋知道福州的变化, 面对福州如此过分的贪污情况, 也按下步伐, 忍了, 说明什么? 朱元璋是不是正在部署什么? 越往深处想, 胡维雍就越发断定, 朱元璋怕是铁了心要扶持对抗自己的势力, 不然, 朱元璋又怎么可能做事这么大的贪污案不管? 以他对贪官的痛恶, 早把以宋隐, 王雄为首的人全杀了。 徐州屯粮案后, 王雄也不跟淮西一派来往, 福州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身为丞相的他, 竟然听不到丁点风声, 难怪皇上隐而不发, 竟然已经容不孝我了吗? 怕是正等着宋隐这些人做大, 就放手与我为敌, 想要我倒台? 这可不是朱元璋你一人的大名, 胡维雍神色慢慢变得凌厉起来, 去安排下, 本相明日去会会宋隐, 小思退下去安排, 透过窗户看着远方, 胡维雍身上的杀气越来越浓, 今日目睹福州的变化, 在想到朱元璋近期反常的举动, 胡维雍顿感紧迫, 他自言自语, 若是放任自留不管, 上面迟早会对我动手, 你当你的天子, 我做你的臣子, 不是很好吗? 胡维雍关上了窗户, 确定左右无人后, 立刻取出笔案书写, 许久, 胡维雍走出房间, 将密函递给侍卫, 诉讼回京城我常去的酒寺, 这是送往东海的信, 要是误事, 唯你是问? 侍卫郑重点头, 消失于夜色中, 看到侍卫莫影, 胡维雍心中的压迫感, 才缓缓松了起来, 一日, 胡维雍早早带上侍卫, 直奔府衙而去, 胡维雍觉得, 他需尽快见上宋颖一面, 先下守围墙, 不然, 等皇上和宋颖等人联手, 就被动了, 对于宋颖, 就算拉拢不了, 至少让他不敢贸然与自己为敌, 宋颖一个小小的知府, 想来也不敢造次, 这么想着, 胡维雍就走上前去, 只是, 还没等他踏入大门, 就让卫兵冷脸拦下, 见宋大人, 先交两千两件面脸, 也不打听点, 就敢硬闯, 活腻歪了吗? 胡维雍皱眉, 二千件面脸, 宋颖摊得比他还要过分, 胡维雍顿时冷脸, 我找宋颖有要事, 让开, 此话一出, 卫兵直接炸锚, 你是什么人, 也敢直呼宋大人名字, 外地来的吧, 一点规矩都不懂, 赶紧的, 想先宋大人先交银子, 然后候着, 贵为当朝丞相, 向来都是他仗势欺人, 胡维雍何时受到这种轻视, 当即就怒意直冲上头, 而且, 特摩的这位兵, 比皇宫侍卫谱还大, 况且, 他现宋颖竟然还要付钱, 笑话, 可下一秒, 胡维雍想到今日的来意, 瞬间冷静下来, 现在不是跟卫兵计较的时候, 当务之急地见到宋颖, 等亮出自己身份, 自有人收拾他们, 胡维雍放缓语气, 我乃荡朝丞相胡维雍, 还不退下, 卫兵上了打量了他一下, 然后捧腹大笑, 你是真的能装, 谁不知道丞相大人日理万机, 会有闲心来扶舟, 再说了, 就算你是真的胡维雍, 也得守送大人的规矩, 卫兵眼里尽量讥笑, 杀威棒直指胡维雍, 一副再不识抬举就不客气样子, 胡维雍还未有动静, 身后侍卫怒了, 一名侍卫上前大声怒斥,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荡朝左丞相胡维雍胡大人, 还不识相滚开, 不然连宋颖都救不了你, 另一侍卫也尖叫, 宋颖好大官威, 连丞相大人都也懒, 这是要造反吗? 闻言, 卫兵神色一变, 看来这些人今天是来闹事的, 一名卫兵离开去喊人, 余下卫兵握紧沙威棒, 敢硬闯, 信不信老子将你等统统拿下, 我倒要看看谁敢, 闹事, 话落, 沙威棒抡向站前面的侍卫, 一棒就将侍卫击晕, 这一棒让小司职接下傻了, 胡维雍也是眯了眯眼, 这狗杖人士的卫兵有点实力, 一时间空气里充斥着火药卫, 双方目光皆是不善, 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开打的架势, 这时锦衣卫统领胡雄有远近地走来, 我要献送大人, 胡雄边说边打量火药卫十足的双方, 随即就看到胡维雍当即愣住, 胡维雍同样觉得不可思议, 胡雄怎么会在这里, 胡维雍威愣神, 顺时脑海里涌起骇浪, 想要知道胡雄来做什么, 胡雄毅然, 当朝成相胡维雍怎么会突然来福州, 还在府衙门口, 看这架势, 难不成是找宋颖麻烦, 双方都一律重重, 胡维雍往旁挤走击步, 对胡雄招了招手, 两人避开人群, 这才交流, 胡雄, 你身为锦衣卫统领, 不在陛下身边, 来福州做什么,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胡维雍话里话外都是试探, 本该随时皇上左右的胡雄, 竟然出现在福州, 有蹊跷, 胡雄一脸平静, 丞相大人都来了, 我为何不能来, 况且, 我是受皇上安排来的福州, 道士丞相难不成, 也是受皇命到此, 胡雄面色不善, 就算胡维雍位高权重, 他也并不畏惧, 随即又补充, 若没有皇明, 丞相大人还是让手下收敛为好, 难免哪天这是传到皇上里, 到时候, 说吧, 胡雄毫不惧怕地看着胡维雍, 锦衣卫力属天子, 胡维雍还管不到他胡雄头上, 听出胡雄话里的讥讽和威胁, 胡维雍没有多言, 但额头轻轻暴跳, 显然已是动怒, 只差一个导火索, 他堂堂丞相, 竟被小小锦衣卫威胁, 传出去要被人笑掉大牙, 这胡雄当真以为自己不敢杀他吗? 不过, 今天自己是来办正事的, 这笔账以后再算, 一个锦衣卫也敢狐甲虎威, 真是老寿星吃劈霜, 嫌命长了, 胡维雍深吸一口气, 平复心情, 你倒是关架子十足, 我来见宋银, 咱们最好相互方便, 让我进去, 否则, 小心你的脑袋, 胡雄眯了眯眼睛, 心知现在不是翻脸时机, 不然真要闹到皇上面前, 皇上未必会保他, 他当下点头, 正该如此, 说吧, 走向卫兵, 朱老板有要事找宋大人, 士兵认识胡雄, 知道他是朱老板的随身侍卫, 也不多问, 挥手让胡雄进去, 而胡维雍仍然被拦着, 胡雄轻车熟路地见到了宋银, 是不是又有刁民闹事, 怎么那么吵, 后院宋银边刷牙边问, 胡雄神色有些复杂, 宋大人, 丞相胡, 维雍要献大人您, 但卫兵非要见面里才放心, 大人您还是小心点, 宋银微愣, 你还认识成相胡维雍, 胡雄点头, 跟在我家老爷身边见过几次, 这么一说, 宋银相信来人真是丞相, 老朱的侍卫应该不会认错人, 只是他感觉奇怪, 丞相来这干吗? 不过瞬间, 宋银打了个冷战, 算算日子, 胡维雍会在明年造反, 特魔的谁敢招惹敢造反的人啊, 是活腻歪了, 给成相当陪葬, 宋银脑子快速地转动起来, 人肯定不能不羡, 毕竟胡维雍现今还是丞相, 相当于自己顶头上死, 现在的自己, 根本得罪不起, 一个是胡维雍明年就会失事, 现今最好别接触, 一个是胡维雍现在位高权重, 拒绝见面, 现在就会得罪, 宋银叹息, 算了, 是祸躲不过, 先吧, 宋银重重放下杯子, 大踏步往外走, 丞相到访, 他得亲自迎接, 这点面子必须给, 不过咱尽量别落单就是了, 这胡维雍来准没好事, 想到这里, 宋银看向胡维, 麻烦徐护卫去通知福州官员, 前来拜见丞相, 胡维雍瞄懂宋银的意思, 点头离去, 宋银这才不紧不慢, 向大门走去, 快到门口时, 宋银脸上立刻堆满了笑, 丞相大人利临福州府, 下官莫收到消息, 未能轻盈, 恕罪, 胡维雍上下打量了一下, 心想这就是宋银, 想来是胡维雍通报了, 他冷哼一声, 莫里会宋银, 自顾迈不往里走, 宋银无所谓的耸耸肩, 老东西还在气头上呢, 不过最好气到暴走, 不用说事了, 可惜, 事与愿违, 胡维雍一入内, 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上手, 盯着宋银道, 宋大人好大的官威, 宋银假装不懂, 哈哈一笑, 丞相恕罪, 本官向来醒得晚, 失礼之处, 实在愧疚, 不知丞相因何事而来, 宋银只想糊弄机具, 早点让胡维雍离开, 一个即将造反的人, 跟他多有接触, 以朱元璋多疑的性格, 定会猜忌, 朱屠夫一向薄良, 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明年必定杀个人头满地, 要是砍到他这, 岂不是哭都没地方, 胡维雍抬眸看向宋银, 本相前来, 是想给宋大人送一场大富贵, 只要你听令于本相, 本相必定保你官运节节高升, 宋银呵呵一笑, 暗生警惕, 没有立马恢复, 明显在为造反做准备啊, 这祸是要托我下水, 难不成我脸上写着二傻子吗, 还节节高升, 怕是砍头下地狱吧, 让我陪葬, 想得没, 不行, 必须跟胡维雍保持距离, 绝对不能过多往来, 不然皇帝一定不会轻柔, 而且此时此刻, 朱元璋已精准被对胡维雍动手, 这节古眼上, 谁亲近胡维雍, 那就是把小命拴在裤腰带上, 宋颖呵呵一笑, 丞相大人一直都是下官的顶头上司, 大人的话下官不是很明白, 胡维雍瞬间目光冷如冰, 好个宋颖, 这是故意跟我装傻充愣是吧, 真以为本相不敢动你, 宋颖, 你在沛县和福州探了多少银子, 别以为本相不知, 胡维雍眼皮都不抬, 缓缓道, 你在沛县巧立明目遮掩你的贪磨, 徐州亦如此, 还把王雄也拖下水, 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都知道, 胡维雍目光犀利地盯着宋颖, 官威尽险, 想要威慑住宋颖, 成为本相的人, 这些我权当不知, 并给你贫不清云的机会, 否则, 我立刻上报, 将你贪污一事报给皇上, 六码分尸这等酷刑, 你怕是听都莫听过吧, 说吧, 胡维雍将茶水一饮而尽,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自己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 宋颖再不识去, 那就休怪他翻脸无情, 可就在这时, 宋颖却脸上一红, 猛然大喊起来, 行, 丞相请立刻禀报皇上, 本官光明磊落, 丞相大人一定要检举我贪污的事情, 那就让皇上明察, 胡维雍, 我宋颖就算死, 也要维护, 一身清白, 看着宋颖没有半点理亏, 好似连一文钱都莫贪的样子, 胡维雍瞪大眼睛, 简直不敢置信, 这趟官凭什么一副大意凛然, 清白自在人心的架势, 宋颖, 他怎么敢, 甚至, 完全不怕得罪自己, 谁替他撑的妖, 宋颖当真觉得, 朱老爷子仅仅是皇亲国妻, 那可是当今天子, 他犯下的事情, 朱元璋心里跟个明镜似的, 本相帮他于危难之中, 甚至都点出他贪官身份了, 居然还敢拒绝, 真当本相是病猫啊, 本相都知道你是贪官, 陛下几次微服私访, 能不知道, 这宋颖是低估了本相, 还是想跟本相对着干, 既然如此, 那就羞怪本相赶尽杀绝了, 这时,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是福州一众大小官员来了, 人味道, 两朝为官的临方洞, 声音已至, 胡维雍, 福州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这里没人欢迎你, 滚出福州, 胡维雍眉头一皱, 立马响起, 这不是被自己贬到福州的临方洞吗? 丞相, 末世就别来了, 对, 我们没接到皇上通知, 也并不欢迎您, 其他官员也一口同声地说, 没有人给胡维雍留情面, 胡维雍双目瞪大, 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 这些人, 谁给他们的胆, 他完全想不到福州上下会团结一心, 只为赶自己走, 这时, 又一名官员站了出来, 胡维雍认得此人是布政司徐江, 徐江似笑非笑地道, 丞相来福州有事吗? 末世的话, 我劝大人, 还是快走得好, 最后一句, 徐江加重了音量, 这让胡维雍冷静下来, 布政司经常入宫, 不可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也一点不怕自己, 况且福州官员还如此上下同心, 背后在遮掩什么? 遮掩? 对了, 福州卖地的钱? 没错, 那可是近千万银子, 怪不得所有人都不欢迎自己, 胡维雍环视一圈, 越发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当即一拍桌子怒斥, 你们好大的胆子, 整个府衙大小官员都在贪污, 真不怕陛下把你们包皮冲草, 这话, 所有官员都愣住了, 丞相说什么? 贪污, 还能这么构陷莫须有的罪名, 众人还莫回过神来, 林方栋已是大怒, 天子查到老子在青楼花费十万两, 都没说老子是贪官, 你这老东西踢老子出朝堂, 还敢构陷老子? 胡维雍, 你竟然敢污蔑我, 老子跟你拼了, 说完, 林方栋怒气冲冲抢过侍卫的沙威棒, 喊杀着冲过来, 胡维雍心里咯噔一下, 看老东西这架势, 这是打算和自己同归, 于静啊, 当然了, 这种事不会真的发生, 当朝丞相被下面官员殴打, 死在福州, 朝廷飞得出大乱子不可, 一众官员连忙南下林方栋, 大人消遣, 大人不可, 林方栋使劲正扎, 一副不干掉胡维雍不罢休的样子, 胡维雍见状怒火攻心, 这老疯狗真不怕死, 敢如此开罪于我, 这时, 宋英走到众官员面前, 胡大人, 你是丞相, 我等给你留了面子, 但你到我府邸后, 还说整个福州同僚皆是贪官, 当真以为自己是丞相, 就能一手遮天吗? 听到这话, 林方栋也安静下来, 没错, 这老家伙最是喜欢购线人, 丞相, 你要有证据, 只管去告我们, 若是没有, 也不能如此信口赐黄吧, 丞相要是缺银子了, 我们可以凑一凑, 绝对会让你满意, 这一刻, 福州官员万众一心, 对胡维雍葛中讥讽, 胡维雍听到这些话, 反而镇定下来, 他瞄向宋宁, 神色平淡, 你们少在这儿跟我装傻充愣, 昨日本相什么都看到了, 这是经不起查, 宋大人若是仍然不逝去, 本相也只能禀报皇上了, 剑胡维雍一脸笃定, 官员们有点捉摸不透, 但宋宁和徐江两人, 却是毫无慌乱之色, 徐江甚至还掏出银票拍到桌上, 我明白丞相的意思了, 丞相要银子就直说好了, 多都不敢说, 上千两白银我们还是有的, 只有我们福州府存盈的主意, 这心你就死了吧, 官员们先是一愣, 旋即回过神来, 合着胡维雍闹出这么大动静, 是盯上了福州酷颖啊, 那可不行, 那是福州府全部家当, 是大伙辛苦拼出来的, 眼看着福州就要起来了, 这狗丞相就想摘果实, 要前莫门, 要命的话, 丞相把下官的命拿去吧, 滚出福州, 福州不欢迎你, 这一刻, 所有官员脸色都气势汹汹, 临方洞更是高举沙威棒, 要跟胡维雍同归于尽的决绝, 胡维雍脸色轻一阵白一清, 不过, 见众人对他怒目而逝, 他心里反倒平静下来, 如此捍卫酷颖, 还真有问题, 不然不能拳击眼了, 想到这, 胡维雍一阵冷笑, 哼, 本相这就走, 咱们朝堂上线, 这次, 胡维雍当真走了, 一众官员你看我, 我看你, 今天得罪的可是丞相, 今后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宋颖却笑了, 诸位先回去养精蓄锐, 丞相真要蹭我们一本, 接下来就有多我们忙了, 听到这话, 一众官员不明所以, 应天福, 金鸾殿上, 皇上, 事情就是这样, 福州大小官员都让胡维雍滚, 临方洞操起沙维棒, 就要跟胡维雍同归于尽, 胡维雍一回京, 立刻进官禀告当日一切, 朱元璋听着, 先是无动于衷, 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 直手太监忍不住偷瞄了一眼, 破天荒第一次献朱元璋这么开心, 笑声驱散了大殿里沉闷的气氛, 还真没让朕失望, 朱元璋点评道, 陈也以为宋颖会向胡维雍屈服, 未曾想他竟如此烈心, 胡维雍斗胆开口, 知府竟敢对抗丞相,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朱元璋也点头, 撇向胡维, 你不懂他的报复, 就连朕都觉得震撼, 说完, 他陷入思考, 可片刻, 朱元璋的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就不怕, 这凝聚力太强了, 甚至还把胡维雍轰出福州, 能有官员不怕胡维雍, 这是好事, 但这个兆头并不好, 徐州如此, 今日福州亦如此, 假以时日, 岂不是第二个胡维雍, 天下还有太平之日吗? 至于胡维雍, 明知朕多次私访福州去献宋颖, 他也去献宋颖, 是想招揽宋颖吗? 别以为朕就不敢杀他, 一日早朝, 胡维雍身边官员, 献他面无表情, 都不敢搭话, 心想, 是谁撞枪口伤了? 丞相都敢惹, 活腻歪了吧? 胡维雍面无表情静等朱元璋, 他身后六部官员也沉默着, 朱元璋上朝, 众人跪拜礼后, 胡维雍立刻站了出来, 陛下, 臣有势起奏, 朱元璋四世有了心理准备, 对他点头, 合适? 臣谈和福州知府送颖, 以及福州大小官员集体贪污, 臣调查得知, 福州官员贪污了至少千万两白银, 胡维雍咬牙切齿, 神色阴冷, 闻言, 所有大臣都大吃一惊, 徐达和兰玉这些武将也直臭气, 哪怕往前积个朝代数, 上千万两白银都是一笔巨资, 更别说才建国不长时间的大名, 福州官员胆子真大, 竟然敢贪污这魔多白银, 福州不是去年才结束战乱吗? 这么多的银子是怎么贪的? 大臣们纷纷一论, 朱元璋紧簇眉头, 神色严肃, 可有证据, 说话间看不出情绪变化, 朱元璋早知道福州官员贪, 锦衣卫一直在查都查不到证据, 胡维雍一去福州就查出来了, 太扯了吧, 可别像刁民上访那般又是大乌龙, 胡维雍四世早有准备, 拿出奏折递给太监, 陈清言所现, 也有, 证据, 福州官员贪墨银子正是卖地所得, 一小块地就卖出六万两银子, 这样的地皮至少几百块, 剑奏者已经交到朱元璋手中, 胡维雍继续道, 看福州账本就知道, 并没有这笔银子的存在, 由此断定, 福州官员已经把这笔银子私自纳入囊中, 陈请陛下彻查此事, 胡维雍谋抵闪过灵力冷光, 加重语气, 陈请求陛下将福州知府送颖及大小官员, 布政司徐江等人收监, 对付贪官, 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动手脚, 销毁证据, 朱元璋看着奏折, 在听到胡维雍的话, 眉头直皱, 胡维雍还真找到了证据, 六万两一块地皮, 福州的土地, 确实是可以卖出上千万两银子, 而这些银子, 朝廷一文钱也没有收到, 银子都上哪了? 明摆着被福州府劫了, 文五百官也听懂了, 福州府官员把卖地款全摊了, 上千万两白银, 福州官员摊了那么多, 该杀, 瞬间, 严肃的朝堂上比菜市场还炒, 福州府贪得那么大, 户部和力部两部尚书眼中一闪而过金光, 望向胡维雍, 这要是放过, 岂不愧对他们的职责, 查到银子, 大家分点辛苦费总行吧, 站队胡维雍的官员跪倒一地, 这时不齐心, 啥时候齐心, 恳请陛下彻查福州府, 贪官罪不容恕, 陈请旨前往福州将宋宁等官员收监, 贪官杀无赦, 恳请陛下降旨, 说话间更多官员负义, 皆是要求彻查福州府, 彻查福州府, 朱沙贪官, 胡维雍垂着头, 眼里闪过一抹利涩, 宋宁, 跟我斗, 本相看你还能蹦大几天, 朱元璋不动声色, 这些人的小九九, 他心里明镜一样, 说什么彻查福州贪官, 说到底, 还不是眼红上那笔上千万银子, 别的事情不上心, 见有银子倒是上心得很啊, 朱元璋看着文武百官迫切的样子, 心里冷笑, 不过, 这数字, 确实恐怖, 明初有上千万两白银,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论真假, 也不管宋颖贪了多少, 这事都必须严查, 一念到此, 朱元璋心意已决, 户部尚书, 证明你先行取证, 取得证据后, 配合吏部缉拿涉案官员, 户部和吏部两部尚书立刻出列, 臣, 遵旨, 退朝了, 群臣还三五成群, 议论此事真假, 福州府怎么敢摊下那么多银子, 朝廷怎么一点, 风声都听不到, 好在胡卫庸清查, 不然真就被瞒天过海了, 胡卫庸退朝后, 立刻找到户部尚书, 任何消息都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 先把布政司徐江轩回京城, 再彻查福州贪污一案, 把福州账本控制在手中, 否则死无对证, 户部尚书点头, 大人放心, 户部一定彻查, 说话间, 户部尚书谋底闪过杀意, 户部管着大明钱袋, 拉到福州, 翻个底朝天, 贪官啥的压后再说, 当物资即是那千万两白银, 一道道指令通过各众渠道发往福州, 一时间满城风雨, 数日后, 布政司徐江, 屁股着火一样的连夜赶路, 终于抵达京城, 可看到府邸外面层层把守的士兵, 徐江一脸苦笑, 这一次, 麻烦大了, 得罪了胡卫庸, 福州卖地一事, 也被捅上朝廷, 想到几天前, 户部跟吏部联手, 将福州围得水泄不通的情景, 差点以为福州府捅破了天, 千万两白银, 难怪这么多人眼红, 人人恨不得插翅能飞, 立马解决此事, 徐江思存, 随后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 福州府能否逃过这劫, 就看自己明日堂上如何应对, 徐江不再多想, 沉沉睡去, 为墙外士兵瞪大眼睛警戒, 不敢怠慢, 千万两白银的贪官要莫堪住, 搞不好连九族都得被诛, 天还未亮, 徐江随着文武大臣缓缓步入大明皇宫, 路上, 徐江脑海里想着宋颖交代的话, 你进京后将银子交上去, 咱们福州就默示了, 皇上不傻, 得了这么大笔银子, 自然不会轻易动我们, 咱们只不过是开罪了胡为庸, 有这些银子, 福州不会有事, 徐江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话是这么说, 破财能消灾, 可这次得罪的不是什么小罗罗, 那是荡朝城向胡为庸啊, 福州这一场风波, 就能看出这位荡朝丞相的势力, 被他盯上, 不死也得脱层皮, 金鸾殿前, 户部尚书对徐江冷着脸, 你先候着等皇上召见, 你们能耐可真大, 千万两银子愣是一点风声都没有, 想好怎么回话, 否则今日你就人头落地, 听到训话, 徐江点头, 老时候在殿门外等候召见, 这次面圣, 他心里多少还缺了点底气, 殿内, 户部尚书起奏, 陛下, 福州腹部正司徐江以后在殿外, 朱元璋点头, 宣他进来, 徐江忐忑地走入大殿, 乍一看到朱元璋, 愣住了, 怎么, 是他, 愣是忘了跪拜规矩, 怎么可能, 开什么玩笑, 太监见他傻愣, 立刻呵斥, 大胆, 还不快叩见陛下, 徐江惊醒过来, 强称着复杂心绪跪拜高呼, 福州腹部正司徐江, 拜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万岁, 朱元璋微勾嘴角, 与其平淡地道, 起来吧, 徐江心中无比震撼, 打死他都想不到朱老爷子, 竟然是荡惊陛下, 福州府大小官员, 愣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不对, 林方栋不可能不知道, 这老头特磨损啊, 竟然不说, 等老夫, 等老夫回去, 徐江思绪万千, 不过看着朱元璋顿时醒悟, 不对啊, 有什么好怕的, 皇上是知道福州府情况的呀, 妥了, 这下妥了, 皇帝可是咱的人, 徐江瞬间淡定, 同一时间, 文武大臣也在打量徐江, 吏部尚书冰冷目光盯着徐江, 恨不得立刻将他打入死牢, 胡维雍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表情, 徐江, 胡丞相谈和福州官员集体贪污千万两白银, 你有何解释? 朱元璋面无表情地问, 听到问话, 徐江连忙解释, 皇上明察, 断无此事, 福州官员行的证, 如何会贪污? 而且还是千万两之多, 徐江怒视胡维雍, 这是丞相污蔑咱, 他在打福州府的酷银主义, 被拒绝后恼羞成怒, 胡维雍冷哼一, 生, 污蔑, 福州卖地的银子, 户部账本上为何莫记录? 本相目睹福州卖地盛况, 你说你们没贪, 那你说银子去哪了? 话音财落, 文武百官就嚷开了, 徐江赶紧交出银子, 或许能免你们死罪, 武将徐达和兰玉, 已做好了对徐江动手的准备, 毕竟这是证据确凿, 面对众人质疑, 徐江脸色通红, 我们没有贪, 刑部尚书立剑般的眼神看向他, 发配领难, 福州府没有贪, 发配领难, 大殿上炒成一团, 朱元璋烦躁的一拍桌子, 都给咱闭嘴, 咱还没发话, 你们说有屁用, 谁再多嘴, 一起发配领难, 大殿瞬间安静下来, 别的皇帝兴许说说, 可当惊天子, 是真的能干得出来, 见众人安静后, 朱元璋才开口, 你说莫贪, 那你给咱解释一下银子呢, 账本上也莫登记, 徐江, 你给朕说清楚, 不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 今日就让你人头落地, 诛你九族, 朱元璋霸气呵斥, 大殿上顿时寂寂无声, 徐江冷汗直流, 自己草率了, 皇上可是一个玩打下大名的人, 岂是那么好糊弄的, 陛下, 请听臣解释, 卖房款有账本, 只不过未入福, 周福总账, 而是单独计账, 这话说的, 户部尚书当场要抱走, 徐江, 胡说什么, 大明土地都归大明, 福州卖地就必须将银子交给户部, 归入国库, 你还敢狡辩, 这时, 朝堂上议论声在起, 户部尚书没有说错, 朱元璋眼里也直冒杀意, 妥妥地扭曲国土含义, 同时也是向他挑衅, 徐江摇头, 尚书大人, 你误会了, 我没说卖地款不归大明, 这笔银子还没有一个上交的理由, 所以暂时单独记账, 文言, 文武百官皆冒出疑惑, 徐江点头继续, 皇上, 这银子是福州卖地所得, 我朝是否有地方卖地也要交税, 户部尚书微愣, 立刻否认, 并无, 徐江接着说, 既然没有, 那这笔银子怎么交给户部, 福州卖地所得千万两白银, 若是交易成税, 也就是百万两银子上交户部, 可行, 户部尚书脸色巨变, 百万两, 在这之前, 得到这么多银子肯定开心, 可现在知道福州府有千万两银子, 才交易成, 高兴得起来才怪, 整个大殿上, 却因为这话都沉默了, 这时还真不能按寻常的税收去看待, 不能轻易入了福州的账本, 这时, 无人再斥责徐江, 朱元璋略微, 思索, 徐江, 说明白点, 福州府打算怎么处理这笔银子, 徐江顺势明白皇上的意思, 皇上是想知道宋敏的打算, 整理下思绪, 徐江开口, 回皇上, 我朝没有相关先例, 因而, 徐州府商量将这税收定为土地出让金, 这源于土地本质上是归属大明及皇上所有, 但地方有使用维护权力, 又因地方和皇朝不分割, 这样土地交易的性质可以理解为, 朝廷委托地方售卖土地, 因而延伸出土地出让金的税收, 这样解释,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听懂了, 这名字取得有道理, 接着说, 朱元璋男的称赞, 用简单的道理阐述了税收的性质, 徐江继续, 地价经济价值不同, 比如, 京城与地方的高低会导致地价差距较大, 必须单独列出账目, 才能计算税收, 这样解释, 朝堂内揣着心思的人瞬间沉默下来, 跟着徐江的思路走, 八面玲珑的他们, 知道许多地方都可以操控, 比如, 京城和地方的地价怎么能一样, 税收自然也就不一样, 能打点的地方太多, 但福州府明显让这个事情上当上限, 朱元璋也明白了要单独列账的原因, 可接下来徐江的话, 却将所有人的思绪都拉了回来, 徐江取出一本账本, 经过福州府及部政司各官员集体商议, 愿交出四成土地出让金给朝廷, 余下六成福州府用作运营维护费, 福州府截止上个月, 共计售卖土地获得两千五百万两白银, 使缴税收一千万, 陛下若是没意见, 福州府即刻将一千万送至京城, 顺时整个朝堂寄计无声, 朱元璋心脏像是漏跳了半拍半凝住, 徐九, 户部尚书颤悠悠问道, 你说什么? 徐江笔画手势, 福州府缴纳土地出让金是一千万两白银, 哄, 朝堂顺时掀起轩然大波, 一千万两, 所有人的心脏瞬间停滞, 就连徐达和兰玉也都心脏紧缩, 这, 这, 大明一整年, 所有的款项还得加上粮税, 加起来也才两千万出头, 其中现银不足四百万两, 福州卖个地, 不到一年就卖出两千多万, 还交给朝廷一千万两, 有了这银子, 大明可以做的事情多了去, 可以治理黄河泛滥, 灾民不会再流离失所, 边境军队可以配足战马, 朱元璋的心也狠狠地抽动, 一千万, 他的国库都没有这么多, 有这银子, 重新装修下皇宫, 不过分吧, 给皇后再增加点月银, 不过分吧, 扩充神机银的武器装, 被不过分吧, 让边军再扩大典疆土, 不过分吧, 一千万两银子, 真怪不得朱元璋和群臣失态, 实在是才开国的大明, 哪里都需要银子, 这里闹个旱灾, 那里再闹个蝗灾, 还有云南吐司, 蠢蠢欲动, 每年的库存还莫结算出来, 就已被瓜分干净, 突然多出一千两银子, 能办的事情太多了, 若不是此刻还在朝堂上, 朱元璋怕是要欢呼蹦起来, 再办个庆功宴, 这么多银子, 还管什么贪不贪呢, 福州府能交出一千万银子, 其他贪官也能交一千万银子, 朱元璋觉得贪官也是可以原谅的, 贪官乃能跟银子比, 朝堂上群臣欣喜若狂, 只有胡维雍双眼通红, 一千万两银子, 这原本都该是他的呀, 现如今全冲了国库, 该死的福州府, 该死的宋颖, 这银子若是给了我, 我又如何会弹劾你们, 原本对徐将竟是恶意的户部尚书, 激动地拉着他的手, 此话当真, 不是为了拖延时间宽我们, 徐将坚定地点头, 大人若是不幸, 随时可以到福州府提银子, 但有个前提, 宋颖之府说了, 往后土地出让金, 一年一劫, 瞬间, 福州知府宋颖的名字, 在众人心里印下了烙印, 徐将继续道, 皇上, 知府大人还说的, 福州以后还会更加特别, 土地出让金之是福州进贡朝廷的第一侧, 以后还会出现第二侧, 第三侧, 到时可别像胡成像这样捕风捉影, 朱元张维之一愣, 蓝不成这个正是宋颖所说的富国三侧, 土地出让金是第一侧, 胡维庸突然大声呵斥, 胡说八道, 什么都能卖出两千多万两白银的高价, 你们当朝廷好糊弄吗, 金城的地都卖不了这高价, 要把整个福州城都给卖了, 或许还能值这个价, 皇上,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朝堂上众臣被胡文雍骂声惊醒, 这, 似乎说到点子上, 皇城的地都卖不出这魔银子, 徐将脸色荡极一沉, 铁青着脸瞪着胡维雍, 胡丞相, 难不成福州官员不愿听你命令, 就要污蔑我们吗, 若是如此, 我们福州官员不介意再与您打一场对台戏, 徐将说罢, 眼角溢出两滴泪, 神色悲伤, 陛下, 福州府以前有多苦, 陛下, 您想必是知道的, 战乱才刚刚平息下来, 其中的艰险与困难不足外人道, 这样的福州, 我们莫得选, 但现今, 福州能够卖出如此高的地价, 是宋大人的不懈努力, 此话一出, 闻, 五百官看胡维雍的目光, 充满着异样, 徐将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听胡维雍的话, 朱元璋的目光, 更是冷冷地瞪着胡维雍, 直觉告诉他, 徐将的话是真的, 胡维雍已经放肆到此等地步, 逼着福州府向他臣服, 把咱这个天子当什么了, 朱元璋脸色阴沉, 徐将, 你说说福州府的地价, 为何这么高, 听到皇上问话, 百官看胡维雍的眼神都充满着深意, 谁还不是个人精, 明显看出朱元璋之情, 看来福州官员真的被胡维雍逼迫, 徐将也心知皇上不会放任这是不管, 他清了清嗓子, 回答道, 回陛下, 地价跟当地的经济, 建设情况, 以及治安, 商贸等有很大关系, 说白了就是, 这个地方的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 商人投资能不能赚钱, 总之就是, 既能挣到钱, 又能安居乐业, 就是好地方, 徐将话樊尾简的解释, 是个人都听得懂, 应天府的发展怎么样, 自然是好, 可那是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的, 但福州府刚刚开发, 有大把的机会, 至于建设, 地迈了出去, 是不是接着就要修建, 从而保证百姓的生活, 新修水利, 翻建城墙等是必须的, 乱糟糟的, 福州城地价怎, 魔能提高, 这也是福州, 为时摩之上交了四成的土地出让金, 余下六成就是要大刀阔斧的, 改建福州面貌, 徐将的解释, 让朱元璋一起福州城热火朝天的景象, 没错, 单单就那平整的马路, 方便了多少人, 又增加了多少机会, 徐将接着说了城内治安的整治, 商人投资的机会等零零总总的建设, 群臣眼里闪出敬佩的目光, 之前哪听过哪个地方这么劳民伤财的做这些事, 至于朝廷, 若不是遇到天灾人祸, 也不会多管闲事, 但福州府却提前规划, 百姓不傻, 商人更奸, 如此的福州府地价能不长吗? 户部尚书看徐将的目光满是欣赏, 连带着对福州官员也充满了好感, 不要朝廷一两银子, 就让福州欣欣向荣, 还特摩向朝廷交钱, 这下说, 好啊, 福州地皮原先一文不值, 经宋大人大刀阔斧的改造后, 福州大大的升值, 每块的都是商人自由竞价, 地价当然跟着水涨船高, 福州地价高, 就是这么来的, 徐将的解释涵盖了太多内容, 众臣陷入深思, 福州地价高无可厚非, 是他的特殊之处, 狡辩, 怎么样, 都有两千多万两白银飞到你福州去, 却是胡维雍恼羞成怒, 见胡维雍如此咄咄逼人, 徐将也怒了, 胡丞相为了福州酷银, 又是诬陷, 又是威胁, 今日我也把话撂下了, 福州绝不妥协, 大不了于死网破, 宋颖说过, 有千万两银子在福州赌得起, 哪怕全给又何惧, 凭你胡维雍, 还想一口吞下, 朝廷也不是他一人的, 徐将的话, 让仲臣再次将目光投向胡维雍, 胡维雍拿忍得住, 胡说, 本相何时威胁过你们, 住嘴, 一直冷眼观看的李善长突然出声, 胡维雍瞬间清醒, 惊觉整个怀惜权贵都皱眉看着自己, 随即, 胡维雍下意识向龙椅方向看去, 接触到朱元璋宛如一头絮事带发猛兽般的目光, 胡维雍顺势低下冷汗, 自己今天有些过了, 户部尚书这时多多逼上前来, 丞相大人稍安无躁, 福州府上缴一千万, 徐将也将事情解释清楚了, 再闹就过分了, 对啊, 徐将定是口误了, 徐将口误, 胡丞相单待点, 就是, 绝对是误会一场, 同为朝廷命官, 有争执不怕, 说开了就行, 众臣纷纷开口坐何事老, 不能让胡维雍再闹下去了, 众人都觉得, 胡维雍早知道有这笔银子, 去福州是想要奋一杯羹, 还得罪了福州府, 下属又如何, 人家政绩好, 做上司的还不多单待点, 一千万原本也有丞相的份, 现在被你闹没了, 这时, 满朝文武全统一了战线, 不能再闹了, 全都开口劝说胡维雍, 护部尚书也示意徐将, 刚才是徐大人口误, 对吧, 徐将献好就收, 对对, 不好意思, 下官却实口误了, 六部尚书这魔打岔, 加上朝堂上的局势, 胡维雍还能怎么做, 甩袖冷哼一声, 以示愤怒, 六部尚书对视一眼, 嘴角微不可查地露出笑意, 让胡维雍吃扁实属难的, 况且还是地方官员, 丞相也不能将忠心为国, 替朝廷赚钱的官员打倒, 往后好处还要不要了, 没听说吗, 这仅是九个月的税收, 往后年年还有, 开罪你一个丞相, 六部还能一起扛, 银子整磨了, 那不行, 六部尚书同时看向徐将, 一口同声的亲切地道, 徐将你这么一说, 可见宋颖真是高人啊, 徐将抱拳点头, 那是当然, 没见咱福州府现今一天一个样, 说福州城百姓, 至少有三十两存银都不过分, 满地皆是一只千斤的商人, 连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李善存宁起心神, 认真听着, 徐将的话可不是胡说, 宋颖的治理水平盖过他了, 满朝大臣对宋颖有了更深的印象, 这时有大臣好奇询问, 百姓都这么好, 那你们官员呢? 众人都竖起了耳朵, 这话问到点子上了, 福州百姓存益那么高, 还缴税一千万, 那官员呢? 其中可有门道了, 徐将很是自豪, 官员日子自然也好, 办事开销由官府支出, 还根据政绩进行补贴, 我等只管将事情办好就成, 众臣眼睛一亮, 这话似乎说了什么, 又似乎啥也没说, 什么是官府支出办事银子, 什么政绩还要补贴银子, 众人都懂, 这宋大人果然是高人啊, 对谁都好, 身在朝廷的我等都不如宋知府啊, 众臣各众议论, 朱元璋脸色却如见鬼市的难看, 高人, 宋颖就是个贪官, 还不贴, 搞个公关费民募章胆逛青楼, 咱还办不了他, 想到这些, 朱元璋冷哼一声, 一旁, 太监心知朱元璋不满, 立刻尖锐地大喊,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退朝后, 带皇帝走远, 徐江身边立刻被大小官员团团围住, 众人热络地想要跟他打好关系, 如同在八戒财, 神眼, 白银面前, 人人平等, 相反, 胡卫庸身边除了几个心腹再无一人, 谁也想不到, 堂堂丞相今天竟然吃了个闷亏, 户部尚书一直在关注, 这笔银子何时能送上京, 其他官员也舍不得散去, 虽说这银子他们不一定能分到, 但明年, 后年呢, 那可就不一定了, 胡卫庸看着被众人包围的徐江, 铁青着脸离开, 徐书房里, 朱元璋吩咐, 让徐江过来, 太监总管即赶到大殿门口, 不顾徐江周边围着的文武大臣, 冲他就喊, 陛下赵县, 快走, 说完, 拽着徐江就走, 六部尚书及其不满, 百官也很恼火, 知识天子召见, 默然敢说什么, 只能再三叮嘱徐徐江, 完事后来见他们, 徐江到了徐书房, 却不见朱元璋, 只好低着头, 一旁后着, 片刻, 换上了便服的朱元璋, 回来看到徐江笔直站着, 暗自点头, 宋英手下的官员还是懂规矩的, 见朱元璋进来, 徐江荡即跪下, 臣, 徐江, 拜见陛下, 近距离看得更加仔细, 宋大人身边的大老板朱老爷, 真是如假包换的皇上, 徐江心里既慌张又惊讶, 徐大人, 宋认识朕吧, 朱元璋开口就调侃, 徐江心坚一, 颤, 臣, 认, 认识, 朱元璋微笑, 那就好, 你也莫太居属, 朕是皇帝, 也是你认识的朱老爷, 徐江惶恐, 乃能一样, 您是圣上, 朱元璋很满意徐江的态度, 拍着徐江肩膀道, 你好好跟咱说说, 这公关费是怎么回事, 毕竟你一直管着福州的账目, 徐江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公关费几乎全是青楼的消费, 皇上肯定知道这事, 不然, 不可能问起, 自己若是一个回答不慎, 今日小命大概就到头了, 徐江拿出福州账本, 指着上面的数据解释, 修复城池的建材损耗十万两, 就是每个月的公关费, 朱元璋了然, 果然他猜对了, 一想到福州官员每月泡在青楼里开销十万两白银, 朱元璋立刻怒斥, 你们好大的胆子, 你说, 福州官员还有不贪的人吗? 福州府每月都有十万两银子花在青楼里, 朱元璋越骂心越疼, 语气更加严厉, 徐江腿一软, 直接跪了, 声音打颤的道, 陛下, 我们真没他啊, 就连青楼也是福州府的产业啊, 朱元璋大愣, 青楼不是送颖的, 而是官府的, 这是个什么情况? 从未听说过, 官府开青楼的, 朱元璋心思飞转, 不经意间竟然给他炸出了新情况, 青楼怎么会是官府的产业? 他立马发问, 你给朕说清楚, 这是什么情况? 官府开青楼赚钱, 你们还要联播? 听到朱元璋的质问, 徐江颇感无奈, 他也对宋领说过这样不好, 最终却被宋领的理由贬得无话可说, 稍作思考, 徐江决定搬出宋领的解释, 回陛下, 当初臣也对宋大人说过这样不行, 宋大人却说, 逛青楼是人之本性, 这行进不了, 人的私心在丰厚的回报下, 会发生骂儿骂雨的惨象, 这种现象可以通过管控去改变, 福州青楼由官府来管, 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惨事发生, 商业好了, 其他青楼也在学习, 青楼里姑娘全是自愿来的, 可以回家探亲, 名声虽说不好, 可有银子转也都开心, 朱元璋直接愣了, 宋颖解决的事情手段倒是兴起, 的确, 青楼根本进不了, 他起义时还关过青楼, 可如今青楼还不是遍地开花, 福州府开青楼, 让这个行业发生转变, 这个解决办法看起来不错, 徐江继续道, 青楼现在是官府的产业, 所以, 虽然咱们每个月都要那么多公关费, 但实际算下来, 成本还是很低的, 青楼赚的银子, 九成入了府库, 实际上只花了一万两, 说白了, 就是左手进右手出, 一万两转一圈, 变成十万两, 这叫经济流通, 青楼, 青楼的姑娘, 官员, 富商, 形成共赢, 朱元璋沉默了, 他想要反驳, 却无从开口, 这其中有大学问, 怎么左右手倒一下, 一万就变十万, 还有很多人获利了, 这到底是对是错, 朱元璋想不通, 决定放下这个问题, 公关费查不查, 已经不重要了, 福州府连上千万土地出让金都缴了, 除非天怒人怨, 这是紧要不放, 未免小气, 福州地都卖完了吗? 确定明年还有钱上缴, 朱元璋换了话题, 徐江点头, 土地出让金, 这是土地的一部分, 福州大基建还要搞好几期, 土地运作成也搞不懂, 只能一年计一次, 朱元璋眼皮直跳, 怎么都想不明白, 福州那个破地方地价怎么这么高, 按徐江说法, 两千五百万只是开胃小菜, 要是整个大明都交土地出让金, 特摩这得有多少银子, 朱元璋按捺不住了, 朝廷是否也可以这样操作? 徐江心里大惊, 连忙说, 陛下不可, 宋大人特意叮嘱, 不是所有州府都适合, 这个法子, 一个不胜会有大患, 盲目发展, 百姓和商人的全部家当砸进去, 汇出人命, 的, 朱元璋沉默不语, 宋颖连这都预料到了, 可银子太诱人啊, 朱元璋不甘心地板起脸, 朕执意要搞呢? 徐江沉默片刻, 才点头, 陛下不如问一下宋大人的意见, 宋大人提过, 地里有矿, 有田, 有山水, 是皇朝的根, 这些不能被某个人大量把持, 否则朝廷会有颠覆之换, 朱元璋文言,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福州府祥和一片, 能做不能做的宋颖都在把关, 不然早人投落地, 换个人就不敢保证了, 历朝的更换毁灭, 还不是地方不作为导致起义, 继而颠覆整个皇朝, 朱元璋能信自己, 确信不过其他官员, 见朱元璋脸色难看, 徐江平还语气转移话题, 或许朝廷可以用一个线去试试, 摸索经验, 等成熟稳定了, 再大规模去操作, 这么说, 朱元璋脸色才缓糊了下来, 正当如此, 朝廷没有经验, 一下子做大肯定出问题, 朱元璋倒不担心起义造反, 说到造反, 他可是造反头子, 元朝都干垮了, 难不成有人敢造老子的反, 朱元璋有了思路, 朕会让人谨慎尝试, 朕的身份, 知道怎么说吧, 朱元璋死死地盯着徐江, 徐江的回答若是不满意, 即刻就将他调离福州府, 他不是怕身份暴露, 而是担心宋颖日后摊得更加隐蔽, 宋颖这侯金, 有心把银子藏起来, 麻烦就大了, 让他没有防备维持现状, 朱元璋才放心, 朱元璋的暗示, 徐江当然瞄懂, 陛下, 臣此行之事回京上交土地出让经, 别的臣一概不知, 朱元璋冷冷一笑, 跟宋颖混得久了, 官员也都各个猴金, 朕越来越难下手了, 回去之后, 有关宋颖一举一动, 随时汇报给锦衣卫头领狐雄, 当好朕的眼睛, 不然就去岭南重立志, 徐江本能地打了个寒战, 岭南那破地方, 哪是人能待的, 徐江连忙保证, 臣谨遵陛下旨意, 臣不要离开福州, 臣要在福州颐养天年, 朱元璋默好气踹了徐江一脚, 脸都黑了, 朕看你是想在青楼里, 颐养天年, 回去时把三皇子和四皇子带上, 告诉宋颖, 这是朱老爷子的儿子, 跟他学点本事, 徐江面有难色, 三皇子和四皇子, 可别暴露了自己身份, 朱元璋冷哼, 这你不用管, 朕定然会叮嘱他们, 管好你的嘴, 办好事就行了, 朱元璋拿了一份文书, 递给徐江, 给宋颖带回去, 就说我有事, 脱不开身, 让宋颖加快速度造船, 事情安排完, 朱元璋新兰山挥手让徐江退下, 一日, 三皇子朱刚和四皇子朱蒂, 跟着徐江启程去福州, 一路上, 徐江都倍感忐忑和煎熬, 两位皇子, 要是有个好歹, 他就玩完了, 让徐江略感欣慰的是, 四皇子朱蒂好学好问, 给了他为人师表的机会, 可三皇子朱刚聪明又残暴, 跟此拦住, 厨子都要杀, 徐江多买了一辆马车, 让三皇子朱刚自己折腾, 只要活着到福州, 让宋颖接手, 就莫他啥事了, 朱蒂倒是跟徐江聊了起来, 父皇说宋大人是个非常贪的大贪官,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跟宋大人学习? 徐江很惊讶, 朱蒂的好学, 即便不是皇子, 未来也可期, 徐江想了想后解释道, 宋大人在皇上眼中是贪官, 在我眼中却是清官, 双方看问题角度不同, 得出结论也不同, 宋大人本事极高, 陛下才会让你跟宋大人学习, 朱蒂更加疑惑, 为何? 贪就是贪, 如何角度不同, 结论不同, 本事再大也是贪官, 官员都如此, 百姓岂不遭殃? 面对朱蒂的奇怪, 徐江解释, 宋大人在沛县时对皇上说, 一个能让百姓封一族时的贪官, 一个让百姓食不饱腹的清官, 你说这清官和贪官谁好? 朱蒂眼睛中闪过叉色, 他真没想过这种矛盾的问题, 按照常理, 贪官治理下的百姓生活肯定很苦, 徐江继续道, 陛下说宋大人是贪官, 其实之事做事方法不同, 在宋大人治理下, 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不然陛下为何没杀宋大人? 如果各地官员都如宋大人般有能力, 大明还不知昌盛到何等程度, 那时, 各方虎是我大明的反贼, 岂敢有侵略的心思? 陛下让你去学习, 其中是非得有你自己辨辩, 朱蒂有些了然, 知道了, 徐江突然想到一点, 连忙问, 陛下可曾叮嘱你们起个假名? 朱蒂点头, 有的, 我叫朱立, 三哥叫朱刚, 徐江点头, 心想这就好, 几日奔波后, 徐江一行人抵达福州府, 两位皇子瞪大眼睛看着福州的盛况, 徐江带着他们直奔宋府, 见到宋颖立刻进行汇报, 宋大人, 银子交了, 事情办妥了, 宋颖眼睛一亮, 胡维雍如何了? 徐江难得一笑, 开始会声会色地说起当时的经过, 却忘了身边还有两位皇子, 宋颖听到胡维雍吃扁, 没飞色, 这狗丞相想打我主意, 哪天我给六部多交点银子, 让他们漠视多找胡维雍麻烦, 此话一出, 朱刚和朱蒂心中怪异无比, 一个地方官员竟然敢如此调侃荡朝丞相, 若不是提前得知朝廷那日之事, 此刻他们定会发飙, 宋颖这时也留意到他们, 他们是谁? 徐江脸色巨变, 糟了, 竟然荡着皇子面议论丞相, 随即一想, 算了, 无所谓了, 反正已经跟胡维雍撕破脸, 宋大人, 这是朱老爷子家的老三和老四, 朱老板说让他们跟你学习, 宋颖脸都黑了, 什么? 老大, 老二就算了, 就来老三老四, 明天是不是要有老六, 老七? 朱啊, 那么能胜? 话必, 宋颖感觉不对, 也不对, 好像是姓朱, 朱棣和朱刚顺时梦了, 第一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议论朱元璋, 两人顿时无语, 徐江脸色一黑, 宋大人真是做死的一把好手, 敢荡着皇子面议论皇帝, 算了算了, 反正也不关自己的事, 他拿出朱元璋给的批文, 朱老爷子说了, 要是你不收, 这文书就不给了, 宋颖微愣, 结果文书一看, 看到是造传的批文, 顺时乐了, 老朱办事效率还行, 有了这批文, 福州未来可期, 智得飞跃不在话下, 宋颖一脸鸡, 动, 两位皇子看着宋颖翻脸比翻书还快, 嘴角直抽,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能力的能臣, 宋颖这时钟于正眼看向二人, 你俩要学什么, 不过事先说好, 不管做什么, 你们都得听我的, 两位皇子想到朱元璋的交代, 无奈点头, 莫问题, 见两人还算懂事, 宋颖满意的点头点, 估计是孩子到了叛逆期, 老朱管不好, 就甩了过来, 说说看, 想学点啥, 丑话说在前, 我不是非得交, 也不一定懂, 宋颖先打预防针, 朱刚眼朱迪溜转, 我想学如何转银子, 宋颖乐了, 有出息, 来人, 把这小子送去土地司当差, 土地司进出都是银子, 银子如何流转, 足够这小子学艺阵了, 朱刚被带走后, 宋颖随即问朱迪, 你呢, 我要学行兵打仗, 宋颖略感意外, 少儿郎要学打仗, 不对啊, 老朱就一个经商的, 学傻打仗, 宋颖心中诧异, 这两个小子学习的内容, 怎么像是要搞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那套呢, 猛然间, 一个念头冒起, 这老朱不会是要反吧, 一个赚钱, 一个带兵, 之前来的那两个儿子, 也是治理经商, 样样在学, 妈呀, 老朱要效仿司马一不成, 一剑出, 江山定, 可惜啊, 命不逢时, 换别的朝代, 或许能, 成, 宋颖点头, 随我来, 说完, 率先便走, 朱迪很意外, 未曾想贪官还会打仗, 他们乘坐马车来到军营, 跟好我, 在军营里乱跑, 人头落地, 朱迪认真点头, 我懂, 军营里有军令, 不可违反, 下一秒, 看到军营内部时, 眼睛都直了, 大批士兵正在操练, 呐喊的声音响彻九霄, 士兵一朝一室, 不属于他身边的护卫, 整个军营里, 整洁的不可思议, 不远处, 摆了一排从未见过的火炮, 有士兵正在不厌其烦地学习清理炮管, 有点感觉了吧, 宋颖随口问他, 朱迪点头, 这些都是精锐, 但比起上过战场的老兵, 还是嫩了点, 宋颖心想, 这小子眼力不错, 老朱谋划深远啊, 一个个儿子都培养得不错, 往后如何, 还真的不好说, 之前你学过对吧? 学了多少? 知道什么是战争吗? 宋颖开口再问, 朱迪略微思考, 看过孙子兵法, 还有一些兵书, 宋颖面色古怪, 原来是纸上谈兵, 不过, 要不是现在处于大时代变迁, 或许还真有成效, 宋颖把朱迪带到火炮前, 拍拍火炮问, 知道这是什么吗? 朱迪挑眉, 这不是元朝的回回炮吗? 这炮准头不够, 还太重, 行军时不方便, 倒是可以用来守城河宫, 成, 朱迪思维清楚, 让宋颖多看了他两眼, 可以啊, 普通人可说不出来这些, 宋颖拍着火炮, 把你学的那些兵书忘了, 接下来你要学的就是他, 战争已经升级了, 刀枪盾牌不再是战场主流, 火炮将是驰骋战场的戾气, 也叫热兵器时代, 这些话让朱迪满眼疑虑, 战争还带升级? 热兵器又是什么鬼? 之前学的知识告诉他, 兵法才是王道, 怎么宋颖却说兵法不再是主流, 兵法怎么会过时? 朱迪问出心中疑惑, 宋颖神秘一笑, 稍后你自然清楚, 我问你, 什么是战争? 或者说战争要怎么打? 朱迪顿时沉默了, 直觉告诉他, 宋颖是在考他有没有资格听教, 稍微回忆了一下, 朱迪认真回答, 我理解的战争, 是双方统帅统筹布局, 寻找敌方漏洞, 再有就是将士拼命杀敌, 骑兵百里奔驰, 冲锋陷阵, 主力掩护射手, 进入敌军射程, 放箭, 长枪手层层递进, 步兵拼死攻城, 盾兵挡住箭矢, 决战时双方近身厮杀, 循环往来下, 直至一方败走或剿灭, 这便是我理解的战争, 朱迪说完按捺不住地看向宋颖, 可惜, 莫看到预想中的认可和赞赏, 宋颖平淡地点头, 你说的战争, 就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 冷兵器之战, 不管双反胜负如何, 都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而且效率不高, 宋颖见朱迪似懂非懂, 不以为意, 他要学怎么打仗, 冷兵器之战跟热武器之战, 迟早都得了解, 宋颖想了想, 如何交踏, 片刻后接着说, 就拿眼前的火炮来说, 你不妨设想一下, 当火炮的威力大到一定的程度, 战争会如何进行, 朱迪看着面前笨重的火炮愣住了, 很是疑惑, 这玩意不是只能守城和攻城吗, 对战时甚至比不上弓弩, 如何改变战争形势, 他闭眼回忆着曾经见过火炮发射时的景象, 轰隆, 城门破开, 再轰隆, 无人能预知炮弹往哪飞, 敌军都冲到眼前了, 炮筒也未必刷好, 朱迪摇头, 想象不出来, 我觉得火炮在战场上没有多大用处, 一发炮弹打完, 敌军都冲上来了, 根本开不了第二弹, 宋颖笑了, 向不远处正在训练的炮兵招了招手, 来人到靶场实战, 宋颖发话, 炮兵立刻推着火炮就跑, 实弹演习机会不多, 可别被别人抢先了, 外人不知, 他们都知道, 一发炮弹就得使两银子, 说是发炮跟打银子莫区匾, 自然一长针, 吸着额外的实战机会, 炮兵武长早竖起耳朵观察, 宋颖话音刚落, 立刻美滋滋推着火炮就跑, 朱棣大吃一惊, 这么沉重的火炮, 怎么三个人竟能推走, 不是需要骡子拉着火炮, 数人使劲才推得动吗? 元朝的回回炮, 没有十几号人根本动不起来, 眼前的炮兵竟然轻松推着就走, 就算是再平地, 也不该这磨轻松吧, 片刻后, 火炮就被推到了靶场, 看着足足上千米长度的靶场, 朱棣更加不解了, 他记得火炮的射程不过六百步左右, 这距离少说有一千来步了, 火炮能射得这么远? 朱棣正迷惑的时候, 宋颖的声音响起, 放一排稻草人到一千米把位, 不用宋颖安排, 没机会上场, 跑来观摩的炮兵, 立刻小跑着去准备, 眨眼间, 稻草人准备就续, 宋颖看向朱棣, 仔细看好了, 这就是未来的热武器战争, 宋颖随即下令, 炸弹, 三炮骑射, 目标一千米把位, 炮兵武常连把位都不看, 竖起挥手, 平射开炮, 咚咚咚, 三声炮响后, 三枚黑区区的炮弹划过天空, 轰隆巨响之后, 千米之外的稻草人无疑幸免全被炮弹炸得粉碎, 就连站在一千米外的朱棣都能察觉到土地在震动, 腾空升起的火焰化作浓烟四处飘荡, 朱棣看到把位区域徒留下掺杂着草屑的有黑, 他惊讶地张大了嘴, 火炮竟有这么恐怖的威力, 哪怕是骑兵冲锋, 也不会有一匹马活下来, 也许只有身披重甲的重骑兵才有机会活命, 不, 重骑兵都没有机会, 炮弹会炸开, 朱棣看到炮弹命中目标, 爆炸产生的威力连石头都炸得粉碎, 看朱棣满脸呆愣, 宋颖得意了一笑, 再次下令, 用燃烧弹, 开花弹, 炼弹三发急速射, 朱棣连忙脸神观看, 炮兵武长大声吼道, 速度清理炮管, 三发急速射, 燃烧弹, 开花弹, 炼弹, 放, 哪个赶掉链子, 自己把火炮给老子扛回去, 吼完, 炮兵武长迅速蹲下, 检查炮弹隐性, 炮弹爆炸时间随着隐性长度不同而不同, 顺时, 九名炮兵已经将三门火炮清理完毕, 并填入火药, 此时引线也调好, 炮兵填入燃烧弹, 见准备就续, 炮兵武长一声令下, 三发急速射, 放, 轰, 燃烧弹瞬间飞出炮管, 接近把火石砰的爆炸, 燃油猛火, 见得四处都是, 不等朱棣看仔细, 开花弹如影随形, 临近把火再次炸开, 炮弹里的铁珠如天里散花般, 以千米把火圆心四处散开, 朱棣握紧拳头, 艰难地吞, 了吞口水, 紧接着, 炼弹急飞而出, 同样的位置, 砰的一声一分为二炸开, 标注靶卫的木头被炼弹炸得四分裂, 朱棣看着漫天烈焰, 手脚冰冷, 身体颤抖, 靶场上如果是真人, 会如何? 绝对会被这些炸弹炸成肉泥吧? 朱棣脑海里冒出一点模糊的概念, 宋颖似乎将威力巨大的工程战术浓缩了, 不等工程就战放出工程的威力, 普通士兵根本无人躲得开, 千人军队遇到火炮, 同样呼吸间全灭, 这是热武器战争的威力, 朱棣眼睛一亮, 演习结束, 炮兵武藏激动的还想继续, 下一秒, 百夫长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几发炮弹, 一百多两银子没了, 宋颖却毫不在意, 碰了碰还在发愣的朱棣, 回神了, 看明白了吗? 这是我研发的新型火炮, 之前的火炮用同所致, 容易变形, 还很笨重, 十门火炮仅有那么一两门可以用, 军队使用这些火炮, 损耗的钱财太高, 而这款火炮通体用钢铁替换铜, 高达九成的成功率, 朱棣灵光一闪, 假以时日大规模制造, 军队配备起不是多么问题, 以前的两军的对战将演变成火炮护工, 战场瞬间就变成地狱, 宋大人, 火炮还有别的用途吗? 朱棣连忙问, 宋颖拍了拍火炮, 还可装于海舰上, 用于海战, 现今火炮还在不停地改进和升级, 朱棣宁致点头, 在茫茫大海上被火炮命中, 唯一的下场就是死, 无论海战还是入战, 有十门以上的这种火炮, 绝对能改变战场形势, 若是百门火炮骑射, 任何大军都是土鸡娃狗, 朱棣想到这, 神情瞬间凝重, 宋先生, 我就学这个火炮, 跟先生学打仗, 朱棣激动得脸色长红, 眸子里却是无比的坚定, 未来战争形势就是如此吗? 宋颖心里闪过一抹叉色, 这小子都开口喊先生, 看来老猪杖子, 被咱镇住了呀, 宋颖哈哈笑了, 说得没错, 未来战争就是这样, 不过, 想要更多火炮, 咱们需要先赚银子, 因为每一发炮弹造价十两银子, 宋颖指向千米之外, 被炮火荼毒的靶场, 刚才打出去十二发炮弹, 相当于花了一百多两, 你要牢记, 未来战争也是银子战争, 没银子就打冷兵器之战, 有银子才能像刚才一般用火力轰炸, 朱棣无比震撼, 不管什么样的战争打得不是银子, 火炮则是让银子翻倍, 只要银子越多, 战争的胜算就越大, 想到这, 朱棣眼睛直勾勾盯着火炮, 宋颖看着朱棣对火炮的痴迷, 并不当回事, 刚刚已经交了不少, 接下来就看他自己领悟了, 宋颖留下一句好好学习, 自己离开去找到王文, 让他照顾朱棣, 还在原地的朱棣宝贝德的抚摸着火炮, 十分想要尝试, 夜色已深都舍不得离开, 公子, 您想真打, 就得先进行训练, 炮兵武长黄海一脸无奈, 王文已经分复过, 知道朱棣是宋大人特意关照的人, 听到训练, 朱棣眼睛都亮了, 毫不犹豫点头, 好, 我们一起训练, 黄海有些意外, 这种富家公子哥真能吃苦吗? 黄海有意拿起托把, 你要有心理准备, 训练很苦, 先学如何清理炮管吧, 朱棣毫不迟疑接过托把, 学着黄海的样子清理炮管, 几个炮兵看着满脸漆黑的朱棣, 呵呵直笑, 朱棣有点感觉了, 黄海丢给他一块白色抹布, 没有黑点才算合格, 四个看, 朱棣将白布往炮管一抹, 取出时, 看到白布变黑布, 有些懊恼, 只得重新再来, 终于干尽了, 黄海把一本炮兵操练手册丢给他, 瞧你是十字的, 如果你把上面的东西看懂了, 我就让你十发一探, 只能一发, 这都要十两银子呢, 上头要知道, 我如此浪费, 不知如何收拾我, 朱棣危愣, 随即拿出一张银票拍在黄海手心, 银子能买炮弹, 我买十发, 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 乖乖, 来军营消费, 炮火响起, 黄海拽紧银票笑开花, 朱棣的谋中却是无比的狂热, 日月如梭, 洪武时两年, 福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再是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 而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 昔日德烂池塘已是高楼大厦, 六千万大基建已交出令人满意的成果, 今天对王二狗来说非常重要, 官府的小区开盘了, 拆迁了的百姓可以置换小区房子, 去年, 王二狗家拆迁后, 他就努力存钱, 期待着住进小区的房子, 不知道银子够不够, 不够就在界点, 王二狗喃喃自语, 然后揣了把匕首, 拿着银子出门, 带着这么多钱, 必须万分小心, 王二狗激动地来到土地厮时, 却傻眼了, 一个个拆迁户都拼命地往里挤, 就怕慢了, 房子被抢光, 王二狗也急了, 仗着自己一身力气, 愣是挤进土地厮, 准备了一年, 近乎全部家当, 哪敢怠慢, 进了里面, 还是傻眼, 辅兵气势威武地站成一排, 任何人不得进入, 这时, 出来一位身穿官服的男子, 安静, 谁挤就给我滚, 这是隶属不正司的八品官员孙兵, 本来这是不归不正使馆, 也轮不到他来, 无奈福州上下官员太忙了, 这活就派到他头上, 办妥了就有了政绩, 宋大人还发奖金, 再生一级, 不是梦, 想到这活也出不了意外, 孙兵心里偷乐, 见百姓拥挤喧闹, 孙兵不爽地冷着脸大吼, 再挤, 别想领房子, 这下, 百姓果然堵老实了, 孙兵这才满意, 宋大人没说错, 果然百姓都是刁民, 想到这, 孙兵进入主题, 都站好了, 听本官介绍, 随后他挥了挥手, 让人将模型推上来, 王二狗一眼就看出正是新造的小区, 孙兵指着模型开口, 小区分为商住区, 豪华区和安置区, 豪华区不能置换150两起兽, 商住区可以置换50两起兽, 安置区30两一套, 可以用你们拆迁房置换, 多退少补, 王二狗微愣, 他正是在商住区的工地干活的, 他忍不住问, 请问大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 孙兵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当然有区别, 而且区别不小, 就连小区和小区都有区别, 商住区房子面积宽敞, 配有专人管理和清扫路面, 豪华区会有府兵常住, 保障日常的安全, 具体稍后会有告示, 王二狗禁不住掂了掂银子, 豪华区他不敢想, 知识员打算置换的安置房, 现在却又有些犹豫了, 他家房子拆迁拆了15两, 自己这一年的工钱也存了近40两, 可以买得起商住区了, 不过, 到底直布呢? 就在王二狗还在犹豫时, 有人猛地大喊, 大人, 请问如何置换呢? 王二狗时的这人是卖鱼的黄老汉, 估计他也存了些银子, 孙兵解释, 凭收条去领房, 话音方落, 王老汉立刻拿出银子和拆迁文书, 那我换伤住房, 这一幕, 孙兵看着都笑了, 多简单的差事, 他招了招手, 过来办手续, 黄老汉交完银子, 拿到收条就离开了, 这像是导火索, 现场瞬间炸开锅, 百姓拥挤成一团, 争着半支换手续, 黄二狗哪敢再犹豫, 拽紧银子也使进往里面挤, 请客间, 一张张收条发了出去, 孙兵看着这一幕, 脸上全是笑意, 没有留意到条子在减少, 就在黄二狗抢到最后一张条子时, 他身后的人脸色大变, 瞬间, 原本遵守秩序的人群再次炸锅, 许多百姓拼命往前涌, 不甘, 心惊天白跑一趟, 房子没了, 看着渐渐拥挤的人群, 孙兵直跺脚, 赶紧加派人手, 看好银子并维持秩序, 眼前这失控场面, 孙兵心想, 完蛋了, 宋大人不知会怎么收拾他, 办好手续的王二狗, 开心地准备离开, 冷不丁被人抢走了换房的收条, 王二狗惊恐焦急, 掏出匕首就冲过去, 敢抢我的房, 我杀了你, 抢走收条的人, 瞬间冒出冷汗, 特谋地遇上个硬查, 连忙甩掉收条, 收条等同一套房子, 场面瞬间失控, 乱成一团的百姓争相抢收条, 孙兵傻眼了, 心里诽谤不已, 为了一套房子, 要见血杀人, 至于吗? 尼X的要出事, 孙兵心脏急缩, 他连忙抽出妖刀, 吏声大喊, 谁尼X在闹事? 统统砍成两半,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他们分开, 普蒂斯瞬间哭声一片, 护卫暴力出手, 终于制止住混乱的场面, 下一秒, 孙兵暗道不妙, 所有拆迁百姓看仇人般怒视着他, 下一刻, 响起震耳欲聋骂声, 狗官, 说话不算数, 房子, 给我房子, 凭什么区别对待, 我们也要房子, 孙兵看了看空无一张条子的盒子, 再看看挨打也要讨要说法的百姓, 顿时无语, 孙兵知道, 当务之急, 必须要立刻平息百姓的怒火, 一年来福州没有出现过大事, 今日若出了事, 他就完蛋了, 孙兵一刀砍在桌上, 脸色难看的怒吼, 刻魔谁在造谣, 狗日地站出来, 再看看你们的人数, 早点, 晚点有关系吗? 孙兵没觉得自己说错, 他已是润世, 就时间早晚而已, 百姓们却不干了, 一个老婆婆抄起板凳就吼, 这不合理, 大家都是一起拆的签, 凭什么他们有房, 我们没有, 官府不作为, 我们就自己管, 说着, 老婆婆喊上自己的五个儿子, 准备抢条子, 这一举动, 瞬间让孙兵火大, 举刀怒吼, 谁在动, 休怪本官杀人, 房子充宫, 给脸不要脸, 当本官是尼捏的呀, 他这么一吼, 百姓们骤然回神, 这是管房子的官啊, 开罪他, 那房子可完了, 大殿内瞬间安静, 王二狗仍然握着匕首, 盯着最后, 抢到条子的人, 我已办完手续, 快把条子还我, 那人摇头, 拿出银子放在桌上, 银子给你, 房子归我, 王二狗一听, 瞬间暴怒, 到手的房子也敢抢, 而且自己缺银子吗? 他要的是房子, 准备跟这人鱼死网破, 孙兵见王二狗手持凶器, 还不服管, 顿时大惊, 连忙让护卫将王二狗控制住, 上前就是一巴掌轮过去, 特魔的不想活了你, 敢杀人啊, 王二狗无动于衷, 目光紧紧盯着抢条子的人, 想到银子交了, 到手房子飞了, 王二狗觉得天旋递转, 这时, 王二狗面色很利, 瞪着抢条子的人愤怒咆哮, 银子我交了, 谁动我房子, 我杀谁, 对方却丝毫不拒, 疼得站起来, 同时, 看向孙兵和王二狗, 我也能交银子, 凭什么我抹房子, 这合理吗, 这话点燃了百姓怒火, 现场再一次喧闹起来, 这事, 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 不行, 得赶紧通知宋大人, 不久, 传来整齐的脚步声, 百姓闻声望去, 一群披甲府兵, 将土地司团团包围住, 一道身穿官服的年轻人, 走了过来, 有房了, 有人认出是宋颖, 众人纷纷呐喊, 宋颖身后, 跟着福州府其他官员, 显然知道出大事, 官员都来了, 你们这些刁民, 不干活尽闹事, 信不信本官当场罢了你们, 宋颖怒骂声, 在空中回荡, 没人敢开口, 大伙都知道, 自己的好日子, 是宋颖给的, 他们早已习惯了宋大人的性格, 嘴上骂得凶, 却在替他们着想, 孙兵第一时间赢过去, 宋大人, 您来了就好, 宋颖看着孙兵张口就骂, 废物, 这点小事都能办杂, 对不起, 下官错了, 孙兵羞愧无比, 新知自己本月的绩效奖, 完了, 宋颖骂完, 就往里走, 看到王二牛被压在地, 向护卫瞪去, 还不放人, 护卫慌忙收手, 但王二狗仍然凌厉地盯着抢他条子的人, 宋颖大致了解了情况才开口, 都给本官听好, 房子未全部完工, 暂时不能让所有人都有房, 若是觉得这样分配不公, 那就通过姚号进行分配, 谁姚道号归谁, 众人文言议论起来, 王二狗黑着脸, 我不同意, 我都交过银子, 凭啥重新姚号, 宋颖瞪着王二狗, 不服也得服, 这次错在官府, 交回条子的人, 每人多补贴六两, 不配合的没有补贴, 本官可没那个耐心, 宋颖的霸道, 让百姓全体沉默, 王二狗也回过神来, 宋颖向来言而有幸, 交出条子, 还有补贴, 不亏, 不过王二狗还是心有不甘, 若我姚中号码, 我放弃补贴, 能不能给我一楼的房子, 宋颖冷亨, 便宜都让你占了, 给你这次机会, 没有下次, 以后抽到什么就什么, 王二狗心花怒放, 一楼房子, 方便腿脚不变的老母亲生活, 还能搞个小菜园什么的, 王二狗激动地跪在地上, 磕着头, 多谢宋大人, 宋颖冷亨, 一脚踹向孙兵, 你给老子把刁民手中条子拿回来, 半月后进行摇号分房, 孙兵无奈点头, 下官立刻去办, 土地司捅出这么大娄子, 差点引发民乱, 福州官员各个提心吊胆, 福州多久末出过大事了, 别看宋大人三言两语解决的危机, 众官员还是不安地求见宋颖,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否则稍有差错, 他们的乌纱帽全都不保, 林大人, 朝廷若知道咱们因为房子引发民分, 还不处罚我们啊, 林大人, 宋大人走得近, 不然你去问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林方栋冷冷瞥了眼这些官员, 心里无比鄙视, 老子历经两朝, 什么风浪莫见过, 这只是小事, 还则罚不到官府, 无非是钱财分配不公罢了, 一点小事也要找上头, 要你们这群饭桶有何用, 可看着这些官员满脸的殷妾, 想要骂人的话, 吞了回去, 他心里明白, 福州官府是真的提名办事, 别盯着老夫了, 老夫也没办法, 百姓骚乱, 严重道出洞府兵, 要不是宋大人处理得当, 你们都得下狱, 官员全羞愧低下头, 尤其是负责基建的官员, 亏得孙兵不在, 不然还不得羞愧死, 陆续还会有许多小区开盘, 可以预测到, 今天百姓这种骚乱有了第一次, 绝对还会第二次, 之前百姓胆子可莫这么大, 是个官员都能镇住他们, 今天既然闹掉宋大人出手, 这还得了, 总不能每次新楼开盘, 都让宋大人震场吧, 那还要他们官员何用? 宋大人来了, 大小官员立刻站直, 表示对宋颖的敬重, 本官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嚷嚷了, 人未到, 宋颖声音先到, 宋颖来到主位上坐好, 才对众人点头, 多坐吧, 以后分房都进行摇号, 日后人误悬书的项目, 也这么办, 众人都知道了, 今天宋颖是怎么解决骚动的, 可还是有人觉得不妥, 宋大人, 这么做的话, 会不会百姓还是有怨言? 听到这句质疑, 宋颖双目一瞪, 怎么滴? 不然, 你去协调? 你们要明白, 建小区是为民办好事, 莫抢到房的刁民, 不关咱们啥事, 别给自己懒破事, 刁民赚了银子, 闲得蛋疼, 吃饱了撑着, 有气莫出现, 这点小事也干价, 文言, 众人眼睛一亮, 宋颖的解释, 让官员们瞬间开窍, 是啊, 他们有什么错, 官府已惊人知意警, 是拆迁百姓自己分配布公而已, 一众大小官员瞬间想通了, 还是宋大人想得通透, 乃我等表率, 有宋大人在, 我等什么都不怕, 林方栋从这话里有所领悟, 所有当官的都知道贫苦百姓该怎么管, 可现在百姓都富起来了, 大家反而不习惯了, 宋颖说的没错, 就是日子好了, 屁事也多了, 林方栋忍不住问, 那该怎么办? 宋颖挥挥手, 那还不好办, 给他们安排活, 让他们忙起来, 刁民有了房子就不吃饭了吗? 日子不想更上一层楼吗? 林方栋一针愕然, 自己怎么就默想到呢? 没错, 百姓从未停止对幸福日子的向往, 给他们干不完的活, 哪有多余精力去闹事? 活哪有干得完的? 你们多留心就有发现, 本地百姓根本满足不了福州发展需求, 别到时候头疼无人干活, 宋颖环是一眼在场官员, 私损片刻后说, 福州已步入正轨, 但这还不够, 不能止步不前, 官员们见宋颖神色严肃, 立刻坐直身体, 宋颖连连发问, 他们却回答不上来, 懵懂地看着宋颖, 想要知道接下来怎么做, 徐江也很好奇, 他知道宋颖不会随意问着完, 以他对宋颖的了解, 这是有新计划了, 宋颖见官员们态度端正, 神色严肃, 欣慰地点点头, 福州的发展不能停止不前, 接下来, 要让福州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全福州都要安定, 不能局限于福州周边安全, 而是整个福州都无倭寇, 也无盗费, 临方动心中一动, 兴奋不已, 各官员更是对宋颖充满了敬佩, 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这些官员政绩该有多大, 想到这里, 众官员新潮澎湃, 纷纷发言, 宋大人, 请下令, 宋大人的命令, 咱们一定办妥, 宋颖抬头, 示意众人安静, 他豁然起身, 对府兵统领王文下令, 让府兵做好准备, 在全福州展开清剿匪化, 顺时, 全场一片寂静, 全面剿匪, 官员们都觉得这个难度太大, 王文以及城内的护卫统领, 都面有难色, 我等不反对剿匪, 但要全福州清剿, 难度确实太大了, 府兵兵力绰绰有余, 难度在于盗匪, 山贼的据点遍布福州各地, 根本清剿不完, 其他的官员也纷纷点头, 对啊, 宋大人, 强盗山贼不是府兵, 遇上就是血战, 他们打不过救头, 他们顿入百姓中, 我们便分辨不出谁, 是匪, 谁是名, 剿匪时, 他们藏于名中, 不叫时, 他们就是土匪, 实在难办啊, 一群人露出难色, 官府不怕剿匪, 就怕匪人逃窜, 换身衣服, 就变成百姓, 剿匪不难, 难的是巡匪, 可这些, 宋颖不以为意, 反而悠哉喝了口果汁, 才开口, 这才让你们给刁民找事做, 他们不是闲吗? 让他们出力, 确认一个贼人, 奖励二两银子, 找到窝点, 奖励百两银子, 花不了几个钱, 但能解决问题,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梦了, 继而, 全体都兴奋起来, 多简单的事情, 自己怎么, 就想不到, 宋大人果然厉害, 官府不用盲目去寻找土匪, 直接抓献成就行, 花点小钱, 事儿就成了, 盗匪和他们的窝点再多, 一两万两银子总能搞定吧, 在福州, 这也叫银子, 所有官员瞬间站起来, 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觉得福州匪患, 宋大人, 我等一定还福州安定, 宋大人等着我们好消息, 宋大人, 府兵随时可以出击, 宋颖很满意众人的斗志, 行, 即刻下发公文, 宋颖离开不久, 鸡匪公文就贴满了大街小巷, 福州郊外三十里, 一个不起眼的村庄, 官吏把村民集结起来, 大声通知, 乡, 亲们, 官府即日起, 倾脚盗匪, 报告盗匪行踪一人奖励二两银子, 找到窝点, 赏银百两, 有一个算一个, 上不封顶, 文言, 村民眼睛全亮了, 围住官吏, 各众确认, 人群里, 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子, 看了几眼公告, 然后慢慢离开, 黑风铃, 大当家陈文迪坐在主位上, 心情大好的, 跟手下小弟猜拳喝酒, 这日子越发惬意, 就差个压债夫人, 现今娘们性子兜炼, 一碰就寻死, 但玩得爽, 陈文迪正大口喝酒, 突文一声狂喊, 大事不好了, 大哥, 一个男子冲了进来, 陈文迪眉头一皱, 呵斥起来, 一点规矩都不懂,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这人正是他派出去, 寻找娘们的手下小光头, 小光头, 我让你找的漂亮姑娘找着了, 你回来做什么, 小光头挽着腰直喘, 不好了, 福州府发布了剿匪公告, 上报一个土匪奖励二两银子, 找到据点就奖励一百两银子, 听力顺时鸦雀无声, 都瞪大眼睛看着小光头, 怀疑自己听错了, 有人还下意识抓起长刀, 准备和官兵听了, 陈文的确一脸讥笑, 就这事, 你怕个毛, 官兵全是软脚下, 还想剿匪, 咱不端了关, 府就不错了, 话落引发轰然大笑, 土匪都觉得这话在理, 官兵又不是磨脚过匪, 结果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就这些软脚虾也想剿匪, 笑死人了, 陈文迪继续道, 不必担心, 官兵再猛, 打不过时咱还有后手, 大不了入东海当海扣, 众匪顿时心都落下, 就是打不过就入海, 怕啥, 听大哥安排, 没错, 大哥最善谋划, 大哥在, 咱黑风寨牢不可破, 张口救来的马屁, 源源不断, 陈文迪狂傲一笑, 你们大哥可没闲着, 早就想好了退路, 大哥我在东海, 可是有后台的, 海上更加舒服, 村里, 官吏禁止讲解举报和领赏的渠道,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走到官吏面前, 压低音量, 官人, 咱知道有个图匪窝在哪, 说话时, 这人谨慎地环顾四周, 生怕他人知道他告密, 若不是有高达一百两赏银, 他也不敢举报, 官兵若是不敌, 他小命就不保, 但若能成, 拿到赏银, 一家子就能迁入城里, 官吏文言色变, 招来不快, 让他们保护中年男子, 以防有土匪混入百姓中, 伤了举报人, 消息属实, 赏银百两就是你的, 快详细说说, 官吏压低声音, 拿起纸笔准备记录, 中年男子也不含糊, 连忙继续, 前头黑风铃就有一个匪窝, 头目叫陈文迪, 手下有好几百来号土匪, 个个凶残无比, 官吏大愣, 几百号土匪可不得了, 得赶紧通知府兵, 可是实话, 若是谎报, 可没有银子, 官吏严肃地问, 中年男子有些急了, 以为官吏, 黑心要摊下这赏银, 连忙说, 千真万确, 我可以带路, 咱知道有条山路, 咱每次挖草药远远能看到, 那些匪人, 不敢骗大人, 见中年男子不向说笑, 官吏收好笔录, 你带路, 咱去看看, 若数时, 立马给你赏赢, 黑风铃, 陈文迪和手下喝酒吃肉, 毫不惬意, 对于官府的剿匪公告, 丝毫未放在心上, 突然, 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响声, 陈文迪吓了一跳, 到嘴的肉都掉了, 怎么打雷了, 差点吓死老子, 陈文迪破口大骂, 被震耳雷声吓得没了心智, 哪来的雷, 那刚才雷声咋回事, 陈文迪大胆奇怪, 却在这时, 轰得一声炸响, 恐怖的是, 感觉脚下土地都在晃动, 还有冲天而起的火光, 一看正是寨门方向, 陈文迪心里直犯嘀咕, 大声问, 怎么了, 怎么, 了, 来人, 不好了大哥, 出事了, 官兵来了, 一道身影连滚带地爬了过来, 正是小光头, 听到这话, 陈文迪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出啥大事了, 原来是自不量力的官兵来找死, 陈文迪大喊一声, 好啊, 我看这些当官的是火腻歪了, 老子还没惹事, 他们倒先惹上老子, 陈文迪边说边抽出锋利的大砍刀, 嗷嗷大叫, 小的们, 跟我去砍下官兵的脑袋, 砍完脑袋, 大哥, 我请你们去衙门里喝酒, 这一刻, 黑风铃匪徒被陈文迪勇猛地稚气感染, 土匪们全操起武器呐喊, 杀了官兵, 喝酒, 寨中人员瞬间集结待命, 陈文迪挥着砍刀怒吼, 随我杀, 顺时, 所有土匪冲了出去, 可当他们冲到寨门时, 全都脸色煞白, 寨门呢? 原来寨门位置之, 留下一片碎屑以及焦黑的地面, 放眼望去, 一队队披甲府兵守住了所有下山的路口, 更傻眼的是, 这些府兵并不是陈文迪认识的那些无能官兵, 这些士兵人人脸色严峻, 还体见魁梧, 面对他们这些土匪, 面不改色, 陈文迪直抽冷气, 他还算有点眼力减, 一看就知道这些兵士精锐, 看来是碰上, 那很差, 陈文迪本能地后退, 嘴里直嚷, 快, 快关上寨门, 嚷完才后知后觉, 寨门早毁了, 不妙, 危险了, 陈文迪咬牙撤到防护墙上, 居高临下地问, 敢问哪位大人带队? 今日只要放过我黑风寨, 一定捧上两千两白银, 若执意找事, 我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 说完, 他对一众手下递了个眼色, 多年合作, 众土匪看出老大是让他们壮志气, 吓走官兵, 当即众匪骑后, 咱们五百号人可不是好惹的, 谁敢送死, 老子成全他赏他一剑, 陈文迪看到这气势, 多少回笼点底气, 下一秒, 他确心脏紧缩, 这些官兵丝毫不为所动, 只是兵冷盯着自己, 官兵将领更是挥手大喊, 全体抚兵, 刹那时, 五队盾兵越过寨门, 向防护墙逼近, 盾兵身后, 炮兵抬着三门火炮与叙事待发的弓箭队, 陈文迪看着一阵心惊肉跳, 连忙下令, 快, 放箭, 瞬间, 箭鱼满天飞, 可惜全被盾兵挡住, 这轮攻击毫无效果, 一个官兵都上不到, 而盾兵突然分离两侧, 空出了中间的过道, 赫然耸现出三门火炮, 距离防护墙仅百米距离, 哄, 不给土匪反应机, 会, 两枚炮弹就落到了防护墙上, 瞬时, 山崩地裂, 山石砌城的防护墙, 已是残垣断壁, 陈文迪侥幸捡回一条命, 此刻才明白, 哪有雷声, 明明是炮声, 我到底得罪了谁, 竟然要绝我退落, 陈文迪灰头灰脸地爬起来, 万幸自己之事擦伤, 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这能发出如雷声般的东西, 是什么玩意, 不过他知道, 现在不是好奇的时候, 而是得尽快逃命, 不顾重土匪看着, 陈文迪把腿就往寨内跑, 他要从后山小路离开黑风寨, 很幸运, 他的动作够快, 可刚冲到小路时, 三道鬼魅般的腐兵, 从大树后跳了出来, 不等他反应过来, 瞬间已被摁倒在地, 这人应该是陈文迪, 陈文迪听到人声, 随即整个寨子响起大喊声, 活捉匪守陈文迪, 缴械投降者不杀, 抚军驻地, 正对火炮进行各种研究的朱迪,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不对劲, 四处静悄悄地, 没有平日里热闹操练的情景, 朱迪四处看了看, 傻眼了, 没人了, 除了大门直守的府兵, 其他人都不在朱迪里, 白日撞鬼了, 朱迪左看右看, 确认真没人, 陈生问, 人呢? 他在问自己的暗卫, 隐身于暗处的暗卫现身, 回四皇子, 府兵外出剿匪了, 宋大人下令清剿福州境内所有土匪, 朱迪一阵惊恶, 连忙问, 带火炮了吗? 暗卫点头, 带走了三门火炮, 朱迪顿时气不打一处出, 这种好事竟然不喊上我, 朱迪里训练的火炮跟实战哪能比, 朱迪至今都没有见过火炮在实战中的威力, 这哪能忍得了? 朱迪一阵磨牙, 在哪剿匪, 快被马带我过去, 暗卫犹豫不决, 怎么能让四皇子去战场? 没有黄命, 谁敢? 就在这时, 整齐的脚步声入耳, 一对对披甲的府兵踏步回营, 他们身后跟着一群反绑着双手的土匪, 见状, 朱迪眉目一条, 随即看到黄海的炮兵连, 当即急忙上前就问, 如何, 火炮实战效果显著吗? 听到这话, 黄海哈哈一笑, 仅仅两炮就将土匪债门轰烂, 威力杠杠的, 再炮, 防护墙全倒了, 这次实战, 愣是莫伤一个人, 朱迪瞬间愣住, 上下打量这些府兵, 绑回来的土匪就在眼前, 至少三四百号人, 虽说有火炮开到, 这战一定能赢, 但实战却无人伤亡, 这未免太夸张了, 朱迪知道, 矫几百号的土匪山寨, 就跟宫城战没多大区别, 难度极大,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可朱迪知道这些府兵, 已然有了志的飞跃, 因为他们经过了血的洗礼, 已然向精锐靠近, 想到此, 朱迪激动不已, 自己要是能够统领一群这样的兵, 还筹战功, 府军驻地, 被反绑双手的土匪, 乌泱泱地蹲了一地, 但一旁看守他们的府兵, 在烈日下一动不动, 陈文迪看着这样的府兵, 更加绝望, 这重铁一般的纪律, 他陈文迪从未见过, 他想不通, 怎么福州的官兵, 突然都这般厉害, 换作之前, 那些府兵见了他们, 转身就逃, 现在怎么那么恐怖, 自己还能活下去吗? 陈文迪心情很忐忑, 烈日变成夕阳, 土匪们感觉自己能喘气了, 这时, 全体集合, 一声命令唐突响起, 土匪们才松动的心情瞬间紧蹦, 他们看到, 眨眼时间四处的府兵已荆棘接完毕, 一道披甲武将站上江台, 他的身侧站着一位穿官服的年轻男子, 见过宋大人,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所有土匪被吓倒了, 陈文迪抬头看着穿官服的人, 看着架势, 这人一定是个大官, 辛苦各位了, 今晚杀鸡在杨阁摆头, 犒劳各位, 宋颖笑道, 谢宋大人, 府兵谢生久久还在回荡, 土匪心里苦, 瞧瞧府兵老大, 张口就拿出摆头鸡羊, 犒劳士兵, 围匪多年, 除非是捷到肥羊, 他们才能吃点肉, 今日剿匪成绩不错, 但切记骄傲自满, 还需清剿所有在福州境内的匪患, 宋颖的话, 让陈文迪一阵心惊, 官府竟然夸海口, 要清剿全部匪患, 自己倒霉催的离福州最近, 成了出头羊, 下一秒, 陈文迪收回思绪, 看向江台, 那里, 王文开口询问, 宋大人, 怎么处理这些人, 宋颖思寸片刻后下令, 领头的宰了, 余下的先训练, 然后劳动改造, 啥, 陈文迪瞬间心惊, 自己要被看透, 他火烧眉毛般站起来喊, 大人饶命, 饶命啊, 下一秒, 府兵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顾不上全身剧痛, 他正扎爬起大轿, 大人饶命, 我有钥匙禀告, 宋颖留意到这边动静, 于是开口, 这是谁, 带他过来, 回大人, 此人是黑风寨寨主陈文迪, 王文小, 声禀告, 宋颖点头, 何事禀告, 若有价值, 可饶你性命, 听闻此话, 陈文迪松了口气, 还有活命余地, 自己手中的重料, 一定能让这知府心动, 陈文迪想到这, 大声喊, 大人, 小的落草, 为寇时乃不得已, 可没害过人啊, 草民愿捧上一万两白银买草民一命, 所有人都听得清楚, 白银万两, 这人是要汇入朝廷的命官啊, 陈文迪话说出口, 顿感轻松, 他相信, 白银万两绝对买得下自己一条命, 当官的什么德性, 他明尽似的, 朱棣此刻脸色很不好看, 土匪头目当众行贿, 他觉得宋颖这贪官, 一定会收下这银子, 众人见宋颖神色怪异的, 看着陈文迪, 就这点, 文言, 陈文迪顺势呆滞, 好大的胃口, 玄机磨牙, 草民可以变卖房屋, 再凑六千两, 一万六千两, 全部家当都拱手让人, 陈文迪心痛到无法呼吸, 不为活命, 怎么可能献给狗官, 却听到宋颖挥挥手, 立刻斩了, 本官分分钟就有上万两入账, 不差你这点, 王文, 收缴的赃款, 你们和官府五五分, 此话一出, 王文抱拳, 得令, 下官领命, 来人, 把他拖下去斩了, 话落, 两名府兵出列, 一脚踹晕陈文迪, 死狗般拖走, 土匪们看了这一幕, 无不胆战心惊, 债主完了, 知府大人愣是连一万六千两都看不上, 他们还能干吗? 却在这时, 宋颖看向他们, 谁想活命就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 罪大恶极者, 断头饭馆饱还有肉, 剩下的老实改造, 表现不错, 机会放了出去当良民, 这话一出, 绝大多数土匪相互对视, 看到一丝希望, 个别人身体抖成筛子, 月夜当空, 朱棣喝着果汁, 看着厨子在烤全羊, 滋滋的羊油滴落在火焰上, 肉香味扑鼻, 宋颖惬意地躺在吊椅上, 观赏星空夜景, 最近都学了什么? 宋颖突然开口问道, 朱棣先行了个礼, 然后回答, 回先生,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火炮用法, 宋颖点头, 不错, 有什么想问的吗? 此话一出, 朱棣心中一动, 宋颖这是要指导他吗? 思寸时, 朱棣想到今日之事, 开口询问, 先生, 你今日为何不放过陈文迪, 一万六千两银子不算少了? 话音一落, 朱棣就见宋颖看, 自己的眼神很怪, 你觉得应该, 饶了陈文迪? 朱棣摇头, 没有, 知识有点不解, 毕竟知识匪徒而已, 先生是贪, 对银子也挺喜欢的, 朱棣原想说贪官, 话到嘴边换了众说法, 宋颖闻言笑了, 饶有心智地道, 你好好听着, 原因有二, 这是, 你得从官和君这两方面去思考, 先说官, 有人是身不由己地当了土匪, 但要牢记, 绝大多数匪徒都不是善人, 陈文迪身为债主, 查都不用查, 定是死有余辜, 本官喜欢银子没错, 但福州内外安定比银子的好处更大, 何况一万六千两并不多, 余下土匪当劳力创造的价值, 都会高得更多, 宋颖这是以奸上责任, 来对比杀不杀的得失, 收贿银子反而不重要, 可接下来, 朱棣反倒听问了, 当然,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今日陈文迪非死不可, 主要是要定军心, 宋颖吃着羊肉道, 朱棣百思不解, 怎么扯上军心了, 他认真的对宋颖鞠躬, 请先生解释, 宋颖不顾手中油腻地拍了拍朱棣肩膀, 光学兵法和使用火炮还不够, 更要清楚行军布阵的核心, 也就是军心, 说到军心, 宋颖脸色肃然, 他站起身对朱棣解释, 火炮是技术, 兵法是决胜的策略, 但军队最核心的是军心, 军心足够强大, 百炮其轰, 士兵不会害怕而做逃兵, 甚至会用血肉之躯去抵抗, 将士前仆后继杀开血路, 击垮敌军, 你知道镖骑军, 岳家军, 蒙古铁骑, 以及虎奔军吗? 他们声势浩大的成就, 离不开军心, 朱棣听得油然起劲,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 他以精明白火炮的威力, 那可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抵挡的, 宋颖却说, 有将士会用血肉之躯去铺路, 还引用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军队去印证, 朱棣对于用兵就好比一张白纸, 想要破开看到里面更多内容, 但还差了一根捅破白纸的力气, 愣是差了一点, 请先生解惑, 朱棣再三请求, 宋颖看着严肃的朱棣, 有些惊恶, 老朱这儿儿子这么好学, 该不会真想造反吧? 随即宋颖摇头否定, 甩开这荒唐的想法, 老朱应该没有那实力, 宋颖想到这, 通俗地进一步解释, 军心就好比信念, 坚定信念, 将士们会为了信念而战, 军心不惧生死, 这需要妻而不舍地培养, 并非几日能练成, 听到这, 朱棣略有感悟, 感觉快要看到了本质, 先生, 如何不停加强信念呢? 朱棣再问, 宋颖点头继续, 不停地给士兵灌入信念, 但前提是要搞清立场, 陈文迪是匪徒也是敌人, 府兵强大, 才无人伤亡, 若有伤亡, 我放过陈文迪, 士兵能干吗? 朱棣张口就答, 士兵会寒心, 朱棣瞬间开窍, 原来如此, 军心是有点滴小事灌输起来的, 见朱棣有所领悟, 宋颖笑道, 看来你有点感觉了, 你说, 他日战场上, 遇到敌方奋不顾身, 杀你将士而捐躯的忠烈, 要怎么处理? 朱棣文言愣住, 思寸片刻, 我会葬了他, 听这话, 宋颖冷笑着, 抬腿踹向朱棣, 葬你个球, 你应该连尸体也不放过, 先打后踹, 再骂上积天积夜, 朱棣顿时愣住, 气得脸色长红, 为什么? 拼死杀敌, 死后为何还受辱? 宋颖恨铁不成钢的磨牙, 叹道, 你将敌人葬了, 你手下伤亡的士兵会怎么想你? 瞬间, 朱棣如遭五雷轰顶, 没错, 这种对手会让自己手下伤亡更多, 战争也会更惨烈, 而自己却还要将人葬了, 将, 士们不含心才怪, 朱棣骤然间明白了军心的真谛, 他服气的鞠躬, 我错了, 知道朱棣明白了, 宋颖轻哼一声, 这才悠哉喝起果汁, 朱棣则陷入沉思, 思考军心, 宋颖一番话让他明白, 统军布阵, 除了战术和手段, 还有军心的培养, 这才能打造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 思寸后, 朱棣真诚地说, 先生, 我想加入辅兵并统领辅兵, 宋颖眼都翻白了, 这不合规矩, 军官是按军功来分配的, 想让人无话可说, 就从兵族做起, 不然, 将士会寒心, 这话让朱棣一阵失落, 他堂堂四皇子去当小兵, 朱棣无奈地问, 先生, 没有别的办法吗? 宋颖神秘一笑, 别人没办法, 但我行, 朱棣经意不定, 办法是什么? 银子买官啊! 宋颖得意道, 接着压低声音, 看在你是老猪儿子份上, 我才告诉你办法, 给我六万两, 我给你一个百夫长, 怎么样? 百夫长手下就有一百人, 再给你三个炮兵小队的编制, 此话一出, 朱棣眼睛瞬间一亮, 六万两, 成交, 宋颖也笑了, 先说明白, 你隶属福州府兵, 得听从福州府管理, 御书房内, 朱元璋正在批阅奏折, 奏折看得越多, 朱元璋眉头皱得越深, 多地官员上奏, 黄河有发生水患的征兆, 近期, 黄河下游已出现多处裂缝, 如不加固, 随时会决堤, 黄河决堤, 对正在休养生息的大明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十年前黄河泛滥就是写的教训, 那次水灾直接点燃了元朝灭朝的导火线, 朱元璋也是因为发水灾没饭吃才起的意, 因而朱元璋知道黄河水泛滥的严重, 黄河非治不可, 可怎么治, 黄河泛滥于历朝历代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 动用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才行, 朱元璋私存后决定必须加大摇曳范围, 还要尽快选出负责治理黄河的人, 朱元璋一边想一边写出多条政策, 这时, 太监的通报声打断朱元璋思路, 陛下, 胡雄求见, 朱元璋点头, 传, 此时殿外的胡雄心情有些忐忑, 虽然朱元璋军演时被宋明手下斩首一事, 已过了半年, 可胡雄每次想起这事, 心里都很忐忑, 就怕皇帝秋后算账斩了他, 这时, 太监出来让他进去, 胡雄一进殿就跪下参拜, 朱元璋打量着胡雄, 最后一次献胡雄, 似乎是半年前了, 有了在福州传的银子, 锦衣卫规模过大了许多, 几乎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 传送消息也升级为密报方式传送, 若是没有大事, 胡雄也不会面线朱元璋, 朱元璋想到这, 问胡雄, 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亲自进宫, 胡雄抱拳跪着说, 回陛下, 晨今日来要汇报三件事情, 一是锦衣卫接到东海各城, 发给窝岛亲王及将军的密函, 这话使朱元璋心脏一阵紧缩, 这是有人通窝? 朱元璋瞬间动目, 窝寇横行导致大明近海, 众人也知道, 窝寇总部在窝岛, 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清剿, 朱元璋想不到有人会通窝, 要当卖国贼, 是哪些人? 密函里都写了什么? 我等从捷获的密函内容中分析, 硬是朝廷中人, 但目前还在调查, 密函里有我朝最新的政策, 还有军队不防, 文言, 朱元璋腾的站了起来, 怒气显露无遗, 密函里的内容, 是只有朝中大臣和武将才能接触到这些政策, 他极其意外, 大明竟然有人跟窝寇暗中勾结, 要当卖国贼, 朱元璋下令, 仔细查, 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谁是卖国贼, 文言, 胡雄一惊, 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考验, 胡雄略微思索, 微臣有一种筛选法, 陛下若能配合, 微臣不出半年必定将人揪出来, 朱元璋大愣, 本来以为没有三五年, 不可能查得出来, 胡雄却说着要半年, 什么叫筛选法? 朱元璋问, 胡雄点头, 臣还是跟宋大人学来的, 臣建议陛下假装不知道此事, 让密函去他该去的地方, 陛下将一些假的消息, 分门别类让能接触到消息的官员知道, 重负数次后, 锦衣卫就能通过截取的内容, 通过筛选法, 锁定嫌疑人, 朱元璋眼睛一眯, 这办法可行, 但宋银怎么会用到这种办法? 福州没有答案, 也不用去查卖国贼, 朱元璋很纳闷, 宋银用筛选法干什么? 听到问话, 胡雄心虚地回复, 宋大人用这个方法真别负伤, 福州招商引资时, 宋大人出提口那些投资人, 大意是能投多少银子? 想做什么生意? 如何运营, 宋大人不看别的, 就看谁的银子多就选谁? 朱元璋无比惊恶, 脸上尽是无语, 好家伙, 这搞银子手段层出不穷啊, 彻查通窝一事, 就按你说的办, 让朕配合时再告诉朕, 还有别的事吗? 胡雄点头, 陈耀说的是, 还有黄河水泛滥一事, 锦衣卫做过调查, 问题相当严重, 怕是一年都撑不到, 听到是黄河水患, 朱元璋叹了口气, 这是朕已经知道了, 近日就下旨在全国内摇曳, 去治理黄河, 胡雄松了口气, 陛下圣明, 还有吗? 朱元璋示意胡雄加快速度, 胡雄张了张嘴, 才吞吞吐吐道, 这是事关四皇子朱棣, 听到跟朱棣有关, 朱元璋皱眉, 老四不是在福州吗? 他怎么了? 胡雄咬牙, 四皇子现今已是福州府兵, 并认百夫长, 朱元璋先是一愣, 随即释然, 这小子打小就喜欢行军布阵, 当府兵也正常, 这么快就生百夫长了, 还不错, 莫让咱失望, 朱元璋淡淡点头, 军队升职不像文官那么容易, 有了军功才能晋升, 朱棣这百夫长定是立过军功了, 他在朱棣身边安排有暗卫, 倒是不用担心朱棣的安全, 然而, 胡雄却咽了咽口水, 这百夫长是四皇子花了六万两银子, 跟宋宁买来的, 朱元璋文言瞬间变脸, 啪, 朱元璋气得一巴掌拍在桌上, 冷着脸, 什么? 跟宋宁买来的百夫长? 胡雄此刻只想抽自己耳光, 这是抱什么抱? 此刻他只能是颤抖着点头, 没错, 宋大人还给了优惠, 碰, 朱元璋将桌上的奏折扫落一地, 朕的儿子, 有能耐, 出息了, 为了领军, 没有军功就买官, 天下是老朱家的, 整个大明的官也是朕给的, 你去跑去跟贪官买官, 这一刻, 朱元璋气得蹊跷声烟, 一旁的太监, 也在颤抖, 把他的银子给朕停了, 等朕处理水换后, 再捉他回京, 朱元璋怒急而笑, 胡雄等人知道, 朱元璋已经炸毛, 朱棣若在, 腿都能打断, 二个月过去了, 朝廷发出了姚义的公告, 黄河泛滥成灾, 所有人都在关注姚义一事, 福州, 王二狗皱着眉看着姚义公告, 大明规定, 十六岁至六十岁都需要姚义, 他不可信免地要服役, 朝廷之负责派活, 食宿还得自礼, 以往经验, 陆成家上服姚义, 没有一年半载的别想回家, 不服役就治罪, 可他走了, 家中腿脚不变的老母谁人照顾, 重要的是, 自己的月银已经有无量, 倒贴银子不算, 服役半年直接没了三十两公钱, 若以往的正两, 年, 王二狗非常抵触, 根本不想去服役, 况且, 小区还没有姚号, 哪能将时间浪费在服役上, 这食姚义, 明摆着就是跟银子过不去, 可不, 朝廷让姚义还没有补贴, 咱们还要倒贴银子, 工钱也没了, 损失至少三十两, 能不能不去啊, 王二狗发现, 原来不单单自己抵触这事, 福州百姓都有意见, 现今谁都有活干, 都能赚银子, 没人愿意去干没有好处的姚义, 算了, 别想了, 朝廷旨意, 谁敢违抗, 就是, 往年逃逸, 就默人能逃, 还不老实去了, 这是连宋大人都没辙, 只能认命了, 百姓们心情沉重的议论开来, 从天降的摇曳, 沉重打击了他们美好生活, 王二狗越想越气, 要不去找宋大人想想办法吧, 这话让所有人为之一震, 对, 去问问宋大人, 不行交点银子给宋大人, 这主意好, 宋大人说过, 没有银子办不了的事, 瞬间, 百姓们都有了主意, 他们解决不了, 不代表宋大人没办法, 谁不知, 福州府能有今天全是宋大人的功绩, 王二狗心里期盼着, 宋大人本事不小, 尽管有时态度不好, 但他解决问题的手段没得说, 小区摇号分房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莫银子是请不动宋大人办事的, 想到这, 王二狗心情又沉重起来, 他那点银子给宋大人正眼都不会瞧, 这时有人碰了碰王二狗, 走, 去官府找宋大人, 王二狗一脸暗淡, 献宋大人是要银子的, 这时有人说, 怕啥, 咱们那么多人一起凑, 还怕凑不起吗? 王二狗眼睛一亮, 没错, 福州要去摇曳的人那么多, 宋大人肯定有办法, 王二狗不再犹豫, 撒腿就往官府跑去, 一传十, 十传百, 需要摇曳的百姓, 揣着银子就去找宋宁, 哪怕搭上全部家荡也没事, 几个月宫前就赚回来了, 总比吃力不讨好, 去黄河荡摇曳墙, 大伙想到一块去了, 很快, 潮水般的百姓涌向府衙, 嚷嚷要献宋宁, 你们这些刁民又来闹什么事? 之前因为卖房跟百姓有过交道的孙兵, 剑状带着官兵将百姓挡在外面, 百姓不理会官兵的拦截, 想要挣脱, 让开, 当我们干什么? 我们要献宋大人, 孙兵轻横一声, 挥手招来更多官兵围堵, 去去去, 宋大人一日万机, 哪有时间见你们? 人群里, 一男子振臂高呼, 我们带了银子来见宋大人, 不白见的, 对, 我把全部家当都带来了, 我们的银子全都孝敬给宋大人, 拥挤不堪的百姓伸长脖子大喊, 孙兵差点被百姓手里的银子晃花眼, 却因为百姓的话吓得脸色煞白, 你们疯了吗? 朝廷下令服摇曳, 谁敢抗旨, 找宋大人也没用, 话落, 百姓不但没有离开, 反而更加喧嚷, 你办不到, 不等于宋大人办不了, 只要有银子, 宋大人一定会出手, 没错, 我们要献宋大人, 百姓们扯开嗓子直嚷嚷, 宋颖在他们眼中, 无所不能, 也是全福州百姓的信仰, 摇曳照样能摆平, 闻言, 孙兵直抽嘴角, 他未曾想这些刁民惠似无忌惮的抗制, 还要拉宋颖下水, 宋颖若是被治罪下狱, 福州大小官员都得遭殃, 想到这, 孙兵冷着脸, 谁敢闹事, 立刻关进大牢, 他还是低估了百姓, 为了不太摇曳的决心, 成百上千的百姓, 连带着真刀真枪的抚兵都不放在眼里, 拼命地向孙兵冲过去, 我们是良民, 凭什么让我们做大牢, 我们送银子给, 宋大人, 你没有权力阻止, 你该不会是想贪磨我们的银子吧, 狗官, 做梦吧, 瞬时, 孙兵从维护治安的官员, 成了百姓眼中的贪官, 他哪戴得起这顶大帽子, 孙兵愤怒至极, 再不走, 百姓的唾沫都能淹没他, 人外的喧嚷声早惊动了衙门内的官员, 可商量有用吗? 大小官员赶紧去找宋颖, 这事除了宋颖, 没有人能够解决, 百姓发了疯似的, 敢都敢不走, 谁敢出头, 这已经是民愤了, 宋福, 宋颖躺在摇椅上, 为着婢女喂他的果汁,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同时还有官员的声音, 正在享受的宋颖心情顿时不爽, 问道, 何事喧哗, 这时小司也跑了过来, 大人, 林大人说有钥匙相伤, 宋颖挥手让婢女退下, 让他们进来, 是, 小司出去将官员们领了进来, 走在前头的林方栋喘着粗气, 看到宋颖立刻大喊, 不好了, 宋大人, 身旁的官员也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宋颖喝了口果汁, 这才问, 又出什么事了? 林方栋脸色焦急, 许多百姓聚集在府衙门前, 都争着要给大人送银子, 听闻此话, 宋颖瞪大眼睛, 大感兴趣, 为神魔, 他们拿银子请大人帮忙, 让他们不用服摇曳, 林方栋很是无奈, 当然, 这可怎么办啊, 这些官员里, 就属林方栋最焦急, 他毕竟是管着民生的福州通判, 福州正是由他负责安排摇曳人员, 今日却倒霉地遇到这事, 他只能来找宋颖, 替他拿主意, 宋颖对一脸着急的林方栋点头, 百姓愿意交银子, 让他们交好了, 这话一出, 林方栋瞪直了眼, 差点莫当众跪下, 身边的那些官员, 全都目瞪口呆, 谁都知道宋颖喜欢银子, 可也得看是什么事吧, 为了贪白心这点银子, 公然抗止, 不值啊, 朱元璋得知此事, 绝对会砍了他们, 林方栋内心慌得一体, 他刚想劝阻, 看到宋颖淡定的笑意时, 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可没忘, 宋颖一上任就开始贪, 哪次出过事, 想到此, 林方栋脸上愣是挤出一丝笑意, 经不住问, 宋大人可是想到解决办法了, 宋颖瞄了他一眼, 笑道, 这是哪是本知府能决定的, 但是, 咱们可以替百姓把银子交给上头, 再看朝廷的意思, 这话, 林方栋听得云里雾里, 他疑惑地问, 大人这是何意, 宋颖对他神秘一笑, 过来, 覆耳恭听, 林方栋也不扭捏, 当真伸长了耳朵, 宋颖对他耳语了机句, 开始时, 林方栋神情还很迷惑, 渐渐地, 他的眉头越来越舒展, 忍不住佩服, 宋大人高啊, 下官恨不得将您拱起来, 日日膜拜, 大小官员抓耳挠塞, 宋大人到底说了什么法子, 他们也想知道,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 从各地起来摇曳的百姓, 先后到达黄河, 并进行了登记, 治理黄河水患, 是当今朝政的头等大事, 朱元璋将管理摇曳仪式, 交由胡维庸负责, 葛仲所事让他颇有怨言, 却不敢不干活, 否则朱元璋定会置他一个独职罪, 想到朱元璋, 他就想到徐将觐见皇上那次, 他由于言语不当, 被朱元璋一记历刃般的目光, 惊得胆破心寒, 由此可见, 朱元璋对他颇为提防和顾忌, 治理水患这等大事, 稍有差池, 朱元璋轻易不会饶了他, 胡维庸脸色难看, 却也只好回到桌前, 继续检查姚意情况, 再翻看姚意花明测时, 惊讶地看到一片空白, 福州府怎么无人扶姚意, 胡维庸脸色大变, 再三确认两变, 确定福州此次真的无人过来扶姚意, 他当即觉得不对劲, 事关扶姚意的大小事情, 绝对不能出错, 立刻招手喊来手下官员, 他一脸阴霾地问, 福州府为何没有人来扶姚意, 这等小事一直有手下官员在核实, 下属此时一脸的无奈, 据实报告, 福州府通判林方栋之事送来一份折子, 福州府摇曳之人, 下官一个人都莫瞧现, 话必, 他正想询问接下来怎么做, 却看到胡维庸脸色铁青, 额头上轻轻抱起, 眼神里更是充满杀气, 胡维庸听到林方栋的名字就火冒三丈, 他被林方栋轰出福州的羞辱, 还历历在目, 连带着福州大小官员, 都默认把他这个丞相放在眼里, 丞相, 您还好吧? 下属惊觉到他眼中的杀意, 有些惶恐, 身体都在颤抖, 胡维庸邪腻了他一眼, 安耐下心中怒火, 板着脸问他, 林方栋除了一份折子, 就没有其他解释吗? 是的丞相, 送来的折子下官正准备呈给丞相, 由丞相定夺。 此话一出, 胡维庸脸上又露出杀机, 胡维庸摇摇头, 没有接下属地过来的折子, 你就当不知道有此事。 下属心生不安, 有些担忧地问, 折子里若是有要事禀报, 那该如何? 胡维庸一阵冷笑, 本相一日万机, 更为水患一事操劳过度, 遗漏个别折子也说得过去。 皇上得知这事也不会给本相定罪, 这是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 若是这次负责摇抑事项的是别人, 宋颖和林方栋倒是兴许还能侥幸, 但他是管理人, 老天爷都支持他连本带地的报仇。 折子里说了什么关他啥事, 只需让朱元璋之小福州府无人来付摇抑就行, 乌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眼睛微眠着点头, 是, 胡维庸心情极佳地平退下属, 盯着福州名册上空白处, 冷笑地看了许久, 福州府全体人员逃逸, 看你们有何话说? 一周过去了, 胡维庸终于将付摇抑的大小事宜处理完毕, 他特意把福州无人付摇抑一事, 写好奏折, 等着上奏朱元璋, 大名摇抑也声势浩荡地拉开帷幕, 服役的几十万人, 以千人为一队, 被派往黄河上中下游各处加固黄河, 人们在烈日下将几十斤的石块, 往返搬运到黄河各处, 修筑堤坝, 不到半个时辰, 所有人身上都汗湿了, 更是累得直喘气, 姚依不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因为环境恶劣, 更是随时都有人丧命, 时间流逝, 皇城金鸾殿外, 还未到上朝时间, 等待上朝的胡维庸非常兴奋, 嘴角是不时地擒着笑意, 今日一过, 以朱元璋的性子, 福州府必定滚落一地人头, 片刻之后, 传来太尖尖细的声音, 上朝, 文武百官进入殿内, 身披龙袍的朱元璋, 缓缓走到龙椅上坐下, 吾皇万岁, 万万岁, 朱元璋环视一圈后, 淡淡开口, 众爱卿平身, 文武官员谢恩后起身, 分两侧站好, 朱元璋看到站在前面的胡维庸, 顿感纳闷, 胡维庸, 你不是在治理黄河水患吗? 今日何故上朝, 胡维庸表面恭敬地站出来, 回陛下, 臣有一事必须立刻上报, 听这话, 朱元璋表面若无其事, 心里却很好奇, 能让胡维庸亲自上报的事情, 不容小觑, 可锦衣卫近期却无大势上奏, 朱元璋好奇地问, 是何要事? 胡维庸抬高音量, 臣要对福州府所有官员进行弹劾, 陛下, 臣在检查黄河摇替时, 发现福州府无人来扶摇替, 这话一出, 朝堂哗声一片, 怎么又是福州府? 胡维庸这是跟福州府杠上了吗? 朱元璋眉头一皱, 臣声问, 你仔细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桃摇替是重罪, 不仅本人杀头, 还牵连家人, 明知道是重罪, 福州府百姓怎么悬会桃摇替? 况且还不是义人, 而是全福州府都在桃摇替, 朱元璋越想脸色越黑, 胡维庸故意无奈地叹了口气, 臣查过福州府府摇替人员名单, 既没有人来也无人上报原因, 臣有罪, 拿着黄却查不清原因, 只好回京禀报陛下, 恳请陛下严查福州府无人扶摇替一事, 啪, 朱元璋大怒, 桌上奏折被他扫落掉地, 这可不是小事, 大明国策之一就是扶摇替, 也是一国根本, 国策都敢违背, 眼里还有朝廷和皇帝吗? 朱元璋瞬间就火冒三丈, 福州府官员统统都得死, 文武百官全笛捶着头, 大气不敢出, 就这样, 仍然感觉得到一股杀意席卷来, 立刻拘捕福州通判, 朕自己来审, 朱元璋怒急而笑, 福州府逃摇替就算是胡卫庸的片面之词, 可无论什么原因, 敢逃摇替都是杀头重罪, 况且福州府还无人扶摇替, 福州负责摇替的官员更要问责, 兵部尚书立刻汉首, 陈灵指, 朱元璋腾的站起来怒甩袖袍, 留给文武百官一道杀气翻滚的背影, 退朝, 朱元璋邪怒快不离开金鸾殿, 此刻文武百官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随即三五成群的离开, 胡卫庸一边走一边冷笑, 半月后, 早朝文武百官早早就到达金鸾殿, 他们早得到消息, 福州负责摇替的官员林方栋, 以待至京城, 两朝为官的林方栋在朝中名声并不高, 但相识的同僚却不少, 相熟的官员为此连连惋惜, 片刻, 朱元璋大踏步走了进来, 他威严地在龙椅上坐下后, 太监高喊, 上朝, 吾皇万岁, 万万岁, 朱元璋平淡汗手, 平身, 说完, 他立刻直奔主题, 让人将林方栋带上来, 很快, 一个穿着球服, 手脚都靠着手铐的男子走了进来, 正是满脸愁苦的林方栋, 半月前, 他于睡梦中被抓走, 云里雾里地被压至京城, 随后被关入天牢, 今天被告知自己要面圣, 看到朱元璋对他怒目而逝, 他心里一阵战力, 虽然不知道自己又犯了何罪, 心想先认罪在说, 想到此, 林方栋恭敬下跪, 罪臣林方栋拜见陛下, 朱元璋胸膛里怒火涌动, 冷哼一声, 你倒有自知之明, 姚依这项国策, 江山更替了几千年都仍然存在, 你知法犯法, 竟然敢不服姚依, 真以为你两朝为官, 朕就不敢杀了你吗? 朱元璋瞪着眼, 连声怒斥, 上回在福州虽说将林方栋放了, 因为那是罪不至死, 可是现在是官国之根本的姚依, 林方栋此刻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是因为姚依一事被抓, 他早料到会出事, 但未曾想会如此严重, 林方栋, 咱问你, 福州府无人服姚依一事, 可是你的错? 文言, 林方栋不禁苦笑, 汗手硬道, 没错, 朱元璋脸色铁青, 既然如此也不必再审了, 立马就要下肢斩了林方栋, 来人, 把林方栋拖出去斩了, 林方栋赫然脸色凝重, 这不咒不对啊, 怎么就要斩了他, 还没审完啊, 朱元璋亲自提审王雄和徐江石, 可莫这么快啊, 怎么轮到他就草草了事了, 林方栋心神大乱, 赶紧求饶, 陛下, 无人服姚意事出有因, 请听陈解释啊, 朱元璋此时谋底无比阴冷, 拖下去, 两名禁卫军走了进来, 架住林方栋往外拖, 闻五百官见状, 面面相去地对视一眼, 彼此都明白对方心思, 大伙都想到同一处, 福州府上回豪爽地 送来了一千万瑞银, 现今陶瑶义事件, 或许保不住林方栋性命, 好歹也该让林方栋把话说清楚吧, 六部大臣纷纷站了出来, 陛下息怒, 陈等有话要说, 朱元璋冷眼看着他们, 板着脸问, 你们想说什么? 众人彼此对视一眼, 帅先开口, 林方栋既然说事出有因, 恳请陛下给林方栋一个解释机会, 听听事情的缘由, 朱元璋气得一拍桌子, 违反国策, 任何原因都是死罪, 眼见朱元璋如此固执, 更多的大臣也挺身而出, 陛下, 林方栋罪行严重, 但仍需了解情况, 才好警示后人, 没错, 陛下, 福州府的土地出让税就交了一千万, 这次是不是也有误会? 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 罗列各种可能性, 索求离不开给林方栋一个解释的机会, 朱元璋微微眯起了眼, 也是, 自己是不是太冲动了, 把事情弄清楚后, 再杀也不迟, 一念到此, 朱元璋板起脸, 林方栋, 朕就给你机会解释, 说不明白, 照样的死, 林方栋帅开进卫军的手, 跪下大喊, 谢陛下, 还好, 还好, 差点就人头落地了, 他缓了缓心神, 在重大沉默事下, 开口说起福州府摇役的情况, 福州府公告福摇, 一人圆名单后, 许多百姓都不愿意离开福州, 话还没说完, 一个冰冷的声音就打断了林方栋的话, 林大人, 你这话说得不对, 摇役是大明百姓的职责, 怎么可以因为不想去, 就逃摇役呢? 若是如此, 日后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找借口逃摇役了? 摇役这等国策都敢抗制不尊, 这怕是想造反, 不把自己当大明子民吗? 咄咄逼人者, 正是胡为庸, 他这些斥责话说完, 大殿里寂静无声, 众臣一时间都沉默下来, 朱元璋冷笑着开口, 丞相说得有理, 违反国策者, 不配做大明子民, 朕严重怀疑, 这些百姓不是对国策不满, 而是对朕不满, 朱元璋这话一出, 文武百官知觉的如遭雷劈, 这话, 怕是胡卫庸刚才说的有人想造反, 朱元璋心里有了计较, 朱元璋原本疑心就很重, 这下问题大了, 若是猜忌福州百姓要造反, 岂不是福州所有官员都得一锅端了, 这时, 所有人都觉得林方栋没救了, 林方栋吭腔声响起, 陛下, 臣愿以人头保证, 福州府无人有造反的心思, 若此, 严不实, 愿受天雷轰顶, 林方栋只得有声说完后, 回头怒视着胡卫庸, 恨不得用目光将他撕碎, 福州府百姓是没有参加谣逸, 却是上交了五百万两银子做补偿, 而不是像有些歹毒小人说的那般不堪, 胡卫庸脸色铁青, 荡极恶语相加, 住嘴, 说谁是歹毒小人, 林方栋满脸嘲讽地盯着他, 谁心虚就是谁, 林方栋连连冷笑, 说你是小人怎么了, 今日若不是场合不合适, 老夫当场掐死你, 那日在福州时, 就不该放过这老家伙, 哪怕放条疯狗撕烂他的嘴也好啊, 如今也就不会听到他满口胡言, 温神, 你个老不死的, 还敢骂我, 胡卫庸看到林方栋就火大, 上次被骂出福州一事, 还莫找他算账吗, 却在此时, 胡卫庸惊觉气氛不对劲, 整个大殿里安静得可怕, 众大臣都若有所思地看向林方栋, 林方栋, 你说福州百姓交了五百万两银子, 尚书大人, 我莫听错吧, 林方栋真是说了五百万吗, 瞬时, 满朝文五百官瞬间沸腾起来, 五百万两啊, 不久前, 福州府才交了一千万的土地, 出让金, 这才隔了几日, 又交了五百万两, 听林方栋所说, 这还是福州百姓的自发行为, 一个个闻五百官眼睛都直了, 如同看到猎物般的猛兽, 虎视眈眈地盯着林方栋, 六部官员更是按捺不住, 不敢置信地围拢过来, 林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百姓怎么会主动交银子呢, 福州百姓这么富的吗, 这时, 更多的大臣涌上前来, 胡卫庸明明站在重臣之手, 此刻却被挤到了后头, 顿时气得浑身发抖, 可贵为丞相的他, 跟银子比起来, 算个球啊, 胡卫庸觉得一万点暴击当头而来, 跟上次给徐江定罪时, 如出一辙, 他无比愤恨地瞪着林方栋, 林方栋凭什么随随便便拿出五百万银子, 朱元璋冷眼看着乱成一团的朝堂, 大声怒斥, 给朕闭嘴, 话音方落, 朝堂上顿时安静下来, 没人敢再出声, 朱元璋这才将目光看向林方栋, 眼里多了些许的期待, 给朕说说那五百万两银子的事情, 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全望向林方栋, 很是期待, 林方栋一时成为了朝堂的焦点, 虽然手脚被手铐靠着, 仍然挺着了胸膛, 脸上露出一抹傲色, 哼, 眼红了吧, 这就是他认知的福州府, 敢问哪个州府, 敢向福州百姓这般, 掏得出五百万两银子, 林方栋深深地自豪, 这才对朱元璋解释, 回陛下, 其因是福州百姓得知要扶摇一时, 却不愿意离家, 但这并不是怨恨朝廷的安排, 而是扶摇一离家, 他们就会没了每月至少五两银子的收入, 何况整个摇一期间, 所有的费用都是自费, 自然心有不满, 各官员听了这话, 都纷纷点头, 就连朱元璋听了, 也若有所思, 也是, 这事换成是让他们去扶摇一, 他们也不满, 自己倒贴银子不算, 前后近半年的工钱也没了, 这是谁能乐意啊, 见众人安静下来, 林方栋继续道, 福州百姓多达万人上访, 称愿意拿出全部家当, 只为免了自己的谣逸, 我等原本认为这是国策, 不该理会百姓的诉求, 可爱银如子的宋大人, 愿意倾听百姓新生, 最终想了个办法, 收下了百姓的银子, 林方栋的话, 让朱元璋心生怒气, 分明就是宋颖摊上了百姓的银子, 确假仁假意的世民如此, 朱元璋私存片刻, 冷声道, 因而你们收下百姓银子, 就免了他们的摇曳了, 林方栋连忙摇头, 回陛下, 不是这样的, 宋大人说了, 摇曳是大明国策, 不能支交一点钱, 就能不服摇曳, 必须每月都交钱, 才能获得这福利, 此刻, 所有大臣皆愣住了, 每月交银子, 换取不用服摇曳, 看到场面即将失控, 孙斌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事, 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 不行, 不久, 传来整齐的脚步声, 百姓闻声望去, 一群披甲府兵, 将土地司团团包围住, 一道身穿官服的年轻人, 走了过来, 宋大人, 宋大人来了, 有房了, 有人认出是宋颖, 众人纷纷呐喊, 宋颖身后, 跟着福州府其他官员, 显然知道出大事, 官员都来了, 你们这些刁民, 不干活尽闹事, 信不信本官当场办了你们, 宋颖怒骂声, 在空中回荡, 没人敢开口, 大伙都知道, 自己的好日子, 是宋颖给的, 他们早已习惯了宋大人的性格, 嘴上骂得凶, 却在替他们着想, 孙兵第一时间赢过去, 宋大人, 您来了就好, 宋颖看着孙兵张口就骂, 废物, 这点小事都能办杂, 对不起, 下官错了, 孙兵羞愧无比, 心知自己本月的绩效奖, 完了, 宋颖骂完, 就往里走, 看到王二牛被压在地, 向护卫瞪去, 还不放人, 护卫慌忙收手, 但王二狗仍然凌厉地盯着抢他条子的人, 宋颖大致了解了情况才开口, 都给本官听好, 房子未全部完工, 暂时不能让所有人都有房, 若是觉得这样分配不公, 那就通过姚号进行分配, 谁姚道号归谁, 众人文言议论起来, 王二狗黑着脸, 我不同意, 我都交过银子, 凭啥重新姚号, 宋颖瞪着王二狗, 不服也得服, 这次错在官府, 交回条子的人, 每人多补贴六两, 不配合的没有补贴, 本官可没那个耐心, 宋颖的霸道, 让百姓全体沉默, 王二狗也回过神来, 宋颖向来言而有幸, 交出条子, 还有补贴, 不亏, 不过王二狗还是心有不甘, 若我姚中号码, 我放弃补贴, 能不能给我一楼的房子, 宋颖冷哼, 便宜都让你占了, 给你这次机会, 没有下次, 以后抽到什么就什么, 王二狗心花怒放, 一楼房子, 方便腿脚不变的老母亲生活, 还能搞个小菜园什么的, 王二狗激动地跪在地上, 磕着头, 多谢宋大人, 宋颖冷哼, 一脚踹向孙斌, 你给老子把刁民手中条子拿回来, 半月后, 进行摇号分房, 孙斌无奈点头, 下官立刻去办, 土地司捅出这么大娄子, 差点引发民乱, 福州官员各个提心吊胆, 福州多久末出过大事了, 别看宋大人三言两语解决了危机, 众官员还是不安地求见宋颖,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否则稍有差错, 他们的乌纱帽全都不保, 林大人, 朝廷若知道, 咱们因为房子引发民愤, 还不处罚我们啊, 林大人, 您和宋大人走得近, 不然你去问问,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林方栋冷冷瞥了眼这些官员, 心里无比鄙视, 老子历经两朝, 什么风浪莫见过, 这只是小事, 还则罚不到官府, 无非是钱财分配不公罢了, 一点小事也要找上头, 要你们这群饭桶有何用, 可看着这些官员满脸的殷妾, 想要骂人的话, 吞了回去, 他心里明白, 福州官府是真的提名办事, 别盯着老夫了, 老夫也没办法, 百姓骚乱, 严重到处洞府兵, 要不是宋大人处理的当, 你们都得下狱, 官员全羞愧低下头, 尤其是负责基建的官员, 亏得孙兵不在, 不然还不得羞愧死, 陆续还会有许多小区开盘, 可以预测到, 今天百姓这种骚乱有了第一次, 绝对还会第二次, 之前百姓胆子可莫这么大, 是个官员都能镇住他们, 今天既然闹得要宋大人出手, 这还得了, 总不能每次新楼开盘, 都让宋大人镇场吧, 那还要他们官员何用? 宋大人来了, 大小官员立刻站直, 表示对宋颖的敬重, 本官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嚷嚷了, 人未到, 宋颖声音先到, 宋颖来到主位上坐好, 才对众人点头, 都坐吧, 以后分房都进行摇号, 日后人物悬殊的项目也这么办, 众人都知道了, 今天宋颖是怎么解决骚动的, 可还是有人觉得不妥, 宋大人, 这么做的话会不会百姓还是有怨言? 听到这句质疑, 宋颖双目一瞪, 怎么低? 不然你去协调? 你们要明白, 建小区是为民办好事, 莫抢到房的刁民, 不关咱们啥事, 别给自己揽破事, 刁民赚了银子, 闲得淡疼, 吃饱了撑着, 有气莫出现, 这点小事也干价, 文言, 众人眼睛一亮, 宋颖的解释, 让官员们瞬间开窍, 是啊, 他们有什么错, 官府已惊人知意警, 是拆迁百姓自己分配布公而已, 一众大小官员瞬间想通了, 还是宋大人想得通透, 乃我等表率, 有宋大人在, 我等什么都不怕, 林方栋从这话里有所领悟, 所有当官的都知道, 贫苦百姓该怎么管, 可现在百姓都富起来了, 大家反而不习惯了, 宋颖说的没错, 就是日子好了, 屁事也多了, 林方栋忍不住问, 那该怎么办, 宋颖挥挥手, 那还不好办, 给他们安排活, 让他们忙起来, 刁民有了房子, 就不吃饭了吗, 日子不想更上一层楼吗, 林方栋一阵恶然, 自己怎么就默想到呢, 没错, 百姓从未停止对幸福日子的向往, 给他们干不完的活, 哪有多余精力去闹事, 活哪有干得完呢, 你们多留心就有发现, 本地百姓根本满足不了福州发展需求, 别到时候头疼无人干活, 宋颖环视一眼在场官员, 撕损片刻后说, 福州已步入正轨, 但这还不够, 不能止步不前, 官员们见宋颖神色严肃, 立刻坐直身体, 宋颖连连发问, 他们却回答不上来, 懵懂地看着宋颖, 想要知道接下来怎么做, 徐江也很好奇, 他知道宋颖不会随意问着玩, 以他对宋颖的了解, 这是有新计划了, 宋颖见官员们态度端正, 神色严肃, 欣慰地点点头, 福州的发展不能停止不前, 接下来, 要让福州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全福州都要安定, 不能局限于福州周边安全, 而是整个福州都无倭寇, 也无盗费, 临方动心中一动, 兴奋不已, 各官员更是对宋颖充满了敬佩, 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这些官员政绩该有多大, 想到这里, 众官员新潮澎湃, 纷纷发言, 宋大人, 请下练, 宋大人的命令, 咱们一定办妥, 宋颖抬头, 示意众人安静, 他豁然起身, 对府兵统领王文下令, 让府兵做好准备, 在全福州展开清剿匪换, 顺时, 全场一片寂静, 全面剿匪, 官员们都觉得这个难度太大, 王文以及城内的护卫统领, 都面有难色, 我等不反对剿匪, 但要全福州清剿, 难度确实太大了, 府兵兵力绰绰有余, 难度在于盗匪, 山贼的据点遍布福州各地, 根本清剿不完, 其他的官员也纷纷点头, 对啊, 宋大人, 强盗山贼不是府兵, 遇上就是血战, 他们打不过救头, 他们顿入百姓中, 我们便分辨不出谁, 是匪, 谁是名, 剿匪时, 他们藏于名中, 不剿时, 他们就是土匪, 实在难办啊, 一群人露出难色, 官府不怕剿匪, 就怕匪人逃窜, 换身衣服, 就变成百姓, 剿匪不难, 难的是寻匪, 可这些, 宋饮不以为意, 反而悠哉喝了口果汁, 才开口, 这才让你们给刁民找事做, 他们不是闲吗? 让他们出力, 确认一个贼人, 奖励二两银子, 找到窝点, 奖励百两银子, 花不了几个钱, 但能解决问题,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梦了, 继而全体都兴奋起来, 多简单的事情, 自己怎么就想不到, 宋大人果然厉害, 官府不用盲目去寻找土匪, 直接抓献成就行, 花点小钱, 事儿就成了, 盗匪和他们的窝点再多, 一两万两银子总能搞定吧, 在福州, 这也叫银子, 所有官员瞬间站起来, 拍着凶仆保证, 一定觉得福州匪患, 宋大人, 我等一定还福州安定, 宋大人等着我们好消息, 宋大人, 府兵随时可以出击, 宋颖很满意众人的斗志, 行, 即刻下发公文, 宋颖离开不久, 鸡匪公文就贴满了大街小巷, 福州郊外三十里, 一个不起眼的村庄, 官吏把村民集结起来, 大声通知, 乡, 亲们, 官府即日起, 清剿盗匪, 报告盗匪行踪一人奖励二两银子, 找到窝点, 赏银百两, 有一个算一个, 上不封顶, 闻言, 村民眼睛全亮了, 围住官吏, 各众确认, 人群里, 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子, 看了几眼公告, 然后慢慢离开, 出了村, 立刻就朝黑风领狂跑, 黑风领, 大当家陈文迪坐在主位上, 心情大好的, 跟手下小弟猜拳喝酒, 这日子越发惬意, 就差个压债夫人, 现今年们性子兜炼, 一碰就寻死, 但玩得爽, 陈文迪正大口喝酒, 突文一声狂喊, 大事不好了, 大哥, 一个男子冲了进来, 陈文迪眉头一皱, 呵斥起来, 一点规矩都不懂,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这人正是他派出去, 寻找娘们的手下小光头, 小光头, 我让你找的漂亮姑娘找着了, 你回来做什么, 小光头弯着腰直喘, 不好了, 福州府发布了剿匪公告, 上报一个土匪, 奖励二两银子, 找到据点, 就奖励一百两银子, 厅里顺时鸦雀无声, 都瞪大眼睛看着小光头, 怀疑自己听错了, 有人还下意识抓起长刀, 准备和官兵拼了, 陈文迪却一脸讥笑, 就这事, 你怕个毛, 官兵全是软脚虾, 还想剿匪, 咱不端了关, 府就不错了, 话落, 引发轰然大笑, 土匪都觉得, 这话在理, 官兵又不是抹脚过匪, 结果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就这些软脚虾, 也想剿匪, 笑死人了, 陈文迪继续道, 不必担心, 官兵再猛, 打不过时, 咱还有后手, 大不了入东海当海扣, 众匪顿时心都落下, 就是, 打不过就入海, 怕啥, 听大哥安排, 没错, 大哥最善谋划, 大哥在, 咱黑风寨牢不可破, 张口救来的马屁, 源源不断, 陈文迪狂傲一笑, 你们大哥可没闲着, 早就想好了退路, 大哥我在东海, 可是有后台的, 海上更加舒服, 村里, 官吏禁止讲解举报和领赏的渠道,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 走到官吏面前, 压低音量, 官人, 咱知道有个土匪窝在哪, 说话时, 这人谨慎地环顾四周, 生怕他人知道他告命, 若不是有高达一百两赏赢, 他也不敢举报, 官兵若是不敌, 他小命就不保, 但若能成, 拿到赏赢, 一家子就能迁入城里, 官吏文言色变, 招来不快, 让他们保护中年男子, 以防有土匪混入百姓中, 伤了举报人, 消息属实, 赏赢百两就是你的, 快详细说说, 官吏压低声音, 拿起纸笔准备记录, 中年男子也不含糊, 连忙继续, 前头黑风铃就有一个匪窝, 头目叫陈文迪, 手下有好几百来号土匪, 各个凶残无比, 官吏大愣, 几百号土匪可不得了, 得赶紧通知府兵, 可是实话, 若是谎报, 可没有银子, 官吏严肃地问, 中年男子有些急了, 以为官吏, 黑心要摊下这赏赢, 连忙说, 千真万确, 我可以带路, 咱知道有条山路, 咱每次挖草药远远能看到, 那些匪人, 不敢骗大人, 见中年男子不像说笑, 官吏收好笔录, 你带路, 咱去看看, 若数时, 立马给你赏赢, 黑风铃, 陈文迪和手下喝酒吃肉, 毫不惬意, 对于官府的剿匪公告, 丝毫未放在心上, 突然, 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响声, 怎么打雷了, 差点吓死老子, 陈文迪破口大骂, 被震耳雷声吓得没了心智, 可出去一看, 天空万里无云, 哪来的雷, 那刚才雷声咋回事, 陈文迪大胆奇怪, 却在这时, 轰得一声炸响, 恐怖的是, 感觉脚下土地都在晃动, 还有冲天而起的火光, 一看正是寨门方向, 陈文迪心里直犯嘀咕, 大声问, 怎么了, 怎么了, 来人, 不好了大哥, 出事了, 官兵来了, 一道身影连滚带地爬了过来, 正是小光头, 听到这话, 陈文迪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出啥大事了, 原来是自不量力的官兵来找死, 陈文迪大喊一声, 好啊, 我看这些当官的是火腻歪了, 老子还没惹事, 他们倒先惹上老子, 陈文迪边说边抽出锋利的大砍刀, 嗷嗷大叫, 小的们, 跟我去砍下官兵的脑袋, 砍完脑袋, 大哥, 我请你们去衙门里喝酒, 这一刻, 黑风铃匪徒被陈文迪勇猛的稚气感染, 土匪们全掏起武器呐喊, 杀了官兵, 喝酒, 寨中人员瞬间集结待命, 陈文迪挥着砍刀怒吼, 随我杀, 瞬时, 所有土匪冲了出去, 可当他们冲到寨门时, 全都脸色煞白, 寨门呢? 原来寨门未止之, 留下一片碎屑以及焦黑的地面, 放眼望去, 一队队披甲斧兵守住了所有下山的路口, 更傻眼的是, 这些府兵并不是陈文迪认识的那些无能官兵, 这些士兵人人脸色严峻, 还体见魁梧, 面对他们这些土匪, 面不改色, 陈文迪直抽冷气, 他还算有点眼力减, 一看就知道这些兵是精锐, 看来是碰上, 那很差, 陈文迪本能地后退, 嘴里直嚷, 快, 快关上寨门, 嚷完才后知后觉, 寨门早毁了, 不妙, 危险了, 陈文迪咬牙撤到防护墙上, 居高临下地问, 敢问哪位大人带队, 今日只要放过我黑风寨, 一定捧上两千两白银, 若只意找事, 我黑风寨也不是赤素的, 说完, 他对一众手下递了个眼色, 多年合作, 众土匪看出老大是让他们壮志气, 吓走官兵, 当即众匪骑后, 咱们五百号人, 可不是好惹的, 谁敢送死, 老子成全他赏他一剑, 陈文迪看到这气势, 多少回龙点底气, 下一秒, 他却心脏紧缩, 这些官兵丝毫不为所动, 只是兵冷盯着自己, 官兵将领更是挥手大喊, 全体抚兵, 进攻, 刹那时, 五队盾兵越过寨门, 向防护墙逼近, 盾兵身后, 炮兵抬着三门火炮与, 蓄势待发的弓箭队, 陈文迪看着一阵心惊肉跳, 连忙下令, 快, 放箭, 瞬间, 箭鱼满天飞, 可惜全被盾兵挡住, 这轮攻击毫无效果, 一个官兵都上不到, 而盾兵突然分离两侧, 空出了中间的过道, 赫然耸现出三门火炮, 距离防护墙仅百米距离, 哄, 不给土匪反应机, 会, 两枚炮弹就落到了防护墙上, 瞬时, 山崩地裂, 山石砌城的防护墙, 已是残垣断壁, 陈文迪侥幸捡回一条命, 此刻才明白哪有雷声, 明明是炮声, 我到底得罪了谁, 竟然要绝我退路, 陈文迪灰头灰脸地爬起来, 万幸自己之事擦伤, 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这能发出如雷声般的东西, 是什么玩意, 不过他知道, 现在不是好奇的时候, 而是得尽快逃命, 不顾重土匪看着, 陈文迪把腿就往寨内跑, 他要从后山小路离开黑风寨, 很幸运, 他的动作够快, 可刚冲到小路时, 三道鬼魅般的府兵, 从大树后跳了出来, 不等他反应过来, 瞬间已被摁倒在地, 这人应该是陈文迪, 陈文迪听到人声, 随即整个寨子响起大喊声, 活捉匪守陈文迪, 缴械投降者不杀, 府军驻地, 正对火炮进行各种研究的朱棣,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不对劲, 四处静悄悄的, 没有平日里热闹操练的情景, 朱棣四处看了看, 傻眼了, 没人了, 除了大门直守的府兵, 其他人都不在驻地里, 白日撞鬼了, 朱棣左看右看, 确认真没人, 陈生问, 人呢? 他在问自己, 的暗卫, 隐身于暗处的暗卫现身, 回四皇子, 府兵外出剿匪了, 宋大人下令清剿福州境内所有土匪, 朱棣一阵惊恶, 连忙问, 带火炮了吗? 暗卫点头, 带走了三门火炮, 朱棣顿时期不打一处出, 一群不顾道义的家伙, 这种好事竟然不喊上我, 朱棣里训练的火炮跟实战哪能比, 朱棣至今都没有见过火炮在实战中的威力, 这哪能忍得了? 朱棣一阵磨牙, 在哪剿匪? 快被马带我过去, 暗卫犹豫不决, 怎么能让四皇子去战场? 没有黄命, 谁敢? 就在这时, 整齐的脚步声入耳, 一对对披甲的府兵踏步回营, 他们身后跟着一群反绑着双手的土匪, 见状, 朱棣眉目一条, 随即看到黄海的炮兵连, 当即急忙上前就问, 如何, 火炮实战效果显著吗? 听到这话, 黄海哈哈一笑, 仅仅两炮就将土匪债门轰烂, 威力杠杠的, 再一炮, 防护墙全倒了, 这次实战, 愣是莫伤一个人, 朱棣瞬间愣住, 上下打量这些府兵, 绑回来的土匪就在眼前, 至少三四百号人, 虽说有火炮开到, 这战一定能赢, 但实战却无人伤亡, 角几百号的土匪山寨, 就跟宫城战没多大区别, 难度极大,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可朱棣知道这些府兵, 已然有了志的飞跃, 因为他们经过了血的洗礼, 已然向精锐靠近, 想到此, 朱棣激动不已, 自己要是能够统领一群这样的兵, 还筹战功? 府军驻地, 被反绑双手的土匪, 乌泱泱地蹲了一地, 烈日当空, 土匪被晒得脸色通红, 但一旁看守他们的府兵, 在烈日下一动不动, 陈文迪看着这样的府兵, 更加绝望, 这重铁一般的纪律, 他陈文迪从未见过, 他想不通, 怎么福州的官兵, 突然都这般厉害, 换作之前, 那些府兵见了他们, 转身就逃, 现在怎么那么恐怖, 自己还能活下去吗? 陈文迪心情很忐忑, 烈日变成夕阳, 土匪们感觉自己能喘气了, 这时, 全体集合, 一声命令唐突响起, 土匪们才松动的心情瞬间紧蹦, 他们看到, 眨眼时间四处的府兵已荆棘接完毕, 一道披甲武将站上江台, 他的身侧站着一位穿官服的年轻男子, 见过宋大人,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所有土匪被吓倒了, 陈文迪抬头看着穿官服的人, 看着架势, 这人一定是个大官, 辛苦各位了, 今晚杀鸡在杨阁摆头, 犒劳各位, 宋颖笑道, 谢宋大人, 府兵谢生久久还在回荡, 土匪心里苦, 瞧瞧府兵老大, 张口就拿出摆头鸡羊, 犒劳士兵, 围匪多年, 除非是截到肥羊, 他们才能吃点肉, 今日剿匪成绩不错, 但切记骄傲自满, 还需清剿所有在福州境内的匪患, 宋颖的话, 让陈文迪一阵心惊, 官府竟然夸海口, 要清剿全部匪患, 自己倒霉催的离福州最近, 成了出头羊, 下一秒, 陈文迪收回思绪, 看向江台, 那里, 王文开口询问, 宋大人, 怎么处理这些人, 宋颖思寸片刻后下令, 领头的宰了, 余下的先训练, 然后劳动改造, 啥, 陈文迪瞬间心惊, 自己要被看透, 他火烧眉毛般站起来喊, 大人饶命, 饶命啊, 下一秒, 府兵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顾不上全身剧痛, 他挣扎爬起大轿, 大人饶命, 我有钥匙禀告, 于是开口, 这是谁, 带他过来, 回大人, 此人是黑风寨寨主陈文迪, 王文小, 声禀告, 宋颖点头, 何事禀告, 若有价值, 可饶你性命, 听闻此话, 陈文迪松了口气, 还有活命余地, 自己手中的重料, 一定能让这知府心动, 陈文迪想到这, 大声喊, 大人, 小的落草, 为寇时乃不得已, 可没害过人啊, 草民愿捧上一万两白银买草民一命, 所有人都听得清楚, 白银万两, 这人是要贿赂朝廷的命官啊, 陈文迪话说出口, 顿感轻松, 他相信, 白银万两绝对买得下自己一条命, 当官的什么德性, 他明镜似的, 朱棣此刻脸色很不好看, 土匪头目当众行贿, 他觉得宋颖这贪官, 一定会收下这银子, 众人见宋颖神色怪异地, 看着陈文迪, 就这点, 闻言, 陈文迪顺时呆滞, 好大的胃口, 玄机磨牙, 草民可以变卖房屋, 再凑六千两, 一万六千两, 全部家当都拱手让人, 陈文迪心痛到无法呼吸, 不为活命, 怎么可能献给狗官, 却听到宋颖挥挥手, 立刻斩了, 本官分分钟就有上万两入账, 不差你这点, 王文收缴的赃款, 你们和官府五五分, 此话一出, 王文报权, 得令, 下官领命, 来人, 把他拖下去斩了, 话落, 两名府兵出列, 一脚踹晕陈文迪, 死狗般拖走, 土匪们看了这一幕, 无不胆战心惊, 债主完了, 知府大人愣是连一万六千两都看不上, 他们还能干吗? 却在这时, 宋颖看向他们, 谁想活命就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 最大恶极者, 断头饭管饱还有肉, 剩下的老实改造, 表现不错就有机会放了出去当良民, 这话一出, 绝大多数土匪相互对视, 看到一丝希望, 个别人身体抖成筛子, 月夜当空, 朱棣喝着果汁, 看着厨子在烤全羊, 滋滋的羊油滴落在火焰上, 肉香味扑鼻, 宋颖惬意地躺在吊椅上, 观赏星空夜景, 最近都学了什么? 宋颖突然开口问道, 朱棣先行了个礼然后回答, 回先生,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火炮用法, 宋颖点头, 不错, 有什么想问的吗? 此话一出, 朱棣心中一动, 宋颖这是要指导他吗? 思寸时, 朱棣想到今日之事, 开口询问, 先生, 你今日为何不放过陈文迪, 一万六千两银子不算少了? 话音一落, 朱棣就见宋颖看, 自己的眼神很怪, 你觉得应该, 饶了陈文迪? 朱棣摇头, 没有, 知识有点不解, 毕竟知识匪徒而已, 先生是贪, 对银子也挺喜欢的, 朱棣原想说贪官, 话到嘴边换了众说法, 宋颖文言笑了, 饶有心智地道, 你好好听着, 原因有二, 这是, 你得从官和君这两方面去思考, 先说官, 有人是身不由己地当了土匪, 但要牢记, 绝大多数匪徒都不是善人, 陈文迪身为债主, 查都不用查, 定是死有余辜, 本官喜欢银子没错, 但福州内外安定比银子的好处更大, 何况一万六千两并不多, 余下土匪当劳力创造的价值都会高得更多, 朱棣听得心有所思, 宋颖这是以奸上责任来对比杀不杀的得失, 收费银子反而不重要, 可接下来朱棣反倒听愣了, 当然,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今日陈文迪非死不可, 主要是要定军心, 宋颖吃着羊肉道, 朱棣百思不解, 怎么扯上军心了, 他认真的对宋颖鞠躬, 请先生解释, 宋颖不顾手中油腻地拍了拍朱棣肩膀, 光学兵法和使用火炮还不够, 更要清楚行军布阵的核心, 也就是军心, 说到军心, 宋颖脸色肃然, 他站起身对朱棣解释, 火炮是技术, 兵法是决胜的策略, 但军队最核心的是军心, 军心足够强大, 百炮齐轰, 士兵不会害怕而做逃兵, 甚至会用血肉之躯去抵抗, 将士前仆后继杀开血路, 击垮敌军, 你知道标骑军, 岳家军, 蒙古铁骑以及虎奔军吧, 他们声势浩大的成就, 离不开军心, 朱棣听得油然起劲,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 他以精明白火炮的威力, 那可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抵挡的, 宋颖却说, 有将士会用血肉之躯去铺路, 还引用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军队去印证, 朱棣对于用兵就好比一张白纸, 想要破开看到里面更多内容, 但还差了一根捅破白纸的力气, 愣是差了一点, 请先生解惑, 朱棣看着严肃的朱棣有些惊恶, 老朱这儿子这么好学, 该不会真想造反吧? 随即宋颖摇头否定, 甩开这荒唐的想法, 老朱应该没有那实力, 宋颖想到这通俗的进一步解释, 军心就好比信念, 坚定信念, 将士们会为了信念而战, 军心不惧生死, 这需要妾而不舍的培养, 并非几日能练成, 听到这, 朱棣略有感悟, 感觉快要看到了本质, 先生, 如何不停加强信念呢? 朱棣在问, 宋颖点头继续, 不停地给士兵灌入信念, 但前提是要搞清立场, 陈文迪是匪徒也是敌人, 府兵强大, 才无人伤亡, 若有伤亡, 我放过陈文迪, 士兵能干吗? 朱棣张口就答, 士兵会寒心, 朱棣瞬间开窍, 原来如此, 军心是有点滴小事灌输起来的, 见朱棣有所领悟, 宋颖笑道, 看来你有点感觉了, 你说他日战场上遇到敌方奋不顾身杀你将士而捐躯的忠烈, 要怎么处理? 朱棣文言愣住, 私存片刻, 我会葬了他, 听这话, 宋颖冷笑着抬腿踹向朱棣, 葬你个球, 你应该连尸体也不放过, 先打后踹再骂上积天积夜, 朱棣顿时愣住, 气得脸色长红, 为什么? 拼死杀敌, 死后为何还受辱? 宋颖恨铁不承钢的磨牙, 叹道, 你将敌人葬了, 你手下伤亡的士兵会怎么想你? 瞬间, 朱棣如遭五雷轰顶, 没错, 这种对手会让自己手下伤亡更多, 战争也会更惨烈, 而自己却还要将人葬了, 将, 士们不含心才怪, 朱棣骤然间明白了军心的真谛, 他服气的鞠躬, 我错了, 知道朱棣明白了, 宋颖轻哼一声, 这才悠哉喝气果汁, 朱棣则陷入沉思, 思考军心, 宋颖一番话让他明白, 统军布阵, 除了战术和手段, 还有军心的培养, 这才能打造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 思寸后, 朱棣真诚地说, 先生, 我想加入辅兵并统领辅兵, 宋颖眼都翻白了, 这不合规矩, 军官是按军功来分配的, 想让人无话可说, 就从兵足做起, 不然, 将士会寒心, 这话让朱棣一阵失落, 他堂堂四皇子去当小兵, 朱棣无奈地问, 先生, 没有别的办法吗? 宋颖神秘一笑, 别人没办法, 但我行, 朱棣经意不定, 办法是什么? 银子买官啊! 宋颖得意道, 接着压低声音, 看在你是老猪儿子份上, 我才告诉你办法, 给我六万两, 我给你一个百夫长, 怎么样? 百夫长手下就有一百人, 再给你三个炮兵小队的编制, 此话一出, 朱棣眼睛瞬间一亮, 六万两, 成交, 宋颖也笑了, 先说明白, 你隶属福州府兵, 得听从福州府管理, 御书房内, 朱元璋正在批阅奏折, 奏折看得越多, 朱元璋眉头皱得越深, 多地官员上奏, 黄河有发生水患的征兆, 近期, 黄河下游已出现多处裂缝, 如不加固, 随时会决堤, 黄河决堤, 对正在休养生息的大明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十年前黄河泛滥就是写的教训, 那次水灾直接点燃了元朝灭朝的导火线, 朱元璋也是因为发水灾没饭吃才起的意, 因而朱元璋知道黄河水泛滥的严重, 黄河非治不可, 可怎么治, 黄河泛滥于历朝历代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 动用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才行, 朱元璋私存后决定必须加大摇曳范围, 还要尽快选出负责治理黄河的人, 朱元璋一边想一边写出多条政策, 这时, 太监的通报声打断朱元璋思路, 陛下, 胡雄求见, 朱元璋点头, 传, 此时殿外的胡雄心情有些忐忑, 虽然朱元璋军演时被宋嬴手下斩首一事, 已过了半年, 可胡雄每次想起这事, 心里都很忐忑, 就怕皇帝秋后算账斩了他, 这时, 太监出来让他进去, 胡雄一进殿就跪下参拜, 朱元璋打量着胡雄, 最后一次献胡雄, 似乎是半年前了, 有了在福州传的银子, 锦衣卫规模过大了许多, 几乎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 传送消息也升级为密报方式传送, 若是没有大事, 胡雄也不会面线朱元璋, 朱元璋想到这, 问胡雄, 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亲自进宫, 胡雄抱拳跪着说, 回陛下, 晨今日来要汇报三件事情, 一是锦衣卫接到东海各城, 发给窝岛亲王及将军的密函, 这话使朱元璋心脏一阵紧缩, 这是有人通窝, 朱元璋瞬间动怒, 窝寇横行导致大明进海, 众人也知道, 窝寇总部在窝岛, 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清剿, 朱元璋想不到有人会通窝, 要当卖国贼, 是哪些人, 密函里都写了什么, 我等从捷获的密函内容中分析, 硬是朝廷中人, 但目前还在调查, 密函里有我朝最新的政策, 还有军队不防, 文言, 朱元璋腾的站了起来, 怒气显露无遗, 密函里的内容, 是只有朝中大臣和武将, 才能接触到这些政策, 他极其意外, 大明竟然有人跟窝寇暗中勾结, 要当卖国贼, 朱元璋下令, 仔细查, 什么时候可以知道, 谁是卖国贼, 文言, 胡雄一惊, 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考验, 胡雄略微思索, 微臣有一种筛选法, 陛下若能配合, 微臣不出半年, 必定将人揪出来, 朱元璋大愣, 本来以为没有三五年, 不可能查得出来, 胡雄却说着要半年, 什么叫筛选法, 朱元璋问, 胡雄点头, 陈还是跟宋大人学来的, 陈建议陛下假装不知道此事, 让密函去他该去的地方, 陛下将一些假的消息, 分门别类让能接触到消息的官员知道, 重复数次后, 锦衣卫就能通过截取的内容, 通过筛选法, 锁定嫌疑人, 朱元璋眼睛一眯, 这办法可行, 但宋赢怎么会用到这种办法, 福州没有答案, 也不用去查卖国贼, 朱元璋很纳闷, 宋赢用筛选法干什么, 听到问话, 胡雄心虚地回复, 宋大人用这个方法真别负伤, 福州招商引资时, 宋大人出提口那些投资人, 大意是能投多少银子, 想做什么生意, 如何运营, 宋大人不看别的, 就看谁的银子多就选谁, 朱元璋无比惊恶, 脸上尽是无语, 好家伙, 这搞银子手段层出不穷啊, 彻查通窝一事, 就按你说的办, 让朕配合时再告诉朕, 还有别的事吗? 胡雄点头, 陈耀说的是, 还有黄河水泛滥一事, 锦衣卫做过调查, 问题相当严重, 怕是一年都撑不到, 听到是黄河水患, 朱元璋叹了口气, 这事朕已经知道了, 近日就下旨在全国内摇曳, 去治理黄河, 胡雄松了口气, 陛下圣明, 还有吗? 朱元璋示意胡雄加快速度, 胡雄张了张嘴, 才吞吞吐吐道, 这是事关四皇子朱棣, 听到跟朱棣有关, 朱元璋皱眉, 老四不是在福州吗? 他怎么了? 胡雄咬牙, 四皇子现今已是福州府兵, 并任百夫长, 朱元璋先是一愣, 随即释然, 这小子打小就喜欢行军步阵, 当府兵也正常, 这么快, 就算百夫长了, 还不错, 莫让咱失望, 朱元璋淡淡点头, 军队升职不像文官那么容易, 有了军功才能晋升, 朱棣这百夫长定是立过军功了, 他在朱棣身边安排有暗卫, 倒是不用担心朱棣的安全, 然而, 胡雄却咽了咽口水, 这百夫长是四皇子花了六万两银子, 跟宋宁买来的, 朱元璋文言瞬间变脸, 啪, 朱元璋气得一巴掌拍在桌上, 冷着脸, 什么, 跟宋宁买来的百夫长, 胡雄此刻只想抽自己耳光, 这是报什么报, 此刻他只能是颤抖着点头, 没错, 宋大人还给了优惠, 碰, 朱元璋将桌上的奏折扫落一地, 朕的儿子, 有能耐, 出息了, 为了领军, 没有军功就买官, 天下是老朱家的, 整个大明的官也是朕给的, 你去跑去跟贪官买官, 这一刻, 朱元璋气得蹊跷声烟, 一旁的太监, 也在颤抖, 把他的银子给朕停了, 等朕处理水换后, 再捉他回京, 朱元璋怒急而笑, 胡雄等人知道, 朱元璋已经炸毛, 朱棣若在, 腿都能打断, 二个月过去了, 朝廷发出了姚义的公告, 黄河泛滥成灾, 所有人都在关注姚义一事, 福州, 王二狗皱着眉看着姚义公告, 大明规定, 十六岁至六十岁都需要姚义, 他不可幸免地要服役, 朝廷之负责派活, 食宿孩的自礼, 以往经验, 陆成家尚服姚义, 没有一年半载的别想回家, 不服役就治罪, 可他走了, 家中腿脚不便的老母谁人照顾, 重要的是, 自己的月银已经有无良, 倒贴银子不算, 服役半年直接没了三十两工钱, 若以往的正两, 年, 王二狗非常抵触, 根本不想去服役, 况且小区还没有姚浩, 哪能将时间浪费在服役上, 这食姚义, 明摆着就是跟银子过不去, 可不, 朝廷让姚义还没有补贴, 咱们还要倒贴银子, 工钱也没了, 损失至少三十两, 能不能不去啊, 王二狗发现, 原来不单单自己抵触这事, 福州百姓都有意见, 现今谁都有活干, 都能赚银子, 没人愿意去干没有好处的姚义, 算了, 别想了, 朝廷旨意, 谁敢违抗, 就是, 往年逃逸, 就末人能逃, 还不老实去了, 这事连宋大人都莫辙, 只能认命了, 百姓们心情沉重的议论开来, 从天降的姚义, 沉重打击了他们美好生活, 王二狗越想越气, 要不去找宋大人想想办法吧, 这话让所有人为之一震, 对, 去问问宋大人, 不行交点银子给宋大人, 这主意好, 宋大人说过, 没有银子办不了的事, 瞬间, 百姓们都有了主意, 他们解决不了, 不代表宋大人莫办法, 谁不知, 福州府能有今天全是宋大人的功绩, 王二狗心里期盼着, 宋大人本事不小, 尽管有时态度不好, 但他解决问题的手段没得说, 小区摇号分房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莫银子是请不动宋大人办事的, 想到这, 王二狗心情又沉重起来, 他那点银子给宋大人正眼都不会瞧, 这时有人碰了碰王二狗, 走, 去官府找宋大人, 王二狗一脸黯淡, 现宋大人是要银子的, 这时有人说, 怕啥, 咱们那么多人一起凑, 还怕凑不起吗? 王二狗眼睛一亮, 没错, 福州要去摇曳的人那么多, 宋大人肯定有办法, 王二狗不再犹豫, 撒腿就往官府跑去, 一传十, 十传百, 需要摇曳的百姓, 揣着银子就去找宋宇, 哪怕搭上全部加荡也没事, 几个月宫前就赚回来了, 总比吃力不讨好去黄河荡摇曳墙, 大伙想到一块去了, 很快, 潮水般的百姓涌向府衙, 嚷嚷要献宋宇, 你们这些刁民又来闹什么事? 之前因为卖房跟百姓有过交道的孙兵, 剑状带着官兵将百姓挡在外面, 百姓不理会官兵的拦截, 想要挣脱, 让开, 当我们干什么? 我们要献宋大人, 孙兵轻横一声, 挥手招来更多官兵围堵, 去去去, 宋大人一日万机, 哪有时间见你们? 人群里, 一男子阵臂高呼, 我们带了银子来见宋大人, 不白见的, 对, 我把全部家当都带来了, 宋大人又能让我们不服摇曳, 我们的银子全都孝敬给宋大人, 拥挤不堪的百姓伸长脖子大喊, 孙兵差点被百姓手里的银子晃花眼, 却因为百姓的话吓得脸色煞白, 你们疯了吗? 朝廷下令服摇曳, 谁敢抗旨, 找宋大人也没用, 话落, 百姓不但没有离开, 反而更加喧嚷, 你办不到, 不等于宋大人办不了, 只要有银子, 宋大人一定会出手, 没错, 我们要献宋大人, 百姓们扯开嗓子直嚷嚷, 宋颖在他们眼中, 无所不能, 也是全福州百姓的信仰, 摇曳照样能摆平, 闻言, 孙兵直抽嘴角, 他未曾想这些刁民惠似无忌惮的抗制, 还要拉宋颖下水, 宋颖若是被至罪下狱, 福州大小官员都得遭殃, 想到这, 孙兵冷着脸, 谁敢闹事, 立刻关进大牢, 他还是低估了百姓, 为了不太摇曳的决心, 成百上千的百姓, 连带着真刀真枪的抚兵都不放在眼里, 拼命地向孙兵冲过去, 我们是良民, 凭什么让我们坐大牢, 我们送银子给, 宋大人, 你没有权力阻止, 你该不会是想贪磨我们的银子吧, 狗官, 做梦吧, 顺时, 孙兵从维护治安的官员, 成了百姓眼中的贪官, 他哪戴得起这顶大帽子, 孙兵愤怒至极, 再不走, 百姓的唾沫都能淹没他, 人外的喧嚷声早惊动了衙门内的官员, 可商量有用吗? 大小官员赶紧去找宋颖, 这事除了宋颖, 没有人能够解决, 百姓发了疯似的, 敢都敢不走, 谁敢出头, 这已经是民愤了, 宋福, 宋颖躺在摇椅上, 喂着婢女喂她的果汁,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同时还有官员的声音, 正在享受的宋颖心情顿时不爽, 问道, 何事喧哗, 这时小司也跑了过来, 大人, 林大人说有钥匙相伤, 宋颖挥手让婢女退下, 让他们进来, 是, 小司出去将官员们领了进来, 走在前头的林方栋喘着粗气, 看到宋颖立刻大喊, 不好了, 宋大人, 身旁的官员也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宋颖喝了口果汁, 这才问, 又出什么事了, 林方栋脸色焦急, 许多百姓聚集在府衙门前, 都争着要给大人送银子, 听闻此话, 宋颖瞪大眼睛, 大感兴趣, 为神魔, 他们拿银子请大人帮忙, 让他们不用服摇曳, 林方栋很是无奈, 当然, 这可怎么办啊, 这些官员里, 就属林方栋最焦急, 他毕竟是管着民生的福州通判, 福州正是由他负责安排摇曳人员, 今日却倒没得遇到这事, 他只能来找宋颖, 替他拿主意, 宋颖对一脸着急的林方栋点头, 百姓愿意交银子, 让他们交好了, 这话一出, 林方栋瞪直了眼, 差点莫当众跪下, 身边的那些官员, 全都目瞪口呆, 谁都知道宋颖喜欢银子, 可也得看是什么事吧, 为了贪白心这点银子, 公然抗止, 不值啊, 朱元璋得知此事, 绝对会砍了他们, 林方栋内心慌得一批, 他刚想劝阻, 看到宋颖淡定的笑意时, 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可没忘, 宋颖一上任就开始贪, 哪次出过事, 想到此, 林方栋脸上愣是挤出一丝笑意, 经不住问, 宋大人可是想到解决办法了, 宋颖瞄了他一眼, 笑道, 这是哪是本知府能决定的, 但是, 咱们可以替百姓把银子交给上头, 再看朝廷的意思, 这话, 林方栋听得云里雾里, 他疑惑地问, 大人这是何意, 宋颖对他神秘一笑, 过来, 覆耳恭听, 林方栋也不扭捏, 当真伸长了耳朵, 宋颖对他而遇了机句, 开始时, 林方栋神情还很迷惑, 渐渐地, 他的眉头越来越舒展, 忍不住佩服, 宋大人高啊, 下官恨不得将您攻起来, 日日膜拜, 大小官员抓耳挠塞, 宋大人到底说了什么法子, 他们也想知道,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 从各地起来摇曳的百姓, 先后到达黄河, 并进行了登记, 治理黄河水患, 是当今朝正的头等大事, 朱元璋将管理摇曳一事, 交由胡维雍负责, 这是他已接手一月有余, 葛仲所事让他颇有怨言, 却不敢不干活, 否则朱元璋定会致他一个独职罪, 想到朱元璋, 他就想到徐江觐见皇上那次, 他由于言语不当, 被朱元璋一记历刃般的目光, 惊得胆破心寒, 由此可见, 朱元璋对他颇为提防和顾忌, 治理水患这等大事, 稍有差池, 朱元璋轻易不会饶了他, 胡维雍脸色难看, 却也只好回到桌前, 如何安排这么多人的摇曳, 却在翻看摇曳花明测时, 惊讶地看到一片空白, 扶周府怎么无人扶摇曳, 胡维雍脸色大变, 再三确认两变, 确定扶周此次真的无人过来扶摇曳, 他当即觉得不对劲, 事关扶摇曳的大小事情, 绝对不能出错, 立刻招手喊来手下官员, 他一脸阴霾地问, 扶周府为何没有人来扶摇曳, 这等小事一直有手下官员在核实, 下属此时一脸的无奈, 送来一份折子, 扶周扶摇曳之人, 下官一个人多莫乔县, 话必他正想询问接下来怎么做, 却看到胡维雍脸色铁青, 额头上青睛抱起, 眼神里更是充满杀气, 胡维雍听到林方栋的名字就火冒三丈, 他被林方栋轰出扶周的羞辱, 还历历在目, 连带着扶周大小官员, 都默认把他这个丞相放在眼里, 丞相,您还好吧? 夏蜀精觉到他眼中的杀意, 有些惶恐, 身体都在颤抖, 胡维雍邪腻了他一眼, 安耐下心中怒火, 板着脸问他, 林方栋除了一份折子, 就没有其他解释吗? 是的丞相, 送来的折子下官正准备呈给丞相, 由丞相定夺。 此话一出, 胡维雍脸上又露出杀鸡, 胡维雍摇摇头, 没有接下属地过来的折子, 你就当不知道有此事。 夏蜀心生不安, 有些担忧地问, 折子里若是有钥匙禀报, 那该如何? 胡维雍一阵冷笑, 本相一日万机, 更为水患一事操劳过度, 遗漏个别折子也说得过去。 皇上得知这事也不会给本相定罪, 这是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 若是这次负责摇抑事项的是别人, 宋颖和林方栋倒是兴许还能侥幸, 但他是管理人, 老天爷都支持他连本带地的报仇。 折子里说了什么关他啥事, 只需让朱元璋知晓福州府无人来附摇抑就行, 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这时, 夏蜀悟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眼睛微眯着点头, 是。 胡维雍心情极佳地平退夏蜀, 盯着福州名册上空白处, 冷笑地看了许久。 福州府全体人员逃逸, 看你们有何话说。 一周过去了, 胡维雍终于将福摇抑的大小事宜处理完毕。 他特意把福州无人福摇抑一事, 写好奏折, 等着上奏朱元璋。 大名姚毅也声势浩荡地拉开帷幕。 服役的几十万人, 以千人为一队, 被派往黄河上中下游各处加固黄河。 人们在烈日下, 将几十斤的石块往返搬运到黄河各处, 修筑堤坝。 不到半个时辰, 所有人身上都汗湿了, 更是累得直喘气。 姚毅不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因为环境恶劣, 更是随时都有人丧命。 时间流逝, 皇城金鸾殿外, 还未到上朝时间, 等待上朝的胡卫庸非常兴奋, 嘴角实不实地擒着笑意。 今日一过, 以朱元璋的性子, 福州府必定滚落一地人头。 片刻之后, 传来太尖尖细的声音, 上朝, 文武百官进入殿内, 身披龙袍的朱元璋, 缓缓走到龙椅上坐下。 吾皇万岁, 万万岁。 朱元璋环视一圈后, 淡淡开口, 众爱卿平身。 文武官员谢恩后起身, 朱元璋看到站在前面的胡卫庸, 顿感纳闷。 胡卫庸, 你不是在治理黄河水患吗? 今日何故上朝? 胡卫庸表面恭敬地站出来, 回陛下, 臣有一事必须立刻上报。 听这话, 朱元璋表面若无其事, 心里却很好奇, 能让胡卫庸亲自上报的事情, 不容小觑。 可锦衣卫近期却无大势上奏。 朱元璋好奇地问, 是何要事? 胡卫庸抬高音量, 臣要对福州府所有官员进行弹劾。 陛下, 臣在检查黄河姚义时, 发现福州府无人来福姚义。 这话一出, 朝堂哗声一片。 怎么又是福州府? 胡卫庸这是跟福州府杠上了吗? 朱元璋眉头一皱, 臣声问, 你仔细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桃姚义是重罪, 不仅本人杀头, 还牵连家人。 明知道是重罪, 福州府百姓怎么悬会桃姚义? 况且还不是义人, 而是全福州府都在逃姚义。 朱元璋越想脸色越黑, 胡卫庸故意无奈地叹了口气, 臣查过福州府府姚义人员名单, 既没有人来也无人上报原因。 臣有罪, 拿着黄却查不清原因, 只好回京禀报陛下。 恳请陛下严查福州府无人服姚义一事。 啪! 朱元璋大怒, 桌上奏折被他扫落掉地。 这可不是小事, 大明国策之一就是服姚义, 也是一国根本。 国策都敢违背, 眼里还有朝廷和皇帝吗? 朱元璋瞬间就火冒三丈, 福州府官员统统都得死。 文武百官全笛捶着头, 大气不敢出。 就这样, 仍然感觉得到一股杀意席卷来。 立刻拘捕福州通判, 朕自己来审。 朱元璋怒急而笑, 福州府逃姚义就算是胡卫庸的片面之词, 可无论什么原因, 敢逃姚义都是杀头重罪。 况且, 福州府还无人服姚义, 福州负责姚义的官员 更要问责。 兵部尚书立刻焊手, 陈灵指, 朱元璋瞳地站起来怒甩袖袍 留给文武百官一道杀气翻滚的背影。 退朝! 朱元璋邪怒快不离开金鸾殿。 此刻, 文武百官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随即三五成群地离开。 胡卫庸一边走一边冷笑。 半月后, 早朝, 文武百官早早就到达金鸾殿。 他们早得到消息, 福州负责姚义的官员林方栋, 已带至京城。 两朝为官的林方栋在朝中名声并不高, 但相识的同僚却不少。 相熟的官员为此连连惋惜。 片刻, 朱元璋大踏步走了进来。 他威严地在龙椅上坐下后, 太监高喊, 上朝! 吾皇万岁, 万万岁。 朱元璋平淡汉手, 平身。 说完, 他立刻直奔主题, 让人将林方栋带上来。 很快, 一个穿着球服, 手脚都靠着手铐的男子走了进来。 正是满脸愁苦的林方栋。 半月前, 他于睡梦中被抓走。 云里雾里地被压至京城, 随后被关入天牢。 今天被告知, 自己要面圣。 看到朱元璋对他怒目而逝, 他心里一阵战力。 虽然不知道, 自己又犯了何罪, 心想先认罪再说。 想到此, 林方栋恭敬下跪, 罪臣林方栋, 拜见陛下。 朱元璋胸膛里怒火涌动, 冷哼一声, 你倒有自知之明。 姚依这项国策, 江山更替了几千年都仍然存在。 你知法犯法, 竟然敢不服姚依。 真以为你两朝为官, 朕就不敢杀了你吗? 朱元璋邓卓言, 连声怒斥。 上回在福州, 虽说将林方栋放了, 因为那是罪不至死。 可是现在是官国之根本的姚依。 林方栋此刻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是因为姚依一事被抓。 他早料到会出事, 但未曾想会如此严重。 林方栋, 咱问你, 福州府无人福姚依一事。 可是你的错。 文言, 林方栋不禁苦笑, 汗手硬道。 没错, 朱元璋脸色铁青, 既然如此也不必再审了, 立马就要下肢斩了林方栋。 来人, 把林方栋拖出去斩了。 林方栋赫然脸色凝重。 这不咒不对啊, 怎么就要斩了他? 还没审完啊。 朱元璋亲自提审王雄和徐江石, 可莫这么快啊。 怎么轮到他就草草了事了。 林方栋心神大乱, 赶紧求饶。 陛下, 无人扶摇一事出有因, 请听陈解释啊。 朱元璋此时谋底无比阴冷。 拖下去。 两名禁卫军走了进来, 架住林方栋往外拖。 文武百官见状, 面面相去的对视一眼, 彼此都明白对方心思。 大伙都想到同一处。 福州府上回豪爽地 送来了一千万锐银。 现今桃摇一事件, 或许保不住林方栋性命。 好歹也该让林方栋把话说清楚吧。 六部大臣纷纷站了出来。 陛下息怒, 陈等有话要说。 朱元璋冷眼看着他们, 板着脸问, 你们想说什么? 众人彼此对视一眼。 随后户部尚书率先开口, 林方栋既然说事出有因, 恳请陛下给林方栋一个解释机会, 听听事情的缘由。 朱元璋气得一拍桌子, 违反国策, 任何原因都是死罪。 眼见朱元璋如此固执, 更多的大臣也挺身而出。 陛下, 林方栋罪行严重, 但仍需了解情况, 才好警示后人。 没错, 陛下, 福州府的土地出让税就交了一千万, 这次是不是也有误会? 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 罗列各种可能性。 索求离不开给林方栋一个解释的机会。 朱元璋微微眯起了眼。 也是, 自己是不是太冲动了, 把事情弄清楚后再杀也不迟。 一念到此, 朱元璋满起脸, 林方栋, 朕就给你机会解释, 说不明白, 照样地死。 林方栋甩开进卫军的手, 跪下大喊, 谢陛下, 还好, 还好, 差点就人头落地了。 他缓了缓心神, 在重大沉默事下, 开口说起福州府姚义的情况。 福州府公告福姚, 一人圆名单后, 许多百姓都不愿意离开福州, 话还没说完, 一个冰冷的声音就打断了林方栋的话。 林大人, 你这话说得不对, 姚义是大明百姓的职责, 怎么可以因为不想去, 就逃姚义呢? 若是如此, 日后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找借口逃姚义了? 姚义这等国策都敢抗制不尊, 这怕是想造反, 不把自己当大明子明吗? 咄咄逼人者, 正是胡为庸。 他这些斥责话说完, 大殿里寂静无声, 众臣一时间都沉默下来。 朱元璋冷笑着开口, 丞相说得有理, 违反国策者, 不配做大明子明。 朕严重怀疑, 这些百姓不是对国策不满, 而是对朕不满。 朱元璋这话一出, 文武百官知觉的如遭雷劈。 这话, 怕是胡为庸刚才说的有人想造反, 朱元璋心里有了计较。 朱元璋原本疑心就很重, 这下问题大了。 若是猜忌福州百姓要造反, 岂不是福州所有官员都得一锅端了? 这时, 所有人都觉得林方栋没救了。 林方栋吭腔声响起, 陛下, 臣愿以人头保证, 福州府无人有造反的心思。 若此, 严不实, 愿受天雷轰顶。 林方栋只得有声说完后, 回头怒视着胡为庸, 恨不得用目光将他撕碎。 福州府百姓是没有参加谣逸, 却是上交了五百万两银子做补偿, 而不是像有些歹毒小人说的那般不堪。 胡为庸脸色铁青, 荡极恶语相加。 住嘴, 说谁是歹毒小人? 林方栋满脸嘲讽地盯着他, 谁心虚就是谁。 林方栋连连冷笑, 说你是小人怎么了? 今日若不是场合不合适, 老夫当场掐死你。 那日在福州时就不该放过这老家伙, 哪怕放条疯狗撕烂他的嘴也好啊。 如今也就不会听到他满口胡言。 温神, 你个老不死的, 还敢骂我? 胡为庸看到林方栋就火大, 上次被骂出福州一事, 还莫找他算账呢? 却在此时, 胡为庸惊觉气氛不对劲, 整个大殿里安静得可怕。 众大臣都若有所思地看向林方栋。 林方栋, 你说福州百姓交了五百万两银子? 尚书大人, 我莫听错吧? 林方栋真是说了五百万吗? 顺时, 满朝文五百官瞬间沸腾起来。 五百万两啊! 不久前, 福州府才交了一千万的土地, 出让金。 这才隔了几日, 又交了五百万两。 听林方栋所说, 这还是福州百姓的自发行为。 一个个文五百官眼睛都直了, 如同看到猎物般的猛兽, 虎视眈眈地盯着林方栋。 六部官员更是按捺不住, 不敢置信地围拢过来。 林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百姓怎么会主动交银子呢? 福州百姓这么富的吗? 这时, 更多的大臣涌上前来。 胡卫庸明明站在众臣之手, 此刻却被挤到了后头, 顿时气地浑身发抖。 可贵为丞相的他, 跟银子比起来, 算个球啊。 胡卫庸觉得一万点暴击当头而来, 跟上次给徐江定罪时, 如出一辙, 他无比愤恨地瞪着林方栋。 林方栋凭什么随随便便拿出五百万银子? 朱元璋冷眼看着乱成一团的朝堂, 大声怒斥, 给朕闭嘴。 话音方落, 朝堂上顿时安静下来, 没人敢再出声。 朱元璋这才将目光看向林方栋, 眼里多了些许的期待, 给朕说说那五百万两银子的事情。 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全望向林方栋, 很是期待。 林方栋一时成为了朝堂的焦点, 虽然手脚被手铐靠着, 仍然挺着了胸膛, 脸上露出一抹傲色。 哼, 眼红了吧? 这就是他认知的福州府。 敢问哪个州府, 敢向福州百姓这般, 掏得出五百万两银子? 林方栋深深地自豪。 这才对朱元璋解释, 回陛下, 其因是福州百姓得知要扶摇一时, 却不愿意离家。 但这并不是怨恨朝廷的安排, 而是扶摇一离家, 他们就会没了每月至少五两银子的收入。 何况整个摇曳期间, 所有的费用都是自费, 自然心有不满。 各官员听了这话, 都纷纷点头, 就连朱元璋听了, 也若有所思。 也是, 这事换成是让他们去服摇曳, 他们也不满。 自己倒贴银子不算, 前后近半年的工钱也没了。 这是谁能乐意啊? 见众人安静下来, 林方栋继续道, 福州百姓多达万人上访, 称愿意拿出全部家当, 只为免了自己的摇曳。 我等原本认为这是国策, 不该理会百姓的诉求。 可爱民如子的宋大人, 愿意倾听百姓新生, 最终想了个办法, 收下了百姓的银子。 林方栋的话, 让朱元璋心生怒气, 分明就是宋颖摊上了百姓的银子, 确假仁假意的世民如子。 朱元璋私存片刻, 冷声道, 因而你们收下百姓银子, 就免了他们的摇曳了。 林方栋连忙摇头, 回陛下, 不是这样的。 宋大人说了, 摇曳是大明国策, 不能支交一点钱, 就能不服摇曳。 必须每月都交钱, 才能获得这福利。 此刻, 所有大臣皆愣住了。 每月交银子, 换取不用服摇曳。 好像也说得过去, 一个人的力量虽小, 但拒沙成塔, 拒石成山。 林方栋那五百万两银子, 便是这么来的。 陛下, 宋大人将这笔收入定名为个人所得税, 可以让天下百姓享受到一些特殊福利。 这也算是我福州府的另一策。 摇曳本是我大明国策, 无论何人都无法避免, 所以, 我们可以按照各阶层百姓的不同收入来交税。 话而言之, 收入越少, 交得越少, 收入越多, 则交得越多, 如果想要免除摇曳, 则要交更多的个税。 此话一出, 大殿百官顿时眼前一亮。 看得出来, 福州府在推行薪税收拾, 早已将一切因素都考虑到了。 可下一刻, 林方栋一句话却让在场之人无不到吸一口凉气。 陛下, 这五百万两是百姓之前为了免除摇曳而补缴的税收。 所以从今日起, 百姓需要每月足额缴纳才能免除摇曳, 否则我福州断然是不会同意的。 半年就交了五百万两的税。 一年下来, 岂不是高达上千万? 相较于有些虚的土地出让金, 这可是百姓为了避免摇曳交的真金白银。 无比真实。 百官重重地倒抽一口凉气, 甚至有些官员激动得两眼通红, 顾不上他们朝中大臣身份, 异常激动地议论起来。 朝堂上唾沫横飞, 百官兴奋的商议。 更有官员激动得手舞足蹈, 乌纱帽差点甩出去。 平日里彬彬有礼的文官, 也不再自持身份, 满脸财迷地各种计算起来。 现今的福州府, 就土地出让金, 和个人所得税这两项, 最少就能上缴两千万两白银。 这笔银子到手, 朝廷一年巩固一次黄河都不在话下, 增加军需, 安抚灾民, 扩建宫殿, 更莫问题了。 这一刻, 朱元璋心乱如麻, 这笔银子太诱人了, 从他起一刀坐上龙椅, 都未曾有过这么多银子。 现今, 福州府还每年交一次, 宋颖说过富国三策, 是实打实地在做呀。 纷纷嚷嚷了好一会儿, 朝堂上终于平静下来, 六部官员, 全看懂了。 现今的福州府, 就是大明的金库, 看谁不顺眼都行, 确决不能给福州府使绊子。 一念到此, 户部尚书直接上奏, 启奏陛下。 臣算了算, 福州府每年能上脚国 苦一千万两的个人所得税。 福州府百姓深刻明白 身为大明子明职责, 那免了他们, 姚义也未尝不可。 户部尚书眉开眼笑, 说到福州府百姓 一副大明好子明的模样。 臣复义, 福州府百姓交了这么多税, 朝廷确实可以 给予他们特殊照顾。 接下来, 百官纷纷奏请朱元璋 免除福州百姓的谣逸。 朝堂上热火朝天这一幕, 朱元璋却面色冷淡。 银子! 看见银子, 一个个都大变脸, 简直都是一帮变色龙。 朱元璋板着脸, 立贺, 你们眼里只有银子, 百姓心里还有大明国策吗? 无论如何, 大明国策里 哪一条不是他这个皇帝 思虑在三后确定的? 说出这话, 若是放在往日, 还真没有大臣敢出言反驳。 可偏偏知道 有此变通之策, 竟然同心想要推翻。 朱元璋现状脸更难看了。 下一秒, 六部官员都站了出来, 出言反对。 陛下, 臣觉得国策也需要区别对待。 现今看来, 福州百姓问福姚逸, 大明获利更高。 没错呀陛下, 拒绝福州百姓的请求, 大明损失得更大。 拿着这笔银子, 可以从别的州府多派人守福姚逸, 也是可以的。 这银子给的确实够多啊。 众大臣不甘落后地上奏。 现在已经不止六部稀罕这笔银子, 所有官员纷纷负义。 平日里不站对任何一方的官员, 也红着眼上 揍朱元璋答应付州府百姓的请求。 朱元璋看到这一幕, 顿觉蹊跷生烟。 他看懂了, 在大臣心里, 银子高于一切。 连他这个皇帝的脸面, 也没得比。 凭着这些百官的忤逆之罪, 若是发生在以前, 早就人头落地了。 现在能砍吗? 自然不能。 其实他也明白, 大臣说的都对。 大明国库亏空, 这银子不要白不要。 然而, 这事还莫结束。 好几位大臣将临方洞团团围住, 对还在跪着的临方洞一读猛夸。 还有大臣直接对朱元璋说, 陛下, 幸好临方洞解释了个中原油, 才让大明增加了一大笔税银。 临方洞不能杀, 恳请陛下放了临大人。 紧接, 又有大臣替临方洞说情。 臣认为临大人不但无罪, 甚至还有功, 福州府这般风气, 临大人功不可没。 临大人世名如此, 为了百姓, 不惜冒着被杀头的风险, 同意百姓不用服姚意。 临大人实乃我等的表率, 百官赞美临方洞是致氏能人, 更是一笔抹消了他的罪名。 听得朱元璋瞠目结舌, 银子的力量这么恐怕吗? 朱元璋摇摇头, 神情冷漠, 心里却万般无奈。 这是反转成这样, 他在治罪临方洞就说不过去了, 否则传了出去, 他的名声就臭了。 那时百姓会怎么看他? 或许, 百姓宁愿守着钱也不愿意多交税。 朝堂就更难办了, 户部怕是听到拿银子就拒绝。 朱元璋想到这里, 谋底冒出怒意。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贵为皇帝, 有一天也会担心开罪一方百姓。 事到如今, 他只好无奈地说, 来人替临方洞松吧。 一个唐突的声音响起, 万万不可。 胡为庸面有不甘地 从人群中挤到朱元璋面前, 陛下。 福州福百姓可以不用扶摇曳, 但临方洞该杀不能纵容。 他最大致死。 胡为庸明显是在落井下石, 临方洞顾不上身上绳子才挤了一半。 火冒三丈冲到胡为庸跟前怒骂连连。 胡为庸你这个歹毒小人, 除了知道弹劾他人, 你还会什么? 胡为庸脸色一凝, 未曾想临方洞敢当众辱骂自己, 气得脸色长红。 老东西, 本相面前也敢放肆。 随即他一脸怒涩看向朱元璋, 陛下, 请听臣解释。 福州百姓拒负姚义与李可以容忍, 但身为通判的临方洞, 却不将此事上报朝廷, 此乃失职。 胡为庸狠狠地盯了临方洞一眼, 才继续, 临方洞擅自做主处理此事, 真要有人造反, 那该如何是好? 他冷峻着脸, 说得煞有介事。 臣以为, 临方洞为官多年, 不可能不懂朝廷律法。 如此行事, 只怕有反心。 臣认为陛下里应重罚临方洞, 杀意警百。 这时, 朝堂里百官沉默不语, 不是他们见死不救。 实在是胡为庸说到了问题关键。 临方洞瞒下此事, 此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就看听者怎么看了。 众人纷纷看向朱元璋。 这时, 已经快被胡为庸气疯的临方洞, 当场发飙。 放屁。 老子已经把此事上奏朝廷, 并交到了你的手下承受手中。 然后老子返回福州等候, 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临方洞勃然大怒地瞪着胡为庸, 一副不说清楚就不罢休的架势。 顿时, 百官为之一愣。 啥情况? 原来报过朝廷了, 还是报给了胡为庸? 难不成是胡为庸知情不报? 百官心思垫转, 多少猜到了各种原因。 胡为庸跟临方洞, 跟福州府的恩怨, 众人心知肚明。 上回连脸皮都撕破了, 这回胡为庸把折子扣下, 也说得通。 本相莫见过什么折子, 临方洞你, 这是故意捏造事实。 临方洞怒急而笑。 胡为庸, 本官都能指明道姓说谁收了折子? 你还觉得是谎言吗? 此言一出, 胡为庸脸色巨变。 他这才想起, 下属是说过福州府有折子上报, 只不过自己选择了无事而已。 朱元璋冷眼看着这一幕, 眸底闪过寒光。 随即开口, 来人传承朔进县, 太监领指出去。 胡为庸盯着太监的背影, 眉头紧簇, 心里有些担忧, 等待片刻。 承朔被带了进来, 他一入大殿, 当即感觉到极其压抑的气息扑面而来。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 这样的氛围令他紧张到身体发软。 给朱元璋献礼时, 声音都在颤抖, 陈参见陛下。 朱元璋并莫让他平身, 而是问他, 你是否收到过福州府通判上奏的折子? 承朔没有立刻回复, 而是本能地看向胡为庸。 胡为庸脸色冷漠地避开他的视线。 这一刻, 承朔如坠深渊。 心想坏了, 胡为庸这是要过河拆桥啊。 朱元璋将他的举动看在眼里, 轻哼一声, 想清楚了再开口。 你承担不起欺骗阵的后果。 这些冰冷的花入耳, 承朔后被直冒冷汗。 他怎么会不知道朱元璋狠辣的手段? 仅仅一句话, 足够让他慌了神。 立马磕头回答, 陛下, 福州府的折子臣确实是收到了, 但是丞相让臣不用理会, 也不必再管。 这话一出, 蛙声一片。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向胡为庸。 林方栋顾不上在大殿, 指着胡为庸鼻子怒斥。 胡为庸, 你可真带多。 在福州时, 你就威胁宋大人。 诬告福州官员贪末, 好在你的奸计未成。 没想到你贼心不死, 连老夫上报朝廷的折子都敢扣压, 险些害我性命。 你可有话说。 胡为庸被他当众辱骂, 气得脸色铁青, 却无法反驳。 这次是他自, 挤斑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原本是想坑死林方栋, 这才扣下他的折子。 本以为也莫杀大不了的。 谁曾想, 折子内容事关五百万两银子。 他要知道, 折子里的事情这么重要, 在朝堂上被人耻笑。 此刻身边全是对他的忆润声。 高升丞相以后, 何时这么丢脸? 胡为庸咬牙压下怒火, 脸上露出歉意, 看向林方栋。 不好意思林大人, 本相公务太多, 每日折子都看不完, 可能漏掉了你的折子。 你我同朝为官多年, 也是老相识了。 现今你也莫什么事, 这件事就结果如何? 胡为庸不痛不痒的话, 让林方栋心里更加愤怒。 直差一点他就化成鬼了。 若不是百官替他求情, 朱元璋早就砍了他的脑袋。 现在让他就此算了。 一时间, 林方动气的简直要炸了。 这时, 六部尚书表示有话要说。 丞相大人, 你漏看了折子是小事。 可往大了说, 你这也够得上独职罪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丞相大人说了, 他公务繁忙, 看花眼也是有可能, 怎能治罪呢? 眼睛瞎了或许能治, 心若是坏了, 就莫得治了。 六位尚书, 明说暗讽, 明摆着不让胡维雍好过。 别的大臣冷眼相看, 并不阻止。 心想胡维雍威胁私奋, 差点让朝廷少赚了五百万两。 哦, 错了, 是一千万两银子。 若不是他们资历上前, 肯定也加入骂人的行列。 这时, 朱元璋下令, 林方动的折子呢? 听到这话, 承硕急忙从袖带里掏出折子。 朱元璋接过折子翻看, 神色渐渐阴沉。 这道折子上奏的事情, 正如林方动所说的那样。 啪, 朱元璋愤怒地在龙椅上一拍, 吓了所有人一跳。 胡维雍, 你这诚相当的可真称职。 既然你忙不过来, 中书省不必再管福州的事情了。 即刻起, 福州府的奏折交于六部同乐, 六部有了意见再报给朕。 这话一出, 百官皆愣。 这可绝了, 福州府直接越过中书省, 六部上书先是一愣, 然后大喜。 朱元璋这是几个意思? 是不是意味着, 六部以后就是福州这个大金库的顶头上死了? 福州府事物, 丞相说了不算了? 这算什么? 这是特制? 陛下睿智。 顺时, 六部上书敢紧拍马屁。 被警告的胡维雍, 眼里闪过一抹音质, 显得越发狠利。 表面上却是无奈的接纸。 承接了胡维雍, 朱元璋向林方栋看去。 这时的林方栋仍然怒视着胡维雍。 不用问, 朱元璋也知道, 换谁都一难平。 胡维雍多次针对林方栋, 还连累了福州府。 略意私存, 朱元璋淡淡开口, 林方栋, 朕知道你气不顺, 今日胡维雍确实是有些过了。 但已经这样了, 你想开点。 看在福州府功绩不错的份上, 朕家讲你们可好。 瞬间, 大殿里百官全愣住了。 朱元璋屈尊于贵地补偿林方栋。 重点是, 朱元璋以福州府政绩为由。 这不是明摆着, 肯定了福州府这次的做法。 百官都领悟到这话里的含义。 众目睽睽下, 林方栋还穿着球服, 但看到百官惊现的目光, 心里舒畅了。 这时, 他也无心跟胡维雍这封狗计较。 本官不屑与小人一般见识。 林方栋心想, 轻壳一声, 林方栋正准备说点什么, 却撇到朱元璋眸中一闪而过的光芒。 林方栋顿时浑身发抖, 自己怎么就飘飘然了? 忘了朱元璋是性格了吗? 朱元璋给他台阶下, 或许是因为朝堂和福州府, 乃里是给他林方栋的。 闭上眼神吸一口气, 林方栋瞬间回过神来, 这时绝对不能替私人恩怨, 不能替自己谋私, 那自然得替福州府谋福利了。 稍微私存, 林方栋突然想到宋明几日前说过的话, 说现在工多人少, 不停给刁民掌工钱, 亏大了。 若是能引进民工, 降低工钱多好。 朱元璋要补偿他, 何不趁此机会要人? 他私存一下, 治理黄河的摇曳, 不正好是县城的人选吗? 林方栋嘿嘿一笑, 他现在开口要人, 不正好吗? 想到这, 林方栋向朱元璋张张口, 陛下, 臣确实有个想法, 恳请陛下同意。 朱元璋汉手, 说来听听, 百官也很好奇林方栋在兴奋什么, 他又想要什么赔偿? 从他被押进殿里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露出笑容。 难不成, 有些大臣看向胡威拥目光里, 充满着同情, 他们觉得胡威拥即将倒霉了。 胡威拥听到耳边这些幸灾乐祸的声音, 忍不住磨牙。 他的脸色更加阴沉, 也以为林方栋准备报复他, 心里顿时不安起来, 朱元璋不会趁此机会对他动手吧? 他自己也明白, 毕竟自己挑衅朱元璋的威仪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在百官丙息脸器等待听结果时, 下一秒, 全员都面色疑惑。 陛下, 臣想求陛下给福州拨一批人, 带治理了黄河水换后, 恳请陛下拨一些人前往福州。 顺时, 朝堂内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心生纳闷, 这算哪门子补偿? 怎么想起向陛下要人呢? 这些人还是因为国策而招的姚义, 怎么敢要? 混账林方栋, 胆子不小啊! 连朝廷的姚义都敢要。 朱元璋怒火冲天, 没错, 他是说过要补偿林方栋, 但堂堂一国皇帝, 说出这话就已经给足林方栋面子了。 心想对方也是聪明人, 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而且, 林方栋还是福州府的二号人物, 只要不伸手向自己要银子, 提些要求也是可以答应的。 未曾想, 林方栋要的补偿, 比向他要银子还过头。 讨要朝廷的姚义农夫, 不亚于啪啪打大名的脸。 朱元璋眯眼瞪着神情惊讶的林方栋, 心里怒火嗖嗖直往上升。 国之根本的姚义你也敢要, 到底想干什么? 别以为福州府出了政绩, 就异想天开。 朱元璋脾气火爆, 谁让福州府每次都触碰到他的底线。 没人敢去劝说圣怒中的朱元璋, 百官保持着谨慎观望的心态。 毕竟林方栋提的要求太过分, 但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林方栋总不会傻到去故意激怒朱元, 张罢。 胡卫庸此时心情大好, 神采飞扬地坐等林方栋被朱元璋拢罪, 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 在他看来, 林方栋被百官夸了两句就骄傲自大, 要做死了。 大庭广众之下, 朱元璋确实是吓了林方栋一大跳。 他仍然挺着胸膛, 毫无怯色。 国之根本怎么了? 他有理由要人。 林方栋开口, 陛下请听臣解释。 陈觉无亲是陛下之意, 几十万姚义和福州府都属于大名。 臣此番要人, 实乃福州府严重缺人。 当然福州也不能白要, 前往福州的摇曳, 每人月银二两银子。 其次, 福州府用了朝廷的摇曳, 同样按每人每月二两银子补贴给朝廷。 而且, 这是无上线补贴, 用一日攻就补贴一日。 林方栋这话一出, 全场官员皆是一愣, 每人二两银子, 同样给朝廷每人二两银子的补贴。 朱元璋同样愣住了, 这次摇曳可是多达几十万人。 就算拨过去一半, 每月补贴的银子至少百八十万两。 换做今年之前的户部, 用这种补贴, 还不哭死。 但福州府却非常的淡定。 想到此, 朱元璋板起脸, 给朕详细说来。 林方栋稍微想了想, 回陛下, 这是宋大人提的方案。 原因是, 福州府缺劳动力, 因而想引进摇曳。 用宋大人的话来说, 这是劳务派遣。 谁介绍他人来福州务工, 我们发工前还发解消费。 这么解释, 百官全听明白了。 林方栋提的补偿, 就是请朝廷派农夫去福州务工。 全清楚了。 六部官员相互对视了一眼, 纷纷计算把黄河摇替派往福州后, 朝廷会得到多大的利益。 粗略黄河摇替有五十万人。 在暗派去一半人来算, 朝廷每月将会获得近乎五十万两白银的收益。 如果一直做下去, 一百万收益都是小意思了。 况且, 每人每月二两银子可不少。 现今在黄河扶摇替的人, 一天不到二十钱, 一时住行还得自己贴钱。 朝廷的待遇和福州府待遇相比较, 朝廷简直没法看。 这消息要是泄露出去。 全国的摇替还不向福州奔跑。 福州此举跟宋前没啥区别。 六部官员相互对视几眼, 顺势不再迟疑。 陛下, 林大人言之有理。 朝廷缺摇替再招就是了, 福州府招人可不能错过呀。 错过了就等于国库放跑了上百万两银子, 这亏可就大了。 护部尚书双眼发光的滔滔不绝。 福州府的请求, 护部尚书觉得朱元璋没有拒绝的理由。 朱元璋只需要动动嘴, 拨一批黄河摇曳去福州, 再也没啥事。 睡个觉百万银子就入账了。 躺着就有钱, 朱元璋还有什么好挑剔的? 朱元璋嘴角直抽。 看看, 聊到前六部尚书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六亲不认。 似乎他不同意, 护部尚书能跟他争论到退不了朝。 朱元璋自然也不会跟银子过不去。 可仔细一想, 今日早朝给福州的特例可不少。 朱元璋担忧如此一而再再而三, 往后不好控制局面。 朱元璋一旦起了疑心, 就会顾虑重重, 看到他一直不下令。 兵部尚书也抱拳开口, 陛下, 黄河摇曳百姓很辛苦, 拨一些人去福州, 让他们挣点工钱也是好事。 月银二两的活, 对于百姓来说可不多谢。 兵部尚书才说完, 各部尚书也纷纷发言。 陛下您想, 国库多了一百多万银子, 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替百姓牟利不在话下, 军队扩招, 安置灾民, 顺时, 六部尚书的嘴就莫闲过。 见状, 朱元璋脸色更加难看。 如果是别的事, 朱元璋早就把人全拖出去砍了。 但这是正规渠道转的银子, 莫折了。 这时, 户部尚书察觉到朱元璋的不快, 用眼色示意各部尚书安静, 真置地上前一步, 陛下, 臣觉得紫禁城有些寒酸, 宫殿也有些破旧, 不然等黄河灾情结束, 就修缮下紫禁城。 顺时, 朱元璋嘴角再抽了抽, 户部尚书明目张胆地 向咱这个天子行贿。 之前咱想修宫殿, 找他拿点银子, 跟要了他的命似的。 今日倒好, 直接给安排上了。 没错, 皇宫宫殿用了近十年, 却实该修缮了。 一定全都安排上。 如此一想, 朱元璋觉得自己 似乎也不想拒绝, 但身为皇帝, 可不好, 直截了当地点头。 稍加私存, 朱元璋轻哼, 你们倒是打得一手好牌。 朕希望你们说到做到, 每年国库多入账几千万两银子。 话必, 朱元璋转身离去, 图留下一道背影。 文武百官全孝了, 别看朱元璋甩袖就走。 前台词, 却是答应了。 顿时大殿内一片欢声笑语, 集体高声大喊, 陛下睿智。 金鸾殿内传来的高呼声, 让朱元璋狠狠亮枪了几下。 银子, 银子, 都是这银子。 随后, 朱元璋回到书房, 深思了一番之后, 不得不承认自己败了。 纵然有一万个不能同意的理由, 最终还是被银子打败。 没人会跟银子过不去。 来人, 你指。 太监总管连忙过来事后。 朱元璋咬牙切齿, 写下了姚义农夫劳务派遣到福州府的圣旨。 这时, 门外通报马皇后到了。 马皇后笑眯眯地走到朱元璋面前。 她看了眼圣旨的内容, 忍俊不惊, 刚听说, 今日早朝你发了好机会火。 我都以为林方栋肯定没命了, 连带着福州官员也跟着倒霉。 未曾想你, 不但没有治罪他们, 还给了补偿。 这话朱元璋听着就很不爽。 他贵为皇帝, 做事哪里需要跟别人解释, 又和虚舔着脸去收买官员。 朱元璋哼了哼, 妹子你不懂。 福州府不停地让朕破格, 还不是知道文武百官会跟他们齐心, 一起跟朕对抗。 他们乃会记得朕的人情, 他们知会更加得寸进尺。 马皇后见他动怒, 微微一笑, 既然百官都同意福州的做法, 说明这是有利于朝廷的好事。 众八, 你不必耿耿于怀。 文言, 朱元璋心情倒是好了许多。 的确, 别看福州府每次不是闹得人养马翻, 朝廷却从中获利不少, 猛然见响起在福州时宋颖对他的承诺。 复国三策, 第一是土地出让金, 第二是个人所得税。 现今已金石献了两策, 也让大明每年多入账两千多万两银子。 宋颖的承诺既然都能兑现, 那么只要不触碰到朱元璋的逆龄, 福州府的事都能商量。 见朱元璋平息怒火, 冷静下来, 马皇后端上了桂花羹。 朱元璋边吃边跟马皇后商议, 福州发展的有些神乎其神, 等治理了黄河水患, 咱想再去福州看看。 马皇后点头笑了, 届时我也一起去看看, 老三, 老四如何了? 说到两个环, 朱元璋脸色僵硬的莫好脸色, 那两臭小子翅膀都硬了, 咱去了得跟他们好好算账。 尤其是朱弟买官那是。 朱元璋至今悬耿耿于怀, 马皇后见朱元璋又要动目, 才要张嘴确忍不住一阵即可。 他咳得长红了脸, 咳得直喘气。 朱元璋大吃一惊, 慌忙拍着他的后背。 如何? 好点没? 随后干脆猛喊, 传御医。 马皇后摆手阻止, 不用了, 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 御医来了也这样。 听他这话, 朱元璋紧握着他的手, 咱与你才过了几十年, 这才到哪呀? 接着还有很长的路呢? 时间流逝, 三个月过去了。 金鸾殿, 百官正跟朱元璋商议黄河治理一室, 负责加固黄河堤坝的官员正在起奏。 陛下, 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理, 黄河堤坝都已加固, 随时可以前往勘察。 闻言, 朱元璋点头, 爱情辛苦了。 这时, 户部尚书急不可耐地上奏, 臣也有好事禀报陛下。 见户部尚书满脸笑容, 朱元璋淡淡点头, 禀报何事? 户部尚书眉飞色舞, 回陛下, 户部将黄河治理诸多事项都记录了下来。 现今, 户部得出结论, 朝廷入账的银子比拨出去治水的银子翻了好几倍。 户部尚书说得洋洋得意。 不同于往日, 朝廷重大支出时, 户部都是闪烁其词的禀报。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响亮的声音, 恨不得声音飘到殿外。 户部尚书喜行余色, 将收入情况一一报来。 据统计, 此次黄河摇役, 福州府免摇役上缴了七百万两白银。 派遣黄河摇役去福州务工, 收入二百七十万两白银。 派遣费福州府是一个季度一阶, 因而超出一季的派遣费会陆续入账。 这话一出, 文武百官双眼都红了。 林方栋上回在朝堂上说过了派遣劳务费, 以及国库收入多少。 在听户部尚书此刻的汇报会, 说明这笔银子确实是已进入了国库。 银子入库了, 这跟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朱元璋极力压制内心的激动, 他神色不变, 淡淡地开口, 还有吗? 户部尚书汗手, 这次朝廷所有费用合起来, 总共耗费了二百五十五万两白银。 朝廷最终还净赚了七百一十五万两。 哇! 文武百官全都值稀气, 这次治理黄河太值了, 投出去的钱竟然悬翻倍地回了国库。 七百多万? 这啥概念? 整个国库去年的节鱼都不足四百万两。 今年才治理了一下黄河, 赚到的银子竟然比去年还多, 还不算其他项目的收入, 到了年底算总账, 还不得报复啊。 大明有钱了? 仲大臣心里有了这个想法后, 所有人眼角都有了泪地。 开国以来, 大明乃一笔开销不花得小心谨慎。 现在好了, 钱有了, 胆祸祸了。 以前想怎么省钱, 现今想怎么花钱。 朱元璋颖在衣袖里的双手, 控制不住地颤抖。 神色倒是平常, 心里却早已经涛骇浪。 大明, 不缺钱了。 朱元璋打心眼地替大明开心。 作为他一手打造的帝国, 大明是老朱家的江山, 他当然比谁都上心。 若不是自己身份特殊, 此时早大喊起来。 但是, 兴奋中的朱元璋, 同时也觉得不敢置信。 他想不明白, 黄河水患明明是天灾, 怎么越置银子还越多了? 足足净赚了七百多万两白银。 曾经想都不敢想, 做梦都不敢梦啊。 此时此刻, 大臣们的脸上都是无比兴奋的神色。 朱元璋确认过眼神, 真不是梦, 而是真的。 大明, 有钱了。 幸好这时所有大臣都激动不已, 默然看到朱元璋也失态了。 户部尚书禀报的这条消息, 让所有人都处于亢奋之中。 许久, 众人的心情才缓缓趋于平静。 朱元璋也冷静了下来, 众爱卿, 还有事情要上奏吗? 这时, 有大臣开口, 陛下, 臣以为, 大明赴了, 这都是福州府的功绩。 没有福州府, 就没有富强的大明。 臣提议, 日后福州府之, 要是对大明有利的做法, 朝廷都应给于支持, 鼓励和配合。 其他大臣纷纷点头, 这件一好, 臣负义。 福州府真是地灵人节的, 福帝。 朱元璋沉默地听着重臣议论, 并没有出言反对。 银子都到手了, 他心里对福州再有意见, 这时也舍不得对福州下手。 稍加私存, 朱元璋开口, 此事压后在意。 众臣也不敢奢望, 朱元璋立刻就能答应。 不过是想给朱元璋灌输一下这种想法。 待日后, 福州给的好处多了起来, 自然就不会反对了。 大臣们根本不会质疑福州的能力。 现今, 所有大臣都指望靠福州发财呢。 就在一众大臣觉得, 今天已经够兴奋的时候, 大殿内又有人开口。 陛下, 臣有一个想法。 一名大臣抱拳, 臣听说陛下去福州微福私访。 陛下, 似乎打算再去一次。 臣想, 他脸上恳求之色意了出来。 臣想同陛下一起去, 臣太想亲眼看看福州的盛世美景。 这话一出, 更多的大臣心思电转。 这件衣不错, 期待亲眼看看福州的发展。 带上臣吧。 瞬间, 大臣们掀起了微福私访的热潮。 陛下, 臣的官职可比他大多了, 他能去臣自然也能去。 陛下带上臣吧。 论官职吗? 你们谁比得过, 我这六部尚书。 六, 不那么多人都跟陛下同网, 还算哪门子微福私访。 就是, 去了那么多人, 福州不移心就怪了。 本官愿为陛下安前马后, 出行名单算上臣一人。 呸, 你要能安前马后, 那本官就端茶送水。 顺时, 朝堂万成一团, 文武百官吵起来了。 既然是微福私访, 自然人数不能过多。 众人为争一个名额, 吵得面红耳赤。 朱元璋无语极了。 在这之前, 选人去治理平级之地, 人人都是缩头乌龟。 现在说起去福州, 各个争先恐后。 福州现今的吸引力, 盖过了他这个大明天子的旨意。 越合计, 朱元璋就越气不顺。 行了, 吵什么吵, 给朕闭嘴。 朱元璋动目, 众臣终于安静下来。 只不过, 私底下他们还在争论谁更合适去。 朝廷众臣争执起来, 跟两虎相斗, 没有什么区别。 朱元璋只能叹气, 他知道, 今天不把跟随人员名单却认下来, 他们还得吵。 朱元璋神色暗沉, 不爽地开口, 朕这次不私访, 而是去视察, 朕心里有了同行人员的人选。 听这话, 所有官员都眼巴巴看着朱元璋, 希望自己名字在名单里。 朱元璋继续道, 此次陪同镇一起去的人, 除了皇后, 这时, 朱元璋眼神扫向众大臣。 随后, 视线落到了李善长身上。 李善长从他起义时, 就是他的良师, 现在替他打理后勤, 两人还是老乡。 而且李善长也说了, 他想去看看福州的内政。 朱元璋自然地带上他。 李善长? 众大臣羡慕地看着李善长谢恩。 接着, 朱元璋继续看向众大臣。 目光来到徐达身上时停了下来。 对方跟李善长一样, 既是同乡, 又是开国功臣, 跟了自己很多年。 这些年来徐达一直忠心耿耿。 而且, 刚才争吵时, 徐达说他的女儿徐妙云, 藏着摩大海不知道什么是大海。 徐达想带徐妙云去福州看看大海。 他对朱元璋肝胆向照。 这点小心愿, 朱元璋没有理由不满足。 徐达。 朱元璋开口, 所有羡慕的目光全聚集到了徐达身上。 最后, 朱元璋的视线来到了户部尚书赵昌身上。 刚才赵昌说, 他要去福州核对账务。 这个借口有些别角, 但看在户部种种攻击的份上, 可以带上他。 赵昌。 听到自己的名字, 赵昌既意外又激动, 连忙叩首谢恩。 许久, 朱元璋的目光不再看向百官。 众人心里明白, 没有名额了。 顿时都很失望, 但众人知道抱怨没用, 只好老实做好自己分内事。 三日后, 朱元璋带着随同官员轻车熟路直奔福州而去, 长时间赶路。 李善长和徐达等人的新鲜感过去后, 在闷热的马车里心直缺缺。 这时, 朱元璋开口, 现在已经进入福州府地界。 过了这颠簸路段, 上了马路平稳下来, 速度会快上许多。 马路? 什么东西? 李善长等人疑惑不解, 倒也没多问。 过了片刻, 突然感觉身下没有了颠簸, 反而很平稳。 甚至觉得比行走还要平稳。 众人都无比惊讶。 徐达先开帘子一看, 惊叫出声, 这个路面竟然如此平整。 其他人探头看去, 惊讶得纷纷议论。 朱元璋有些嫌弃地撇了撇他们, 早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如此。 这时, 一阵阵耳欲龙雀又整齐统一的声音传来。 一二一, 一二一, 众人不知道他们喊什么, 为何要重负地喊。 朱元璋也沉思不语, 唯有徐达先是惊疑不定, 而后脸色突然难看起来。 陛下! 徐达骤然出声, 吓了众人一跳。 什么事? 朱元璋不解地看向徐达。 徐达是勇猛无比的开国大将, 极少师太。 陛下, 只有极其厉害的军队, 才会发出这众声音。 这么强大的军队, 放眼京城都喊现。 福州怎么会有这众军队? 徐达表情凝重。 陛下别下车, 臣去看看。 说着, 徐达吩咐停车。 当朱元璋掀开车帘, 看到眼前的整齐的队伍时, 神色瞬间松懈下来。 他淡淡开口, 不用担心, 这些是辅兵。 徐达听了, 脸上写满了疑问。 辅兵? 竟然有如此厉害的辅兵。 他带了几十年的兵, 心里顿时之痒痒, 迫切地想知道是怎么训练的。 陛下既然认识, 可否替臣引荐一下他们的教官。 徐达直搓手, 眼里充满着期待。 朱元璋汗手, 行, 话还没说完, 朱元璋的视线突然定住。 辅兵的领兵人竟然朱棣, 是他老朱的儿子。 几个月未现, 朱元璋也一眼看得出来, 那人正是朱棣。 看到朱棣, 朱元璋笑了。 好家伙, 才几个月又往上窜了个头, 现金比自己还高了。 朱棣身穿盔甲, 眉宇间竟是鹦鹉之士, 全无在京城时的稚嫩。 他正英姿飒爽地指挥府兵操练。 好小子, 看他领兵的样子, 比自己当年的气势还要威风。 身为父亲, 朱元璋有种孩子成才的喜悦。 可是, 下一秒, 朱元璋瞬间脸黑。 他突然间想起, 这百夫长的职位, 朱棣可是花银子买来的。 朱棣威风凛凛的形象瞬间碎了一地。 威武个球啊, 混账小子, 居然敢偷偷买官。 说出去, 咱的脸都丢打了。 朱元璋脸色渐渐阴沉。 这时, 在座的人留意到朱元璋发怒了。 陛下, 徐达话还没说完, 朱元璋已然愤怒下令, 去把朱棣那臭小子给震带过来。 徐达顺着朱元璋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朱棣时也是一惊。 领兵之人竟然是朱棣。 还以为是上过战场, 经验丰富的老将。 徐达心里当即闪过一丝意外。 四皇子未来可欺啊, 现今才刚满十六, 就能带出一对精兵。 但是, 徐达古怪地看了一眼朱元璋, 朱棣成长起来了。 朱元璋为什么反而动怒? 徐达压下心头的不解, 打量了一番朱棣领头的辅兵, 才接着, 是, 陛下。 他大跨步跳下马车, 挥手让一对侍卫跟上。 徐达带着一对人马, 瞬间就摸到府兵后方。 徐达做了一个进攻的手势。 侍卫会议, 从后方对府兵进行偷袭。 报告, 发生敌情。 府兵快速反应, 朱棣随意看了一眼偷袭的方向, 神色淡定, 全体反击。 得到指示, 府兵不再闪避, 而是还击。 一名侍卫从后方紧紧抱住一名府兵, 还没等动手, 就被府兵甩了出去。 其他侍卫也不是府兵对手。 徐达亲自动手, 却被三名府兵困住。 他们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做好了攻击准备。 一人突然对徐达发起攻击。 这套拳法刚猛强劲, 雨点般的重拳持续击向徐达。 徐达防不胜防, 只能节节后退。 他才反应过来对方招势一变。 脚下虎虎声威, 重拳持续出击。 等徐达有了点体会, 应对的就轻松起来。 他也逐渐看出点门道, 这套动作十分刚猛, 还极易上手。 徐达一边应战一边心里在想, 这套拳法是谁发明的? 孤军奋战时或许威力不大, 但若是军队里所有士兵一起使用, 威力不小。 这时, 向徐达发起进攻的士兵 也察觉到对方的难对付。 突然, 他呐喊一声天刚拳第三套。 这次, 拳法难度复杂多变, 朝朝克敌。 除了他, 还有几个府兵一起对徐达发起攻击。 徐达渐渐地伸出抵挡不住的感觉。 当然, 突围出去是不成问题的。 只是, 看到场上之余下, 他一人有还手之力。 别的侍卫全都狼狈不堪。 他心里一紧, 动作都颓丧下来。 倒不是说府兵很将, 而是自己的侍卫太废柴。 徐达非常失望, 正准备展示实力, 击倒身边的府兵时, 耳边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 住手! 天哪! 徐叔叔, 怎么是你? 朱弟一脸惊喜地冲过来。 随即故意冷起脸, 严肃看向府兵全都退下。 府兵退开后, 朱弟才呵呵一笑, 在徐达面前转了一圈, 很是显摆。 徐叔叔, 如何? 我现在是否有大将的风采? 徐达哭笑不得地看着朱弟对自己几眉弄眼。 禁不住笑了, 四皇子很有大将军的风采。 朱弟很是开心, 得到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徐达的认可, 说明这几个月他莫白干。 对了, 徐叔叔, 你怎么来了? 徐达指了指一排马车, 自己看, 谁来了? 朱弟看了过去, 瞬间, 身体一僵, 站在那儿的不是他父皇和母后吗? 朱弟感动极了, 还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是来探望他的, 一路小跑过去。 当然, 也莫忘记昂首挺胸, 保持自己军人的形象。 父皇, 母后, 朱弟激动地喊道, 可等他刚进身, 朱元璋就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 臭小子, 眼里还有咱这个父皇, 我的脸都被你丢没了。 朱弟痛得呲牙咧嘴, 痛, 痛啊。 朱元璋抬腿就是一脚, 还知道痛, 翅膀硬了是吧? 居然敢买官? 老子今天不打死你。 听到来真的, 朱弟立刻吓白了脸, 十个巧劲脱身就跑。 朱元璋在后面追打, 朱弟边跑边喊, 听我解释啊爹。 娘, 快帮我劝劝我爹啊。 马皇后这才回过神来, 要去劝阻止朱元璋。 徐达也赶紧拦住朱元璋。 陛下, 眼前有那么多人看着呢, 要教训四皇子, 也得押后再马。 四皇子也是军队统领, 不能让他丢脸。 徐达小声地劝。 这时, 朱元璋脸色难看得 看了眼十米远的府兵。 他当然知道, 不能在士兵面前让统领丢脸。 哼, 朱元璋冷哼, 臭小子, 等一下有你好看的。 朱弟死里逃生, 还没有喘口气, 就听到朱元璋问, 你带这些兵要干什么? 朱弟这才回过神来, 还有正事要办。 他知道, 自己不解释清, 楚, 是走不了的。 可转念一想, 自己做的事又不是羡不得光。 他开口解释, 我带兵准备去剿匪。 说话间, 他还拍了拍胸口, 满脸骄傲。 宋大人都承认, 我是福州剿匪的头领。 在我的努力下, 现今已经从福州境内 向外扩散剿匪。 朱元璋默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会剿匪又如何, 又不是上战场。 你得以杀。 看到朱元璋不屑一顾的眼神, 朱弟可不乐意了。 爹, 你这话就肤浅了。 爹你不知道, 剿匪比打仗有挑战性。 朱弟呵呵笑了, 宋英已经允许他 带上火炮去剿匪。 火炮爆炸实威力巨大, 场面绝对比战场刺激。 马皇后开心地看着朱弟。 你现在的待遇如何? 说到待遇, 朱弟顿时兴奋地瞇了瞇眼。 娘, 我剿匪的待遇可高了。 我抓到的匪徒, 由官府安排他们去劳动改造。 这时, 官府会给我银子。 但真正的收益 却是剿匪十小货的赃款。 我跟官府对半分。 朱弟说到这里, 显摆之色, 想藏也藏不住。 爹娘猜猜, 我剿匪得来的银子存了多少? 不等回答, 他就已经迫不及待, 快六十万两了。 不敢相信吧? 剿匪收益会震魔高? 朱弟万分感慨, 我在这里领兵剿匪, 都舍不得离开了。 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 朱弟这待遇也太高了吧? 尤其是朱元璋。 看到朱弟的成就, 心里颇有些无奈。 他让朱弟来福州历练。 现在倒好, 变成享受了。 只是, 朱弟剿匪这是, 朱元璋莫全信。 你小子真那么厉害, 剿匪就有六十万两。 还有你的这些兵, 是因为你是官? 还是真的服你? 朱元璋脸上写满了不信任。 接着, 他说出自己的理由。 剿匪的难度咱知道。 土匪一个个猴金, 藏身处根本就是谜。 就算找到了匪窝, 想攻破寨子,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徐达也点头同意。 没错, 宫山寨就好比宫城, 谈何容易? 寨子领头人再诡诈一些的话, 那就难上加难。 徐达也赞同, 进宫山寨不仅要精兵强将, 还得和土匪头子斗智斗勇。 哪里像朱弟说得这么儿戏? 朱弟被这话气到了。 你们是不是看我太年轻, 不相信我能带兵剿匪? 朱元璋和徐达沉默不语。 朱弟, 点头, 你们竟然不信? 那行, 你们敢不敢跟我一同去剿匪? 这提议, 朱元璋和徐达都心智勃勃。 怎么不敢? 小子你口出狂言, 等会儿可别觉得丢脸。 朱元璋讥笑, 徐达沉默不语, 他看向有模有样的府兵, 心里有了计较。 他刚刚已经领教过府兵的实力, 朱弟剿匪若是失利, 自己统领这些府兵, 保护一行人的安全不成问题。 这事就这么开心地定了下来, 朱弟领着府兵直奔目标。 半个时辰后, 有少兵过来向朱弟禀报, 朱统领距离山匪的迎债已经不足一礼。 朱弟点头胸有成竹的挥手, 进攻。 花音落下, 经过训练的府兵快速前进。 朱元璋和徐达双双摇头, 他们这些老将都不敢草率地直接正面进攻土匪, 就怕打草惊蛇了。 就在他们都觉得朱弟不行时, 突然, 一门架在炮台上的火炮出现在视线里, 有黑的炮筒正瞄准山寨大门。 哄, 巨响声中闪烁着耀眼红色火花的炮弹急射而去。 下一秒, 地面犹如地震般一阵晃动, 朱元璋等人身体晃了晃, 回过神时, 当场傻眼了。 只见山寨的石墙上, 出现一个足够四五人同时进出的大洞。 朱元璋击人呆若目击, 这是啥技术? 朱棣和斧兵早已习惯这种场景。 朱棣伸手一挥, 进攻, 别让匪手跑了。 顺时, 斧兵有条不紊的步阵, 盾兵在前, 炮兵和弓箭兵紧随其后。 寨子里, 土匪挥舞着各种武器, 呐喊着杀过来。 可不等山匪靠近斧兵, 就被火炮炸飞。 在盾兵开刀的情况, 斧兵直倒匪窝, 没有一个人受伤。 更让人震惊的是, 此时胜负已分, 但是斧兵无一人面露喜色。 他们眼神坚定冷静, 似乎早已惊见怪不怪。 朱元璋和徐达对视一眼, 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表明什么? 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些斧兵对这样的经历早就习以为常。 朱棣没有夸海口, 犀利的火炮再加上这支厉害的军队。 剿匪时可不就是儿戏吗? 许久。 朱元璋眸底金光闪烁, 问身侧的徐达, 你多年行军布阵带过的军队不少。 眼前这支斧兵, 你觉得如何? 徐达无比的激动和震撼。 强。 太降了。 甚至比神机营还要强, 因为他们的军技非常严格。 开炮。 把匪窝给我炸了。 朱棣对山匪毫不手软, 在炮火连续的轰炸下, 硝烟弥漫的山头里传来阵阵惨叫声。 山匪恐惧地高喊投降, 饶命啊, 关老爷。 朱棣顿时觉得无趣, 白手收兵。 规矩。 山匪交给官府, 赃款官府一半攒一半。 朱棣眯着眼笑道, 分赃这环节最刺激。 府兵们的令一分为二。 一拨人抄家, 另一拨绑山匪。 这时, 朱元璋和徐达都回到马车上, 沉默地坐着。 直到回到府军驻地, 朱棣下了马车后, 看到一身嫩绿衫的女子, 如出水芙蓉般, 从马皇后车上下来。 此女是徐妙云, 徐达的爱女。 他一直待在马车里。 此时, 他隔着城门都能听到城里的热闹声。 徐达, 李善长, 赵昌也纷纷打量繁华的福州城。 李善长眼睛突然一亮, 这城墙修建的真气派。 徐达也点头称赞, 而且还很牢固, 若想攻城难度挺大。 户部尚书赵昌不由思量, 这得花多少银子啊? 朱棣一脸傲然, 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福州城的真貌。 他正想表现一番, 却见以宋颖为首的福州官员, 在三米远位置站成一排。 看到宋颖亲自迎来, 朱棣兴奋地直招手。 先生, 宋颖也看, 道他, 对他轻轻汗手。 朱元璋看到这一幕, 神色惊恶。 积月未宪, 宋颖跟朱棣的关系竟如此亲密了。 这么远朱棣都敬重地给他行礼。 自家老四对自己恩师宋连都未曾这般尊敬。 此时, 宋颖领着福州官员走了过来。 朱棣正准备开口。 宋颖先踏一步, 辛苦你去接人了。 你先回去休息。 朱棣动了动嘴皮, 最终啥也没说。 好, 先生, 我回去了。 他这么懂事, 徐达和李善长等人都被感惊恶。 先生, 原来这就是名阳朝堂的宋颖。 朱棣是所有皇子中最是叛逆, 想不到这么听宋颖的话。 宋颖厉害啊。 朱棣离开后, 宋颖面目含笑, 各位大人想必是从京城而来。 下官见过大人, 一月前, 下官接到朝廷旨意, 得知众位大人要来访, 下官特此带福州官员迎接。 见到宋颖李树周全, 李善长脸上有了笑意。 宋知府, 我是李善长, 韩国公。 这是徐达, 魏国公。 这是户部尚书赵昌。 李善长将他们一行人向宋颖做了介绍。 最后指着徐妙云, 这是魏国公爱女徐妙云, 此番魏国公带她来福州见见世面。 宋颖一一叩首。 下官见过魏国公, 上双目游四衣, 红青拳的徐妙云微微一笑, 献过徐小姐。 徐达和赵昌都对宋颖轻轻汗手。 看到温润如沐春风的宋颖, 徐妙云目光躲闪, 不敢直视。 之后, 福州官员一一上前来拜见。 这时, 宋颖看到了朱元璋和马皇后, 经不住惊叹, 朱老爷子, 你能耐真大啊? 竟然能和这么多朝廷的大人物同行。 朱元璋按惊, 生怕宋颖看出端倪, 是明白。 赵昌笑着走到宋颖面前。 宋知府, 这是因为陛下听闻朱老爷子熟悉福州, 跟你私交也不错, 便让朱老爷子给我们荡象抖。 朱元璋汗手, 正是这样。 宋颖恍然, 原来如此。 哼哼, 陛下英明。 说话间, 宋颖拍了拍朱元璋的肩膀。 朱老爷子虽然脾气古怪了点, 可办事还是挺靠谱的。 我一直都很欣赏。 说完, 随手又拍了拍朱元璋的肩膀。 这一幕, 直接吓得李善长等人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好家伙, 宋颖居然敢拍打龙体, 还当着皇上的面说他脾气古怪。 望眼天下, 也就不知真相的宋颖敢如此。 换个人逝世, 人头早落地了。 不但是李善长, 就连徐江和林芳栋也是对视一眼, 心肝直颤。 生怕朱元璋秋后算账。 徐妙云也惊讶地观察起宋颖。 嗨嗨。 朱元璋不自在地倾壳。 赵昌最先反应过来, 宋知府,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经他提醒, 宋颖立马笑道, 诸位大人远道而来, 下官自然要尽地主之意。 各位请上车。 众人看过去, 宋颖准备的马车宽敞又奢华, 比朱元璋的马车还要大气。 自然不会拒绝。 一行人上了马车, 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 下了车便看到一栋装修豪华的高楼。 宋颖一边引路一边介绍。 这是福州最高端的五星级酒店, 下官已经替各位大人安排好房间。 到了大厅, 宋颖让人去办理手续。 李善长等人看到豪华而又气派的装潢, 不禁则舌。 这么高端的住处, 完全是第一次看到。 就连皇宫都没法比。 办完手续后, 宋颖对他们说, 你们每人一间套房, 并有专门管家为你们服务。 你们先休息。 一个时辰后下官让人来接你们。 做好安排, 宋颖带着福州官员先离开。 宋颖派来的人在约定时间, 准时到达酒店大堂。 朱元璋等人表情愉悦, 看得出休息得不错。 在马车上, 朱元璋等人对宋颖如何招待他们充满了期待。 当, 他们下了马车一看, 面前却出现了一座青楼。 所有人全傻眼了。 什么情况? 确定莫走错地方吗? 接待人原指点头。 没错, 宋大人已经到了。 众人皆无语了。 有在青楼招待贵客的吗? 朱元璋气得磨牙。 他根本想不到宋颖会把他带到风月之地。 换座之前也就算了。 可还有马皇后和徐妙云两名女眷啊。 朱元璋脸色相当难看, 别的人也不敢开口。 很快换了便服的宋颖和福州官员出来迎接。 欢迎各位捧场。 既然都到齐了, 那请随我来。 话音未落。 朱元璋忍不住破口大骂。 宋颖, 你在青楼招待我们, 香花吗? 在场之人皆是朝中重臣, 敢如此清待, 信不信禀报皇帝, 砍了你脑袋。 朱元璋火冒三丈的大骂。 李善长等人健壮, 皆是静若寒蝉。 宋颖无语。 朱老爷子, 你发誓魔疯。 张嘴闭口就要砍人脑袋, 皇上都莫你残暴。 朱元璋嘴角一抽, 欲再发飙。 宋颖连忙阻止。 行了朱老爷子, 别发火了。 这可是最高规格的接待, 为此青楼歇业一天, 直接损失四万两呢。 说完, 他对李善长等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各位大人请。 然而, 无人敢动。 朱元璋盛怒之下, 谁敢动? 这时谁动, 就是活腻歪了。 气氛正尴尬的时候, 马皇后笑着打圆场, 来都来了, 去看看也好。 宋大人向来懂分寸, 也不是乱来的人。 说话间, 他给朱元璋递了个眼色。 朱元璋抽了抽嘴, 终究忍下莫发火。 宋颖开心地对马皇后夸赞道, 还是夫人知道本官为人, 好眼力。 随后再看向朱元璋, 朱老爷子, 要说你这辈子侄做对了一件事, 那就是娶了夫人。 朱元璋还怒着, 听了这话冷哼, 这还用你说。 气氛终于缓和下来, 宋颖便招呼他们进了青楼。 朱元璋和马皇后有意落后, 并小声交谈起来。 妹子, 你说, 咱是不是要将宋颖这小子包皮冲草? 朱元璋咬牙切齿。 马皇后笑道, 你真舍得, 你为何同意进青楼? 朱元璋轻哼。 马皇后解释, 我是想看看这些女子, 是自愿的, 还是被迫的? 这里是不是也跟其他青楼一样龌龊? 朱元璋一听这话, 瞬间明白了。 皇后这是要考察青楼。 待他们进入青楼后, 完全没想到里面竟然别具一格, 就连青楼惯有的脂粉味都没有, 也没有直扑过来的姑娘。 反而像是进入仙境般的云雾缭绕, 朦胧中透着神秘。 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 仙境的感觉更加逼真。 墙壁上还挂有诗词字画, 他们一路欣赏着来到包厢。 等众人坐下, 宋颖吩咐多上点海产品, 其他菜你们看着点。 她是青楼常客, 服务员都熟悉她的口味。 这时, 几名打扮性感却不风骚的女子走了进来。 宋颖给每位大臣都安排了女子做陪。 青楼女子入座后, 循规倒矩地给大臣们侦查倒酒。 毕竟朱元璋在座, 无人敢乱来。 接着, 宋颖说了她的安排。 今日吃好喝好, 明日我带大伙视察福州府。 各位大人若有其他要求, 也只管提。 上菜后, 大臣们随意了一些。 马皇后暗中观察这些青楼女子, 看得出来她们笑得自然, 没有被逼的感觉。 她忍不住询问自己身边的女子, 我可否问姑娘积个问题。 没问题。 对方笑道, 马皇后压低声音, 你是自愿来青楼的吗? 若是有人欺辱你, 告诉我, 我替你做主。 马皇后轻拍着女子的手, 一脸温和。 女子献她雍容华贵, 想必身份尊贵。 她第一次受到如此关怀, 感动得眼泪都下来了。 谢夫人关心。 马皇后出言安慰, 你有何委屈, 但说无妨。 女子唇角勾起一丝苦笑, 摇了摇头。 回夫人, 我名绿如, 五年前就沦落封城, 辗转多地也任命了。 到了福州后, 我就想安定下来不走了。 绿如说到这时, 展颜露出一抹满足的笑容。 福州青楼是我辗转多地, 见过最好的青楼。 在这里, 不但银子赚得多, 赔不赔客我说了算, 没有人逼我。 每月还有随意支配的假期。 就除了名誉不好听, 其他的跟寻常人莫区别。 例如见马皇后匪夷所思的样子, 再次致谢, 谢夫人援手。 不过这里日子过得真的很舒心。 不瞒您说, 我已经存够了银子, 就等着个两日嫁人了。 马皇后终于相信, 由官府掌控的福州青楼, 比起过往, 真的好起来了。 吃吃喝喝。 李善长等大臣都是一脸惬意, 他们身为众臣, 自以为日子已经很奢华。 可现今一看, 他们过得也就一般般。 九族饭饱后, 宋颖吩咐徐江送这些官员回去。 朱元璋和马皇后回到府邸。 朱元璋此时仍然一脸不爽, 宋颖招待方式让他很不爽, 也只有宋颖才想得出来 在青楼款待皇帝。 若不是马皇后拦着, 他早就发飙了。 妹子, 你觉得这青楼跟别处有啥不同? 马皇后就知道朱元璋憋不住, 微微一笑, 宋颖是个人才。 我问过青楼女子, 她们皆是自愿, 报酬不错, 而且任何人都不能抢货她们。 青楼做到这程度, 折食很不错。 老爷, 你别动不动就发火。 马皇后说着, 就批评起朱元璋的脾气。 朱元璋想不到, 自己跟马皇后相伴几十年, 还抵不过宋颖的一个举动。 这让他非常不舒服。 他明明知道宋颖是贪官, 还不停挑战他的逆龄, 在他的底线上反复试探。 明明是国法, 天理不容的事情, 却连马皇后都称赞起宋颖的做法。 朱元璋直觉哪里不对, 又想不出问题在哪里。 一日, 众人早早在大厅里聚集, 却看不到宋颖。 李善长和赵昌很是好奇, 宋颖知道他们是来视察的, 也敢迟到。 宋颖竟然敢迟到, 难不成让我们一直等着? 李善长心声不快, 自己还好说, 皇上和皇后都在呢。 敢让皇上皇后等着, 宋颖好大的官威。 莫等李善长发飙, 朱元璋了然开口, 那小子不睡到晌午不会醒。 不管他, 咱们自个逛。 朱元璋早就司空见惯, 在沛县出示宋颖时, 他先是觉得惊适, 害俗, 而后一路痛心疾首。 现今到了福州, 以惊见怪不怪。 竟然睡到晌午, 李善长和赵昌面面相去。 好家伙, 他们贵为国相赫户部尚书, 都得起早贪黑, 生怕耽误了什么事。 宋颖倒好, 居然睡到午时, 而且还是日日如此。 却见朱元璋, 并没有怪罪宋颖的意思。 李善长顿时五味杂陈, 胡维庸近期动作很多。 朱元璋还在偏袒, 令李善长心有不安。 没有向导, 他们随意逛着。 福州结束战乱不久, 又是苦贫之地, 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百姓饥寒交迫, 衣衫蓝绿, 娃娃休想, 有裤衩穿。 可现今所见, 百姓满面红光, 娃娃衣裤上还秀有个众可爱事物。 短短时间内, 曾经水生活热衷的百姓, 日子滋润到不敢想象。 宋颖治理地方的能力, 李善长看了连连惊叹。 战乱时的福州, 犹如人间地狱, 民房都是微房, 随处都是断壁残缘。 现今, 不但处处高楼大厦, 整个福州还扩建二倍有余。 随处可见, 酒肆、 茶坊、 百货店等一应俱全。 就算是扛着锄头, 拿着铁锹的农民, 也是满脸笑容, 积极赶露。 李善长看着这些情景, 震撼不已。 自己若是早点发现宋颖的才华, 那不比胡薇庸好击倍。 朱元璋同样惊叹福州的大变样。 数月前的微服私访, 见到的福州是百废待举。 现今这繁荣昌盛的景象, 简直直追应天赋。 现在福州城墙的扩建已颇具规模, 扩大了安身场所, 也具备基本的防御手段。 加上已精箭识过厉害的府兵, 说福州是大明边境重地, 也不为过。 重点是, 福州有银子啊? 赏武。 朱元璋一行人四处调研时, 宋颖才悠哉地过来。 早啊各位, 你们都起得很早啊。 宋颖热络地打招呼, 却见朱元璋满头黑线。 这小子明目张胆地偷懒, 光明正大的贪污, 偏偏自己还没有理由砍他脑袋。 不过看在福州繁荣起来的份上, 朱元璋也懒得跟他计较。 毕竟朱元璋现在还不知道, 福州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相反, 李善长等人却是直接无语了。 头回见到这么奇葩, 还让朱元璋没有发火的官员。 朱老爷子,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黑, 谁又招惹你了? 你说黄清国期末是老拉着脸, 多不好啊。 宋颖进前看着朱元璋的脸色, 心知又有人招惹他了。 不等朱元璋动物, 宋颖转身招手。 下官带你们去看看工业区。 成交? 一排排工厂整齐有序, 葛仲基, 气正有条不紊的运作。 宋颖介绍了一路, 这是水泥厂, 生产的水泥可以用来建房和修马路。 这是砖厂, 这些工厂每年都能交十几万两白银的税。 但是这点, 钱对于工厂来说, 九牛一毛都不是。 咱大名商税还是太低。 那重农一商的国策根本不合理, 还得提高税点, 这样每年商税就能多几十万两白银。 宋颖边吐槽边介绍着, 这些工厂百万千万两的流水是常态, 可一年商税竟然仅仅十来万两银子, 以至于商人全都付得流油。 朝廷却是穷得很。 朱元璋听到这话, 气得直磨牙, 恨不得给宋颖计较。 这小子, 竟然又诟病自己的国策。 重农一商不就是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 可怎么到了宋颖嘴里, 全便喂了。 但户部尚书赵昌却暗自点头, 听到每年能多入库几十万银子, 顿时眼热不已。 宋之府说得对啊。 若是提高商税, 每个厂上缴的税涨到几十万两银子, 大明国库每年能增加几百万两收入。 提到前, 赵昌最来劲, 十分赞同宋颖的提议。 尚书大人果然睿智。 下官看尚书大人跟银子缘分不浅啊。 宋颖哈哈大笑, 与赵昌一负知己的样子。 哼, 朱元璋骤然冷哼, 让沉浸在银子里的赵昌回过神来, 当即直冒冷汗地缩了回去。 只顾着跟宋颖相见恨晚, 竟忘了皇上就在身边。 自己这个户部上书帮着知府, 对众农艺商国策说三道四, 不是末世找事吗? 接着, 宋颖带着众人来到船舶场。 朱元璋看到已经建成, 即将下水的铁船, 无比震撼。 正如图纸上规划情形, 长180米, 宽60米, 硕大无比。 钢铁龙骨即用钢铁包裹的船体, 闪烁着金属特有的冷光, 烈日下竟然有重毛骨悚然的感觉。 宋颖说造铁船时, 朱元璋第一反应就是异想天开。 怎么可能造得出铁船? 铁船下水还不沉了? 现今, 已经完工的两艘铁船就在眼前, 让它无比震撼。 李善长和赵昌等人, 更是不敢置信。 他们见过木船, 铁船却是闻所未闻。 本官给这两艘铁船分别命名为福州号和皮皮虾号。 船舶现在年产量也就两艘, 技术成熟后争取能年造四艘。 年造四艘? 还是铁船? 众人听着宋颖的话, 再看看铁船, 无比惊骇。 宋知府太厉害了, 这种庞然大物都能造得出来。 我大名旗帜挂在这位, 五八七的铁船上, 妥妥的海上霸主。 众人感叹着, 一旁徐妙云也是神色震惊。 一路看过来, 所有的事物都是闻所未闻。 还有眼前这庞然大物, 让他心里的震撼无法言表。 朱元璋看着铁船久久没有回神, 他万万没想到, 曾经他视为玩笑的话已经兑现了。 宋颖从未让他失望过, 还常常给自己惊喜。 若是大名文五百官都像他一样说到做到, 何愁大名不强盛? 对了朱老爷子, 还记得之前我说出海一事吗? 宋颖突然开口, 朱元璋还莫反应, 李善长等人就瞪大眼珠, 惊骇地望向宋颖。 出海? 宋颖,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身为知府, 不可能不知道我朝的近海令。 你出海是假下还是真吧? 李善长怒斥, 一个小小的知府觉得有了钱, 治理有方, 就敢无视国策。 简直是异想天开。 宋知府, 此乃皇上清定的国策, 无人能改。 违反国策, 事关国事。 近海也是为了保一方百姓安危, 甚至还会威胁大明安定。 万万不可出海, 漠视国策, 等同藐视皇权。 宋颖, 别以为你替朝廷赚了点银子, 就可以胆大妄为。 赵昌也是, 滔滔不绝。 宋颖是财神也不错, 可总是在雷区上试探, 这是不想活了吗? 皇上就在一旁看着, 也敢提出海。 岂不是当众挑衅朱元璋? 况且, 国策哪是区区知府能益的? 没有六部, 中书省何定? 皇上不批, 一个知府怎么就敢越过他们? 擅自出海。 赵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宋颖这魔敢做。 他要死了, 日后大明还怎么赚到这么多银子? 不可否定, 李善长等人对宋颖的话一致反对。 小小知府妄想违背国策? 简直匪夷所思。 以李善长在朝中的地位都不敢违背国策, 只有维护的份。 一个知府竟敢违背, 他这国公的连王哪阁? 起初他还觉得宋颖治理很有一套, 未曾想行事如此乖章, 简直就是活腻歪了。 违背国策, 灭视皇权。 藐视大明律法, 随便一条都能让宋颖脑袋不够坎的。 眼看着大臣一个接一个的训斥, 整得好像自己刨了人家祖坟似的, 还让自己下海海。 咋的? 你们事先, 昨晚莫别安排女人。 朱元璋看到李善长, 赵昌等人对宋颖各种呵斥, 心里甭提有多兴奋。 宋颖一直胆大妄为, 各种非议自己的国策, 现在撞上李善长等人枪口上。 李善长岂能饶过他。 李善长一直陪在朱元璋身边, 协助治理大明, 可慰劳苦功高。 现在一个知府就想撼动他的威望, 挑衅自己的皇权, 岂不是找死? 再说, 咱只是默许, 大臣可默认答应。 朱元璋想看看, 宋颖如何说服他们呢? 要知道, 儒生可是十分固执, 不是三两句能说服的。 宋颖见李善长等人情绪激动, 完全不慌, 而是从口袋里取出一摞单子。 各位大人请看, 宋颖说着将单子递给他们。 李善长等人惊恶地接过单子查看, 支箭上面写满了货物名称, 单子下方则是货主签名和福州府官印。 奇怪的是, 右下角还空了一块盖章的地方。 这是…… 李善长和赵昌眼中满是疑问。 宋颖淡淡开口, 这是商人出海要贩卖的货品。 商人的货有了这单子才允许出海, 参照以上货物价值税收至少百万两。 鉴于目前近海, 需要朝廷批准方能出海, 空缺的地方则是朝廷盖章的位置。 李善长和赵昌听了这话, 当场愣住, 不可思议地看着单子。 一张单子等同百万税赢, 他们终于明白了宋颖的意思。 宋颖还是民事里的, 知道不能, 私下出海, 需要得到朝廷批准。 现在, 宋颖是希望他们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换作之前, 身为户部上书的赵昌, 或许还会帮忙。 可现在, 区区百万两跟土地出让金 以及个人所得税比起来, 还入不了他的眼。 宋颖如此声势浩大的造势, 却想用百万两来为背禁海令。 岂不是啪啪打朝廷的脸? 不过百万两, 宋之府不会觉得 百万两就能让朝廷收回禁海令吧。 赵昌有些不屑, 说得不好听, 宋颖这是在贿赂啊? 还是胆大包天的 当着朱元张面, 向他们行贿。 宋颖微微一笑, 上书大人有所不知, 你看到的货单支, 是我随意拿的。 福州府里, 还有千万两的单子, 需要盖章。 李善长当场愣住, 出海的誓海没有眉目, 宋颖就收了一千万两银子。 赵昌听到千万两睡银, 刚喝入口的茶水铺的喷了出来。 出海的是还莫颖, 就收了千万两睡银, 简直令人震撼。 他这钱袋子, 哪能坐得住? 朱元张此时, 也是嘴角直抽地望向宋颖。 这小子, 事都莫办, 银子倒先收了。 宋之府, 这千万两又是什么税啊? 赵昌非常好奇, 贵为户部尚书, 没有, 人比他更清楚大名的税务。 除去宋颖自创的个人所得税, 以及土地出让金, 莫听过任何税能高达千万两。 文言, 朱元张和李善长全竖起了耳朵。 都想知道, 宋颖又整出什么千万级别的税务。 宋颖解释, 这税之针对出海货物跟曹韵有点相似。 海外贸易不但利润大, 而且还是暴利, 因而本官定名为出口税。 货物出海, 需先缴纳出口税。 税点根据货品价值和稀缺程度, 定为6%到70%不等。 同理, 海外进来的货品同样要缴税, 这个责定为尽口税。 宋颖花落, 赵昌和李善长全挣住了。 想不到宋颖有这么多点子, 而且有理有据。 莫等众人回过神, 宋颖却问, 那么如何管控这些货品呢? 例如, 有人不交税私自出海, 朝廷岂不是损失惨重? 这, 本官也有应对之策。 宋颖扬了扬手中的单子, 这就是允许货品出海的证明。 本官没有擅自行动, 就是等各位大人上报这事。 出海要有手续, 这手续则需要三方同意。 商人, 扶周扶, 朝廷三方的印章缺一不可。 特别是朝廷, 这样出海的货品, 手续才正规。 手续不全者, 就是走私, 限多少抓多少。 有了证明, 还需要交完税, 才能出海。 宋颖有条有理的阐述税务的相关要点, 毫无漏洞。 这还没完。 宋颖还在继续, 进出口税一旦实施, 这项税收每年至少四千万两银子起, 交易频繁的话, 上不封顶。 死, 四千万银子起, 还是保底, 上不封顶。 大明一年才有多少税收, 进出口税竟然高得离谱。 作为成天跟银子打交道的户部尚书, 赵昌也从未有过这么多银子。 宋颖展望的前景诱人和心动, 甚至徐妙云都面露叉色, 谋中有惊讶, 也有欣赏。 大家都是聪明人, 都瞄懂宋颖的意思。 分明就是打算拉他们下水, 让他们力争到出海资的阁。 不对, 不是力争, 而是必须。 明知违背国策, 就是违背皇上命令, 还让他们堂而皇之地对抗皇上。 别说是一部尚书, 就是六部和中书省联手, 都不敢去踩朱元璋的雷区。 可是, 这又获利太大了。 个人所得税盒, 初让荆家起来, 都比不上进出口税诱人。 错过这财路, 惠天打五雷轰的。 李善长表面镇定, 心里却如同金, 逃害浪。 宋颖这么精明, 不怪朱元璋对他另眼相看。 这小子何止是智里有度, 根本就是商业天才。 李善长倾咳一声, 然后神情严肃看向朱元璋, 事关重大, 非我等几句话能决定。 此事带我等回去后再做决定。 宋颖当即翻起白眼。 行吧, 这么多银子, 还磨磨叽叽的, 墨镜。 宋颖丝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什么韩国公? 什么护部尚书? 什么玩意儿? 答应都不敢。 被宋颖挤兑, 李善长和赵昌却不生气。 银子太诱人了, 他们现在已经暗中盘算, 怎么跟朱元璋开口了。 确切地说, 是如何打动朱元璋。 随后, 各自返回。 天上居, 君臣聚在一起。 朱元璋坐在首座, 马皇后挨着他坐着。 徐廖云紧挨着徐达而坐, 李善长和赵昌心照不宣地坐在一起。 气氛沉默而安静。 护部尚书赵昌看这架势, 清了清嗓子。 随后向朱元璋看去, 陛下, 那个, 这个, 陛下怎么看着四千万两银子? 赵昌不愧是管钱的主, 直接抬出四千万, 摆明了有拿银子向朱元璋施压的意思。 这话一出, 朱元璋顿时勃然大怒。 碰, 朱元璋一拳头砸在桌上。 赵昌吓了一跳, 心脏紧绷地看着朱元璋。 还要怎么看? 静海令是国策, 他还要知法犯法, 还当着真的面贿赂你们。 怎么? 你们是想越祖带袍吗? 朱元璋这话, 吓得李善长和赵昌皇恐跪下。 陛下息怒啊, 臣等绝无二心。 陛下, 我等全是为了大名增收啊。 陛下呀, 你是知道的, 咱们也是穷怕了。 咱这户部尚书做梦都莫见过四千万两银子, 出去还没有一个知府有底气, 简直丢人啊。 赵昌一直说个不停, 朱元璋听了, 嘴角直抽。 好家伙, 这哪是丢人? 明明就是见钱眼看。 看到李善长和赵昌同仇敌开的训斥宋颖, 朱元璋当时还挺高兴, 觉得他们欣系大名, 却在宋颖说出四千万两银子后, 全变了。 陛下, 这税因实在是太高了, 陈自然知道, 静海令是为了大名好, 但咱们也看到了福州的实力。 宋颖敢提这事, 必定是有把握应对麻烦。 陛下, 四千万两银子到手后, 推行什么国策都将没有阻力, 想办什么事都能办了。 赵昌身为户部尚书, 太知道银子的重要了。 人不, 为己, 天诛地灭, 何况是大明皇朝。 这话说的, 朱元璋有气都发不出来, 当下压下火爆的怒气, 朕能不知道吗? 你们真以为宋颖是在跟你们商量? 那家伙猴惊着呢? 他是借你们来世探真的底线。 朱元璋越想越不爽, 他承认宋颖却实有能力, 但这家伙太不低道。 若是自己今日不在场, 李善长和赵昌岂不是就答应了? 那个, 陛下, 宋颖还是聪慧的, 知道有禁海令, 也没当真出海, 只是搞了些盖章证明的办法。 赵昌尝试性地询问, 四千万两白银? 他实在不甘心。 这就好比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看着性感的女人在床上扭动, 而无能为力。 可是朱元璋脸色越发地难看, 赵昌当即认怂, 不敢再开口。 这时, 李善长开口, 陛下, 其实这税盈也是可以收。 类似曹运, 却比曹运还高, 大明境内的曹运可以参照这办法执行。 有了四千万两银子, 陛下开设运河, 打通南北通道, 修建贯通水路, 曹运通畅, 再加上进出口税, 大明收入会更上一层楼。 李善长毕竟是朱元璋身边的老臣, 替朱元璋谋划多年。 大明开国后得意狠, 快稳定下来, 再没有起义造反之时, 离不开刘伯温、 李善长等人的帮助。 李善长的话, 分量自然不轻。 朱元璋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朕明白这些道理, 但现在不能答应。 海域一旦放开, 等同于国门大开, 到十海扣入侵, 各国单单虎视, 都是威胁。 你们别忘了, 前朝余孽尚尚未较劲。 朱元璋说得很透彻, 一旦废除禁海令, 放开海域, 大明国门形同虚设地等人入侵。 前朝余孽海时常在北部作乱。 这时放开海域, 大明岂不是要父辈受敌? 宋颖的府兵在厉害, 挡得住一国之力的功成吗? 国事, 哪能如此武断? 朱元璋的分析, 让李善长陷入沉思。 一旁的徐达, 也同意朱元璋的话, 国家安全, 重中之重。 再高的利益, 如果对国家造成危险, 就失去了作用。 朱元璋造反建立大明, 还不是因为百姓饥寒交迫, 饱受战乱之苦。 为的是让百姓不再受苦。 若是为了银子, 致百姓安危不顾地放开国门, 这不是朱元璋想要的局面。 赵昌虽是户部尚书, 也明白朱元璋的忧心。 这时, 也觉得朱元璋说得对, 当下不再相权。 这笔税英, 不好, 拿啊。 笔石, 胡维雍府邸, 胡维雍挺着香茶, 听下属汇报。 丞相, 陛下等人已到达福州。 胡维雍不置可否, 身后屏风上突然现出一道身影, 不可措施良机。 那人开口, 胡维雍当即挥手秉退手下。 他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胜翻大马。 听到询问, 黑影当即开口, 朱元璋身边墨击个护卫, 就徐达一人有点扎手。 但他一个人, 在大军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文言, 胡维雍缓缓缓开口, 调集沿海军队支需要三天, 加上当地辅兵, 三天内能攻下福州城吗? 区区辅兵, 福州城墙,破败不堪。 别说三天, 一天都守不住。 集结火力拿下福州, 杀了朱元璋后立刻撤走, 不会有任何问题。 黑影语气霸道且自信, 胡维雍微微勾起一抹冷笑。 朝堂上, 黄泉和湘泉的争夺已经万分激烈。 一直以来, 胡维雍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不去触犯, 可自从宋颖冒出来后, 事情就莫那么简单了。 而他, 不得不进行应对。 黄泉既然不容湘泉, 是时候消失了。 可是, 李善长呢? 黑影有些犹豫地问。 胡维雍是靠着李善长的提携才有了今天。 现今李善长也在朱元璋身边, 枪弹无眼, 自然地问明白。 胡维雍文言毫不犹豫开口, 一个不留, 此事不能有活口。 成大事者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没有雷霆手段, 相位还如何做得稳? 黄泉都不能留, 大明权力就由相权说了算。 丞相坚国, 前无古人, 独有胡维雍。 黑影离开, 胡维雍顿时精神焕发。 三日后, 福州府, 朱元璋等人正在商议出海, 即进出口税相关事宜。 思虑放开国门的后患, 这些天, 朱元璋一直和李善长商议万全之际。 这么丰厚的税营, 别说是李善长, 就连朱元璋都心动。 知识他更加明智和理性, 知道税营背后的麻烦会很大。 这些天一直都在合计更好的方法。 却在这时, 唐突的传来铜锣声, 还有嘹亮的声音响起。 全场百姓, 避难! 避难! 一道道童罗生和通知, 朱元璋等人瞬间愣住。 发生什么事了? 为何要通知避难? 赵昌起身走到窗户边张望, 其他人一脸懵, 直觉这是送银稿的新花样。 还没等明白过来, 就现徐江神色匆忙跑了进来。 徐江进来后, 立刻跪在朱元璋面前。 陛下, 东海集结了近四万海扣, 不出一日即可到达福州城。 李善长等人听了布政司徐江的话, 一脸懵圈。 徐达当即追问, 倭寇向来只敢扰民, 为何突然间就集结了四万大军? 难不成, 他们这是要攻下福州, 然后对大明开战? 福州虽然近海, 却不是最好的登陆地点, 风险极大, 还亦成为靶子。 大明火冲强大, 倭寇是被猪油蒙了心吗? 赶在这里进攻? 倭寇突如其来的举动, 徐达也是一脸懵。 就连身经百战的他, 都想不明白倭寇这么费劲地攻打福州。 想要干吗? 根本就没好处啊。 莫非? 莫非福州城里, 有值得让他们冒险的目标? 这些倭寇目的性极强, 福州府兵虽说不错, 但一天内抵挡住四万倭寇, 怕是不行。 请陛下即刻离开福州。 李善长一番分析, 也想不明白这些倭寇进攻福州有何意义。 朱元璋却没有采纳李善长的建议。 他是何人? 大明开国皇帝, 大明河山是他一刀一枪拼杀来的。 四万倭寇就让他逃走, 怎么可能? 朱元璋此时想的却是另一马。 是, 或许倭寇的目标不是福州, 而是朕。 这话一出, 所有人全愣了。 目标是陛下。 倭寇怎么知道陛下在福州? 李善长和徐达皆是一脸惊讶, 徐将更没想到这种可能。 陛下, 这, 恳请陛下撤离。 只要离开福州, 倭寇就没辙了。 没错, 陛下, 目标既然是陛下, 咱得早做准备。 赵昌和徐将纷纷开口, 劝朱元璋离开福州。 毕竟战火一起, 场面复杂多变。 李善长同样沉生, 陛下, 福州府兵跟倭寇悬殊太大。 倭寇有四万人, 府兵剿匪还行, 上了战场根本不能比较。 府兵能有机人? 福州既不是大明军备储备地, 更不是军防要塞, 大明进海后, 沿海一带更是没有其他的兵力。 就算是从别处调兵, 一天时间也赶不过来。 形势逼人, 福州一点胜算也没有。 李善长甚至想不出 有何计策能应对。 这些不是起义军, 也不是前朝余孽, 而是凶残的倭寇。 倭寇和大明常有摩擦, 却都是骚扰级别, 倭寇从未敢大举来犯。 今日是吃了什么枪药, 大张旗鼓而来。 传狐熊! 朱元璋没有犹豫, 眼下局势不妙, 福州, 百姓才当当过上好日子。 宋颖刚把福州治理的脱胎换骨, 不能为此毁于一旦。 很快, 狐熊就进来。 狐熊, 立刻把周边兵力调来, 要快, 一声令下。 虽说锦衣卫去调遣兵力, 显然也不能解除眼下危机。 府兵虽说很不错, 但徐达说过, 朱元璋也清楚, 府兵莫上过战场, 剿匪算不上战场。 真的正面对上, 能不能撑到援兵来都难说。 陛下, 让臣领军。 臣定将倭寇挡在福州府外。 徐达抱拳单膝跪下。 随行这些人中, 徐达身为开国老将, 领军能力无庸置疑。 他来统领府兵, 或许真能周旋到援军赶来。 朱元璋看着徐达陷入沉思。 倭寇咒然而来, 须提早谋划和准备。 仅一个徐达, 怕是不行。 朱元璋由福州府兵, 想到了宋颖。 府兵还是宋颖训练出来的, 这家伙的军事才能也不俗。 想到此, 朱元璋看向徐将。 宋颖在做什么? 徐将连忙答, 宋大人得信, 第一时间就安排百姓避难, 福州也进入战备状态。 这时, 众人向外头看去, 接到上官府人员正在不停地通知倭寇入侵, 安排百姓避难。 整个街面秩序紧, 然, 百姓并无慌乱。 官府还安排人手进行人员清点, 并挨家挨户分发避难物资。 不得不说, 福州府反应迅速, 半日不到, 就肃清了福州府的街面。 现在街道上, 除了巡逻的府兵, 皆是大门紧闭。 百姓避难后, 大量府兵进驻城内, 各显要位置加上火炮, 战备安排一应俱全。 整个过程没有喧哗和慌乱, 府兵步伐急促, 却没有慌张。 徐达现状大感惊讶, 战前能有如此快速应对措施, 而且福州百姓全部听从安排, 福州府官员非同小可呀。 徐达征战无数, 疏散过百姓无数, 却从没有过这般井然有序。 百姓默契配合, 官兵有条不紊。 福州府, 果然非同一般。 徐达往前几步, 查看摆放炮台的点位。 身经百战的他, 一眼看过去, 就心头俱正。 福州跟海岸线很近, 福州不是最佳的登陆点, 上岸实惠有所拖沓。 现今火炮的点位跟海岸线形成最佳角度。 城内没有一架火炮, 火力集中到了中后方。 如此一来, 火炮射程不会伤到福州城墙, 却能对城外来犯之敌进行有效的轰炸。 这战术部署, 令人佩服。 陛下, 臣看了, 整个福州府战前准备有条不紊并已到位。 文言, 朱元璋神色淡定, 没有丝毫慌乱。 战前秩序竟然是件好事。 浴室不乱, 冷静部署, 至少在稳定军心上做得很好。 宋颖这小子的实力, 不得不另眼相看。 到福州时间不长, 却让福州脱胎换骨, 更是训练出一支强兵。 就连百姓都对他信任有加。 即便是面对战争, 也能迅速应对。 看来, 宋颖到福州时, 就以惊威战乱做了准备。 否则, 不可能反应这么神速。 虽说积极应对, 但, 倭寇多达四万人。 若是对方强攻, 凭这点准备, 还是等不到援军到来。 李擅长虽是如生谋逝, 没有在战场上的杀敌经验, 可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 见识广。 自然一眼, 就看出其中的短板。 再将的战术部署, 再稳定的军心, 再强大的力量面前, 也是不堪一击。 回看史上多少战役, 以少胜多的, 能有几场。 即便是胜了, 也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眼下福州城的布置, 明摆着想要保住福州辛苦建成的成果, 可四万的倭寇, 战争一旦爆发, 损失无法估量。 损失更是必无可避。 安排得再妥当, 战争也不是仅靠计谋能取胜的。 李擅长的意思, 徐达也十分认可, 希望他们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此时, 徐达也只能这样想。 凭他一己之力, 加上福州辅兵, 想要挡住四万大军的进攻,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现今唯有祈祷, 援军能尽快赶到, 不然福州必然沦陷。 看着李擅长和徐达都如此, 朱元璋神色严峻, 心里私存。 倭寇人数众多, 还来得唐突, 宋颖在这突发状况下如此应对, 实属不错。 到时若真的抵挡不住, 朱元璋决定暴露他皇帝身份, 亲自统律。 这样一来, 能让军心大涨, 或许能坚持到援冰到来。 想到这, 朱元璋紧紧握了握拳头, 大明建国后, 他就没上过战场。 现在战争一处急发, 局势又如此不利。 到了最后关头, 朱元璋必定要上战场。 不过大明朝从皇帝到陈明, 没有人惧怕战争。 因为, 战, 定胜。 面对一处急发的战争, 朱元璋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是, 他也很想知道, 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 宋银有没有做其他的准备。 福州府虽然已经部署完毕, 但凭着这些布置, 显然挡不住四万敌军。 走, 去看看宋银。 看看这小子, 还有什么花招。 朱元璋说着, 带马皇后一同前往。 战争即将打响, 朱元璋没有担心马皇后。 马皇后也没有表现出害怕之色。 他虽然不是很清楚战场上的事, 但这些年他见过太多战场上的残酷。 即将而来的战斗, 也还吓不到他。 江门之女徐妙云同样巾帼不让须眉。 出了酒店直奔宋颖府邸, 半路上遇到一群骂骂咧咧的壮汉, 从小区里出来。 他们脸上满是怒意, 似乎在为时摩世生气。 王二狗也在其中, 与这些壮汉快步赶往宋颖府邸。 看着这个阵仗, 朱元璋很惊讶。 他忍不住拦住寄人问道, 马上都要打仗了。 你们不去避难, 还出来做什么? 凭啥避难? 狗日的倭寇让我们根本工作不了。 影响我们赚银子, 绝不能放过他们。 我们要跟他们拼了。 此话一出, 其他人也是纷纷响应。 就是, 跟他们拼了。 狗日的倭寇, 干死他们。 这些人情绪激昂, 浑然不觉得害怕, 齐心的不得了。 这架势, 惊呆了朱元璋等人。 还是头一回, 现到战争爆发时, 百姓不逃, 还主动请站的。 朱元璋参加的大小战役不计其数, 从未见过百姓主动参战的。 可是现在, 福州百姓却主动请站, 根本不惧怕倭寇。 无愧大名百姓。 等朱元璋及人到了官府门前时, 再次被眼前一幕惊住了。 官府, 门前聚集着大量青壮年, 正在镇壁高呼。 王二狗等人也在其中。 如此多的百姓聚集在此, 朱元璋更是好奇, 连忙走进官府。 里面官员正在紧张忙碌着。 李善长十分有眼色地 拉过一名官员问道, 都要打仗了。 这么多百姓聚集在这里, 是做什么? 见来人是韩国公, 官员赶忙行礼, 跟着解释, 这是百姓是自愿请站的。 宋大人让我们进行登记, 现在已经有四万名兵了。 听到这话, 李善长下意识地妄想朱元璋。 大战在即之际, 福州百姓自发参战, 竟然有四万之多。 这驾驶实在惊人。 徐达也莫料到, 百姓的凝聚力高到这种地步。 莫等众人惊讶, 传来宋颖破口大骂的声音。 喂小子, 说你呢? 快打仗了, 学莫及什么? 还不快去把物资发了, 别忘了收银子。 顺着声音, 就看到宋颖正悠哉躺在躺椅上, 一脸享受, 一点都没有即将开战的紧张。 而且, 打仗物资竟然也要收银子。 朱元璋脸色当即全黑了。 宋颖此时也看到了李善长和赵昌等人, 当即起身, 笑着迎上来。 李大人, 赵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哎, 朱老爷子, 你咋又黑着脸? 宋颖笑眯眯的问候, 现朱元璋脸色难看, 心想这老朱经常, 殷勤不定成天板着脸, 早晚有天被他气死。 宋大人, 百姓主动请站, 为何还要他们赴银子? 朱元璋懒得搭理宋颖, 而是李善长有眼利剑地问。 跟着朱元璋多年, 自然明白朱元璋的心思, 稍微一想就知道, 朱元璋因何不快。 为何? 官府的物质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也是要银子的。 再说了, 保护福州不单单是官兵的责任, 而是人人有责, 这是他们该做的。 这话一出, 李善长无语极了。 他发现, 宋颖能把任何事情跟银子挂钩, 而且每回理由还很正当。 怪不得朱元璋对他既爱也恨, 赶在大战前夕, 还不忘搜刮百姓银子, 这风气当是第一人非他莫属。 朱元璋听到这番解释, 鼻子都快气歪了。 什么时候了? 这王八蛋还想着贪钱? 还针对得起他贪官的名声。 一日, 福州城海岸线上, 数以万计的倭寇弃船上岸。 四万倭寇声势浩大的出现在福州府外。 朱元璋等人立马站上墙头, 看着密密麻麻的倭寇向城内攻来。 这些倭寇身形矮壮, 手持倭刀嗷嗷直叫地冲来。 后面由弓箭手掠阵, 主力军紧随其后。 朱元璋更发现, 这些倭寇根本无视福州周边, 而是直奔福州城而来。 显然,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朱元璋无比确定, 倭寇的目标正是自己。 倭寇大军勇往直前地来到福州城门下, 看到宏伟而又壮观的城墙, 一个个呆若目击。 站在城头上的徐达看到这一幕, 随即明白, 看样子他们情报有误, 并不知道福州府城墙早已重建。 倭寇的反应解释了这样。 但倭寇也只是短暂地愣了一下, 却未想过放弃, 而是立刻发起正面进攻。 大军中赫然耸现冲撞车和云梯, 看来他们准备强攻。 远从海上来, 装备确证摩棋拳, 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工程。 眼见四万大军开始进攻, 朱元璋侧头看向宋颖。 宋大人觉得眼下如何应对? 朱元璋很好奇宋颖的应对之策, 虽然他身边跟着魏国公徐达 和韩国公李善长等人。 朱元璋还没有暴露身份, 自然由福州之府宋颖主持。 宋颖一脸淡定地 把几团棉花递给朱元璋, 堵上耳朵。 马上就知道了, 可别吓到朱老爷子才好。 宋颖呵呵一笑, 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把自己耳朵也堵上。 看朱元璋愣住, 宋颖没有理会。